张晨穿越到灵气复苏的世界,这里异兽横行,强者为尊。 眼看高考即在,他好不容易获得一本C级功法。 结果不仅被老师拿去跪舔富二代,还诬陷他考试作弊。 只因他不仅修炼天赋差,还没有身份背景。 好在关键时候,他终于激活了神级身份系统。 每周不仅能刷新一个神级身份,还能获得各种逆天奖励。 第一周,成为教育部长之子,修炼天赋飙升百倍。 第二周,成为药剂工会会长的师叔,掌握神乎奇迹的制药技能。 第三周,成为十里剑神的外孙,建议所向披靡。 机械宗师是我妻偶,反抗军首领是我小弟。 就连执掌联邦的女爹,她也是我未过门的未婚妻。 都说了,不要再惹我,我每周刷新的身份,你们真惹不起。 第001章,神级身份系统。 青州市,第17中学,高三、五、班。 随着一阵上课铃声响起, 班主任顶着他那标志性的油头走进了班级。 就在他踏入门口的一刻,原本嘈杂的教室顿时为之一镜。 所有学生的目光瞬间聚焦在他手里的C级功法上。 看着讲台下面,那一双双如狼似虎的眼睛。 哪怕是已经成为二级觉醒者的班主任。 此刻也感受到了压力。 仿佛自己被一群饥饿的豺狼给盯上, 让他的头皮不禁阵阵发麻。 不过很快,这些视线就从他的身上移开。 转向教室角落处,一个衣着朴素却干净的少年身上。 看着这个面容淡然的少年。 其他同学的眼神中既有羡慕和嫉妒, 同时也掺杂着一丝轻蔑和不屑。 之所以情绪如此复杂。 是因为,这次学校高三模拟考试。 文考第一名是他, 五考倒数第一名也是他。 这个人,明明修炼天赋差的惊人, 却偏偏每天都非常努力。 不过他的存在感实在太低, 加上从来不惹是生非。 以前都被人当成背景板处理。 但今日却不同, 因为他们学校最近要升级成为重点中学。 这次模拟考试, 校领导可是下了血本。 五考第一名奖励一本B级功法, 而文考第一名也有一本C级功法。 那可是一本C级功法。 在黑市上, 已经被炒到500万联盟币, 并且还有嫁无事。 就是这样一本珍贵的功法。 如今竟然要落到一个废物手里。 简直是暴殖天悟, 明珠暗头。 看着其他同学神色复杂地盯着自己。 张晨仿佛没有感受到周围那些嘲讽的目光, 脸上的表情依旧淡然。 倒是同桌好友李楠, 睁大眼睛, 恶狠狠地挨个瞪了回去。 随即嘴角微动, 小声对着张晨说道, 你小子这次可是赚大发了, 说什么也要请我吃顿大餐。 看着旁边兴奋不已的死党, 张晨的嘴角不由微微上扬。 俊俏的脸上浮现起一丝笑意, 心中也满是喜悦之情。 在这段时间里, 他也算大概摸清了现在的处境。 虽然这里也叫蓝星, 却是一个灵气复苏后的世界。 三百年前, 天地巨变。 从迷雾中涌出大量恐怖的异兽, 在对抗异兽的战争中, 热武器渐渐失去效果。 人类不得不寻找新的制衡方法, 可能是命不该绝, 在种族存亡之际。 一个天才横空出世, 研究出一套能打开体内基因所的手段。 从此个体实力攀升到难以想象的高度。 而这些拥有强大天赋的人, 则被称之为觉醒者。 直到今日, 整个蓝星已经全民觉醒。 所以现在的高考, 不仅要学习文化知识, 还要参加觉醒者考试。 只有考上大学成为觉醒者, 才能享受到社会各种高福利待遇。 本来依照张晨原本的无考成绩, 他连最差的大学都考不上。 但这次学校奖励的C级功法, 对于没有天赋和资源的他, 无疑是雪中送炭。 虽然考上大学的希望依旧渺茫, 但终归是有了一丝机会。 最近这段时间里, 异寿工程的消息越来越频繁。 哪怕是刚来这个世界不久的张晨, 也能从新闻中的直言片语, 嗅到即将到来的危机。 所以考上大学变得更加强大, 拥有自保能力。 对他来说, 就是重中之重。 就在张晨陷入到回忆的时候, 讲台上的班主任倾可两声, 见所有人都看向了自己, 这才缓声说道。 这次模拟考试, 咱们班的同学表现不错。 张晨同学获得文考第一名, 另外, 王凯同学表现十分优异, 获得五考第二十三名的好成绩。 大家给王凯同学掌声鼓励一下。 随着教室一阵热烈的掌声响起, 王凯也从座位上站起身, 对周围的同学频频点头感谢。 只有李楠小声在张晨耳边嘟囔道, 班主任这个马屁精, 你可是文考第一名, 他怎么连提都不提。 听到李楠为自己打抱不平, 张晨也只是笑了笑, 却没有出声回答。 这就是现实, 在这个实力为尊的世界, 拳头才是真理。 拥有强大的战力, 就是高人一等。 这次学校也给了奖励, 咱们班获得了一本C级功法。 听到班主任讲到这里, 所有同学的目光再次看向了张晨。 而旁边的李楠也高兴得合不拢嘴。 王凯同学过来拿功法, 回去好好修炼。 随着班主任最后一句话落下, 不仅李楠的表情瞬间将注, 原本那些极度的同学, 神色也都是一愣。 这功法不是张晨获得的吗? 现在怎么给王凯了? 该不会是班主任念错名字了吧? 相对于其他同学的茫然, 王凯却跟班主任暗中对视一眼, 然后从座位上起身来到讲台, 结果功法后说道, 感谢学校和老师的栽培, 感谢同学们一直以来的帮助。 获得这本功法, 本人不甚荣幸。 眼看王凯就要结束自己的获奖感言。 这时候, 李楠终于坐不住了。 从座位上猛地站起来, 指着功法大声说道, 这是文考第一的奖劣。 这是张晨的。 听到李楠的质问, 班主任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脑木。 不过想着, 还有其他同学在看, 与其这才缓和几分。 你别捣乱, 咱们学校很快就会被评为重点中学, 现在无考成绩才是关键。 张晨同学虽然文科好, 但天赋太差, 他要功法有什么用? 当然, 王凯同学也不会白拿功法。 会按照标定价格购买, 不会让张晨同学吃亏的。 听到班主任的话, 不仅李楠更加生气了, 其他同学也不禁微微皱眉。 谁不知道, 功法的官方定价就是个摆设。 除了那些烂大街的垃圾功法以外, 一本功法的市场价格至少是标定价格的两倍以上。 而且, 你有钱还不一定能买到。 这已经不是在协商了, 简直就是在明抢。 不过, 除了跟张晨关系好的李楠发出质疑以外, 其他人却都默不作声。 原本极度的眼神也变成幸灾乐祸, 都是一副准备看好戏的模样。 他们完全能够理解班主任这样做的原因。 王凯他爸可是天红集团的董事长, 是青州市最大的药剂生产商。 听说背后, 还有药剂师工会给他们撑腰。 如果不是没有资本, 王凯看不上自己。 他们也想跟班主任这样去跪舔。 真要是攀上的天红集团这棵大树, 那还不原地起飞。 现在所有人都掠越过愤愤不平的李楠, 想看看张晨会有什么反应。 但此时, 张晨脸上却没有任何表情。 听着脑海中突然出现的电子合成音, 整个人都呆愣地坐在那里。 恭喜宿主获得神级身份系统。 系统正在激活中。 激活已完成。 本周奖励一, 神级身份教育部部长之子。 本周奖励二, 未来成就评价卡一张。 奖励已发放到系统仓库, 具体详情, 请宿主自行查看。 第002章 不好意思, 我拒绝。 随着脑海中的声音渐渐淡去, 顿时在张晨心里激起一连串连衣。 当初自己穿越过来的时候, 他也曾无数次呼唤系统, 可都是无功而返, 毫无回应。 没想到, 在他彻底放弃后, 系统却又突然出现。 人生还真是充满着惊喜, 难以预料。 不过神级身份系统, 和未来成就评价卡是什么? 带着疑问, 张晨不再犹豫。 意念一动, 思绪直接进入到系统仓库中。 首先, 点开未来成就评价卡。 阅读完使用说明, 他的表情开始变得古怪起来。 简单来说, 使用这个道具后, 可以把他未来所有的成就都概括到评价卡上。 就像是他人生的木质名。 虽然评价卡是一次性物品, 用后会自动销毁。 但张晨的内心还是非常震撼, 有一种做梦的感觉。 只要自己拥有足够数量的评价卡, 那他岂不是可以预知这个世界未来的走向? 仅仅是想想, 都感觉逆天。 但自己连穿越这种事情都遇见了。 貌似能预知未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不过, 张晨现在还没有使用这个道具的想法。 就他现在的实力。 用脚去想, 也能知道自己的未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将评价卡重新放回了系统仓库。 他又看了看自己的身份介绍。 瞬间, 张晨有了一种在看烂俗苦情戏的感觉。 本周获得的身份是教育部长张凌峰的儿子。 因为一次易受袭击, 他的生母为救丈夫而意外生死。 没过多久, 前身他爹又娶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 一年以后, 生下了一个女儿。 但继母因为没有儿子, 可以跟他竞争家业。 所以, 开始百般刁难张晨, 希望可以赶走他。 随着时间的推移, 前身慢慢长大, 但修炼天赋却极差。 这让同父异母的天才妹妹也看不起他, 逐渐形同陌路。 在母女共同的努力下, 前身在15岁的时候, 终于不堪受辱, 跟继母闹翻, 一个人开始独自生活。 不过自己那个便宜父亲, 倒是对儿子十分愧疚。 一直希望能做点什么来补偿他。 但每次都被张晨拒绝, 最终父子两人不欢而散。 明白了自己的家庭地位以后, 张晨对于前身的父子恩怨, 他不想多做评价。 但对于狠毒继母和妹妹, 等自己有了足够的实力后, 这个账一定要清算。 就在这时, 系统却再次传来电子合成音。 丁, 恭喜宿主获得身份传承, 张家血脉十倍修炼天赋。 自动开启新手大礼包, 天赋正在变异中。 恭喜宿主获得百倍修炼天赋。 自己竟然获得了百倍修炼天赋。 张晨顿时倒吸了一口冷气, 身体都因为过于激动而颤抖。 只有天赋极差的他, 才能明白拥有一个好天赋的重要性。 想成为一个强者, 需要百分之一的天赋和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 但那百分之一的天赋, 比努力更重要。 他以前混得如此凄惨, 是因为不够努力吗? 是没有好的天赋。 他的便宜老子, 仅仅靠着十倍修炼天赋, 就能成为青州式的风云人物。 那如今, 自己获得百倍修炼天赋, 未来又该有多强大。 想到这里, 张晨那颗原本已经沉寂的心, 突然又动了起来。 他想变强, 他想考上四大学院, 他想成为一代天骄。 不过在这之前, 他要把属于自己的功法给夺回来。 不是我的我不强求, 是我的谁也别想抢走, 将整个事情都想明白。 张晨的眼睛瞬间变得锐利起来, 目光盯着讲台上的班主任和王凯, 脸上露出一个没有温度的笑容, 声音坚定地说道, 不好意思, 我拒绝。 已经把功法拿在手里的王凯, 正要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突然听到张晨的答复后, 整个人都是一愣, 随即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而旁边那些准备看笑话的同学们, 也被这句话震惊到目瞪口呆。 原本他们以为, 哪怕张晨心里再不愿意, 估计也会屈服于王凯, 最多就是多要一点补偿罢了。 毕竟跟王凯斗, 那不亚于以卵击时, 自寻死路。 结果没想到, 张晨这个铁憨憨, 竟然真的当众拒绝了。 卧槽, 这小子是学习学傻了吧? 而讲台上的王凯也反应了好半天, 这才回过神。 看张晨的目光也变得讥讽和不屑。 虽然没想到平时都忍气吞声的张晨, 这次竟然难得硬气一回。 但在他看来, 也不过是跳梁小丑而已。 真以为你不同意, 学校就会把功法给你这个废物。 别做梦了。 对于无权无视, 还没有天赋的穷学生。 别人想抢你的东西, 就跟弄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看着张晨毫不畏惧地跟王凯对视着。 这一下就连旁边的李楠也有些焦急。 赶紧伸手拉了拉他的衣角, 小声劝道。 对方咱们惹不起, 多争取点好处也就算了。 你可千万别冲动啊。 听到李楠对自己的关心, 张晨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然后目光冷淡地看着班主任和王凯二人, 再次斩钉截铁地说道。 我。 聚。 绝。 同一时刻, 在学校的大门处。 所有校领导排成两排, 站在毒辣的烈阳下。 虽然汗水早已浸透了衣衫, 让背后感觉非常粘腻。 但却没人还能顾及到这些。 都点起脚尖, 向着大门外不断在张望着。 而在校领导身后, 一群身穿第十七中学校服的学生, 手里拿着花环。 在太阳的制考下, 被晒得口干舌燥, 粘头搭脑。 直到教育局的车队, 终于缓缓行驶到学校, 出现在众人的视线里。 顿时所有人的精神都为之一震, 学生们也举起了欢迎横幅。 而在车内的张凌峰, 看着自己儿子的学校, 却突然陷入到了回忆。 自从张晨的亲生母亲离世以后, 儿子就再也没有叫过他一声, 爸爸。 也没有再回去看过他这个父亲。 每一次自己主动去找儿子, 换来的也都是陌生和疏远。 看着儿子窝聚在一个 不足十平米的小房间里生活。 他这个做父亲的, 心中就充满了愧疚。 但想了想家里的氛围, 每次想让儿子回去住的他, 怎么也开不了这个口。 这些年自己亏欠儿子的实在是太多了。 这次正好来学校视察工作, 他也想了解一下儿子最近过得怎么样。 希望有一天, 儿子能原谅他这个不称职的父亲吧。 第00三章, 好好满足你。 看着平时不洗心余色的部长, 脸上竟然露出自责的神色。 旁边几个同行的人员, 也大概能猜测出来原因。 毕竟部长家有汉妻, 不顾非议, 把儿子赶出家门的事情, 也不是什么秘密。 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 于是纷纷出言安慰道, 你也别叹气, 不管怎么说, 也是血浓于水, 父子之间哪有解不开的仇怨? 就是, 等孩子长大了, 自然就会理解您的难处。 听说这小子也争气, 这次模拟考试还是文考第一名呢? 听到其他人的劝解, 张凌峰的眉头不仅没有舒展, 反而皱得更紧了。 自己的儿子的确是文考第一名, 但也是年级组无考倒数第一名。 要是儿子不努力也就罢了, 自己还能用玩物丧志来安慰自己。 但如此努力后, 却还是倒数。 这只能说明儿子的修炼天赋实在是太差了。 天赋差, 哪怕是他这个做父亲的, 也没有任何办法改变。 要知道, 现在的社会可是以武为尊。 没有天赋, 就只能去当一个普通人。 而普通人在异寿功成的时候, 都是被最先抛弃的一批人。 一天死个几十万都有可能。 他不求自己的儿子未来能够荣华富贵, 高官厚禄, 只希望儿子可以平平安安地活下去。 自己总会有老去的一天, 到那时候, 谁又可以保护他? 不过很快, 随着教育局的车队终于停住, 张凌峰的思绪就被眼前的欢迎队伍所打断。 校长逮到一个机会, 带着一众学校领导, 一路小跑, 赶过来迎接。 脸上的笑容仿佛是一朵盛开的菊花, 皱纹都快堆成狗布里包子了。 对于这些教育部的领导们, 他可是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一个个都是手眼通天的人物, 他哪个也得罪不起。 尤其是眼前这位张部长, 如今手里更是掌握着自己学校, 能否升级为重点中学的命脉。 让张部长能对这次考核满意,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从车内走下来的张凌峰, 看着眼前这过于隆重的场面, 却是微微有些皱眉。 他不太喜欢这样大张旗鼓的迎接方式。 不过, 对方也是属于好心, 他也不太好说什么。 把先去看看儿子的想法压在了心中。 在校长的一路指引下, 张凌峰开始了视察工作。 而在张晨所在的班级中, 此时的气氛却显得有些诡异, 整个教室安静地可怕。 众人看着毫不退缩的张晨, 心中都很是意外, 脸上各种表情不易而足。 如果不是条件不允许, 他们都想拿出瓜子, 可乐, 晃泉水来看戏了。 这张晨今天是抽什么疯? 竟然敢跟王凯硬钢? 泰特没有看透了。 此时站在台上的王凯, 望着擒着笑意的张晨, 心中恨不得把他生吞活泼了。 更是把张晨寄到自己的小本门上, 等以后找个机会, 好好收拾他。 不过脸上却没有看到丝毫的恼怒, 反而露出一个阳光般, 让人温暖的微笑。 随即开口说道, 看来张晨同学是误会我了, 我不是想要抢走你的功法, 而是跟你交换。 毕竟相对于一本C级功法, 我感觉你现在更加需要一些钱来购买能够增强实力的药剂。 当然, 你要是对于价格不满意, 我们可以私下里再谈。 等你实力提升后, 我还可以帮你在天红集团找一份工作。 听完王凯的话, 顿时大家都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毕竟一本C级功法, 放在张晨那里也是浪费。 如今还有一个月就要高考了。 哪怕张晨再努力修炼, 从时间上看, 也根本来不及。 真不如去买点药剂, 辅助修炼来得实在。 虽然一本C级功法在黑市上能卖的价格更高, 但也不如去抱住王凯的大腿好啊。 要是能混个小弟当当, 也算是一个好的出路不是? 这样一想, 众人顿时感觉张晨的格局有点小了。 但此时的张晨却在心中冷笑。 王凯的话虽然说得漂亮, 他却能感觉到对方的话里到处是陷阱。 什么叫等你实力提升后? 这种空头支票, 不过都是在给他画饼罢了。 况且, 他也没有给别人去当小弟的习惯。 以前不会, 现在更不会。 如今, 自己不仅拥有了新的身份, 而且还获得了百倍修炼天赋。 他王凯一个富二代而已, 有什么资格让自己给他当小弟? 他配吗? 加上自己现在, 正好需要一本功法来增强实力。 这本C级功法对张晨的处境非常重要, 所以他势在必得。 看到张晨不为所动, 就这样似笑非笑地盯着自己。 如同在看动物园里的猴子, 王凯的笑容也渐渐收敛, 逐渐变得阴沉。 只不过是一本C级功法而已。 虽然珍贵, 但自己想要家里还是能弄到的, 但他却很不喜欢张晨的眼神, 让平时都被攻为的王凯很不舒服。 所以, 这本功法自己抢定了。 将手里的功法直接揣进裤兜里, 王凯一脸挑衅地看着张晨。 一时间, 整个教室都充满着压抑的气息, 但对面的张晨却没有什么过激的举动。 这让其他人不由得大失所望。 而王凯的嘴角也微微翘起, 露出一个胜利者的微笑。 我就是把你的功法拒为己有。 你要能怎么样? 在绝对实力面前, 你不也只能无可奈何吗? 要怪也只能怪你, 没有头好胎, 没有一个有能耐的老子。 正当王凯想要回到自己的座位的时候。 没想到这时的张晨却突然间动望, 步伐稳健, 直接拦住了王凯的去路。 随即笑着说道, 感谢王凯同学把功法帮我拿过来。 但王凯的眼睛却微微眯起, 冷哼一声说道, 我要是不给你呢? 你难道还想打我不成? 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王凯的话音刚落, 张晨的拳头直接就打在了他的脸上。 虽说张晨现在的实力, 的确不如王凯。 不过事发突然, 谁也没想到张晨竟然真的敢动手。 别说其他人始料不及, 就连王凯也是毫无防备。 但张晨却没有要停手的想法, 嘴里说道, 既然王凯同学强烈要求, 那我自然要好好满足一下你。 说着就要再次挥拳上。 第004章 我惹不起的存在, 但被打了一拳的王凯, 此时心中已经有了准备。 毕竟在实力上, 他可是要比张晨强上不少。 轻易间就格挡住张晨那灵力的攻势, 正当王凯要开始反击, 好好教训一顿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废物之时。 没成想, 却从旁边伸出一只脚, 猛地踹在他的小腹上, 直接把他给蹬了出去。 这一次, 别说王凯被踹懵了, 就连张晨也没想到会有人帮助自己。 看着一条腿还在半空, 跟自己挤眉弄眼的李南。 张晨瞬间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好兄弟一起上, 你打他上路, 我攻他下路。 张晨只是冲李南点了点头, 也没有说你不要掺和的话。 毕竟李南现在已经动手, 王凯自然不会放过他。 踹一脚和一只踹, 也不会有什么区别。 大不了真的捅出篓子, 自己舔着脸去求求那个便宜老子。 有了李南的助攻, 张晨也挺身而上, 瞬间三人就毫无形象地扭打在了一起。 毕竟双拳难敌四手, 加上空间狭小。 一时间, 王凯被张晨和李南, 摁在地上一顿爆锤。 看到眼前这一幕, 整个班级的所有人都被震惊到了。 一个个兴奋的脸红脖子粗, 各种加油助威声, 更是此起彼伏。 牛逼大发了呀。 没想到平时不动声色的张晨, 打起架来竟然这么生猛。 说动手就动手, 没有丝毫的犹豫。 而站在讲台上的班主任, 却是气急败坏地跑了下来。 费了好大力气, 才强行把三人给分开。 看着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王凯, 更是目光不善地盯着张晨二人。 此时的他, 感觉自己快要被这两个愣头青给气疯了。 本来就是想好好拍一拍王凯的马屁, 争取让自己的位子再往上面提一提。 没想到这两个愣头青, 竟然如此不开眼。 不仅自己的计划泡汤了, 反而还得罪了王凯。 王家的人也是你们这种要实力没实力, 要背景没背景的人能招惹得起的。 人家只要动动嘴皮子, 就能让你们在青州市活不下去。 关键是, 你俩惹的事情, 别特么连累我啊。 虽然心中恨不得把张晨千刀万剐, 赶出教室。 但毕竟身为老师, 为人师表的形象还是要注意一下。 他也只能强压着心头的怒气说道, 张晨,你竟敢当着老师的面殴打同学。 这件事, 我会给你一个处分。 另外, 赶紧跟王凯同学道歉。 但此时的李楠却一脸不服气地回怼道, 凭什么让我们跟他道歉? 他抢张晨的功法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话? 现在王凯被打了, 你就急急忙忙跳出来。 被李楠一连串的话对得哑口无言的班主任, 顿时脸上青一阵白一阵。 尤其是看着周围同学的眼神渐渐变化。 他差点没忍住, 想撕了李楠这张破嘴。 不过班主任也知道自己这边李楠在先。 毕竟当初学校奖励功法的事情也曾轰动一时, 大家都心知肚明, 知道功法是奖励给文考第一名的。 这件事真要是闹大, 对王凯和自己的名声都会有影响。 想了想, 班主任语气这才软了下来, 指着张晨说道, 你跟我出来一下, 咱们谈一谈。 看到班主任叫自己出去, 张晨也没有犹豫, 直接跟在了后面。 他也想看看这个马屁精会说出什么言论。 等两人在教室外的走廊里站定, 班主任这才语重心长地说道, 张晨, 我之所以把功法给王凯, 完全是在为你考虑啊。 见到张晨正在认真听, 班主任顿时感觉这是还有戏, 于是更加卖力地忽悠道。 我知道你现在不能理解, 对我也有怨言, 但你有没有考虑过自己以后的出路? 老实说的话可能有些直接, 但你的修炼天赋有多差? 你难道心里不清楚吗? 你是没有希望考上大学的。 如果你把这本功法送给王凯, 他也会念你一份恩情, 以后自然会给你一份工作。 虽然不能大富大贵, 但也能有口饭吃。 听到班主任把所有话说完, 张晨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自己想要去当狗, 也就算了。 现在还想让我跟你一起。 这还真是为了跪舔妇人, 连自己最后的尊严也不要了。 见到张晨还是油盐不尽, 班主任终于卸下了所有伪装。 冷哼一声, 威胁道。 实话告诉你, 咱们学校的教导主任也是王家的人。 你要是主动把功法教出来, 王凯那里我会替你说情。 你要是不教, 后果你可承担不起。 身为老师, 我教你一个做人的道理, 有些人是你得罪不起的存在。 看到班主任已经开始名枪豪夺, 估计也不会有什么新的花样。 张晨也懒得在搭理这个 只会屈炎覆势的真小人, 直接转身走进了教室中。 我倒要看看, 你们如何让我得罪不起。 而在班级里的里南, 看到张晨自己一个人回来, 也能大概猜到这是估计没有谈成。 于是也不再废话, 直接开始收拾起自己的书包, 甚至把不能拿走的东西, 也都送了人。 见到里南一副随时走人的架势, 张晨顿时哭笑不得, 赶紧拦住他问道, 你这是要干嘛去? 里南反而拍了拍张晨的肩膀, 豪气万丈地继续道, 放心, 我求求我家老不死的, 让他多破费一点, 咱俩一起转学。 见到里南已经开始帮他收拾东西, 张晨却一把将他摁了回去, 认真地说道, 谁也别想把咱们赶走。 而在教室外的班主任, 看着张晨就这样把他晾在外面, 气得脸都绿了, 他眼里还有自己这个老师吗? 既然你自己非要做死, 那就怨不得我落井下石了。 于是拿起自己的手机, 拨通了教导主任的电话。 另一边, 正在陪着教育部领导们视察的教导主任, 兜里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看着校长目光不善地瞪了自己一眼。 教导主任只能跟众人挨个道歉后, 这才找了个角落, 没好气地接通了电话。 当他听完了班主任一番天由加醋的描述, 不由得在心中暗骂了一声废物。 你自己捅下的娄子, 现在还要老子给你善后? 就你这办事能力, 还想攀附我们王家? 不过这件事毕竟涉及了王家的名声, 并且王凯也被人打了。 教导主任虽然内心不快, 但自己还是要出面解决, 让班主任把张晨的所有资料都拿了过来。 两人详细查看了一番, 确定这小子没有背景以后。 教导主任思索了片刻, 便拿着张晨模拟考试的试卷端向起来。 当他看到最后一道附加题, 有被大面积修改的痕迹。 教导主任顿时眼前一亮, 记上心来。 感觉已经胜券在握的他, 带着班主任就走进了张晨的教室中。 第005章, 他考试作弊了。 虽然缺少了一个教导主任, 但教育局视察的队伍并没有因此而停顿。 张凌峰带着自己的下属们依旧在不断巡查着学校。 随着越来越深入的了解, 他的眉头也渐渐皱起。 从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 第17中学, 不管在硬件配置上还是在师资力量上, 虽然比普通学校要强上不少, 但距离重点中学的标准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处于笔上不足, 笔下有余的水平。 而同行的其他人将高一和高二年级组都看完以后, 心里也大概有了定夺。 眼看张部长就要去看最后的高三组, 旁边一个跟校长是多年老友的人, 终于忍不住把校长偷偷拉到一边。 沉吟了片刻, 看着一脸期待的校长说道, 老赵啊, 你这次可是草率了。 我就实话实说, 虽然你们学校也很优秀, 但还差了一点点。 要是高三组也是这种水平, 那升级成为重点中学的希望会很小。 听到自己老友的话, 校长顿时就急了。 心中虽然也明白老友说的都是实情, 但他不甘心啊。 最近这几年, 为了能把学校升级为重点中学, 他可是花了无数的心血。 不仅在人力物力上支持, 他自己都直接睡在了学校。 如今就差一点点, 现在让他放弃, 他做不到。 于是, 校长目光灼灼地盯着自己的老友, 低声问道, 你们部长平时有没有什么喜好? 听到校长的这句话, 老友顿时吓得一个机灵。 赶紧用眼神示意校长闭嘴。 见没有人注意他们这里, 也压低声音说道, 张部长最讨厌投机取巧的人了。 不过, 我倒是知道一个消息, 兴许能对你有帮助。 原本已经不报什么希望的校长, 听到自己竟然还有翻盘的机会。 顿时眼睛里都放出光芒, 赶紧追问道, 什么消息? 犹豫了片刻, 在校长那急不可耐的催促下, 老友终于说道, 张部长他有个儿子, 在你们学校读书, 名字好像叫张晨。 随着老友把详细情况介绍完, 校长顿时喜出望外, 有一种绝处逢生的感觉。 没想到, 天上还真有掉馅饼的时候, 谁能想到张部长竟然瞒得如此深。 他儿子在学校里待了三年, 自己这个做校长的竟然没有听过一点风声。 不过, 既然自己已经知道了详细情况, 那一切都好办了。 等张部长离开以后, 自己直接把张晨给掉进重点班。 至于天赋差, 那又怎么样? 我用最好的老师, 最好的药剂去对。 不过是浪费一点资源罢了。 相比于能升级重点中学, 这些都无足轻重。 最后, 哪怕是张晨还是考不上大学, 他张部长也要欠自己一个人情, 只要自己对张晨舔得够努力。 张部长欠他的人情就越多, 他的梦想被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 想到这里, 校长顿时感觉轻松了不少, 原本忐忑的心情也渐渐变得淡定起来。 甚至此刻的他都有一种张晨在手, 重点唯有的幻觉。 得此字, 如同得天下。 就在校长喜滋滋地 带着张凌峰继续视察高三重点班的时候。 不远处, 张晨所在的班级内。 此时的教导主任 却是目光咄咄逼人地看着张晨。 见到这小子竟然毫不畏惧, 敢跟自己对视。 教导主任在心中冷哼一声。 而旁边的王凯, 看到自己的四叔来了, 顿时喜上眉梢。 可能是因为幅度太大, 牵扯住嘴角的伤口, 让他的笑容显得格外扭曲。 不过, 当王凯看到张晨在笑眯眯地看自己, 如今有了靠山的他, 顿时胆气就足了, 于是也恶狠狠地瞪了回去。 不过张晨也懒得搭理他, 反而是盯着教导主任, 想看看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样。 见到班级里的学生 都不明所以地望向自己。 教导主任几个跨步走上讲台, 把张晨的试卷放在上面, 这才开口向众人说道, 我知道, 大家可能有一些疑惑, 对你们的班主任他的做法, 也有些质疑。 但我要说的是, 你们的班主任确实是一片好心, 事实上, 他也只是想保护张晨同学的名声而已。 此话一出, 不仅下面的同学们震惊了, 就连心中波澜不惊的张晨, 这次都感觉有些意外。 这种颠倒黑白的话, 你是怎么敢说得出口的? 见到众人不太相信的样子。 教导主任面容沉重地接着说道, 你们班主任之所以把功法给王凯同学, 是因为张晨这次在模拟考试中作弊了。 随着教导主任说完, 顿时班级的学生一片哗然。 虽然没有人出言反驳, 但很多同学都是一脸的不幸。 你要说张晨无考成绩垃圾还行, 但文考成绩, 张晨向来是很厉害的, 并且也非常努力。 这话可没有幸福力。 而且, 作弊这种事情, 可是不能瞎说的。 只要被证实是真的, 那就会被开除学籍, 终身不能再参加考试。 这是把张晨往死路上逼。 不过教导主任既然敢说这样的话, 他自然已经预料到了如今的情况。 把张晨的试卷拿起来, 然后, 指着最后那道附加题, 不紧不慢地说道。 最后一道题目, 大家都知道, 考的是一道药剂题。 想要解答出来, 就需要大量的试验, 因为参数不同, 每次的答案也不同。 这种药剂里面, 需要一种珍贵的药材, 价值五万联盟币的七色花。 请问大家, 依照张晨同学的家境, 他买得起七色花吗? 而且他的答案, 还有大量修改的痕迹。 如果我没有猜错, 后来重写的答案是他抄的。 听完教导主任的分析以后, 所有人都觉得有道理。 先不说张晨能不能买得起七色花。 答案写错一两句, 还情有可原。 可把原来所有的答案都图改掉。 那说, 里面没有猫腻, 他们也不信。 想到这里, 有些同学看张晨的目光, 开始变得比喻起来。 原本以为张晨也只是天赋差点, 人品还是没有问题的。 结果现在才发现, 他们还是太年轻了。 如果不是被目光如炬的教导主任所揭发, 他们现在还都被蒙在鼓里呢。 但此时的张晨却依旧很淡定。 看着讲台上不断在努力抹黑自己的教导主任, 露出一个讥讽的笑容, 如同再看一个小丑。 第006章 竟是我儿子。 见到张晨竟然没有出言, 为自己辩解。 教导主任感觉自己已经胜券在握, 拿捏住这个桀骜不驯的小子。 毕竟只要我说你抄袭了, 你就只能拿出证据来自郑清白。 但想拿出证据, 谈何容易? 哪怕张晨他重新再考一遍, 获得了满分。 也不会解除别人对他的怀疑。 看到自己成功煽动了其他人的情绪。 教导主任于是再接再厉, 痛心疾首地说道, 虽然张晨同学作弊了, 但你们的班主任却不希望公开这件事。 毕竟他平时真的很努力, 估计也是一时被利益所蒙蔽了双眼。 我们都很同情他, 也希望能再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 但学校奖励的功法却不能给张晨同学, 没想到却让大家产生误会。 在这里, 我要跟张晨同学道歉。 本来这件事我是不想公之于众的。 随着教导主任最后的叹息声落下,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教导主任弯下了腰, 竟然给张晨鞠了一躬。 顿时整件事的舆论风向瞬间被轻易扭转。 所有同学看张晨的眼神不仅没有了同情, 甚至还有一丝愤慨。 本来还是受害者的张晨, 更是直接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而旁边听完了教导主任的话, 班主任兴奋地浑身发抖, 差点就要伸手点了个赞。 对,对,对, 同学们都误会我了呀。 我刚刚就是这样想的, 怪不得人家能当上教导主任, 而自己却只能成为普通老师呢。 就这睁着眼睛说瞎话, 凭空污蔑的能力。 自己就是再学十年也赶不上。 此时班级里的同学们, 看着还坐在那里, 丝毫没有要道歉的张晨, 顿时发出一阵虚声。 而鼻青脸肿的王凯, 看着周围人的反应, 笑得下巴都快落地了。 剑局势对他有利, 于是王凯眼珠一转, 躲在人群中开始带节奏。 作弊可耻, 请主任严肃处理, 开除他。 随着王凯带头喊话, 很快就有一些平时看张晨不顺眼的同学, 也跟着起哄。 我们不要跟作弊斗当同学, 开除他。 呸, 欺骗我们的同情心, 开除他。 当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到了呐喊的队伍中, 所有声音最后终于汇聚成了一句话, 开除他。 而在视察高三重点班的张凌峰, 听到不远处的班级里, 突然传过来的喧嚣声, 眉头顿时皱了皱。 随即看向了旁边的校长, 原本脸上还带着笑容的校长, 迎着张部长询问的目光。 神色变得也越来越尴尬, 虽然还在强颜欢笑, 但心中早已是暴怒不已。 这特么是哪个傻叉搞出来的事情? 不知道今天有教育部的领导过来视察吗? 有心想找个借口敷衍过去, 但传过来的声音却越来越大。 无可奈何的校长, 也只能派人过去看看是个什么情况。 两分钟以后, 前去询问经过的人就跑了回来, 刚要趴在校长耳边说明详情, 就听到张凌峰突然开口道, 有什么秘密是我们不能知道的。 见到领导都这样说了, 那人倾咳两声, 静着头皮淒淒哀哀地回答道, 五班出现了点特殊情况。 见识儿子所在的班级, 张凌峰虽然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但耳朵却不由自主地动了动, 神色也变得认真起来。 好像是有个学生考试作弊, 被人给当众揭发了。 现在其他同学都闹着要把这人给开除, 而旁边的校长听到竟然爆出这样一个丑闻, 顿时感觉颜面无光。 恨不得能打死这个作妖的学生。 教育部的领导过来视察工作, 结果当天就发现一个考试作弊的。 这会让领导怎么想, 又会如何看自己的学校。 本来已经快看到成为重点中学的希望了。 万一让领导们以为, 自己的学校管理松懈, 学风有问题。 那他想死的心都有了。 这特蒙不是在往我头上扣屎盆子吗? 想到这里, 校长赶紧对张凌峰解释道, 我们学校的校风一直都很好的。 哈哈, 今天也是赶巧了, 没想到领导们刚来, 就出现了一个害群之马。 不过请诸位领导放心, 对于这种品德败坏的学生, 我校绝不会姑息, 一定会严肃处理。 要不, 咱们先去别的重点班看看。 眼尖校长就要带着他们离开。 但此时的张凌峰却没有要搭理校长的意思。 自己的儿子也在五班, 他现在还哪有心情去看什么重点班。 要知道, 现在对于作弊的处罚, 是相当严厉的。 但这个班级依然敢有学生顶峰钻。 说明, 这个班级的思想教育一定存在着问题。 最关键的是, 这样的垃圾学生, 可千万别把自己的儿子给带坏了。 本来儿子的修炼天赋已经够差了, 要是再走上歪路。 那他以后还有和颜面去见儿子的母亲。 看着根本不听自己建议的张部长, 一路风风火火地往五班走。 校长感觉自己的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 真是乌漏偏逢雨。 有心想阻止张部长去围观他的家仇。 不过, 最终校长也只能长叹一声, 无奈地跟在了后面。 随着一群人呼啦啦地站在了班级门口, 还在讲台上卖力诬陷张臣的教导主任, 顿时被吓了一跳。 看着领导们竟然都过来了, 顿时心中暗到了一声不好。 看着校长询问的目光, 有些心虚的他只能强自镇定。 各种歪曲事实地把经过讲述了一遍。 听完教导主任的讲述以后, 校长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此时在校长眼里, 这个作弊的学生简直是罪该万死。 作弊背也就算了, 还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而且还敢当着老师的面, 殴打同学, 毫无悔改之心。 这简直是目无尊长。 于是, 校长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吼道。 说的是哪个学生? 你给我站起来。 见到其他人都在看自己, 张臣倒是也没说什么。 直接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身, 而站在校长身后的张凌峰。 看到被人说得如此不堪的学生, 竟然是张臣。 整个人都呆愣在了原地。 那个作弊被抓的败类, 竟然是我的儿子。 第007章, 部长是他爸。 此时, 张凌峰的脸色接连变幻。 脑海中的第一个想法, 就是不可能。 都说只子莫若父。 虽然张臣, 已经在外面单独生活了好几年。 但对于自己儿子是什么样的性格, 他这个做父亲的, 还是非常了解。 就张臣那个高傲的性子, 绝对不屑于去考试作弊。 但这个教导主任却说得, 有鼻子有眼。 他一时之间, 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反驳对方的话。 张凌峰没出声, 而在他旁边的校长, 却不管这么多。 看着站起来的张臣, 顿时气急败坏, 毫无形象地大声呵斥道。 你给我站好了, 我们学校从来都是教风严谨, 有口皆碑。 没想到, 今天竟然出现, 你这么一个蛛虫。 也不知道你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 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看到了你, 也知道, 你爸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听到校长那一声声的咒骂, 张凌峰的表情有些不自然。 有心让这个校长闭嘴, 但奈何自己的儿子, 现在的确有作弊的嫌疑。 于是也只能选择默不作声。 但他身后的随行人员, 此时脸上的表情, 却说不出的精彩。 一个个面容古怪, 憋得十分难受。 毕竟都是一个部门的人, 他们也经常会去部长家里走动。 这里面早就有人认出了张臣。 只是看到部长都没说话, 其他人也自然也不会寻兵夺主。 于是, 一帮人就这样大眼瞪小眼, 看着校长毫不留情面地 数落着张臣父子。 而此时, 校长的那个老友, 看到如今的场面, 感觉后背发凉, 冷汗不断往外貌。 当着部长的面, 数落人家儿子也就罢了。 现在既然说部长是个不正经的上梁, 还说他不是个好东西。 你这真是在太罪头上动土, 自己非要做死啊。 不过想了想, 老友终究还是念疾旧情, 于是开口化解道。 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毕竟也没有确凿的证据, 说这个同学真的作弊了。 听到老友竟然还在为张臣说好话。 被愤怒冲昏头脑的校长, 却并没有理解对方的意思。 反而还在心里埋怨自己的老友, 你不帮着我跟这个学生撇清关系也就算了, 现在怎么还拆我的台? 于是再次说道, 误会。 我看一点也没有误会。 诸位领导放心, 我绝对不会心辞手软, 直接做开除处理。 那个小子, 把你父母叫过来, 领走你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 看着眼看的校长, 完全没有理解自己的意思, 依旧在疯狂作死。 老友也只能在心中长叹一声, 真是好言难劝该死鬼。 我也算是人至义尽了。 眼瞅着校长说完, 就要上前去救自己的儿子的衣服。 此时早已憋了一肚子火的张灵峰, 终于忍不住大喝一声。 够了, 你给我住手。 见到大领导突然发火。 校长顿时被吓得一个机灵, 停住了手里的动作, 但眼睛里却是一片茫然。 而周围的其他人, 也都是不明所以地望着张灵峰。 见到所有人都看向自己, 张灵峰深吸口气, 终于说道, 不用去找家长了, 我就在这里。 我, 就是张晨的父亲。 此话一出, 全场突然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整个班级落真可闻, 所有人就像被无形的大手扼住命运的喉咙。 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 震惊地目瞪口呆, 说不出话来。 而站在角落里, 充当背景版的班主任, 瞬间感觉自己像是被一道闪电所击中, 全身一麻, 肌肉僵硬地愣在原地。 瞳孔也因为信息量过大, 而变得扩散。 整个脑袋里面都在嗡嗡作响, 几乎陷入停笨。 只有那句, 我就是张晨父亲的话, 不断回荡在他的脑海里。 张晨他爸, 竟然是教育部长张灵峰? 这, 这怎么可能? 他可是教了张晨整整三年啊。 在这三年里, 他都不知道张晨竟然有如此之大的背景, 简直是匪夷所思, 不可置信。 不过很快, 班主任的脸上就充满了绝望。 他可是诬陷张晨考试作弊了啊。 这要是被张部长知道, 那他别说继续待在学校, 就是在青州市他也混不下去。 自己怎么就猪油蒙了心, 非要跟教导主任去陷害张晨? 现在好了, 一切都完完了。 想到了教导主任, 班主任的眼前突然一亮, 仿佛是发现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目光求助地看了过去。 但此时的教导主任也不比他好多少。 当听到张灵峰是张晨亲爹的时候, 他也是震惊地嘴巴张大, 目光呆滞, 就像见了鬼一样。 心脏更是像被大锤狠狠地敲在上面。 他是王家的人不假, 但也只不过是个旁枝罢了。 不然也不会窝在学校, 当一个教导主任。 如今捅了这么大篓子, 还得罪了张灵峰。 这要是被家族的人知道, 他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早知道张晨背景如此深厚, 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去招惹张晨啊。 相比于这两个人, 原本还得意洋洋的王凯, 此时感觉自己就像个丢人现眼的小丑。 眼睛里全都是骇然和不可置信, 原本以为无权无视, 被他看不起的张晨。 真正的身份, 竟然比他还牛逼, 这让他一时之间难以接受。 虽然他们王家也是庞然大物, 但毕竟不能跟教育部长相提并论。 也就是说, 他嘴里曾经嘲讽的垃圾东西, 自己竟然还不如对方。 那他又算什么垃圾不如的东西。 眼看时间就这样静静流逝, 再等了一分钟以后。 其他人终于把这个震撼的消息给消化掉, 渐渐回过神来。 随即只听轰的一声, 整个班级像滚烫的开水, 瞬间沸腾了。 所有人更是都被这个消息震惊地从座位上站起来, 看着依旧面色如常的张晨。 同学们都是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各种吸冷气的声音也是此起彼伏。 甚至目光还不断在张晨和张凌峰之间游走。 在确定两人真的有七八分相向后, 他们看张晨的眼神都变了。 卧槽,张部长竟然是张晨他爹。 牛逼大发了,大佬竟在我身边。 我一直以为张晨家境不如我。 没想到,小丑竟是我自己。 完了,完了, 我以前可没少嘲笑他是穷逼。 张晨他也太低调了吧, 要不是今天这件事, 他还要隐瞒多久。 但要说这里面, 听到这一个消息, 最震惊的。 那自然就是原本要去揪张晨衣服的校长。 第008章。 真相大白, 此时看着自己面前这个容貌俊俏的少年。 校长脸上的表情那叫一个精彩。 就跟穿去变脸一样, 接连闪过震惊, 茫然, 猛逼, 还有不知所措。 原本要去抓张晨衣领的手, 也闪电般地缩了回来。 他就是张晨? 为什么他会是张晨? 自从校长知道张部长的儿子, 在自己学校上学以后, 他就曾幻想过好多种跟张晨见面的方式。 无一例外, 都是以美好的结局而落幕。 但幻想很丰满, 现实却很骨感。 他怎么也没有预料到, 事情的发展会变成如今这般模样。 几乎是一瞬间, 校长整个人都变得苍老了许多, 心里面更是感觉空荡荡的。 似乎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已经渐渐远去。 那是他的梦想, 那是他把学校变成重点中学的希望。 如今这一切的一切, 就像是被风吹过的泡沫一样, 都在此刻瞬间破灭。 看了看神色如常的张晨, 又看了看满脸怒容的张部长。 校长努力张开嘴, 似乎想要为自己辩解两句。 但想了半天, 却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 自己可是因为他儿子作弊, 当众骂了张部长父子。 张凌峰他岂能善罢甘休。 不过就在这时, 校长骤然间感觉自己抓住了什么。 等等, 张凌峰的儿子作弊了? 想到了这里, 校长原本已经绝望的心猛地跳动了一下。 原本浑浊的双眼也渐渐有了神采, 似乎在无尽的黑暗中突然看到了一丝光明。 对啊, 张部长他儿子可是因为作弊被当众揭发, 才有后面的事情。 哪怕张凌峰他再愤怒, 但他毕竟也不占领。 如果说自己把这个丑闻给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全当没有发生过。 那张凌峰他无论如何, 也要领下自己的这份人情。 几乎是瞬间, 原本已经精神萎靡的校长, 一下子又活了过来。 随即轻渴两声, 急忙打圆场道。 关于张晨同学是否作弊这件事情, 是学校做得过于仓促了。 并没有直接证据, 说张晨他真的作弊了。 在这里, 我要跟他道歉。 不过也请大家放心, 等我们充分调查以后, 自己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听到校长的话, 在教室角落里, 瘫软如死狗一般的班主任和教导主任, 也是精神一震。 本来以为自己已经凉透了的他们, 没想到, 事情竟然还能出现转机。 只要暂时把这件事情给压下去, 那他们就还有能迂回的空间。 还是那句话, 张晨他绝对拿不出自己没有作弊的证据。 这种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的事情, 哪怕是愤怒的张凌峰, 他最起码在明面上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虽然二人也知道, 这样做会被张凌峰所记恨, 但也比明玉近毁, 承受牢狱之灾好多了, 把整个事情想明白。 二人顿时从地上爬了起来, 接着校长的话继续说道, 对,对,对, 这件事是我们操之过急了。 我们也给张晨同学道歉。 说着二人毫不犹豫, 对着张晨就开始鞠躬。 见到眼前这三个人原本那强硬的态度, 现在竟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班级里的其他同学都忍不住撇了撇嘴。 对,好家伙, 刚开始说张晨作弊的是你们, 现在说还没调查清楚的也是你们。 这还真的是把我们的智商放在地上摩擦啊。 至于前后变化如此之大的原因, 不就是因为张晨他现在有个当部长的亲爹吗? 于是有同学躲在人群中, 语气酸溜溜地讥讽道, 是啊, 先调查上一个月, 等大家都毕业了, 好去跟领导去表工。 听到这人阴阳怪气的话, 校长气得差点都要炸毛了。 虽然心里的确就是这样想的, 但嘴里却正义凛然地说道, 谁说的, 你给我站出来, 你这是在污蔑学校。 不过这显然也不是一个人的想法。 其他同学虽然没有出生, 但看张晨的目光也都是差不多。 有个牛逼的爹就是好, 考试作弊被揭发, 现在不仅老是要跟他道歉, 就连学校也主动帮他掩盖事实。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一直没有说话的张晨, 却突然开口说道, 我要求现在就处理此事。 因为, 我有办法证明我没有作弊。 听到张晨的话, 原本以为自己逃出升天的班主任和教导主任, 顿时浑身一震。 随即感觉自己的眼前一黑, 脑海中都是不可置信。 这怎么可能? 张晨他竟然有证据, 但此时的张晨根本没有给他们反应的时间。 而是看着众人, 声音平淡地继续说道, 第一, 七色花我以前用过。 听到这句话, 在场的人现在都没有了质疑。 开玩笑, 身为教育部长张凌峰的儿子, 怎么可能买不起七色花? 别说财五万联盟币了, 就是五百万, 他们也不觉得稀奇。 第二, 我有没有作弊? 你们把试卷上修改后的答案给刮掉就知道了。 说完, 张晨就不再理会众人, 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上。 而在门口的张凌峰听完张晨的话, 欣慰的笑容也渐渐浮现在了脸上。 他就知道, 自己的儿子绝对不会作弊的。 以前相信, 以后也相信。 于是, 张凌峰看着一脸惨然的校长说道, 麻烦你费些力气, 把这件事做个了解。 而此时的校长哪怕心里再不愿意, 也只能哭丧着脸, 拿起张晨的试卷, 用小刀把被涂改的地方慢慢刮了下去。 随着里面的内容出现得越来越多, 很多喜欢凑热闹的同学, 也忍不住心中的好奇, 跑上前去围观。 当张晨第一次写的答案, 终于露出了真容。 但很多围观的同学们, 脸上却渐渐变得茫然。 因为答案上的解法, 他们竟然看不懂。 但亲自动手的校长, 看着里面的答案, 却面露震惊, 随即一脸死灰。 不过学生里面, 也不是全无能人。 仔细琢磨了好半天, 终于有个学霸, 兴奋地一拍大腿, 恍然大悟道。 这种解法, 我在我姐的大学课本里见过。 原来如此。 张晨他第一次写的答案, 是大学才会接触到的解法。 虽然也是正确的, 但却不是标准格式。 为了能确保自己获得满分, 他于是又在上面 重新写了高中学习的解法。 这就是为什么, 试卷上会有大面积修改的原因。 听到了这个学霸的解释, 众人顿时恍然大悟。 看张晨的表情, 也变得越来越古怪, 甚至眼睛里都满是震撼和佩服。 第009章, 废物哥哥和天才妹妹。 如今事情的真相已经水落石出, 张晨所提供的证据, 也足够证明自己的清白。 众人也都意识到, 班主任和教导主任的说辞, 根本就是在胡扯。 原本还想让张凌峰欠下自己人情的校长。 此刻头上的汗珠不断从脸颊上滑落, 表情也变得越来越尴尬。 诬蔑自己学生考试作弊这种事情, 要是被人给宣扬出去。 别说升级成为重点中学, 能保住学校如今的地位和名声, 他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想起这件事的罪魁祸首, 校长顿时目光不善地看向了班主任和教导主任。 恨不得把这两个蠢货给千刀万剐, 碎尸万断。 看着校长那副要吃人的模样, 躲在角落里的二人只觉得头皮发麻, 心中也是万分后悔。 他们在诬陷张晨以前, 真的以为对方只是一个没有背景的穷学生啊。 哪想到张部长竟然是张晨他爹, 就因为一本C级功法。 现在不仅名声扫地, 更是前途近毁。 想到这里, 两人简直是欲哭无泪, 想死的心都有了。 但门口的张凌峰, 却不管他们内心此刻有多痛苦。 对于诬陷自己儿子的人, 自然也没有想要轻易放过的打算。 顿时一股强大的威压, 从他的体内喷涌而出, 如同那滔天巨浪向着周围扩散出去。 随即盯着面前的校长说道, 这件事, 你想怎么处理? 听到张凌峰的问话, 校长沉思了片刻, 终于一咬牙说道, 班主任和教导主任诬陷学生, 直接开除同时移交司法部门。 王凯虽不是主谋, 但也参与其中会全校通报批评。 另外, 作为补偿, 我会把张凌峰获得的C级工法换成B级工法。 把自己的解决方案一口气说了出来。 校长看着坐在那里的张凌, 陪校说道, 那个, 张凌峰同学对于这个处理结果, 你还满意吗? 见到校长在询问自己, 张凌峰倒是还真有些意外。 没想到, 校长竟然舍得拿出一本B级工法作为补偿。 如果说C级工法在市场上值500万的话, 那一本B级工法, 起步也要2000万打底。 这次校长绝对是要大出血了。 于是, 张诚也没有再为难他, 轻轻点了点头。 见到事情都已经结束。 张凌峰也没有继续停留, 带着下属们就转身离去。 等出了校门, 让司机开车把自己送回了家中。 他就一屁股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伸手从兜里摸出一根烟给自己点上, 深吸两口以后。 这才感觉心里稍微舒服了许多。 想起今天儿子的遭遇, 张凌峰这个做父亲的。 世纪愤怒又心痛, 同时对张诚也是越来越愧疚。 其实今天的事情, 最本质的原因, 就是因为张诚的天赋太差。 哪怕儿子的天赋, 只有普通人的水平, 也不会有人敢明目张胆地抢他的功法。 只要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 那今天能出现一个王凯, 明天就会有一个赵凯, 周凯。 自己可以护住他一时, 但却护不了他一世。 想到这里, 张凌峰不由叹口气。 自己家族的血脉天赋, 可是很强大的。 十倍修炼天赋。 哪怕放在整个联盟里, 也能算得上是顶尖天赋了。 自己的女儿, 更是凭借这个天赋, 提前获得了保送重点大学的名额。 可到了自己儿子这里, 怎么就一点也没有继承呢? 想到了自己的女儿。 张凌峰不由从沙发上坐起身, 来到了别墅地下的训练室。 看着里面正在训练的张穆涵。 眼神里不由露出一丝欣慰的目光。 此时正在练习战绩的张穆涵, 虽然也知道父亲过来看他, 但手里的动作却没有因此停住。 那云衬而纤细的身体, 刹那间爆发出无穷的力量。 像是想要夸奖的小孩子, 出拳的力道又增加了几分。 白袭的拳头更是在空中, 化为道道残硬。 随着这套武技, 只剩最后一个招式。 张穆涵顿时双目暴射出金光, 调动起自己全身的力量, 猛地打在了旁边的战力测试一场。 随即就看到屏幕上的数字, 开始飞速跳动, 不断疯狂向上攀升。 终于在突破了一万战力值以后, 这才开始渐渐慢了下来。 看着屏幕上最终显示的一万两千战力值。 张穆涵似乎对这个结果很是满意。 从旁边拿起一块新的毛巾, 擦干脸上的汗水, 随手扔进旁边的垃圾桶。 他的鼻子却微微动了动, 然后一脸不高兴地走到张凌峰面前。 皱着眉头说道, 爸,你不是答应过我不再抽烟了吗? 见到自己的父亲没有出生, 眉宇间也是愁眉不展。 张穆涵不由得好奇地问道, 怎么,是工作不顺心, 还是又跟我妈吵架了? 看见自己儿女一副要刨根问底的模样。 张凌峰沉默良久, 这才说道, 哎,你哥在学校被人诬陷考试作弊。 随着张凌峰把事情缓缓讲述完, 张穆涵却不屑地撇了撇嘴, 甚至不无嘲讽地说道, 那个废物在学校又被人给欺负了, 听到女儿竟然喊张诚是废物。 张凌峰不由得开口训斥道, 虽然张诚天赋是平庸了一点, 但他也是你哥哥。 看到父亲真的生气了。 张穆涵虽然没有出言反驳, 但脸上的神色却依旧不以为然。 如果不是怕父亲会打断他的腿, 他甚至都想跟张诚断绝兄妹关系。 如今,年仅16岁的他, 气血值已经突破了10, 目前已经有12点, 站立值也稳定在了12000。 凭借着他的天赋和实力, 目前已经是青州市排名前20的人间, 更是学校中公认的天才人物。 甚至老师们都说, 如果他再努力一点, 说不定会考上四大学院, 而自己的废物哥哥。 虽然文考强的离谱, 但无考成绩向来都是倒数第一。 据说上一次测试, 气血值才仅仅只有三点, 简直低得让人难以置信。 现在他最怕的事情, 就是有人知道自己, 有一个如此废物的哥哥。 见到女儿的表情, 张凌峰哪还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相比于备受瞩目和夸奖的女儿, 张臣却经常被人所忽略, 甚至两个之间的差距, 更是如同无法跨越的鸿沟。 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但手心手背都是肉, 张凌峰也不好说什么, 也只能无奈地再次叹了口气。 第010章 百倍修炼天赋激活, 而另一边被张穆涵称作废物的张臣, 在放学以后, 告别了李楠, 便回到了自己的出租屋中。 给自己煮了一碗清汤挂面, 又往里面加了两个鸡蛋。 随着锅里的挂面煮熟, 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都说穷文富武, 想要成为觉醒者, 打熬身体的训练自然是必不可少。 而这就需要每天补充大量的食物和营养。 甚至很多富裕的家庭, 还会给孩子购买浓缩药剂来辅助修炼。 不过靠着自己挣钱养家的张臣, 自然是买不起这些价格高昂的药剂来修炼的。 目前能保证自己顿顿吃饱, 外加两个鸡蛋, 已经是他的财力极限了。 美美地吃过了晚饭, 又洗干净锅碗。 张臣就迫不及待地拿出了那本B级功法。 作为学校给他的补偿, 这本B级功法无疑要比C级功法好上太多。 至少从厚度来看就超过不少。 简单看了看书上的详细介绍。 张臣顿时有些意外, 没想到这还是一本锻炼体质的功法。 这在功法里也算是一书难求, 十分珍贵的了。 功法一共有36个动作, 每个动作都有其配套的气血运行口诀, 对应着七经八脉和三十六周天。 根据书上所说, 如果能完成全部的功法动作, 身体就可以达到刀枪不入, 水火不清的层次。 以后只要勤加练习, 甚至还能做到徒手披衫, 出脚断流的地步。 见到书上说得这么厉害, 张臣终于按捺不住蠢蠢欲动的心。 让自己逐渐平静下来后, 又记住所有的动作和口诀, 便准备开始练习第一个动作。 就在他摆好姿势, 调动气血的那一刻, 百倍修炼天赋, 瞬间激活。 似乎是一头突然从睡梦中苏醒的雄狮, 发出一阵凶猛的咆哮。 张臣体内气血也如同奔流不息的江河, 开始在他的体内疯狂运转。 仅仅是片刻时间, 体内那些原本细小的经络, 因为承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气血。 就像绝地的洪水, 转眼间就被淹没, 经络上面就被撕开倒到伤口。 感受着体内猛然传来的剧痛, 张臣的脸色不由得一白。 痘大的汗珠更是像暴雨一样流淌在他的身上。 此刻的他, 感觉整个人都差点被这股强大的气血所撕碎。 不过张臣还是咬牙, 不断在坚持着。 虽然气血一边在不断冲击着经络, 但另一边也在飞快地修复着已经严重受损的经络。 直到体内的气血终于完成了一个循环。 张臣顿时感觉一阵酥麻, 渐渐传遍了整个身体。 如同无数双手在帮他按摩一样。 简直不要太舒服。 很快, 张臣就惊喜地发现, 自己的经络竟然就这样被拓宽了许多。 如果说以前的经脉像是一条断断续续的小溪, 那现在就像是一条宽阔的大河。 见到这套功法, 在自己百倍天赋的加持下, 竟然这般强悍。 于是, 张臣再也忍不住, 又开始摆出了第二个动作。 一阵剧痛过后, 随即又是一阵酥麻。 他就像是一个刚刚得到了新玩具的孩子, 不断享受着冰火两重天, 陷入其中, 无法自拔。 甚至已经忘记了时间, 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完全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直到两个小时以后, 张臣锻炼完最后一个动作。 他才从刚才的状态中恍然惊醒, 顿时整个人都一愣, 随即惊骇地说道, 我竟然把36个动作都给做完了。 不怪张臣如此震惊, 以前的他也是练习过一些基础的练体功法的。 但哪怕是最简单的一个动作, 他做完也要花费半天的时间。 但现在他手里的这本可是B级功法呀。 这里面的动作, 不知道要比那些基础动作难了多少倍。 可是自己竟然只用了两个小时, 就做完了36个动作。 这样恐怖的修炼速度, 别说那些青州式的天才们。 哪怕是创造这本功法的人, 也不会相信吧。 想到这里, 张臣心中顿时充满了无法言语的喜悦。 甚至身体都不由自主地在轻微颤抖。 这就是百倍天赋的强大吗? 这一刻, 张臣终于体会到了拥有一个好的天赋。 究竟能给自己的实力, 带来多大的提升空间? 这是他以前完全不敢想象的。 伸手拿起已经泛白的蓝色毛巾, 把身上的汗水擦干净。 张臣便穿上校服, 走出家门。 往学校的方向飞快跑去, 现在他真的很想知道自己的站立值有没有提升。 不过他的家里, 可没有站立测试仪这种东西。 只能去学校的训练中心去测试。 好在张臣租的房子, 距离学校并不算远。 在晚上十点半左右的时候, 张臣终于跑进了学校中。 如今的学校, 因为白天需要上课。 很多同学都是选择晚上过来锻炼体魄。 所以只有到了晚上十一点钟, 学校才会关闭大门。 把学生证给工作人员检查了以后, 张臣就走进了训练中心。 第十七中学虽然不是重点中学, 但在青州市也算是名校。 自然各种训练仪器都很齐全。 甚至训练中心还有一个五倍的重力修炼室。 这个器械据说价格很善昂贵。 整个青州市也没有几台。 不过张臣以前的实力太差, 他自然没有资格进入。 所以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 可能是张臣来得有点晚, 很多同学都已经训练完离开。 所以, 整个训练中心并没有多少学生。 习惯性地找了一个没人关注的角落。 张臣看着眼前的站立测试仪, 神色有些复杂。 以前他也是很晚才来, 每次也都是用最角落的这台仪器。 虽然表面上装作不在意, 但他的心里何尝没有要躲避别人那讥讽的眼神。 深吸了口气, 张臣看着眼前这台站立测试仪, 似乎是要把自己这段时间的委屈和愤怒都化作力量。 顿时使出浑身的力气, 猛地一拳打在了上面。 随着测试仪屏幕上的数字开始出现了变化。 张臣的所有的心神也瞬间被吸引。 500站立直, 1000站立直, 2000站立直。 当屏幕上的数字即将突破3000站立直的时候, 张臣的心脏不由得猛烈跳动起来。 他以前最高的一次成绩是3700站立直, 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打破自己原来的记录。 第011章, 飙升的站立直。 随着测试仪上面的数字不断上升, 终于来到了3500站立直。 但仅仅是一瞬间就变成了4000站立直, 然后跳动到了5000站立直。 看到屏幕上面显示的数字, 张臣不由有些激动。 没想到,自己仅仅练习了两个小时的功法。 不仅打破了原来的记录, 站立直更是增长到了5000。 但张臣并没有高兴多久, 很快就被眼前还在疯狂攀升的数字给震惊到了。 6000站立直, 8000站立直, 1万站立直。 当测试仪上面的数字, 显示到13000站立直。 终于不再继续增长, 静止不动。 看着眼前这震撼的一幕。 跟这些数字一样静止不动的, 还有已经完全呆住了的张臣。 修炼两个小时, 站立直飙升到了13000。 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的他, 不禁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甚至心里面也有点发虚。 不过, 看到屏幕上面的数字, 依旧没有变化。 张臣确定, 不是自己的眼睛出现问题。 那就一定是测试仪器坏了。 要是一次能提升个1800站立直, 他多少还有这个心理准备? 哪怕是提升个两三千站立直, 他也可能相信。 但现在, 这算怎么一回事? 原来最高记录也不过3700, 现在直接变成了13000。 这两者之间的数字, 可是相差了9700站立直, 差一点就要破万了。 这让他怎么敢相信? 在心里确定了是这台仪器坏了以后。 张臣的表情有些哭笑不得。 这幺蛾子让自己白白高兴了一场。 想了想, 张臣走到了旁边的站立测试仪前, 想要重新测试一下数据。 再次调动了自己全身的气血, 然后猛然间挥拳。 只听碰的一声, 张臣的拳头打在了测试仪上面, 等稳住了自己前倾的身体后。 这次, 他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死死盯着屏幕上显示的数字。 1000站立直, 3000站立直, 4000站立直。 当屏幕上的数字再次突破了4000以后, 张臣终于松了口气。 虽然不知道最终的站立直究竟提升了多少, 但至少自己是有所进步的。 想到这里, 张臣紧张的心情稍微放松了一些。 而此时, 屏幕上面的数字依然在不断增长。 5000站立直, 9000站立直, 12000站立直, 14000站立直。 当屏幕上的数字终于停住, 张臣的心脏开始剧烈跳动, 因为过于激动, 握成拳头的手也变得泛白。 如果说第一次还有可能是仪器坏了的话, 那这一次测试, 真的能证明他的站立直突破了1万大关。 甚至这次的成绩比上一次, 还要多出1000站立直。 虽然已经预料到自己获得的百倍修炼天赋不一般, 但能达到如此强悍的地步, 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如果依照现在的增长速度, 那他在高考以前完全可以破茧为迭, 原本只是考试大学的目标, 也可以轻易实现。 但现在的张臣, 心中却有了新的目标。 接下来, 自己要更加努力修炼, 看看自己能不能考上四大学院。 从今天起, 我要走出天赋差的阴霾。 从今天起, 我要摆脱废物的名胜。 就在张臣陷入到对未来憧憬的时候, 旁边走过来两个管理员, 看着一动不动, 正在出神的张臣说道。 同学, 现在马上就要11点钟, 训练中心要关门了。 听到有人在跟他说话。 张臣从刚刚的畅想中回过神, 于是面带歉意地说道。 不好意思, 我这就走。 看着张臣那瘦弱的身影, 渐渐离去。 其中一个中年人不由得摇了摇头, 长叹了口气。 对于已经远去的这个少年, 他还是有些印象的。 每次都是快没人的时候, 才来训练中心做测试。 人虽然很努力, 不过据说天赋实在是太差, 真是可惜这孩子了。 多好的孩子, 却奈何没有一个好的天赋。 我记得, 他上次的战力值有3000多, 不知道这次有没有突破4000。 听到这个中年人的话, 旁边的青年却笑了笑没有出声。 战力值哪里是那么容易就能突破的? 距离这小子上次过来的时间, 也不过才相差一个星期而已。 要是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能提升1000战力值。 早就被学校当成重点培养的苗子了。 于是, 这人不由看向了张臣刚刚用过的测试仪。 结果看到屏幕上面的数字以后, 整个人顿时如遭雷击, 瞠目结舌。 史金在自己的大腿上掐了一把, 确定自己并没有看错以后。 这人沉默片刻, 不确定地对中年人问道。 说, 你刚刚说他上次测试的战力值是多少? 听到自己同事的话, 中年人神色一愣, 不明所以地再次开口说道。 3000多啊, 怎么了? 难道这小子的战力值还下降了? 听到这话, 那个青年却苦笑地摇了摇头, 突然伸手指着测试仪上面的数字说道。 说, 你这次再看看。 见到青年一脸神秘, 中年人的目光不由地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当他看清上面的数字后, 整个人瞬间僵住, 瞳孔瞬间放大, 脱口而出道。 这怎么可能? 一万, 一万四千战力值, 就在张晨满是喜悦, 高兴地回去睡觉的时候。 此时在王家的别墅中, 却是灯火通明。 王洪涛看着鼻青脸肿的王凯, 简直气不打一处来。 要不是今天校长亲自给自己打电话。 他都不知道, 儿子在学校闯了这么大的祸, 抢张灵芬儿子的功法, 还被人家老子当场撞见。 这么大的事情, 这个孽楚回家竟然都提都不提。 你这是觉得你爹活的时间长了, 想要大义灭亲是吧? 这个坑爹的玩意。 越想越气的王洪涛, 伸手就要解开裤带, 抽出自己的七匹狼。 而本来已经被张臣二人一顿抱垂的王凯, 看见自己的亲爹不仅不为自己自己出头, 竟然还要再被打一顿。 立刻撒鸭子就跑到了自己老妈身后, 哭诉道, 妈, 你快劝劝我爸, 咱们王家的嫡系, 可救我这根毒苗, 把我给打死了, 你们可就绝后了呀。 听到自己儿子那凄惨的嚎叫声。 旁边的李秀英也赶忙上前拦住丈夫的动作, 也是一边哭一边说道, 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 不就是抢了一本功法吗? 儿子都这模样了, 你竟然还忍心打他, 要打你也把我给打死算了。 说着, 李秀英的眼泪顿时夺况而出, 跟王凯抱头痛哭。 第零一二章 我, 张臣, 没钱, 看着自己的妻子竟然还在袒护这个逆子, 王洪涛更是气得不行, 不过举起七匹狼的手却是缓缓放下, 冷哼一声说道, 你就惯着他吧, 迟早有一天他要毁在你的手里。 听到自己丈夫的话, 李秀英顿时就不乐意了, 指着王洪涛的鼻子骂道, 好呀, 你王洪涛现在是个大人物了, 在家里想打谁就打谁。 真有本事, 你在家里横什么? 你去找张林峰算账去啊。 听到自己妻子的话, 王洪涛顿时脸色一黑, 去找张林峰算账? 自古鸣不与官斗, 何况他们如今还不占领。 再说, 张林峰他可不是一个简单人物, 不仅手里掌握着实权, 而且更是五级觉醒者, 就因为这点破事跟对方撕破脸。 他们王家虽然不至于会怕了对方, 但至少也要伤筋动骨。 于是, 王洪涛看着王凯警告道,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最近你给我老实点, 要是让我知道你还去招惹张臣, 小心我打断你的狗腿。 说完也不再理会哭哭啼啼的母子二人, 转身就离开了家门, 看着自己的老爸终于走了, 王凯顿时在心中松了口气, 随即扭过头, 看着自己的老妈哭丧着脸说道, 不就是一本C级功法吗? 至于给我打成这样吗? 我爸这是不想管我的死活了, 妈, 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看见自己儿子的脸上, 轻一块子一块。 李秀英也是感觉心疼, 让人拿来最好的外伤药, 一边轻轻给儿子擦拭, 一边气愤地道, 这是你爸不管, 我管。 他张凌峰是教育部部长, 又怎么样? 你外公还是药际工会的副会长呢? 瞧瞧这下手多狠啊, 那个叫张臣的真不是个东西, 听到自己的老妈要为自己出头。 王凯顿时来了精神, 药也不涂了, 急忙说道, 妈, 我当时有个主意, 不仅能给我报仇血恨, 还能让我爸说不出什么。 第二天, 天刚蒙蒙亮, 张臣就从床上爬了起来, 简单洗漱了一下, 又练习了一个多小时的练体术, 便给自己做了满满一锅的米饭, 吃了下去, 等锅里一个饭里都没有。 张臣这次意犹未尽地舔了舔舌头。 从昨天晚上回来以后, 张臣就发现自己现在不仅更能吃了, 而且还饿得快了, 要不是晚上又吃了一大盆面条, 他都不一定能睡着觉, 究其原因他自己也清楚, 毕竟打熬身体也是需要能量的, 而能量的来源自然就是大量的食物。 所以, 这种现象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好事。 不过张臣却有点喜悠参半, 喜的是自己实力在飞速提升, 悠的是如果照着这种吃法, 那他的很快就要破产了, 更加让他忧虑的还有, 随着实力的层次越来越高, 很可能从食物上获得的营养, 无法弥补自己每天的消耗, 那他就只能去购买浓缩营养药剂, 但这些药剂可是价格不菲。 还是那句话, 他, 张臣, 没钱。 不过这个问题也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的, 还是等有时间琢磨一下如何去赚钱吧。 于是, 张臣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便一路跑着去学校。 当他穿过走廊, 走进班级以后, 原本还人声鼎沸的教室, 顿时为之衣静。 刹那间, 其他人的目光都会聚在了他的身上。 不过跟以前的末世和嘲讽不同, 每个人在看到他以后, 都会跟他露出一个善意的微笑。 甚至还有几个女同学, 竟然还贴心地帮他准备了丰盛的早餐。 笑着拒绝了这些女同学们的心意后, 张臣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他说道, 是不是被同学们这突如其来的关心给吓到了? 张臣看了他一眼, 也是小声说道。 吓得还不至于, 就是有点不习惯吧了。 听到张臣这个冰山也有不习惯的时候, 里南不无也遇到。 哈哈, 还真是穷在闹市无人问, 负在深山有远亲。 不瞒你说, 自从知道了你竟然是张部长的儿子以后, 我昨天都没有睡好觉。 你这家伙, 还真是藏得够深啊。 以后你要是飞黄腾达了, 可要记得, 还有我这个兄弟等你扶贫呢? 听到里南的话, 张臣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故作神秘地说道, 这个消息, 我也是昨天才知道的。 本来还有些好奇的里南听完以后, 不由得翻了翻白眼, 引得张臣哈哈大笑。 不过在心里, 张臣还是记下了这份情谊。 昨天里南能为他的事情, 不惜放弃自己的前途, 也要为自己出头。 可见是真的把自己当兄弟来看待。 这让张臣的心里暖暖的。 等以后有机会, 自己也要报答这份情谊。 在心里打定了主意。 两人说说笑笑, 简单闲聊了两句, 很快就到了上课的时间。 不过这次原来的班主任, 却没有再出现。 反而是一个生面孔的老师。 不仅人高马大, 肌肉发达, 而且脸上还有一到十厘米左右的伤疤。 甚至身上也有一股子肃杀之气。 很像是长期在前线厮杀, 养出来的气势。 见到众人都安静下来看着自己。 这人终于开口介绍自己。 我叫陈猛, 曾经是一名北方战区的连长, 现在是你们新的班主任。 目前的实力水平是三级觉醒者。 听到这个新来的班主任, 竟然是个三级觉醒者。 众人顿时露出了吃惊的模样, 甚至张晨也是微微惊讶。 虽然觉醒者已经出现了好几百年, 但大多数人都是一级觉醒者。 能成为二级觉醒者, 已经是实不存一。 而三级觉醒者, 绝对算得上是凤毛麟角。 要知道, 目前青州市最顶级的觉醒者也才六级。 陈猛这实力放在那都是人才, 没想到会来当他们的班主任。 听到班级里的窃窃私语, 陈猛伸手示意让众人安静下来, 这才继续说道。 我之所以当你们的班主任, 我想大家也明白原因。 在这里, 我要警告一些人, 不要以为自己有背景就了不起。 真把我惹毛了, 老子可不在乎你是什么人。 说着, 陈猛在张晨和王凯身上停留了几秒钟。 见到两人都没有出声, 这才开始了今天的课程。 相比于原来的班主任, 陈猛的讲课方式就非常的简单和粗暴。 直接拿下面的同学当教学纱包。 一堂课下来, 很多同学都或多或少都带着一点皮外伤。 不过效果也比原来的班主任强上好多倍。 同学们虽然嘴上抱怨, 但心里却还是很欣喜。 等下课铃声刚响起, 陈猛更是没有丝毫留恋。 扭头就走出了班级。 见到陈猛疯疯火火地走了, 众人这才敢大口呼吸。 没办法, 陈猛给他们的压迫感实在是太大了。 当众挨揍不说, 还被他数落得一无是处。 还是要面子的。 看到陈猛离开, 张辰也收拾好东西, 准备跟李南去训练中心。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不远处的王凯却突然走到两人面前, 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第零腰三章, 李逗赌约。 见到王凯竟然还赶过来找事, 李南挑了挑眉毛, 冷哼一声说道, 怎么? 皮又痒了? 昨天的那顿打还没有满足你吗? 听到李南那讥讽的话语, 王凯的眼睛里顿时闪过一丝恼怒。 昨天他不仅被这两个王八蛋在地上一顿毒打, 更是颜面扫地成为了整个班级的笑柄。 这都已经成为他的心病了。 没想到这个混蛋, 现在还敢当众接他的伤疤, 简直是欺人太甚。 不过他今天过来可不是跟李南降嘴的, 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也只能把这口气跌在肚子里。 视线直接忽略了叫嚣的李南。 王凯盯着张辰, 眼神中充满着挑衅, 开口说道, 半个月以后就是精英选拔赛, 我要向你发出挑战。 张辰, 你敢不敢跟我立下赌约? 听到王凯竟然要挑战张辰。 班级里正目不转睛看戏的同学们, 顿时发出一阵虚声。 看王凯的目光也满是不屑, 只要是他们第十七中学的人。 谁不知道张辰的无考成绩向来是倒数第一, 战力值更是低得令人发指, 都不一定比初中生强多少。 你王凯, 好歹也是咱们班里的尖子生, 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跟张辰这个学渣比斗, 你也真好意思开口。 周围不断在起哄的同学。 王凯也知道这件事说出去不太光彩, 但他也没有办法呀。 毕竟张辰现在不仅有后台, 而且似乎还比他还硬。 要是自己不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他还真的不敢把张辰怎么样。 于是, 王凯也只能当没看见周围人那嘲笑的目光。 只要能把张辰狠狠摁在地上暴打一顿, 让张辰跪地求饶。 出掉自己心中的这口恶气。 这些嘲笑算什么? 我王凯, 还能少一块肉不成? 而对面的张辰, 听到王凯竟然要跟自己比斗。 也在心中冷笑不已。 哪还能不知道他打的什么算盘? 不就是想让自己当众出丑吗? 上次无考测试, 王凯的站立值已经达到了9000多。 虽然还没有破万, 但也是相差无几。 而自己的站立值却只有3000多。 这是摆明了想要在精英选拔赛上好好折辱他。 但王凯做梦也不会想到, 自己现在的站立值已经高达14000, 比他的站立值整整高出了6000。 不过王凯这小子, 还赶过来找自己的麻烦, 显然是没长记性。 他这次也就不准备轻易放过王凯。 对付这种人, 一定要彻底打疼他, 才能知道什么是适可而止。 不然就跟凡人的癞蛤蟆一样。 虽然不咬人, 但是隔应人。 他准备给王凯一次永生难忘的教训, 让王凯以后看到自己都绕着走。 于是张晨装作为难地说道, 这不太公平吧? 你要是想跟我比试也行, 不如我们来比文考成绩怎么样? 等张晨说完, 旁边的李南扑呲就笑出了声, 看着王凯说道, 哈哈, 只要你敢跟张晨比文考成绩, 不管输赢, 我都记你是条汉子。 听到李南说得有趣, 周围在看戏的同学们也是纷纷开口。 就是, 比武有什么意思? 有能耐, 你去跟张晨比文考成绩啊? 王凯, 你不是怕了吧? 不会吧? 不会吧? 跟他干, 咱就要在张晨最擅长的领域里碾压他。 听到其他人那带着嘲讽的鱷鱼声, 王凯脸色顿时黑如锅底, 自己吃饱了撑的, 才会跟张晨比文考成绩。 我王凯是过来虐人的, 不是过来被人阅的, 不过这个张晨也真是不好对付。 就用了一句话, 不仅让自己的打算全盘落空, 还把自己架在这里, 被人口诛笔伐, 看来自己要下点血本才行。 于是, 王凯仔细琢磨了一下说辞, 这才继续说道。 就比武斗, 只要你同意, 我可以答应你一个不过分的要求。 不过既然是赌约, 自然是要加一点彩头。 比斗书的人要当众跪下, 叫对方一声爸爸。 听到王凯竟然想让当众认自己当爹, 张晨心里还真不太情愿。 自己以后可不想有这么一个傻儿子。 犹豫了片刻, 这才为难地说道。 如果你能给我弄到一百只浓缩营养药剂, 我就答应你做我儿子。 见到张晨竟然同意了, 王凯激动得差点就要说, 好。 不过随即反应过来的他, 差点鼻子都气歪了。 张晨这个王八蛋竟然占自己的便宜。 我什么时候要说要认你当爹了? 还有, 你还真是狮子大开口, 张嘴就要一百只浓缩营养药剂。 我尼玛, 市面上一只浓缩营养药剂可是价值十万联盟币。 一百只, 那就是一千万。 我家是药剂供应商不假, 但我王凯又不是个傻子。 于是王凯毫不犹豫地拒绝道, 一百只你想都不要想, 我最多能给你二十只。 他这边的话刚刚说完, 却没想到对面的张晨就立刻就答应了下来。 成交? 那我们就这样愉快地决定了。 二十只浓缩营养药剂什么时候给我? 见到张晨竟然答应得这么痛快。 王凯顿时觉得事情似乎哪里不对劲, 但从头到尾想了好几遍, 也没有感觉哪里有问题。 于是便说道, 药剂我三天后给你, 比斗的时候你可别找借口不来。 听见张晨竟然真的答应赌约, 其他人差点把眼珠子给瞪了出来, 一个个都是满脸的不可置信, 甚至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出现问题了。 卧槽, 你一个武力值倒数第一的人, 竟然敢跟王凯比斗? 虽然王凯他在学校排不上前十, 但好歹人家也是第二十三名啊。 你这是脑袋浸了多少海水, 才能做出这个决定? 不仅这些围观的同学们想不明白, 旁边的李楠此时也很猛逼, 看着一脸淡定的张晨, 更是直接在他的额头上摸了摸。 随即懊恼地说道, 难道是发烧, 把脑子烧坏掉了? 伸手拍掉李楠的手, 张晨美好气地说道, 你就对我这么没有信心。 旁边的李楠倒是非常老实, 直接点头承认道, 大哥, 就你那实力, 别说跟王凯比了, 就连我你也打不过呀。 草率了, 你这个真是草率了啊。 看着不断在哀声叹气的李楠, 张晨伸手搂住他的脖子说道, 好了, 想这么多大麻, 陪我去学校的训练中心。 今天我要看看, 众力士里面究竟是什么样子。 第零一四章, 战力值破两万。 安抚完李楠以后, 两人便向着训练中心走去, 因为其他班级都还在上课, 所以训练中心的人并不是很多。 张晨准备先去测试一下自己的气血值, 而李楠也要去学习他的新武技。 于是, 两人就在门口分开, 冲着不同方向离去。 跟测试站立值不同。 测试气血值的过程, 相对来说要繁琐许多。 不仅需要专业的检测仪器, 而且还要抽血化验。 好在这个时间段, 除了张晨也没有其他人, 所以不用排队等候。 给他节省了不少时间。 跟工作人员要了一根测试针, 张晨直接把针头扎在指尖上。 然而让张晨没想到的是, 指尖除了出现一个白点以外, 竟然没有被扎破。 稍微惊讶后, 张晨又加大了几分力气。 结果都把测试针扎弯了, 他的指尖还是屁事没有。 看到这一幕, 张晨哪还能不知道, 是那本B级炼体功法, 让他的防御力增强了。 虽然的确是件好事, 但手指都扎不破, 他也没有办法测试自己的气血值啊。 于是无奈的张晨, 只能再次找到了工作人员, 说明了原因。 本来那个做测试的小姑娘, 是不幸的。 不过在亲自废掉了三根测试针以后, 他看张晨的眼神, 就渐渐出现了变化, 仿佛是在看一个怪物。 犹豫了半天, 这才拿出一个泛着荧光的测试针说道, 这个是给一级觉醒者用的测试针, 你再试试吧。 听到这个小姑娘的话, 张晨心中有些惊喜。 虽然知道自己还不是一级觉醒者, 但至少在体质方面, 他已经达到了一级觉醒者的层次。 也算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将测试针再次对准指尖, 这次很轻易地就扎破了手指, 把血液滴到玻璃器皿上, 又放进了气血测试仪里。 随即张晨就听见气血测试仪 发出一阵轻微的声响。 很快, 他的测试结果就出现在了屏幕上, 看着上面显示的十点气血值。 张晨顿时被这个结果给吓了一跳。 上次他的气血值还只是三点。 没想到, 自己的气血值竟然也提升了这么多。 不过很快, 张晨就觉察到不对的地方。 要知道, 一般人的气血值和站立值都是一比一千左右。 哪怕有些人天赋高一点, 站立值和气血值的比例也不会超过一比一千一。 但自己昨天测试的站立值可是高达一万四。 那这样计算下来, 自己的气血值不应该是十点, 要有十四点才对啊。 好在张晨也没有钻牛脚尖的习惯。 既然想不明白, 那自己再去做一次站立值测试, 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跟工作人员到了生谢线。 张晨离开了化验室, 又走到了上次用的站立测试仪前面。 四处打量了一下周围的环境, 确定没有人关注这边。 张晨这才放下心来。 毕竟自己现在的情况有些特殊, 他不想引起别人的关注。 这样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做了做热身运动, 摆好姿势, 张晨开始调动全身的气血。 只听轰的一声, 他的拳头猛地轰击在了站立测试一声。 顿时整个仪器都开始不断颤抖。 很快, 屏幕上面就浮现出一个新的记录。 21000站立值。 看着屏幕上的数字, 张晨这次虽然已经有所准备, 但还是没想到提升依然这么大。 他本以为, 昨天是第一次完成所有的动作, 站立值才会飙升这么多。 随着后面自己的经络逐渐稳固, 以后的提升效率也会越来越慢。 但现在看来, 完全就不是这么回事。 今天自己就只是练习了一个小时, 如今的站立值又提升了7000。 显然自己的实力, 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失神了好几秒钟, 张晨这才从刚刚的震惊中恢复了意识。 快速呼吸了几口空气, 让自己疯狂跳动的心脏, 稍稍平缓一些。 张晨的大脑也开始运转起来。 自己现在的站立值是21000, 但气血值却怎么只有10点? 这完全就不合理啊。 突然张晨的脑海中闪过一个疯狂的念头。 除非? 除非我的站立值是气血值的2000倍。 想到这里, 张晨都被自己的这个念头给震惊到了。 不过排除一切不可能的答案。 最后剩下的答案, 哪怕再匪夷所思, 也很可能就是正确的。 顿时张晨看着自己面前的站立值测试仪, 目光变得火热起来。 他想看看自己现在的站立值极限在哪。 于是张晨再次挥拳。 22000站立值, 再次挥拳。 23000站立值, 再次挥拳。 随着张晨拳头不停击打在站立测试仪上。 在24000站立值的时候, 张晨终于力竭停住了自己的动作。 整个人都摊在地上, 胸腔不断起伏, 疯狂喘着粗气。 不过身体虽然很疲惫, 但张晨的嘴角却带着效益。 24000站立值。 凭借着现在的实力, 自己估计能获得保送重点大学的名额了吧。 不过张晨的目标可不仅仅只是上个重点大学, 所以他还需要更加的努力才行。 张晨在地上休息了一会儿, 恢复了部分体力, 便向着重力式的方向走了过去。 现在自己的站立极限是24000, 那他的体质极限又在哪里? 张晨这边刚刚离开。 新来的班主任陈猛, 带着陈雪莹也来到这处角落里。 看着自己的亲妹妹, 陈猛这个铁塔般的男人, 也露出一个温柔的笑容。 哼, 我现在可是你们学校的老师了, 以后见到我, 跟我说老师好。 看着自己哥哥那得意的样子, 陈雪莹不由翻了个白眼。 不过还是好奇地问道, 我听说最近前线战力吃紧, 军区现在还能放你回来。 坚妹妹说到这个问题, 还在嬉皮笑脸的陈猛, 表情也严肃起来, 随即解释道, 我当班主任只是临时的。 这次过来的主要目的, 是带着选拔出来的精英学员们去战区。 上面对于好几年没有出现过 潜力学员的事情很不满。 所以, 这次的精英训练营会直接放在前线上。 听到自己哥哥的话, 陈雪莹顿时瞪大了眼睛, 直接把训练营放到前线。 这还真是大手笔啊。 就是不知道, 这次会有多少学生能活着回来。 不过她也知道, 战区这样做完全是迫于无奈。 如果人类的未来没有强者支撑, 那结果就只有灭亡。 看着自己的妹妹那凝重的模样。 陈猛倒是笑了起来说道, 让我看看, 你最近有没有进步? 还是不是我们陈家的骄傲? 听到自己哥哥在调侃自己。 陈雪莹只是轻哼了一声, 准备让哥哥见识一下自己的厉害。 随即就走到战力测试以前。 不过, 当她的目光扫过上一个人的测试结果后, 原本想要挥拳的陈雪莹顿时就愣在了原地, 口中也惊呼出声。 两万四千战力值。 第零妖五章, 学校有妖面。 听到自己妹妹的惊呼声, 陈猛的目光瞬间落在了屏幕上。 等她也看到了上面的数字以后, 瞳孔不禁微缩, 表情也变得正重。 而旁边的陈雪莹看见自己哥哥脸上的变化。 迟疑了一下, 开口说道, 这个成绩会不会是学校老师打出来的? 听到妹妹的猜测, 陈猛却摇了摇头。 学校老师的实力要比学生们强上不少, 很容易打坏这些普通的测试仪。 所以, 老师们都是用专供的训练器材。 而且, 他们过来的时候, 自己隐约间看到了一个身穿校服的学生, 刚刚从这里离开。 这也可以证明测试仪上的成绩, 绝对不是老师打出来的。 于是, 陈猛把自己的猜测直接告诉了妹妹。 听完自己哥哥的讲述, 陈雪莹的目光充满不可置信。 一个学生竟然能打出两万四千的战力值。 要知道, 她目前的实力可是全校第一人, 更是这所学校战力的天花板。 但她也只能打出一万九的战力值。 而对方的成绩竟然要比自己高出了整整五千战力值。 这让陈雪莹一时之间难以接受。 看到自己的妹妹似乎不太相信眼前的事实。 陈猛苦笑了一声, 想起了当年那个不服输的自己。 随即叹了口气说道, 雪莹, 虽然你的修炼天赋是咱们家族里最好的, 但你千万不要小看天下人。 我跟你说一件真实的例子, 你就能明白普通的天才和妖孽之间差距究竟有多大。 当年我也是跟你一样, 悟空一切, 直到我遇见了那个人, 我的高考的战力值是一万六。 你知道那人的战力值是多少吗? 看着一脸好奇的妹妹, 陈猛停顿了片刻, 这才面带震撼地说出了答案。 四万七? 几乎是你哥的三倍。 当陈猛说完以后, 旁边的陈雪莹整个人都猛掉了。 原本她以为自己的天赋已经非常强大了。 但哥哥刚刚说的例子, 无疑打破了她以前所有的认知, 给她的心灵造成了一次剧烈的冲击。 原来自己都在自以为是, 原来自己才是那个井底之蛙。 看着妹妹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陈猛也回想起自己当前的狼狈, 于是出言安慰道。 你只要做好自己就行了。 咱们这些普通人, 真的跟那些妖孽比不起。 听到这种钢铁直男的安慰。 陈雪莹不仅没有变得高兴, 反而更加郁闷了。 跟妹妹的郁闷不同。 此时, 陈猛的心中却很高兴。 她到这所学校的任务, 就是挖掘潜力学员的。 那个学生能打出两万四的战力值。 说明对方的气血值, 已经达到了二十点以上。 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自己今天刚来, 就发现了一个能成长为强者的潜力骨。 于是, 陈猛也顾不得继续跟妹妹聊天了。 冲着那个学生离开的方向, 就追了过去。 不过潜力骨没有找到, 她倒是看见自己班级里的倒数第一。 陈猛仅仅只是看了张晨一眼, 视线就直接忽略了过去。 找了半天, 也没看出谁像是潜力骨。 一无所获的陈猛也只能选择放弃, 但她的心里却是燃起了希望。 自己既然知道了, 学校里隐藏了一个妖孽。 这个学生就不可能逃出自己的手掌心, 我迟早会把你给找出来。 而从陈猛身边路过的张晨, 跟这个新来的班主任说了一声老实好, 便走到了重力训练室的房门前, 当他满怀期待地推开的大门后。 看着里面的场景, 张晨整个人都是一愣, 跟他想象中样子的不同, 这里面竟然还有一个隔间。 一个小老头坐在摇椅上, 正滋溜,滋溜地喝着茶, 看到有人推门进来。 小老头也只是抬了抬眼皮, 撇了张晨一下。 随即放下茶杯, 开口说道, 小子,这里是重力训练室, 你走错地方了。 听到老头的话, 张晨却笑着回答道, 你好大爷, 我没走错地方。 听张晨这么说, 小老头终于抬起头, 打亮了他两眼。 不过看着张晨那瘦弱的身体, 不由耻笑了一声。 自从学校有了这个重力训练以后, 什么阿猫阿狗都感觉自己能行。 每天想进去的学生, 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但像张晨这么弱不禁风的学生, 他还真是第一次见。 见到这个少年在看自己。 小老头终于从摇椅上站了起来, 不在意地说道, 想进去也不是不行。 来,用出你的权力, 对我打上一拳, 让我看看, 你有没有这个资格。 听到这个小老头的话, 张晨也在对方那瘦小而苍老的身体上 打亮了一番。 于是面带为难地说道, 这不太好吧, 我的战力直视。 张晨这边还没有说完, 却见对面的小老头就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说道, 让你打你就打, 废什么话, 今天你只要能让我退一步, 以后重力是你可以随便进。 看着自己面前犹犹豫豫的少年, 小老头心中着实有些不快。 哼, 这个小子竟然还看不起我。 我年轻的时候, 可是二级觉醒者。 虽然现在是老了点, 实力也退化了不少。 即便这样, 我也有一级觉醒者的实力, 就凭你的实力还想打伤我。 于是老头对着张晨勾了勾手指, 顿时身上的衣服无风自动, 净显高手风范。 而门口的张晨看到小老头的模样, 眼眸一亮。 这大爷该不会是学校隐藏起来的绝世强者吧? 就跟少林寺的扫地僧一样。 要是能跟这种级别的存在过过招, 哪怕自己学不到什么, 也能看看自己跟绝世强者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于是, 张晨也不再犹豫, 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体内的气血在经络里疯狂运转, 等他把自己所有的力量都汇聚在拳头上。 冲着面前的小老头就打了过去。 顿时拳头跟空气产生了摩擦, 发出一阵破空之声。 而对面的那个小老头, 听到竟然有拳风声原本不在意的神色瞬间收敛。 多年的战斗本能让他预感到了危机, 几乎条件反射般将体内的气血灌住进手臂。 随即又把双臂护在胸前, 紧接着只听碰的一声闷响, 他就感觉自己的身体如同炮弹一样飞了出去。 第零一六章 重力势力撒田狗 直到小老头整个人都贴在了墙壁上, 这才止住了力道, 慢慢滑落在地面上, 看到眼前这一幕, 张臣顿时被吓了一跳。 说好的扫地僧呢? 说好的绝世高人呢? 这老大爷可千万别被自己给打死了呀! 想到这里, 张臣的冷汗都下来了。 赶紧跑上前去, 把小老头从地上给扶了起来, 关切地问道。 大爷, 您身体还好吧? 有没有受伤? 此时的小老头早就没了刚刚的强者风范, 感觉前胸和后边哪哪都疼。 看着自己眼前的罪魁祸首, 小老头的眼睛里都是惊骇之色。 再次看了看张臣那瘦弱的身体。 小老头不禁陷入自我怀疑, 究竟是这个小子太强了, 还是自己又变弱了? 不过, 为了留住自己的颜面, 小老头还是强忍着浑身的剧痛, 自己从地上爬了起来。 伸手胆了胆身上的灰尘, 装作毫不在意地说道, 不用扶着我, 我能有什么事? 只是没想到你的力气稍微大了一点, 没有防备罢了。 我还能让你一个学生给打伤? 简直是开玩笑。 想了想, 小老头又装作不经意地问道, 对了, 刚刚你说你的占力值是多少? 见到大爷似乎真的没事, 张臣顿时松了口气, 于是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两万四千占力值。 听到这个数字, 旁边的小老头差点把眼珠子都瞪出来。 你一个学生, 现在的占力值都有两万四了。 我上学的时候, 占力值才不过一万二亿, 就已经是班级里的一号人物了。 结果你的实力, 整整是我的两倍。 这是从哪个计较嘎拉里冒出来的怪物? 怎么自己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 难道是校长挖过来的天才? 看着张臣那张, 还有些稚嫩的脸。 小老头顿时一阵唏嘘, 于是伸手指着一个铁门说道, 从这个门进去, 里面就是重力士了。 墙上有使用说明, 有什么不懂的自己看。 对了, 去重力士以后要量力而行, 千万别逞能。 说完小老头就不再搭理张臣, 坐在摇椅上不断地长须短叹。 跟老头说了一声谢谢, 随即张臣就推开了铁门。 整个重力士的全貌就出现在他的眼前。 重力士并不大, 只有两百多平米。 里面分成了十个小圆圈, 一共两排, 每排五个。 此时, 里面已经有三个学生, 正在圆圈里面坐着训练。 看到竟然有个生面孔的人进来。 三人的目光顿时在张臣身上扫过, 表情有些意外。 毕竟学校里能力出众的人也就那么几个。 有资格进入重力士的学生那就更少了。 别看重力士里面只有十个位置, 但却从来也没有满员过。 所以大家谈不上多熟悉, 但至少也都能混个脸熟。 不过这三个人也只是稍微惊讶了一下, 也没有要搭理张臣的想法。 张臣倒是也乐得清闲。 于是他就来到了墙边, 仔细看着使用说明和规章制度。 就在这时, 重力士的房门再次被人推开。 从外面走进了一个少女。 当其他三人看到这个少女之后, 快速关闭了重力环。 一个个面带微笑, 十分殷勤地跑上前去, 献媚地说道。 陈同学, 我这里有新出的增幅药剂。 你要不要试试? 陈同学, 我妈炖了鸡汤给你喝, 里面可是放了一根紫荷草。 看着蜂拥过来的三人, 陈雪莹精致地撬脸上, 不禁微微皱眉。 对于这些人心里打得什么算盘, 他心知肚明。 虽然他的容貌也是十分出众, 不过这些人也都是大家族的子弟, 身边自然不会缺少美女。 他们天天围在自己身边的原因, 不就是想把自己给娶回家, 然后改善自己后代的修炼天赋吗? 这让他每次来重力士, 都是不胜其烦。 于是, 陈雪莹冷着脸, 将这些苍蝇们给打发了回去。 他这才发现, 重力士里面竟然还有一个没见过的少年, 不知道又是哪个家族的子弟, 但他的心里也隐隐间有着一丝期待。 这个少年会不会是刚刚那个 打出两万四千战力之的妖念? 虽然知道这种概率很小, 但陈雪莹还是把一点精力 放在了这个少年身上。 随即便走进了重力环中, 开始了今天的训练。 看到自己的女神, 竟然直接从两倍重力开始练习。 旁边的三人, 目光中都是炽热。 他们家族的修炼天赋, 虽然也算不错, 但却跟陈雪莹的天赋没法比。 自己把实力发挥到极致, 也只能在三倍重力环里面 待上一分钟。 更多的时候, 他们都是在一倍重力环里训练。 而自己女神却能在四倍重力环里 停留五分钟。 这就是天赋上的巨大差距。 如果自己的后代 也能拥有这么强大的天赋, 那他们做梦都会笑醒。 于是, 三人想把陈雪莹取回家的想法 更加强烈了。 不过看着其他两个竞争者, 他们同时发出了一声不懈的冷哼。 随即也开始了训练, 虽然都想把对方给比下去, 但他们心里都清楚 自己有多少精良, 都老老实实地 从一倍重力开始练习。 这时候旁边的张晨 也看完墙上的全部内容, 带着一丝好奇, 抬腿走进到了一个重力环中 摁下的启动开关。 片刻后, 地上的重力环 渐渐悬浮在了半空中, 张晨的周围 也形成了一个淡绿色的能量罩, 随着地面上的牵引力不断增强。 紧接着, 张晨就感觉自己的身体 变得越来越沉重。 体内的气血 似乎也感受到了这股力量。 竟然也主动苏醒, 开始在经络里不断运转, 来抵抗牵引力。 感受着身体中的变化。 张晨有些惊喜, 也开始修炼起自己的练体功法。 跟自己在家里练习不同, 在重力的压迫下, 自己体内的气血 也在飞速增长。 随着这股气血越来越多, 原本已经被拓宽的经络, 再次被冲击的千疮百孔。 感受着那熟悉的剧痛, 很快身上的校服就被汗水锁打湿。 流畅的动作也变得僵硬和走形。 看着张晨竟然在一倍重力下, 就如此狼狈不堪。 本来还带着一丝期待的陈雪莹, 不由在心中叹了口气, 看来是自己想多了。 于是也不再关注对面的少年, 开始认真修炼起来。 第零妖七章, 二倍重力。 而旁边的三人, 看着张晨这副狼狈的模样。 原本对她有些敌意的目光, 也收了起来。 本来看到陈雪莹, 似乎有些在意眼前这个小子, 他们还以为这小子的实力会很强。 没想到就这个水平。 别说跟陈雪莹比了, 就连他们三人中实力最差的一个, 第一次重力训练也没有如此不堪。 就这个小子, 现在表现出来的实力, 完全没有跟他们竞争的资格。 陈雪莹眼光再差, 也不会看上他的。 于是, 三人也不再把张晨当成情敌, 又开始继续较劲。 很快, 其中一个人在适应了一倍重力以后, 率先开启了二倍重力。 随即面露得意地看着其他两个人, 虽然嘴上也没有说什么, 但眼神里已经充满了嘲讽。 让其他两人气得是火冒三丈。 不过另外两人也知道轻重, 并没有贸然跟进。 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个人在自己面前耀武扬威。 但当那人看到剑尘雪莹, 已经开启了三倍重力以后, 原本的得意消失得无影无踪, 心中也开始感到挫败。 跟自己的女神比起来, 自己简直就是个垃圾啊。 就在三人互相不服气, 不断较量的时候, 旁边的张晨也终于完成了 练体功法上的所有动作。 与第一次完成动作后的疲惫不同, 这次的恢复速度明显加快了许多。 虽然开始时动作还有些僵硬, 但随后就变得越来越流畅。 当全部动作完成时, 她的经络都被修复到了完好无损的状态。 整个人不仅没有感到疲惫, 反而体力还恢复了不少。 既然自己还能有余力坚持一下, 张晨也不准备, 现在就离开。 毕竟, 距离高考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她现在要抓紧时间, 尽可能提升自己的实力。 于是, 张晨也把自己的重力环提升到了两倍。 顿时一股巨大的吸力再次出现。 相比于一倍重力, 二倍重力可不仅仅只是翻了个倍那么简单。 对身体素质的要求更是成几何倍数的上涨。 这让张晨的身体不由晃了一下。 但幸好, 她现在还能承受得住这股重力。 于是, 张晨便开始了新的一轮练体训练。 随着动作的施展, 张晨似乎找到了自己第一次那种感觉。 整个人再次进入了奇妙的境界。 现在她的脑海中只剩下那些动作和口诀, 渐渐浑然忘我。 张晨这边心无杂念地练习着功法。 但旁边的三人此时满脑子都是争强好胜的念头。 一想到, 要是自己的风头都被别人给抢走, 那自己可真的就没有希望把陈雪莹给取回家了。 一个个都卯足了劲, 想要把其他人给比下去。 在感觉适应了一倍重力之后, 剩下的两个人也准备开启二倍重力。 不过, 当其中一个人无意间看到张晨的重力环, 竟然变成了蓝色。 顿时震惊地脱口而出, 卧槽, 她已经开启了二倍重力。 听到这人的话, 其他两个人的目光也不由自主地看向了张晨。 就连专心训练的陈雪莹也被这个叫声所惊扰, 目光也投向正在训练的张晨。 见到这个新来的人竟然真的开启了二倍重力。 陈雪莹倒是有些意外, 看来自己还是小看了这个家伙。 不过, 她虽然心有好奇, 但动作却没有停住。 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训练上。 倒是旁边的二人, 看到原本并不具威胁的张晨。 如今竟然比他们还要快地开启了二倍重力, 顿时心中产生了紧迫感。 对张晨的威胁等级也提升了一个档次。 于是, 三人互相看了对方一眼, 终于也拿出自己最强的实力。 陈雪莹身边有他们三个就够了, 不能再多出一个竞争者了。 随即一个个都拿出恢复药剂, 一口气灌了下去。 不过对于这些, 此刻的张晨却一无所知。 即便是知道了他们的想法, 估计他也会一笑了之。 此时的张晨感受着体内不断增多的气血, 整个人都陷入了实力飞速提升的喜悦中。 如果说在家里练习的时候, 自己的气血增长速度是微微细雨, 那么现在气血的增长速度就如同疾风咒雨。 而且他也感受到了身体内的不同。 以前做动作时, 气血只是在扩充经络, 但这次他发现, 很多易散的气血竟然被自己的肌肉细胞吸收。 随着他的动作, 在呼吸之间, 这些细胞也在不断增强。 看到了体内的变化, 张晨不由想到了功法书上的介绍。 第一步是锻炼自己的经络, 而第二步就是锻炼自己的血肉和皮肤。 这就是说, 自己现在已经达到了第二个层次了。 自己这修炼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书上不是说, 哪怕是天赋一禀者, 至少也要三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水平吗? 他可是才修炼的第二天啊。 看来, 自己还是小看了自己获得的百倍修炼天赋了。 既然已经知道了身体变化的原因, 张晨就不再思考这个问题了, 而是继续专心修炼。 等到再次把功法书上的动作全部做完, 张晨感觉整个人都舒爽无比, 甚至能感觉全身的细胞都充满了活力。 不过停下来以后, 很快张晨就感受到四股目光都在打量着他。 其中一个是陈雪莹的, 而剩下的则是另外三个人的。 看着对面的张晨竟然这么快就适应了二倍重力。 这次不仅仅是那三个人, 就连陈雪莹这次也有些吃惊了。 他可是清楚地记得, 自己当初从一倍重力变成二倍重力, 整整用了三天时间才适应。 自己旁边的那三个人用时最短的也是八天的时间。 而这个刚来的小子, 这才花费了多长时间? 才不过二十分钟而已。 怎么看都感觉不可思议, 匪夷所思。 现在他的心里有两种猜测。 第一种, 这个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 不, 是个妖孽。 第二种嘛, 这个人其实以前就用过重力一气, 现在完全是在做样子给自己看。 目的自然就是想在自己面前表现一下, 让自己对他刮目相看。 不过相对于第一种, 陈雪莹此时的心中却更加倾向第二种。 他也没有想要拆穿张晨这点小心思的想法。 毕竟这个小子还是有几分实力的, 但想要娶我, 那就让我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资格。 第零腰巴掌, 原来他比自己强。 看着对面的女孩意味深长地看了自己一眼后, 便收回了目光。 张晨却有些摸不着头脑。 难道自己以前认识这个女同学? 但自己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 于是, 张晨的目光又看向了剩下的三人。 见到这些人还在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 他礼貌地笑了笑。 随即便不再理会对方, 于是直接伸手, 将自己的二倍重力调高至三倍。 不料, 张晨的笑容却被对面的三人误解为挑衅。 尤其是在见到张晨将重力调至三倍之后, 他们的目光变得更加不善。 作为学校的尖子生, 他们自然不笨。 陈雪莹能想到的事情, 他们自然也能想到。 不过他们心里可没有两个答案, 感觉张晨就是来跟他们虎口夺食的。 别人都已经在自己面前药物扬威了, 他们自然也没有退让的道理。 于是, 三人对视一眼, 再次拿出了恢复药剂。 一口气连续喝了好几瓶, 随即毫不犹豫地开启了三倍重力模式。 而张晨看到对面的三人, 这药剂用起来就跟不要钱一样。 顿时把他羡慕得不行。 虽然恢复药剂没有浓缩营养药剂价格高, 但一瓶也要五万联盟币。 对方一次性使用三五瓶的量, 这笔开销对他来说几乎是几年的生活费。 常言道, 富人依靠财力, 穷人依靠变异。 显然张晨无法依赖财力, 也只能依靠自己百倍的天赋和不懈的努力。 于是, 张晨也毫不松懈地继续着自己的锻炼。 尽管他已经将重力调整至三倍, 但随着体质的不断增强, 这样的训练强度反而比之前在二倍重力下要轻松得多。 随着训练的进行, 张晨的动作变得越发迅速。 不过张晨这边显得轻松惬意, 对面的三人脸上却逐渐难看起来。 他们原本以为张晨和他们一样。 在三倍重力下也许能坚持一时, 但终究难以持久。 然而两分钟过去了, 他们一开始感到吃力。 而那个小子却依旧毫无力竭的迹象。 这迫使三人不得不继续咬牙坚持。 毕竟作为被人羡慕的焦点, 他们也不能轻易示弱。 再次拿出恢复药剂猛贯了几口。 但不论心气有多高, 身体的极限是无法逾越的。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他们对恢复药剂的依赖越来越重。 从最初两分钟一瓶, 很快变成了一分钟一瓶。 接着是一分钟两瓶, 直至一分钟三瓶。 最终, 当其中一人耗尽所有的恢复药剂, 那人终于坚持不住, 立刻停止了三倍重力。 有了第一个出局的人, 让其他两人也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于是也纷纷关闭了他们的重力环。 看着身边散落的一地药剂瓶, 三人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颓然。 靠, 这特么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一个装逼犯? 一倍重力时还装模作样地满头大汉。 尽管心中对这个小子非常不满, 但对方的实力的确超过了他们, 他们也无话可说, 毕竟他们还是要脸的。 而旁边的陈雪莹, 见到张晨竟能在三倍重力下坚持如此久, 眼中不禁闪过一丝惊讶。 虽然这小子的表现还不及他今天见到的, 那位两万四千战力值的高手, 但也算得上是实力不俗。 他意识到自己之前确实小看了这个学校的其他人。 难道是因为精英选拔大赛即将到来? 这些平时不险山不漏水的人, 也开始展示自己的实力了吗? 自己以前的确太自以为是了。 正当陈雪莹沉思时, 旁边突然传来三声不可置信的惊呼。 我靠, 这小子竟然开启了四倍重力了。 听到这话, 陈雪莹赶忙转头望去, 只见张晨的重力环已经变成了标志四倍重力的橙色。 这一次, 他也被彻底震惊了。 四倍重力是橙色, 不仅是实力的象征, 更是一种警告。 与三倍重力不同, 四倍重力下稍有不慎, 即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甚至残废。 即便是实力排名第一, 好吧, 现在是第二的他, 也只能在四倍重力下训练五分钟。 这个小子实在是有些作死了。 虽然陈雪莹并不想过多干涉, 但毕竟对方也是校友。 且这小子的天赋确实不错, 将来或许是国家的动良之才。 他不能坐视对方为了一时的逞强, 而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于是, 他犹豫了一下, 开口提醒道, 那个同学, 不要逞强了, 我承认你很优秀了, 快停下吧。 而正在锻炼体质的张晨, 听到这声音后, 动作略微一顿, 随即看向了陈雪莹, 不过他知道, 这位女同学是出于关心。 于是, 张晨还是点了点头, 回应道, 谢谢你的提醒, 不过我心里有分寸。 听到张晨依旧在死鸭子嘴硬, 陈雪莹不由地感到气节, 但他看到对方并未听从自己的劝告, 于是也就没有再多言, 自己尽到了劝阻的责任。 若真出了什么意外, 那也只能说是他自找的。 既然大家都能承受四倍重力, 陈雪莹的心中不由自主地生起了 与这个小子一较高下的念头。 于是, 陈雪莹也开启了四倍重力的模式。 同时, 他也想看看这个小子, 能在四倍重力下坚持多久。 而在另一边, 张晨进入四倍重力后, 明显感觉到了压力的增大。 他感觉自己仿佛背负着重山。 全身的细胞在这股巨大的重力下几乎要破碎。 如果将筋肉的破碎像是被锥子狠狠刺了一下, 那现在则是有无数针头, 刺入他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全身没有一处不再疼痛。 但幸好, 他的气血通过刚才的锻炼已经足够强大, 能够勉强跟上细胞修复的速度。 随着细胞在重力的洗礼下不断分裂, 开始变得更加坚韧。 他的痛苦也在逐渐减轻。 五分钟过去了, 张晨的状态有了明显的好转。 甚至全身都有一种泡在泉水里的舒爽感。 但此时, 对面的陈雪莹却开始感觉越来越吃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 身体似乎已经到了承受的极限。 此时的他, 终于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眼前这个少年, 他的实力似乎真的在自己之上。 第零一九章。 你不知道我是谁? 已经被刷新认知的陈雪莹, 本以为自己已经接受了社会的毒打。 除了那个神秘的少年之外, 自己的实力至少还能排在学校的第二名。 没想到, 这才不到两个小时。 自己现在竟然又被另一个同学所超越, 竟然变成了第三。 即使他的承受能力再强, 在这种连番刺激之下, 一直以为自己很优秀的他, 信念也开始产生了动摇。 陈雪莹在这边怀疑人生, 而旁边的三人早就看傻眼了。 这又是从奶冒出来的一个怪物, 竟然能在四倍重力下, 还能坚持这么久。 而且看这小子的样子, 比自己的女神都要轻松不少。 这么厉害的人物, 怎么自己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 此时的他们, 早就没有把张臣再当作情敌了。 虽然心里很不想承认, 但跟这种怪物相比, 他们的实力不配。 终于, 时间又过去了两分钟, 三人的表情从刚刚的震惊变得渐麻木, 随即感觉已经无所谓了。 哼, 自己干嘛要跟这种怪物比? 这样的人, 已经脱离了正常人的范畴了。 他们这边看开了, 但此时的陈雪莹却越来越不甘心。 虽然今天已经打破了自己的记录, 在四倍重力环境内坚持了七分钟。 如果放在以前, 她估计早就跑到自己哥哥面前炫耀去了。 但是她现在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感受着自己身体内的骨骼都在不断颤抖, 她的心中却越发的震撼。 要知道, 自己是在那个小子后面两分钟才开启的四倍重力。 也就是说, 那个小子已经坚持了至少九分钟, 虽然仅仅是两分钟的差距, 但这至少说明在体制方面, 她就是不如对方。 明明昨天自己还是全校第一, 怎么仅仅一天的时间内, 自己先是在战力值上输掉了, 现在在体制上也即将败北。 这让高傲的她如何能受? 于是, 陈雪莹咬着牙, 目光不由看向了围在张臣身边不断窃窃私语的三人, 说道, 喂, 你们三个还有多少恢复药剂, 都先借给我。 听到自己的女神竟然主动跟她们说话, 顿时三人都是喜出望外。 其中两人毫不犹豫地, 把自己身上所有的恢复药剂都递给了陈雪莹。 甚至那个发现自己药剂都用完的小子, 直接跑了出去。 不大一会儿, 手里拎着两盒子的恢复药剂跑了进来, 嘴里还说道, 雪莹同学, 要是这些恢复药剂不够, 我一会再去买。 看着自己面前摆放的这两盒上百只的恢复药剂。 陈雪莹嘴角不由抽了抽, 心里却有点不服气。 你这是多看不起我。 虽然跟那个小子比, 我的实力是差了一点点, 但也用不着这么多的恢复药剂啊。 不过嘴上她还是开口, 对那人说了一声谢谢。 听到陈雪莹的谢谢, 那人顿时感觉自己整个人都酥了。 旁边的两个人更是羡慕地垂胸顿足。 失算了啊, 自己刚刚怎么就没想到去买药剂。 靠,让这个舔狗抓到机会了。 如今上百只恢复药剂摆在自己面前, 陈雪莹心中顿时有了底气。 虽然她也知道, 靠着恢复药剂的自己, 哪怕在时间上比赢了对方, 但其实她也已经输了。 不过她却不想输得那么惨, 至少时间上她不想输给那个小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又是五分钟过去了。 原本以为自己喝不了多少药剂的陈雪莹, 已经喝掉了一整盒, 整整五十制的恢复药剂。 看着自己面前的空瓶子, 不由微微泛红。 刚刚自己吐槽, 还萦绕在自己的耳边。 结果打脸来得这么猝不及防。 好在旁边的三人都在盯着那个小子看, 让有点窘迫的她松了口气。 又是三分钟过去, 陈雪莹面前的恢复药剂 已经只剩最后两瓶。 陈雪莹不仅身体已经到了承受的极限, 甚至心里面也开始绝望了。 终于当她喝完了最后一瓶恢复药剂, 已经再也坚持不住的时候。 没想到对面的那个小子, 竟然关闭了四倍重力。 陈雪莹的心中顿时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在咬牙多坚持了几秒钟以后, 顿时也面带喜色, 关闭了自己的重力环。 至少在时间上, 她赢了对方, 自认为没有输得太狼狈。 与此同时, 张晨再次完成了一遍炼体功法后, 她渐渐让自己的气血平静下来。 然后, 她就感受到了四周的目光 再次聚焦在自己身上。 如果说, 之前只是偶尔扫试一下的话, 那现在, 四个人几乎是将目光锁定在她身上。 这让张晨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随即, 她的目光也投向了这四人所在的地方。 但当张晨看到, 地上到处都是被丢弃的药剂瓶时, 即便是心静如止水的她, 也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此时, 地上至少也有两百多个空瓶子, 一只恢复药剂五万, 两百只就是一千万。 这让张晨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原来这些有钱人平时都是这样修炼的, 这还真是贫穷限制了自己的想象。 看着张晨目不转睛地盯着到处都是的药剂瓶, 陈雪莹的脸颊微微泛红。 要知道, 这里面有一百多个药剂瓶是她扔的。 不过这也是事实, 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于是, 陈雪莹看着张晨说道, 我承认你很强, 虽然不知道为何对方要赞扬自己。 听到这个女孩的话, 张晨礼貌地回应道, 谢谢, 你也很强。 听到张晨承认自己也是强者, 陈雪莹心中稍感舒适。 她再次打量了张晨一番。 嗯, 虽然校服有些泛白, 但看上去干净整洁。 容貌清秀, 长得也不错。 唯一的问题是她看起来有些瘦辱, 显然是长期营养不良所致, 估计是出身贫寒。 但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陈雪莹的家庭虽不是豪门大足, 但也不差这点钱。 要是这个小子要追求自己的话, 她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于是, 她像一只高贵的白天鹅一般, 昂首挺胸露出白皙的脖梗, 说道, 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听到陈雪莹的话, 旁边的三个人对视一眼。 虽然以前也知道自己的机会渺茫, 但现在自己的女神却把机会给了别人, 他们心中不眠, 感到失落。 不过, 想到这小子的实力, 他们也只能长叹一口气。 而听到这位女同学莫名其妙的话, 张晨真的有些猛。 于是她忍不住问道, 对不起, 这位同学, 你是谁? 我似乎并不认识你。 听到张晨的话, 不仅那三个人愣住了, 连陈雪莹也感到惊讶。 一脸不可置信地说道, 你不知道我是谁? 第020章, 陈雪莹的震惊。 看着眼前这小子, 一脸茫然的表情, 不似座位。 这下轮到陈雪莹感到意外了。 在第十七中学里, 陈雪莹的名字虽然算不得家喻户晓, 但怎么说也有第一女神的名号, 也算是一个风云人物了。 然而, 没想到竟然真的有人不认识自己。 这在她的记忆中, 还真是第一次遇见。 此时的陈雪莹终于意识到, 自己, 好像是真的误会这个小子了。 眼前这人根本就不是自己的追求者, 刚刚她的那般作态, 完全就是在自作多情而已。 想到这里, 陈雪莹的脸颊不禁微微泛红, 不是因为害羞, 而是因为尴尬。 而对面的张晨, 看着眼前这女孩, 差点用脚扣出三十一听, 也意识到对方好像是误会了什么。 不过她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笑着摆了摆手, 便再次打开了重力环, 继续开始了她的训练。 又花费了一分钟的时间, 让自己的身体, 适应了四倍重力。 随即, 张晨在四人震惊的眼神中, 直接把重力环调高到了五倍重力。 看着那道橙色的光照, 渐渐变成了红色。 此刻的重力势中, 仿佛空气都凝固了。 除了张晨训练时发出的声响以外, 周围安静地落针可闻。 旁边的四人顿时感觉自己的脑袋 像是被重锤猛地敲了一下, 整个脑海中都不断传来阵阵轰鸣声。 被张晨刚刚的举动震撼到天旋地转。 本来以为自己已经见怪不惊的三人, 此刻全都是目瞪口袋。 哪怕是平时非常注意自己形象的陈雪莹, 也不由自主地张大了嘴巴, 不仅美眸中充满了震惊之色, 陈雪莹吃惊地问道, 要知道上次有人能开启五倍重礼, 这还是五年以前的事情。 而那个人也成为了这所学校 所有人仰慕的传奇人物, 是唯一能考上四大学院的天之骄子。 本来以为这样的妖孽只存在于传说中, 没想到如今这震撼人心的一幕, 竟然就这样发生在了自己的眼前。 这让陈雪莹的心理防线 再次受到了猛烈的冲击。 此时看着这个瘦弱的少年 在重力环中刻苦训练的身影, 陈雪莹的心中泛起了复杂的情绪。 她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紧紧握住喉咙, 让她几乎喘不过气来。 她曾以为自己跟这个少年的实力 虽然有些差距, 但自己也不会比对方弱太多。 只要自己努力训练, 胜负还能有个五五开。 可是现在, 她却感到了自己是如此的渺小和无力。 对方就如同一座无法奇迹的高峰 已经在山顶俯瞰众生, 而自己却只是站在了山脚下。 这样天骄一般的人物, 她竟然还误以为对方是来追求自己的, 估计自己想主动嫁给她, 她都不会多看自己一眼。 而在众力环中的张晨, 丝毫没有意识到一个学霸被自己打击的 已经完全丧失了自信。 此时的她已经没有任何心思观察周围的情况。 随着五倍众力, 那巨大的压力不断传来, 她的每一次呼吸都变得异常困难, 甚至感觉自己的骨头都几乎被这股压力所挤碎。 但张晨却没有想要关闭众力环的想法, 反而咬着牙死命地坚持着像是一座巍峨的山峰, 任凭风吹雨打, 却始终屹立不斗。 终于, 就在她几乎要达到自己的身体极限之时, 她的骨骼竟然开始变得越来越痒。 感受着身体的变化, 张晨顿时大喜过望, 自己终于达到了第三层炼鼓。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股臊痒更加剧烈, 但她的气息也变得更加强大。 她的身上仿佛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不断涌动, 让她的骨骼开始变得坚硬如铁。 终于, 随着最后一个动作做完, 那股臊痒也渐渐退去。 张晨缓缓睁开双眼, 从她的眸子中露出一丝凌厉的寒光, 这让陈雪莹和其他三人瞬间有了一种窒息感。 她的实力竟然又变强了。 此时在重力室内的四人, 看着从重力环内走出来的张晨, 眼神中都是一片骇然。 这是什么妖孽的天赋? 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把实力整整提升一个层次。 不过张晨却没有管他们此时内心的想法, 感受着肚子里那不断传来的饥饿感, 她直接就推开了门走出了重力室。 而陈雪莹等人仿佛是被人操纵的木偶一般, 脚步不自觉地就跟了出去。 不过他们也没敢靠得太近, 只是从远处不断张望着。 当他们看到那小子走到了一台战力测试以前, 似乎是想测试一下自己的战力值时, 顿时四人都情不自禁地平住了呼吸, 拳头也不由自主地握紧。 此时的张晨站在侧式仪前深呼吸一口气, 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站姿, 让双脚稳稳地扎根在地面上。 随即缓缓抬起拳头全心, 对准了侧式仪的感应区, 拳头猛地砸在了上面。 只听喷一声闷响, 侧式仪的屏幕瞬间闪烁起来, 数字开始疯狂地跳动着。 而在旁边的陈雪莹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心脏也跟随着屏幕上的数字疯狂地跳动着。 随着数字还在不断继续飙升, 陈雪莹感觉周围的一切都陷入到了寂静, 仿佛连空气都忘记了流动。 一双漂亮的眼睛更是瞪得溜圆, 无法相信眼前所见的一切。 而旁边的三人早就看傻了, 嘴里也不禁惊叫出来, 声音中充满了震撼和不敢置信。 卧槽! 四,四万站立值? 谁能给我一巴掌? 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 这才是他真正的实力。 四万站立值代表着什么? 那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巅峰站立。 然而对别人是最后的终点, 但却是这个小子的起点。 不过他们还没有感慨多久, 随着数字一路飙升, 最终停在了五万这个令人震撼的数值上。 这一下就仿佛在他们心里投入一颗重磅炸弹, 在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他,他的极限竟然是五万站立值。 其中一个人再也忍不住激动地喊了出来, 声音中透露着羡慕和崇拜。 然而旁边的陈雪莹, 听完这人的话却苦笑地摇了摇头说道, 不是他的极限, 是站立测试仪的极限。 看到其他人的目光都看向了自己, 陈雪莹一脸颓然地解释道, 咱们学生用的都是普通测试仪, 他最多只能显示到五万。 但实际上, 那个小子的站立可能远不止这个数。 第021章 绝世天才 陈雪莹的话犹如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了一颗石子, 瞬间激起了层层涟漪。 凝重的气氛在空气中迅速蔓延。 此时旁边的三人震惊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脸上更是充满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五万站立值竟然还不是这个小子的极限站立。 那他真正的站立又会有多强大? 这哪里是一个高中生? 分明就是一个会行走的人形怪物。 不, 或者说是一个妖孽, 更加恰当。 看着旁边被震惊到无以复加的三人。 陈雪莹深吸了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的内心平复下来。 苦笑了一下, 继续讲述自己的发现。 在他把重力调高到两倍的时候, 我分析过一次他的实力。 而在他把重力调到五倍的时候, 我又分析了一次他的实力。 陈雪莹声音顿了顿, 语气中充满着震撼。 说来, 你们可能不会相信。 但根据这两次的分析结果, 我发现他在短短几个小时内, 力量和速度竟然提高了整整三倍。 听到这里, 旁边的三人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们互相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中难以掩饰的震惊。 他们非常清楚陈雪莹的性格, 知道他不是一个夸大其词的人。 既然他敢如此说, 肯定是有自己的依据的。 恐怕这个人的实力, 真的是深不可测。 而此时的陈雪莹, 心中更是苦涩难言。 他曾经以为哥哥口中, 那个能打出四万七千战力值的人, 已经是他所能想象的极限了。 没想到, 今天就在他眼前, 竟然出现了一个更为恐怖的存在。 并且他所能见到的, 还只是对方实力的冰山一角。 跟这些爵士天骄相比, 他简直卑微到如同楼椅。 想到了自己的哥哥, 陈雪莹心中一动。 自己哥哥来学校的任务, 不就是寻找有潜力的学员吗? 如果自己能把眼前这个少年带过去, 估计自己的哥哥会被他震惊地说不出话来吧。 于是陈雪莹的目光, 便迫不及待地向着那个少年的方向望了过去。 结果, 却发现测试以前, 已经没有了那个少年的身影。 这让陈雪莹的心中一紧, 声音焦急地对着旁边的三人问道。 刚刚那个小子跑到哪里去了? 听到陈雪莹的询问。 此时旁边的三人, 终于从刚才的震撼中回过神来。 随即一脸猛逼地看着他。 见到这三个人这副模样, 陈雪莹知道也指望不上他们三个了, 便赶紧在附近找了起来。 但她找遍了整个训练中心, 也没有发现那个小子的身影。 无奈之下, 陈雪莹只好走出了训练中心, 拿出手机给哥哥打一个电话。 而在学校另一边的校长室里, 陈猛眉头紧锁地坐在沙发上, 似乎在思索着什么重要的问题。 而校长则是一脸无奈地坐在他对面。 终于, 想了半天也毫无收获的陈猛, 视线又不由地看向了校长, 开口问道, 你真的不知道学校里面, 有一个能打出两万四千战力值的学生? 听到陈猛还在纠结这个问题。 此时的校长感觉自己都快要抓狂了, 于是再次一脸郑重地重申道, 小陈的, 我是真的不知道。 如果我发现, 学校里面有这样的天才学生, 我早就把他当成祖宗一样供起来了, 还能等到你来告诉我。 对于校长的这个说法, 陈猛也觉得有道理。 只要不是个傻子, 谁也不会忽视这种宝藏学生。 虽然心中知道, 想短时间内, 找到这个学生的机会很渺茫, 但陈猛心中不免, 还是有些失望。 自从他看见那个, 能打出两万四千战力值的学生后, 他就急急忙忙地, 跑到校长办公室。 本来以为身为这所学校的校长, 多少应该知道点什么。 结果, 却发现校长知道的东西, 还没有自己多。 而在陈猛对面的校长, 看着不断在哀声叹气的陈猛, 心中是既猛逼又期待。 要不是陈猛过来跟他说这件事情, 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学校里, 竟然隐藏着这样一个天才, 能打出两万四千战力值。 这样的实力, 就算是放在重点中学里, 也绝对会是顶尖的存在。 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就在两人都陷入到沉默的时候, 陈猛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伸手拿出手机, 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发现竟然是自己妹妹打过来的。 于是, 陈猛接通了电话, 有气无力地说道, 喂, 雪莺, 你找哥有什么事情? 很快, 话筒对面就传来陈雪莺的声音。 哥, 如果我说, 有一个人能打出五万战力值, 你会相信吗? 听到自己妹妹的话, 陈猛不由笑着摇了摇头, 以为自己妹妹还在怀疑, 自己说, 有人能打出四万七千战力值的事情。 不过想了想, 这种事情的确太过于匪夷所思。 如果不是自己亲眼所见, 估计她也不太会相信。 正当她准备劝说妹妹, 别再想这个事情的时候, 却听电话对面的陈雪莺, 声音失落地继续说道, 我刚刚亲眼目睹了一个人, 打出了五万战力值, 并且还不是那个家伙的极限。 陈雪莺的话音刚落, 陈猛瞬间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脸上全都是震惊之色, 语气也非常郑重地再次确认道。 你说的都是真的? 听到哥哥吃惊的声音, 陈雪莺肯定地说道, 我亲眼看到的, 绝对不会有错。 而此时, 在旁边偷听两人说话的校长, 终于也忍不住内心的激动, 发出了惊呼声。 五万战力值? 这怎么可能? 刚才出来一个能打出两万四千战力值的学生, 现在又冒出来一个打出五万战力值的妖念。 但身为校长的自己, 竟然什么也不知道, 何着都怕我发现。 但此时的陈猛, 却没有理会校长的郁闷。 在问清位置以后, 直接挂了电话, 就要往门外走。 如果妹妹不是在跟她开玩笑的话, 那就意味着自己发现了一个绝世天才, 一个能打出五万战力值, 而且还不是极限的学生。 这样的天才, 未来绝对能成为全人类的希望。 所以她必须马上找到这个人。 无论如何, 也要让她加入到自己的北方战区。 看到了陈猛的动作, 旁边的校长也终于反应过来, 急忙跟在身后说道, 小陈, 你等着我, 我也跟你一起去。 然而陈猛却头也没回地说道, 校长你就不用去了, 我自己去就行。 说完, 整个人就消失在了原地。 只留下一脸尴尬的校长, 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跟过去。 第022章, 药剂工会。 犹豫了半天, 校长最后也没有跟过去。 她的心里也清楚, 像这样的天才学生, 而且还隐瞒了自己的实力。 显然是, 不想让学校知道她的存在, 自己就算去了, 估计也没有什么用处。 只能又回到了办公室, 独自叹息。 而在训练中心门口的陈雪莹, 很快就看到了自己哥哥的身影。 两人见面后, 陈雪莹立刻把之前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自己的哥哥。 当听到陈雪莹描述了那个学生的长相后, 陈猛不禁陷入到了沉思中。 听起来, 这人的长相和穿着怎么跟自己班级里的张晨有些像? 不过想到了张晨那个倒数第一的成绩, 他直接打消了自己的这个念头, 感觉不太可能。 就在陈雪莹和陈猛不断寻找着张晨身影的时候, 此时的张晨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出租屋内。 他麻利地给自己做了两大锅米饭, 吃了进去, 这才稍稍缓解了腹中的饥饿感。 对于今天在重力式训练的成果, 他还是十分满意的。 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 在百倍修炼天赋的加持下, 自己炼体消耗的能量实在是太大。 如今通过仅仅通过食物, 已经弥补不了自己身体所欠缺的营养, 导致最近这两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瘦弱。 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 他可能真的会因为营养不良而猝死。 现在最要紧的事情, 就是抓紧时间弄到营养药剂来修复自己的身体。 但还是原来的问题, 他,张晨,没有钱。 不过想了想, 张晨还是准备去药剂工会碰碰运气。 万一自己运气爆棚, 能遇见物美价廉的便宜药剂呢? 心中带着期待, 张晨换了一身衣服, 便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带在了身上, 向着药剂工会的方向走了过去。 药剂工会离张晨住的地方并不算太远。 大概二十分钟以后, 他就看到了药剂工会那灰红的建筑。 药剂工会坐落于城市的中心地带, 其外观由光滑的白色大理石砌成。 阳光照射下, 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高耸的尖塔和雕刻精细的窗帘都彰显着他的不凡地位。 在如今德社会中, 除了觉醒者以外, 还有其他很多职业。 但要说哪个职业最暴力, 无疑只有药剂师。 甚至很多珍贵的药剂都卖出了天价, 一夜暴富的传说更是比比皆是。 但药剂师其门槛之高, 足以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 不仅需要深厚的药学知识, 还需要精湛的记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就这样想着, 张晨很快穿过了拥挤的人群, 终于进入到了药剂工会里面。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宽阔而繁忙的街道。 街道两旁, 琳琅满目的商店排列得整整齐齐, 空气中弥漫着各种药剂的独特气味。 这些气味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香气。 街道上人来人往, 川流不息。 张晨就这样随着人流不断穿梭其中。 但他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非常无奈的事实。 虽然这里面的药剂不下千种, 各种药剂的效果也是非常强大。 但奈何价格实在是太贵了。 仅仅凭着他兜里的这一点钱, 顶多也就是看看, 什么也买不起。 花了整整一个小时, 把药剂工会的所有商店都转了一圈。 一无所获的张晨不由失望地摇了摇头, 准备先回到自己的出租屋里, 想想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搞到药剂。 就在这个时候, 人群中一个穿着实习药剂师制服的胖子, 引起了张晨的关注。 这个胖子在人群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他的身材圆滚滚地仿佛一个行走的肉球。 但奇怪的是, 他行动起来却异常灵活, 没有丝毫笨桌之感。 只要这个胖子看到穿着朴素的人, 似乎没钱买自己新衣的药剂, 就会一脸神神秘秘地走上前去攀谈, 不断小声地跟对方说着什么, 看起来就像原来世界中卖到板碟的人一样。 不过, 当路人听完这个胖子的话后, 一个个顿时变了脸色, 白手拒绝他以后, 毫不犹豫地扭头就走。 只留下这个胖子, 同样一脸无奈地站在原地。 见到这个胖子的举动, 张晨先压下准备回家的想法, 站在那里没动。 很快, 那个胖子就重振旗鼓, 目光再次在人群中打量起来。 直到胖子的目光就扫到了张晨身上。 看着穿着朴素的张晨, 正好奇地打量着自己, 胖子的表情顿时有些惊喜。 几个剑步窜到张晨的身边, 压低声音说道, 兄弟是不是想买药剂, 但又没钱? 我可以给你指一条出路。 听完胖子的话, 张晨眉头挑了挑, 饶有兴趣地开口问道, 什么出路? 见张晨似乎对自己的话很感兴趣。 胖子的眼睛顿时一亮, 赶紧继续说道, 只要你能替我去试喝一种药剂, 作为回报, 我可以帮你弄到20万以下的药剂。 胖子说完就目光期待地盯着张晨, 却发现对方只是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 也不说话。 于是胖子的神色有些尴尬, 搓了搓手继续开口解释。 副作用肯定是有一点的, 毕竟天上也不可能掉馅饼。 我也不瞒你, 这个药剂是会长孙女制作的, 这个,呃, 上次这药剂让人喝了以后, 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意外。 试药的人无法承受那股狂暴的能量。 经络被撑破了, 不过你放心, 这是改良以后的产品, 绝对没有生命危险。 说到这里, 胖子犹豫了一下, 于是一狠心一咬牙继续说道, 只要你能替我去试药, 我可以给你提供三十万的药剂。 当胖子把所有的话都说完, 张晨倒是神色一动。 对于药剂会长孙女的名声, 哪怕是他这个不太关心其他事情的人, 也都是如雷贯耳。 简直是臭名昭著。 这个魔女制作的药剂, 就没有一个是能给正常人喝的。 虽然药剂效果出类拔萃, 但副作用也是大的惊人。 人命倒是没出过, 但那些是药的人一个个却生不如死。 不过, 要是仅仅是能量狂暴的话, 那自己倒真的可以去试试看。 依靠着百倍修炼天赋的他, 如今最需要的就是能量来源。 想到了这里, 张晨这才说道。 我可以先去看看。 见到张晨竟然有尝试药剂的意想, 胖子顿时面露狂喜之色。 二话不说, 直接走在前面把张晨带到了药剂工会的二楼。 第023章 是要风波。 当胖子带着张晨来到药剂工会二楼时, 原本有些嘈杂的休息厅内瞬间变得安静起来。 附近的药剂师和员工们纷纷对着张晨投来好奇的目光。 不过, 当众人看到张晨那瘦弱的身体, 不由对着他一顿平头论足, 窃窃私语, 甚至眼神中还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幸灾乐祸。 终于, 一位年龄稍大的药剂师皱着眉头, 语气中透露着疑惑地对旁边人说道, 王胖子怎么带了这么一个瘦弱的施药者? 旁边的药剂师听完之后, 同样用审视的目光在张晨身上打亮了一番, 接口道, 是啊, 看起来感觉一阵风就能吹倒, 要是闹出人命可就麻烦了。 听到这些人的议论声, 张晨倒是没当回事, 旁边的王胖子却在心中苦笑不已。 他也想找一个强壮一点的施药者, 但也要有人愿意才行啊。 就他们药剂公会那个魔女的恐怖名声。 但凡是对自己未来有些追求的人, 也不敢过来轻易地尝试。 毕竟要是身体受损也就罢了。 但以前的施药者不是经络寸断, 就是修为全废。 这种严重的后果, 谁能承受得住? 于是, 王胖子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看向了旁边的张晨。 却见张晨依旧不为所动, 仿佛对即将到来的试药没有丝毫的畏惧。 这让王胖子不由在心中按赞了一声。 这人虽然实力不怎么样, 倒是挺能沉住气的。 不过, 对于后面要发生的事情, 他也无法预测。 毕竟这种未经过市场验证的药剂, 有时候副作用也是很多的。 就连经验丰富的药剂师都无法掌控。 他也只能希望张晨能挺过这一关。 真要是闹出人命的话, 他可就摊上大麻烦了。 王胖子在这边刚想完。 就在这时, 一个身材瘦高的药剂师 也带着他的试药者走到了二楼。 当这人的目光, 看到王胖子竟然也找到了试药者, 脸上不禁露出一丝惊讶。 但很快就被嘲讽所取代。 他在张晨身上打量了几眼, 目光中满是不屑和轻视。 故意提高了音量, 用足以让所有人都能听到的声音 对王胖子说道。 我说王胖子, 你这次找的试药者也太弱了吧? 别到时候承受不住药剂的力量, 直接死在里面。 说完还大笑了两声, 整个二楼都回荡着他那猖狂的笑声。 周围的众人听到瘦高药剂师的话, 纷纷露出准备看好戏的模样。 这人跟王胖子有过节的事情, 众人也都知道。 毕竟现在闲着也是闲着, 他们也乐于看两人之间的较量。 但王胖子丝毫没有要搭理他的想法。 反而是转过头, 全当没看见对方一样, 对着张晨说道。 一会儿进去之后, 要是实在承受不住药剂的力量, 你就直接喊听。 放心,你的酬劳我会照常致富的。 张晨没有说话, 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知道了。 随即, 他的目光就看向了那个瘦高的药剂师。 本来对于他们药剂师之间的恩怨, 自己也不想多理会。 但对方话里话外, 现在明显把他们的恩怨也算在了自己头上。 这让张晨的心里有些不太舒服。 而那人见王胖子, 直接把他当成空气。 内心中的怒火顿时暗流涌动, 几乎要冲破他的胸膛。 不过也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哼了一声, 带着一丝讥讽的冷笑, 领着自己的试药者, 大摇大摆地找了个地方坐了下去。 不过他看王胖子和张晨的眼神, 就如同再看一个跳梁小丑, 在自己面前竭力维护那点可怜的自尊。 等了几分钟, 试药室的房门就被猛地推开。 从里面走出一个护士模样的小姑娘, 对着外面喊道, 还有没有试药者? 张晨这边刚想站起身, 却没想到旁边那个药剂师的动作更快, 直接带着他的试药者就冲了上去。 在签了一份生死合同后, 两人便走进试药室中。 看到有人进去了, 外面的休息厅内, 一时间也安静了下来。 等里面好长时间没有动静。 那位年长的药剂师皱着眉头, 手指不由自主地敲打在桌面上, 发出了沉闷的回响。 语气也带着一丝不安地对旁边人说道, 这次改良后的药剂成分稳定吗? 听到有人在对自己说话, 旁边的药剂师也是心中忐忑, 开口回应道, 哦不,是会长孙女做的药剂, 有什么副作用也不算奇怪。 说完,二人便沉默下来。 对于会长的这个孙女, 他们也是极为头疼。 本来这个魔女小的时候, 对于药剂学的领悟能力极佳。 他们还对此抱有很大的希望, 以为是个百年难遇的药剂奇才。 没想到等这个魔女长大以后, 成天竟研究一些稀奇古怪的药剂。 最近一段时间里, 可是给药剂工会惹了不少的麻烦。 仅仅是赔偿这些试药者的损失, 但是,药剂工会就花费了一大笔钱。 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众人就在沉默中等待着。 就在众人快等得不耐烦的时候, 试药室的大门终于又被再次推开。 之前那个试药的人, 被医护人员急急忙忙抬了出来。 此时,这人全身亲子, 血管根根抱起, 身体也在不断地扭曲着。 同时, 嘴里还不断发出一阵阵痛苦的哀嚎声, 显然正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让听的人感觉头皮发麻。 而在这个试药者的旁边, 那个瘦高的药剂师此时脸上也没有了笑容, 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铁青, 瞳孔也不自然地收缩着, 仿佛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场景。 看到眼前这一幕, 周围的药剂师们脸上的表情也变得十分复杂, 顿时都凑在一起不断怯怯思语, 一时间仿佛周围的空气都变得紧张起来。 而张晨旁边的王胖子, 身体更是坐立不安地扭动着。 本来他就对自己身边张晨没有太大的信心。 如今看到这个试药者的凄惨的模样, 他更加担心张晨的安危了。 于是, 王胖子神色有些紧张地说道, 兄弟, 你要是坚持不住, 可一定要出来啊, 性命要紧。 张晨看着王胖子那胖乎乎的脸庞和充满担忧的眼神, 虽然知道对方可能是怕出现事故, 心中还是涌起一股暖流。 正当张晨想要安慰一下王胖子的时候, 那个瘦高的药剂师却在旁边不禁耻笑了一声, 说道, 就是, 不行, 就早点被抬出来嘛。 说完, 自己就找了个地方坐了下去, 明显是想看张晨被人抬着出来样子。 第零二四章, 瘦弱的巨人。 对于这个瘦高药剂师的野鱼, 张晨和王胖子两人都直接选择了无视。 这种人, 你越跟他争吵, 他就会越来劲。 而那人见没有人搭理他, 自己讨了个没趣, 于是一脸愤愤不平地回到了座位上。 等了没多久, 是要是的房门再次被缓缓打开。 那个身穿白色制服的小姑娘又从里面走了出来。 很快, 他的目光就落在了张晨的身上。 你就是下一个是要者吧。 跟我进来, 是要马上要开始了。 张晨点了点头, 从椅子上起身正要进入是要室里。 旁边的王胖子却突然拉住了他的衣袖。 犹豫了片刻后, 终于面带忧虑地说道, 要不咱们还是别进去了吧。 张晨倒是没想到, 他这个是要的人还没害怕, 这个王胖子却瞻前顾后。 于是他笑着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眼神中却闪烁着自信的光芒。 你既然选择我, 就应该对我有信心。 说完, 张晨轻轻挣脱了王胖子的手, 跟随小护士就走进了门内。 只留下一脸怅然若失的胖子, 神色复杂地看着张晨的背影。 而跟在小护士身后的张晨, 进入是要适中。 发现里面的空间倒是很大, 摆放着各种先进的仪器和设备。 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不断忙碌着, 一切都显得井然有序。 不过, 当他们看到张晨走进屋内的时候, 周围的人顿时投来了异样的目光, 眼神中不由闪过一丝怀疑和担忧。 终于, 因为医生忍不住心中的想法, 对着那个小护士低声问道, 这个小子也是失药者。 听到那人的话, 小护士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肯定了他的答案。 见到这小子真的是失药者, 那人便不再说什么了, 只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显然非常不看好张晨。 那个医生的话, 虽然声音不大, 但却清晰地传入了张晨的耳朵里。 此时的他心中也很无奈。 不过, 自己也能理解对方的想法, 毕竟自己现在的模样, 的确是有些扎眼。 不仅脸色苍白, 而且还有些憔悴。 加上瘦弱的身体, 外面还有一套十分宽松的训练服, 显得有些空荡荡。 这样的形象, 真的很难不让人对他产生误会。 很快, 那个小姑娘便拿着一份生死合同 走到了张晨面前, 再次跟他确认了一下。 真的要是药剂后便说道, 请你先仔细阅读, 如果没有问题, 就在这里签字。 张晨接过了合同, 发现这玩意儿竟然多达几十页。 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条款和注意事项, 在简单阅读了一下上面的内容以后, 张晨深吸了口气, 随即直接把自己的名字写了上去。 看着眼前这一幕, 旁边穿着实验服的灵警, 静静站在一台仪器前。 目光透过淡金色的眼镜, 张晨。作为药剂会长的孙女, 她从小就受到了药剂学的熏陶, 而她本人也对于药剂有着极大的兴趣, 长大以后更是成为了一个药剂师。 她的每一次研发, 每一次实验都倾注了自己无数的心血和期望, 但命运却总是在跟她开玩笑。 研究出来的药剂, 每一个都有着无法弥补的缺陷。 随着数次的实验都以失败而告终, 她的名声也在工会内变得臭名昭著, 让人弹之色变。 甚至还有人给她起了一个魔女的外号, 每次感受到周围人投来的异样目光和窃窃私语, 就如同一把锋利的长剑, 无情地刺向自己的心脏。 这种压力让她感到窒息, 仿佛身处于深海之中四周都是冰冷的海水, 而她正在努力挣扎, 寻找着一丝可能的生机。 所以, 每当她看到有适要者进来的时候, 都是她要证明自己的契机和希望。 直到林景看见眼前这个小子那副瘦弱的身体后, 她的心里不禁涌起一丝难以形容的情绪。 现在自己的施药者都已经变成这种货色了吗? 就这小子的身板, 她真的能承受住自己药剂中那股狂暴的能量吗? 想起了因为自己的药剂, 而给那些施药者带来的伤害。 林景不禁在心中产生了一丝动摇。 虽然知道张晨已经签署了生死合同, 但她还是走到了张晨面前, 与其非常郑重地开口询问道。 这种药剂的副作用可是非常大的, 你真的决定好了吗? 见到张晨也非常认真地点了点头, 林景也不再劝阻。 她从冷藏柜里拿出一瓶淡绿色的药剂递给了张晨。 而张晨伸手接过药剂, 也没有废话。 直接打开了瓶盖, 然后一仰脖子, 一口气将淡绿色的药剂喝了下去。 顿时, 张晨感觉一阵冰冷的气流顺着喉咙进入胃里。 而旁边的林景看着张晨已经喝下去药剂。 她的心脏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紧张地注视着张晨每一个细微的变化。 此时, 喝完药剂后的张晨缓缓闭上了眼睛, 静静等待药剂在自己体内发挥作用。 虽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她已经做好面对一切的准备。 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过去。 两分钟以后, 张晨的身体突然一颤, 脸色瞬间苍白如纸, 头上的青筋根根爆起, 仿佛无数条小虫在皮肤下蠕动。 剧烈的疼痛感让张晨的肌肉不由自主地抽动着, 整个人就像是被无情的力量猛烈撕扯着。 见到张晨这副模样, 一直关注着她的灵景, 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虽然知道这次实验还没有结束, 但结果似乎已经显而易见了。 而旁边的那些医护人员更是已经准备好了一副担架, 只要眼前这个小子到达她的承受极限, 他们就会一哄而上, 把这个小子送往最近的医院去抢救。 但身为所有人目光的忠心, 张晨却始终没有喊出放弃的话。 此刻的她, 感觉自己的体温正在急速升高。 汗水更是像瀑布一样从她的皮肤上涌出, 身体也散发着一种十分难闻的气味。 然而, 就在这紧急的关头, 她体内的气血在百倍修炼天赋的加持下, 竟然开始自己运转起来。 张晨也下意识地开始做着练体术的动作。 随着张晨的动作越来越快, 她体内那股狂暴的力量仿佛找到了宣泄口。 随着气血不断在经络里流淌, 药剂所带来的副作用竟然在持续了数分钟后, 开始奇迹般地渐渐消退。 甚至她的身体也恢复了正常的体温和颜色。 呼吸和心跳也逐渐平稳了下来。 第025章 脱胎换骨的变化 看着眼前这小子, 竟然就这样轻松地度过了危险。 众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原本并没有抱多少期望的他们, 此刻都是精神一阵。 一时之间, 整个是要视力的气氛陡然变得紧张起来。 仿佛是一根即将要断裂的琴弦, 让所有人都绷紧了神经。 而那些原本已经准备好担架, 想要把张晨给抬到医院紧急救治的医护人员, 他们的手也突然僵在了半空中。 甚至担架掉在了地上, 众人也毫无察觉。 所有人的目光都在这一刻, 紧紧锁定在了张晨的身上。 而此时, 身为这次事件的中心, 张晨的体内正在经历着一场由内而外的蜕变。 药液在他的体内不断翻涌着, 如同一股狂暴的洪流正在冲刷着他的每一寸皮肤, 每一根骨骼。 不仅肌肉再逐渐变得流畅有力, 就连皮肤也越来越坚不可摧。 似乎正在与这股力量融为一体。 看着这个少年, 如今已经超出预料的变化。 一旁的众人早就被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甚至脸上的表情都是一片茫然。 一个原本瘦弱的少年竟然在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里, 变成了一个体魄趋于完美的存在。 他们制作的药剂, 竟然还有这样神奇的功效。 这惊喜来得猝不及防, 真是一点准备都没有。 一时间, 整个是要是彻底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沉浸在眼前的震撼中。 只有各种测试仪器的滴答声, 不断在提醒着众人时间的流逝。 好几分钟后, 那个小护士终于渐渐回过神。 不禁脱口而出道,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不过等他话说完了, 这才意识到自己是在事要事中。 顿时小姑娘下得赶紧伸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让自己不要再发出声响。 不过这一声惊呼, 还是打破了房间里的宁静。 众人也都从刚刚那匪夷所思的一幕中清醒了过来。 甚至有一个实验员,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在做梦, 更是在自己的大腿上狠狠掐了一把。 虽然剧痛让他的表情看起来有些滑稽, 但周围的人却没有多看他一眼。 所有人的目光都热切地注视着那个少年, 眼神中更是充满了惊喜。 谁也没想到, 这个原本没有多少人在意的少年, 竟在此刻成为了他们的希望。 但要说在场的众人中, 此时内心最激动的, 就是始终站在一旁的林静。 此时的他, 内心中如同翻涌的海浪, 根本就没有一颗平静。 作为这个药剂试验的主导者, 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这个药剂的功效和作用。 如果说, 这个小子能承受住药剂的力量, 他虽然会吃惊, 但毕竟在心里面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预期的。 但现在的情况, 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了。 眼前这小子不仅控制住了药剂的力量, 并且还能引导这股力量去主动改造自己的身体。 这就太让人匪夷所思了。 就像他明明只是给了这小子一颗子弹, 结果对方却打出了炮弹的威力。 这让他的心中如何能平静下来。 就在林静皱着眉头陷入到思考的时候, 张晨的身体却突然微微颤抖了起来, 一股淡淡的热气从他的体内不断生腾。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顿时让周围的人员心脏骤然间提到了嗓子眼。 整个是要事的空气都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 众人都神情紧张地盯着一气, 生怕出现一点问题。 而旁边的林静, 此刻的双手更是紧紧握成了拳头, 指甲都因为过度用力而显得苍白。 不过张晨的颤抖并没有持续多久, 很快又再次恢复了平静。 随即就从刚才的状态中清醒了过来, 就在张晨睁开眼睛的那一刻。 顿时一股狂暴的力量从他的体内喷涌而出, 让众人的呼吸都为之一致。 看着眼前愣在原地的工作人员, 林静终于忍不住喊道, 都愣在那里做什么, 赶紧给我动起来。 随着这声叫喊, 顿时整个是要事瞬间变得紧张忙碌。 研究员们开始把各种仪器都推到了张晨的身边, 开始收集各项试验数据。 但当这些数据越来越多, 研究员们的脸上就变得越来越怪异。 当所有数据报告都会总了以后, 他们的表情更是惊恶无比。 看着那些简直匪夷所思的数据, 这些研究员们差点没把眼珠子给瞪出来。 甚至因为数据太过离谱, 几个研究员更是当场就吵了起来, 每一个人都在坚持着自己的观点, 互不相让。 而已经完成了任务的张晨, 看着把自己扔在了一边, 吵得不可开交的研究员们, 也没有了继续待下去的想法。 于是翘无声息, 他默默地走向了大门的方向。 而此时, 在门外等候多时的众人, 他们的神色也变得越来越不安。 一个个交头接耳地猜测着是要室内的情况。 正常来说, 不管是要是否能成功, 这时间也早该结束了。 但现在里面却始终一点动静也没有。 这让他们不禁都在怀疑, 那个瘦弱的少年会不会是死在了里面。 虽然知道这样想不好, 但在这些药剂师的心里, 张晨之前的形象, 的确会让人往这方面去向。 至于成功走出来, 可能相信母猪会飞, 或许会更靠谱一点。 而那个瘦高的药剂师, 更是一脸幸灾乐祸地看着旁边交集的王胖子。 仿佛已经预见到了即将会发生的悲剧。 如果真要是闹出了人命官司, 那绝对算得上是重大的事故。 虽然那个魔女要负主要责任, 但王胖子, 她也肯定推脱不了关系。 等这个死胖子被药剂公会开除以后, 那时候自己要弄这个死胖子, 就像摁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然而, 就在这个瘦高药剂师正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的时候, 摄药室的房门却突然从里面被推开, 众人的目光瞬间都望了过去。 不过跟他们想象中的似乎有些不同, 没有急匆匆的医护人员, 没有担架, 甚至都没有痛苦的哀嚎声。 只有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少年, 闲停信步地走了出来。 之所以有些陌生是因为此刻的张臣, 整个人的气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虽然身上的肌肉没有很发达, 但却充满了力量。 皮肤也闪烁着淡淡的金属光泽, 仿佛就像脱胎换骨了一样。 看到眼前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原本等着看好戏的瘦高药剂师, 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满脸都是难以置信的表情, 声音中都带着出乎意料的不甘。 你竟然活着走了出来? 第零二六章, 我很快就会找到你。 跟这个瘦高药剂师的表情不同。 原本紧张的满头大汉, 并且似乎还有了不小的收获时, 他内心的担忧顿时化为了狂喜。 赶紧走上前去, 用力在张晨的肩膀上拍了拍。 哪怕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但王胖子还是一脸急切地询问道, 看你的样子, 这是药剂试验成功了? 听到王胖子帮自己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 其他人顿时把目光投向了张晨, 目光中都带着炽热的光芒。 看到众人的目光都在看自己, 张晨倒是没觉得有什么。 也没有卖关子, 直接点了点头, 但是承认了下来。 见到当事人都主动承认了, 众人的表情顿时变得古怪了起来。 他们本来都以为这次试验可能发生了意外, 甚至都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结果, 没成想竟然是成功了。 就这样一个小子, 竟然真的抗住了那个魔女药剂的副作用。 如果这小子没有撒谎的话, 那就只能说明, 这小子很可能有异于常人的体质天赋, 简直就是万里挑一的药剂实验者。 想到了这里, 门口外的其他药剂师顿时都在心中打起了算盘, 看着张晨的眼神也逐渐变得火热起来。 虽然他们制作的药剂, 没有那个魔女的药剂剂作用那么大, 但身为一个药剂师, 也都多多少少出现过几次事故。 如果眼前这个小子, 能答应来帮助自己试药的话, 那出现事故的概率, 无疑就会小很多。 毕竟魔女喝下魔女的药剂, 都能安然无恙地走出了。 这样的特殊人才, 说什么自己也要结交一下。 而在众人视线中心的张晨, 看着其他人都像看宝贝一样地看着自己。 他哪能不知道他们在打什么主意, 不过他可不想当什么专职的试药者。 今天过来试药也是因为财力有限, 不得不如此。 只要自己能挺过这几天, 到时候王凯同学可就会资助自己二十只药剂。 短时间内自己也不用再为药剂而发愁。 所以,快速提升实力, 考上四大学院才是他未来的目标。 于是, 张晨也不再跟王胖子继续寒暄。 直接让王胖子把答应自己的三只浓缩营养药剂给了自己后, 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药剂工会。 看着张晨一眨眼就消失不见的身影, 其他药剂师都是一脸的可惜。 唯独只有那个瘦膏药剂师, 此时却是一脸的铁青。 虽然不知道这个小子撞了什么大运, 这次的试验竟然真的成功了。 但他可不觉得这个张晨有什么特殊。 反而在心里琢磨着会不会是那个魔女改良了药剂, 降低了事业难度。 如果是这样, 那自己要是报名成为是要者的话, 会不会也能获得体质上的巨大提升。 想到那个弱不禁风的小子都能成功, 没道理自己不行。 加上如果自己不做点什么的话, 那王胖子很可能因为这次的事情而获得嘉奖。 那到时候自己想再要收拾, 他就更加困难了。 想到了这里, 以为自己发现了真相的瘦膏药剂师, 终于在心中下定了决心。 同时心中还有一丝的期待。 随即在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就推开了试药室的大门急匆匆地跑了进去。 那模样仿佛害怕有人跟他抢名额一样。 不过这个瘦膏药剂师进去得快, 出来得更快。 这次的时间并没有很久。 仅仅过了三分钟, 瘦膏药剂师就从大门处被一群医护人员给抬了出来, 紧急送往了附近的医院。 在路上的他更是痛苦地呲牙咧嘴, 鬼哭狼嚎。 看他的表情, 这次就是不死, 估计也废了。 不过, 跟以往不同。 这次那些医护人员后面, 还有一帮火急火燎的研究人员。 其中打头的正是这次试验的主导者, 林景。 但他们可不关心瘦膏药剂师的死活。 反而目光都在外面的休息室中不断寻找着什么。 见到休息室里也没有那个少年人的身影。 领头的林景不由神色急躁地对着众人开口询问道, 你们谁看到刚当那个小子了? 叫张? 张晨的那个? 听到了林景的询问。 众人的目光都不由自主地看向了一旁的王胖子。 见到所有人都在看自己。 王胖子不由紧张地吞了吞口水, 这才气气哀哀哀地说道, 他, 他走了。 听到王胖子的回答, 林景顿时都被气笑了。 这小子可是至今为止唯一一个试验成功的试药者。 眼前这群人竟然就这样眼睁睁看着对方走了。 本来上一次的试验成功以后, 他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那些反常的数据上面, 完全忘记了对方的存在。 等那个瘦膏药剂师再次试验失败以后, 他这才想起来还有张晨这个人。 等他反应了过来的时候, 试药室里早就没了那个小子的身影。 于是, 这才火急火燎地带着人出来寻找。 结果却听见了这么一个回答。 不过, 眼下也不是生气的时候, 而且这件事自己也有责任。 于是, 林景赶紧说道, 马上把人给我找回来。 这很可能是我们成功改良药剂的突破口。 只要能弄明白, 它是怎么抗住药剂的副作用的, 我们青州药剂工会很可能会开辟出一个巨大的药剂市场。 然而, 看着眼前这个魔女那一脸憧憬的表情, 王胖子却是哭丧着脸继续说道, 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哪呀。 听到王胖子的回答, 林景想都没想, 直接把自己的电话扔给王胖子说道。 那你给他打电话? 但等了半天, 却见王胖子始终没有动静。 林景终于意识到了什么, 不可思议地继续道。 你不会电话, 也没有吧? 见到王胖子点了点头, 林景继续询问道。 那家庭住址呢? 眼看王胖子, 眼神开始飘忽, 林景终于明白了过来。 感情这个死胖子, 根本就没想到, 有人真的能抗住自己的药剂。 所以, 什么也都没有问。 眼看这个魔女, 已经处于即将暴走的边缘。 这时的王胖子, 似乎想起了什么, 眼睛突然一亮, 赶紧大声喊道。 对了, 我看到过他胸前的标牌, 那个, 似乎是第十七中学的校辉。 听到这个死胖子, 终于吐出点有用的东西。 林景这才稍稍平息了自己心中的怒火。 随即, 在自己面前挥了挥拳头, 自言自语地说道, 第十七中学的张晨吗? 我很快就会找到你的。 第零二七章。 你没有跟我开玩笑? 而在另一边, 张晨很快就回到了自己的出租屋内。 不过, 他并没有休息, 而是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体能训练。 随着他做出一个个练体功法上的动作, 张晨的衣服很快就被汗水所打湿, 继而在身上热量的蒸腾下, 变成了水雾。 仅仅是片刻之后, 狭小的房间内就被水汽所弥漫, 几乎要变成了一个蒸笼。 此刻的他, 体内的气血不断运转。 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在舒张, 肌肉也富有韵律地颤抖着。 当最后一个动作完成, 张晨轻轻吐出一口浊气, 感受着自己体内传来的爆发力, 表情不禁带着几分欣喜。 虽然已经知道了, 那个药剂的能量十分强大, 但这次试药后, 不但弥补了自己身体上以前的亏空, 而且还让自己的实力更上一层楼。 这是他怎么也没想到的。 不过在这次的训练中, 他也发现了自己暴露出来的不少问题。 首先, 药剂的力量虽然被自己所吸收, 但还是让自己体内的气血变得不太稳定。 而且, 这次实力提升得太快, 让自己对自身力量的控制力也变得不足。 当然, 这些都是小问题。 毕竟是用外力所提升的实力, 张晨倒也能接受。 只是需要自己花费几天的时间来巩固一下境界, 就能得到解决。 反正最近学校也没有什么新的课程。 张晨想了想, 决定跟自己新来的班主任请几天假, 然后去找一个武馆, 高强度训练几天。 等自己的实力稳固下来, 再回学校去上课。 心中已经有了接下来的打算。 张晨也就没有再犹豫, 拿出自己的老旧手机给陈蒙打了一个电话。 而在电话另一头, 郑敦在仲利市门口守株待兔的陈蒙。 听到张晨想请假, 想都没想就直接同意了下来。 虽然跟张晨并没有多少交集, 但陈蒙对他的第一印象也算不上多好。 在他看来, 这个学生不过就是一个靠着父辈蒙英的二世组而已。 所以, 别说只是请几天的假, 就是张晨不去参加高考, 他也不想多做理会。 说不定班级里没有了这些二世组, 自己的教学工作还能轻松几分。 更何况, 现在的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 去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如今他所有的心神, 都放在了如何才能找到, 那个能打出五万战力值的学生身上。 眼看天色渐渐黑下来, 两条腿都蹲抹了的陈蒙, 也没有跟妹妹等到那个妖孽过来。 这让他的心中不由得有些沮丧。 自己上次没能找到那个能打出两万四千战力值的小子, 也就罢了。 结果, 现在又放跑了一个打出五万战力值的家伙。 此刻的他, 甚至都有一种想把整个训练中心都给安装上摄像头的想法。 不过这个念头, 也只是在心里想一想而已。 他要是真这么做了, 哪怕学校的校长同意, 联邦的法律也不会放过他。 毕竟在如今的社会中, 很多舞者都有自己秘而不宣的家族绝学。 通过摄像装置, 很可能会被人偷学或者暴露自身功法的特点和缺陷。 所以, 再训练的地方是严禁安装任何摄像装置的。 这可是写在法律中的重罪。 他要是真敢这么敢, 估计那两个学生还没有找到, 自己反而会提前进橘子里面喝茶。 不过, 这无疑是给找人的工作提升了不小的难度。 好在自己也不是毫无线索。 最起码自己的妹妹就见过那个学生。 找人的事情也不是毫无头绪。 只不过, 需要多浪费一点时间和精力而已。 抬手看了看手腕上的手表, 见到已经快晚上八点钟了。 陈猛看着自己旁边的陈雪莹嘱咐了几句话, 便让自己的妹妹先回家。 而她还切而不舍地守在重力室的门口。 看着自己哥哥那不肯放弃的模样, 陈雪莹倒是没有多说什么。 毕竟她也知道, 那个妖虐不仅对哥哥十分重要。 甚至对整个北方战区都是一个不小的惊喜。 于是跟陈猛告别了以后, 陈雪莹便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离开了训练中心。 等她到家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八点半了。 简单洗漱了一下, 她连饭都没有吃就回到了自己的屋子, 躺在了粉色的床上。 此刻的陈雪莹不管在身体上, 还是精神上都已经非常疲惫了。 现在她只想早点休息。 然而就在她刚要睡着的时候, 没想到她的手机铃声却突然响了起来。 看着来电显示上的名字, 陈雪莹表情一论。 不过还是强打起精神, 接通了电话。 穆涵, 你打电话给我有事? 听到电话终于被接通, 张穆涵没好气地说道, 你这个大忙人, 这么长时间也不联系我, 是不是快把我这个闺蜜给忘记了? 不过听到对面的声音, 明显有气无力的。 张穆涵也没有多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反而声音有些好奇地问道, 你今天干嘛去了? 感觉精神不太好。 听到对面闺蜜的询问, 陈雪莹沉默了好一会儿。 这才语气中带着郁闷的开口说道, 别提了, 今天碰见两个怪物, 整个人都被打击惨了。 穆涵, 我今天碰见了一个能打出五万战力值的家伙。 随着陈雪莹的话音刚落, 就听见电话对面就传来了一阵杯子落地后破碎的声音。 紧接着就听见一声满是不可置信的叫喊。 你说多少? 五万! 你没有跟我开玩笑? 听到了自己闺蜜的反应, 陈雪莹心中也是振振苦涩。 如果不是自己亲眼所见, 估计她也不会相信吧? 不过想了想, 她还是把今天自己见到的一切都仔仔细细地讲给了张穆涵听。 而在电话对面的张穆涵听完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以后, 整个人就像是一个木偶一样, 傻傻地愣在了原地。 虽然这个事情怎么听都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但两个人认识这么多年, 她心里很清楚, 陈雪莹是不会在这种事情上开玩笑的。 可是这个消息, 也太让人难以接受了。 一个高中生竟然能打出五万战力值。 这种战斗力, 甚至已经超过了一级觉醒者了。 甚至看看逼近二级觉醒者。 要知道, 被老师称赞为天才的她, 哪怕把自己所有的潜力都压榨到极限。 估计高考的时候, 也不过就是一万八千战力值左右。 称死也就是突破个两万战力值。 但现在竟然有人已经能打出五万战力值, 并且还不是对方的极限战力。 青州是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这么可怕的存在? 第零二八章, 我有这样的哥哥就好了。 对于张穆罕语气中的震惊, 陈雪莹心中也能理解。 毕竟自己在看到那个家伙的战斗力之后, 当时的她, 也不比现在的张穆罕好多少。 这种实力上的碾压, 对于每一个心高气傲的天才来说, 都像是在心头戳了一把尖刀, 造成致命的伤害, 让人难受得喘不过气来。 沉默良久, 陈雪莹也不想继续谈论 这个备受打击的话题。 终于率先开口, 笑着说道, 对了, 我听我哥说, 你还有个哥哥, 居然是他班里的学生。 哈哈, 这还真的是缘分。 然而对面的张穆罕, 听到陈雪莹说起了那个废物, 表情顿时变得有些不太自然。 对于自己那个废物哥哥, 他是真的一点也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存在。 甚至跟陈雪莹认识了这么多年, 他也没有跟自己的闺蜜, 说起过张臣的事情。 哪怕他也知道, 只终究包不住火, 迟早会被人发现。 但如今被陈雪莹说了出来, 他的心里, 还是感觉有些难堪。 于是甘笑了两声, 便很快转移了话题。 而对面的陈雪莹, 听到张穆罕, 似乎对谈论他哥的事情, 兴致不高。 心中也很快就想明白了原因。 于是也很有眼色的, 没有在这个事情上继续谈论下去。 等到时间快十点钟, 两人便找了一个理由, 结束了这次聊天。 伸手在手机上点击了挂断按钮, 穿着睡衣的张穆罕便钻进了自己的被窝。 不过他却在床上翻来覆去, 怎么也睡不着。 脑海里始终想着那个神秘高手的事情。 虽然今天知道了有一个妖孽一样的存在, 最开始被打击得不行。 但在他的心里, 还是产生了一丝好奇的涟漪。 哪怕自己并没有见过对方, 但依旧有了一点对强者的崇拜。 甚至不自觉中, 已经把这个神秘高手, 当成了自己即将追逐的目标和偶像。 随即, 又想到了自己那个废物哥哥。 都是一个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 对方能打出五万的战力值。 而自己的废物哥哥, 战力值却还不到四千, 他就不由地撇了撇嘴。 估计现在自己的废物哥哥, 还在为怎么才能考上大学而发愁吧。 甚至有一刻, 张穆罕觉得, 拿张晨去跟这样的高手对比, 都是对这个神秘高手的侮辱。 如果自己能有一个这样厉害的哥哥就好了, 就这样在床上想着心事。 张穆罕带着对神秘高手的憧憬, 慢慢进入了梦乡。 很快, 一个夜晚的时间渐渐过去, 太阳从东边开始慢慢升起。 而在自己出租屋中的张晨, 一大早就从床上爬了起来。 虽然时间还不到六点钟, 但多年养成的生物中, 还是让他每天都可以自然醒。 再次训练了一遍练体功法, 吃过了早饭以后。 张晨便简单洗漱一下, 推开门向着附近的一个武馆跑了过去。 在如今的社会中, 很多人的家里并没有训练的条件。 所以, 就自然而然地孕育出很多的武馆, 就像是遍布各处的网吧一样普遍。 当然, 这些武馆之间也会有很大的差别。 有些大型的武馆中, 甚至连十倍重力是都有。 而很多小的武馆, 训练器材可能都没有自己学校的好。 不过价格上, 自然也会是天差地别。 而张晨现在要去的,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武馆。 穿过七扭八拐的小巷, 他找了好半天, 才来到了一个门帘有些破旧的武馆前。 看着上面写着的赵家拳馆, 张晨便抬腿走了进去。 随即就看到前台上面, 趴着一个毫无形象的漂亮女孩, 见到有客人走了进来。 这个女孩, 这才将自己的视线从电视剧上一开。 然后看向了进来的张晨, 语气懒散地说道, 你是要训练, 还是想报名拳法培训课? 听到对方后面的那句话, 原本只是想训练的张晨, 神色倒是有些意外。 没想到这个小武馆, 竟然还有培训课? 倒不是张晨看不起对方。 而是因为, 为了不让有些人误人子弟。 武馆想要开设课程, 最起码也需要有一个三级觉醒者坐镇才行。 没想到这个武馆, 竟然还有一个三级觉醒者。 于是, 张晨不由好奇地问道, 你们的拳法课程, 怎么收费的? 见到这小子, 似乎对课程有兴趣, 原本趴在桌子上的那个女孩, 顿时就来了精神。 把看的电视剧暂停以后, 非常热情地给张晨倒了杯水。 然后这才开始介绍道, 目前我们只提供一对一的课程, 每节课两个小时, 一节课五千连帮币。 而且你放心, 我绝对会尽心尽力地教导你。 原本还有些心动的张晨, 听到这个价格以后, 顿时就收敛了自己的表情。 虽然这个女孩收的价格并不高, 甚至可以说是低于当前市场行情, 但这个价格也不是她可以负担得起的。 不过倒是对这个女孩多看了几眼, 没想到对方竟然还是一个三级觉醒者。 见到这小子听见了自己的报价, 以后就没了兴趣。 赵飞飞心中也很是无奈。 自从她老爹把武馆交给她打理以后, 武馆在她的经营下, 收益是一天不如一天。 甚至很多人知道她是老师以后, 直接掉头就走。 虽然她实力上没有问题, 并且上战场的老爹都夸她, 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但奈何她太年轻了, 并没多少人相信她的实力。 眼看又一单声音要黄了。 赵飞飞似乎还没有死心, 甚至把自己获得的各种荣誉证书都给搬了出来。 但兜里比她还穷的张晨却始终是笑而不语。 见对方依旧不为所动, 赵飞飞也知道没戏了。 只能把张晨的信息登记了一下, 便让张晨走了进去。 就在张晨进入武馆, 开始了新一天训练的时候。 同一时间, 林景已经带着人, 一路上风风火火地前往了第十七中学。 而接到消息的校长自然也没敢怠慢。 哪怕时间仓促了点, 还是跑到了学校的大门口去迎接。 虽然双方并不是一个系统的人, 但要是让这个魔女以为自己怠慢了她, 难保药剂工会不会给自己穿小鞋。 而从车里下来的林景, 看着堆满笑脸的校长, 却似乎没有想跟他在这里寒暄的想法。 直接开门见山, 直入正题。 你们学校是不是有个学生叫张晨? 第零二九章。 加入我们武馆吧。 听到林景大张旗鼓地过来, 竟然是找张晨的。 校长的脸上不由浮现起一丝意外, 但她想了半天, 也没有想明白双方之间能有什么交集。 于是, 一边冲着林景微笑, 一边小心翼翼试探地问道, 不知道你找张晨有什么事情吗? 见到校长一副要刨根问底的架势。 林景的神色稍微带着几分不耐烦, 不过还是含糊七词地说道, 我有些事情要找她帮忙, 可能会占用她几天时间。 对了, 你直接帮她把架条批好。 说完就等着校长赶快去带人过来。 然而听到这里, 校长脸上的微笑却变成了苦笑。 虽然林景这尊大佛自己惹不起, 但张晨也不是她可以随意驱使的存在。 而且张晨的老子, 还是自己同一个系统的最大的上司。 不管是从职业操守, 还是利益角度考虑, 她都不可能让林景把人说带走就带走。 而且她可是每天都在关注着张晨最新的动态。 张晨请假的事情, 她自然也是知道的。 现在就是她同意, 也找不到人啊。 于是, 校长只能无奈地把当前的情况解释了一下。 想了想, 似乎是怕林景找自己的麻烦, 于是又小声地补充道。 张晨的父亲, 可是教育部部长张凌峰。 显然校长最后的提醒并不是毫无用处, 本来还想发脾气的林景。 听到张晨还有这一层身份以后, 整个人惊讶地差点把眼珠子给瞪了出来。 甚至美眸中都是不可置信, 心里都不由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教育部部长的儿子, 竟然会去做一个是要者。 这事情怎么想都有够离谱的。 以至于林景不由确认道, 你们学校有几个叫张晨的学生。 听到对方的口吻, 校长哪能不明白林景此刻在想什么。 只能苦笑地摇了摇头, 而后伸出一根手指。 见到校长这副模样。 林景也知道, 今天自己如果不把事情说明白, 估计校长是不会让自己把张晨给带走的。 于是, 心中还有些猛逼的他, 只能一五一十地把所有事情都告诉给了校长。 然而校长听完张晨竟然跑去试药以后, 顿时吓得脸都绿了。 感觉自己的心脏都差点停止跳动。 这要是张晨出现什么意外, 那自己可就真的完蛋了。 毕竟张凌峰可是只有这一个儿子。 哪怕自己的儿子再不争气, 也是他唯一的继承人。 不过, 当他听到张晨竟然是要成功, 并且身体还发生了蜕变时, 校长也直接猛逼在了当场。 如果这不是药际工会, 会长的孙女亲自跟他说的。 他一定会觉得有人在拿他逗乐子。 见到林景那一脸认真的表情, 校长也知道这是自己做不了主。 犹豫了片刻, 这才说到。 要不我把张晨的电话号码给你, 你自己跟他说吧。 见到眼前的校长终于松了口, 林景顿时喜出望外。 很快就拿出手机, 按照校长提供的手机号码拨通了过去。 结果电话打了半天, 对面却始终也没有人接听。 不死心的林景又接连打了十几个电话以后。 终于在他即将暴走的时候, 电话对面终于传来了张晨的声音。 不过对方的第一句话, 差点没把林景给当场噎死。 我没有车不买车险, 我是黑户也不办信用卡。 然后林景顿时满头黑线。 这是把自己当成电话销售了。 不过他也知道, 现在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 终于在对方即将挂断电话以前, 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 说道, 我是药剂工会的林景, 昨天你是药的总负责人。 现在你的情况有些特殊, 我希望你能配合一下我的研究。 当然, 我们也不会让你白忙, 会支付给你满意的报酬。 而在武馆正做着训练的张晨。 听到对面的话, 想都没想就拒绝道。 不好意思, 我马上就要高考了, 见张晨拒绝得这么干脆, 林景顿时就急了。 不过现在自己毕竟有求于人, 而且对方的身份也不弱于自己。 所以, 也只能好生好气地说道。 可是我这边真的很急啊, 你现在对我的研究真的很重要。 听到对面几乎哀求的语气, 张晨这次倒是不太好回绝了。 虽然对方也不是有意为之, 但自己毕竟从他的药剂上 获得了不少好处。 多少也算是欠了对方的一点人情。 思考了片刻后, 张晨这才继续说道。 这样吧, 等几天我有时间以后, 会去药剂工会找你。 说完, 张晨也不给林景继续纠缠的机会, 直接挂断了电话。 随着耳边不断传来的嘟嘟声, 没想到对方竟然敢这样对待自己。 林景那小巧的鼻子都差点气歪了, 握着手机的手也紧紧攥起。 很快, 他又毫不犹豫地拨通了电话, 然而却发现对方竟然关机了。 这让本来脾气就不太好的林景, 整个人几乎就要气得暴走。 而在武馆中的张晨 这一刻的他却在应对着另一个麻烦的女人。 看着旁边盯着自己的女孩, 张晨此刻的表情也跟林景一样无奈。 就在他训练没多久, 那个在前台的女孩就走过来, 也在他旁边开始训练。 不过, 看完张晨的训练过程后, 对方的眼神就渐渐发生了变化。 就像是在看一个西式珍宝一样。 眼看张晨终于打完了电话, 旁边的赵飞飞终于逮到了机会, 几个剑步跑到了张晨的身边说道, 朋友有没有兴趣, 加入我们武馆, 我们可以免费给你提供教学课程。 见到对面这小子终于有了点兴趣, 赵飞飞急忙趁热打铁对着张晨开始一顿忽悠。 本来他过来, 只是想看看还有没有机会让这小子掏钱买课程。 不过, 当他在看到这小子的训练以后, 赵飞飞被张晨那恐怖的进步速度震惊了, 甚至也改变了自己最初的想法, 有了一个更大的计划。 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来看, 这小子的天赋最起码也是顶尖的存在, 而且他还如此的年轻, 很可能也就只有十七八岁, 未来所能爆发的潜力绝对是惊人的。 如果让他在自己的帮助下成长起来, 那到时候对方发达了, 自己的武馆也能跟着沾逛。 况且, 只要自己能把这小子收进武馆, 哪怕是现在, 也能成为一个金灿灿的金字招牌。 第03灵章获得新的神级身份。 如果有了张晨这个潜力骨来充当门面, 自己的武馆估计能多招收不少学员, 而对面的张晨, 在听完这个女孩所有的想法以后, 她还真的有些心动了。 要是跟这个女孩说的那样, 自己不仅可以免费获得教学课程, 而且每招收一个学员还能获得一笔不菲的提成, 倒也是一个不错的提议。 而自己所要做的, 不过就是在其他人面前展示一下实力而已。 跟收益比起来倒是不值一提, 不过张晨倒也没有轻易答应下来。 最起码这个女孩说的, 加入武馆, 她就不能同意。 毕竟她现在还不想被人绑定在武馆上。 于是想了想, 这才说道, 加入武馆是不可能的。 我最多能接受的, 就是成为你们武馆的学员。 见到这似乎真的是张晨的底线。 赵飞飞心中有点遗憾, 但也没有说什么。 虽然没有把这小子变成一条船上的人, 但至少也收获了对方的好感。 只要自己真心待她, 让她成为自己武馆的人也是早晚的事情。 对此, 赵飞飞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如今合作已经达成, 两人又商讨了几具具体的细节。 赵飞飞就继续回去当前台。 而张晨也终于可以安静下来, 专心训练。 就这样, 时间很快过去。 等到下午三点多的时候, 张晨终于看到赵飞飞领着一个女孩走了进来。 虽然赵飞飞表现得很热情, 但那个女孩显然并不买账。 尤其是进入到训练室内部。 看到了那些陈旧的训练器材以后, 表情更是直接垮了下来。 虽然嘴上没有说什么, 但看脸上的表情也能知道, 对方对于武馆的条件并不太满意。 看见眼前的鸭子又要飞了。 赵飞飞不由对着旁边的张晨使了一个眼色。 随即跟女孩介绍道, 我承认我们武馆的条件是差了点, 但我们的教学质量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然后, 就见赵飞飞对着张晨招了招手, 又继续说道, 这是我们的另一个学员, 自从来我们武馆以后, 实力突飞猛进。 来,张晨, 给这个新学员展示一下你的实力。 而后那个女孩, 就看见张晨也没有多言语, 不声不响地走到了一台战力测试以前。 看到张晨那有些稚嫩的脸庞, 女孩的神色不由地露出一丝怀疑。 这个武馆能拿得出手的, 不会是一个高中生吧? 不过他也阻止, 反而饶有兴趣, 想看看这个男孩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实力。 要是实力不行, 大不了自己再换一家武馆也就是了。 见到两个女孩都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 张晨倒是也没有废话。 直接摆好了架势, 随后将自己全身的力量都汇聚在拳头上。 紧接着猛地轰击再测试一上, 顿时战力测试仪上面的数字就开始飞速飙升。 当战力值突破了四万大关以后, 两个女孩的表情就都开始不淡定了。 当战力值突破了六万大关以后, 两个女孩更是如遭雷击。 终于当上面的屏幕显示到八万三千战力之后, 开始慢慢停住。 两个女孩早就已经看傻了, 看着上面那震撼人心的数字。 那个女孩不可置信地看了看张晨, 又看了看战力测试上面的数字。 终于缓了好半天, 这才对着赵飞飞说出一句话。 这,这是你们武馆培训出来的? 迎着对方那明显有些怀疑的目光, 哪怕是感觉自己不会怯场的赵飞飞, 此刻脸色也不惊一红。 虽然她知道张晨实力必定不凡, 但非凡到这个地步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早知道这家伙竟然能打出八万战力值, 那自己就是以身相许,也要把这小子绑到武馆。 不过现在也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还是把这个肥羊, 学员应付过去要紧。 于是赵飞飞硬着头皮说道, 那个,她自然是我们武馆培训的。 当然,这小子能有现在的成绩, 除了我们武馆倾囊相授的教导以外, 跟她自己的个人天赋和努力也是有很多关系的。 至于其他人想要达到这种实力, 估计会有些困难。 不过你放心, 我们绝对会提供最顶尖的教学服务, 只要你成为学员, 我们武馆还能赠送祖传药语。 听到了赵飞飞的话, 那个女孩的表情明显带着几分心动, 毕竟其他的话说再多都是多余的。 实力却是明摆着的, 这个少年他宁可放弃那些大武馆而选择这里, 至少也说明这个武馆多少也是有两把刷子。 于是, 这个女孩也没有多犹豫, 直接爽快地就跟着赵飞飞去前台付了款, 等到把这个客户给送走。 赵飞飞一路飞也是的又跑了回来, 然后一脸哀怨地看着又要去训练的张晨说道, 你瞒得我好苦啊。 见到对方这个表情, 张晨倒是有点哭笑不得。 于是开玩笑地双手一摊说道, 你也没有问啊。 听到张晨的话, 赵飞飞顿时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说道, 你也别你啊, 我压得叫了, 以后你叫我飞飞姐, 我叫你小晨怎么样。 说完也不管张晨是否答应, 一溜烟又跑没硬了。 就这样, 几天的时间眨眼睛过去。 在这几天的时间里, 赵飞飞凭借着张晨的那一手绝活, 倒是也新招到了好几个学员。 当然, 作为报答, 赵飞飞在有空的时候, 也会对张晨进行拳法上的指导, 让张晨在格斗技巧上面, 同样也有了很大的突破。 当训练中的张晨, 突然听到了脑海中再次传来系统的声音。 这才恍然发现, 距离上次系统抽奖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 看着自己如今的模样。 张晨的心中不由多出一丝感慨, 哪怕是他自己也没想到曾经那个被人嫌弃的废物, 现在竟然也成为了被人仰慕和夸耀的天才。 不过张晨并没有感慨多久, 很快他就把自己的心神放到了系统上面。 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这一次张晨倒是轻车熟路, 用意念在抽奖页面点击了启动按钮。 随着各种身份的信息不断闪过, 抽奖转盘终于开始慢慢停住。 张晨也看到了自己本周所获得的新身份。 本周奖励——神级身份——药王的关门弟子。 奖励已发放到系统仓库, 具体详情请宿主自行查看。 快速点开了详细介绍。 当把详情都仔细看完以后, 他的表情不由地变得有些古怪起来。 没想到自己这一次竟然会成为药级工会会长的诗书。 第031章 多出来一个诗书组。 虽然自己获得新的神级身份, 固然很惊喜。 但此时的张晨却并没有把精力浪费在看介绍上。 反而将所有的注意力都聚焦在这个身份所带来的一项附带福利上。 在获得这个身份的同时, 他还获得了完美级别的制药技能和各种珍贵的药剂配方。 这才是让张晨更加在意的地方。 看着自己脑海中突然多出来的药剂资料, 还有上面各种药剂的作用和功效。 哪怕是他这个原来对制药一窍不通的外门汉, 也能感觉到这份记忆的珍贵。 毕竟在强大的身份也只是外力。 而如今自己所拥有的记忆和经验, 这才是谁也抢夺不走的财富。 只要自己能熟练掌握完美级别的制药技能, 他完全可以自己制作药剂来供应链体的消耗。 甚至还能通过这项技能获得一大笔的金钱, 让以后的自己再也不用为没钱而发愁。 这无形中就解决了自己的一个大麻烦。 而他接下来的目标, 自然就是在尽可能保证有充足时间训练的同时。 把制作药剂当成自己的副业, 赚取更多的金钱, 继续提升实力。 把自己接下来要说的事情规划完毕。 张晨在武馆中思索了片刻, 还是准备联系一下自己的那个便宜失职。 虽然自己如今拥有了完美级的制药技能, 但并不等于他就可以熟练地制作出药剂。 而且,张晨对于自己的实力, 其实心里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所以这个完美级别的制药技能究竟厉不厉害? 还是要亲自测试一下才能知道。 当然,去药剂工会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没有能制作药剂的仪器和设备。 毕竟昨天的他可没想过, 自己今天竟然会成为一名药剂师。 想了想,反正自己也要去药剂工会。 顺便也去看看那个叫林锦的女孩, 把自己欠的人情给还上。 毕竟这是总拖着也不是办法, 把所有要做的事情都在脑子里整理清楚。 张晨便凭借着脑海中的记忆, 找出了药剂工会会长的私人号码。 拿出手机拨打了过去, 并没有让张晨等多久。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话筒对面传来一个声音有些苍老, 语气中却带着几分惊喜的惊讶声。 小师叔是您吗? 您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 我这几天正想带点礼物去家里看您啊。 拼到电话对面, 一个年龄能当自己爷爷的人叫自己小师叔。 张晨的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别扭的感觉。 不过自己如今的身份毕竟在这里摆着, 他也不可能破坏规矩。 这要是真叫对方一声爷爷, 估计能把对方给吓死。 所以,张晨也不想在称谓上 费时间。 语气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 你就别来了, 我一会正好要去一趟药剂工会。 可能需要你帮我提供一些材料, 制作几分药剂。 听到自己的小师叔竟然还跟自己客气, 对面的林振和赶紧说道。 小师叔,您这是哪里的话? 再说, 不过就是几分材料的事情而已。 您能来我们药剂工会, 那都是抬举我这个做师职的了。 您的到来, 简直是让我们药剂工会蓬毕生辉。 听到对方这一连串的马屁。 哪怕是张晨这个穿越人士, 也不禁感觉老脸一红。 于是, 又跟自己这个便宜失职寒暄了几句话, 便挂断了电话。 而在另一边的林振和, 此时整个人都激动得不由自主地搓了搓手。 对于自己这个小师叔, 他以前也只是远远见过一面。 相比于在门派中备受瞩目的小师叔, 自己的档次实在是不能相提并论。 而他对于小师叔种种神奇, 自然也都是听师父所说。 据说当年自己的祖师爷把小师叔收入门下以后, 当时可是整整大笑了三天, 甚至半夜偶尔还能听见各种怪叫声。 当然, 对此林振和也能理解祖师爷的心情, 能白捡到一个据说是药剂师行业中千年难遇到的绝世奇才。 如果是他的话, 可能做梦都能笑醒。 甚至, 他听自己的师父说, 小师叔如今的制药技能更是已经达到了完美级别。 这可是跟自己的祖师爷一个实力了。 但相比于年纪已经高达180多岁的祖师爷, 小师叔今年才不过18岁。 这种恐怖的成长速度已经打破了药剂世界最顶尖的记录, 更是成为了他们门派中的宝贝疙瘩。 不过只是因为保密的原因, 外界并不知道而已。 然而现在, 自己的小师叔竟然要来药剂工会看自己, 这让林振和如何不激动。 如果这次自己能被小师叔当面指点几句, 说不定自己已经停滞不前的制药技能也能迎刃而解, 再次突破到更高层次也说不定。 想到了这里, 林振和连办公室也待不住了。 自己跑到办公室门口, 让秘书赶紧通知整个药剂工会所有高层, 用最快速度赶过来。 同时又吩咐人, 马上准备好最高规格的欢迎仪式, 来迎接自己的小师叔。 把这两件最要紧的事情吩咐了下去。 林振和这才坐在椅子上, 冥思苦想, 还有什么事情要准备的? 自己这次一定要让小师叔看到自己的诚意。 而一旁有事情要说的林振, 看着自己爷爷这副激动的模样, 整个人早就看傻了眼。 这还是那个平时总是教训自己, 做事要稳重的爷爷吗? 怕不是个假的吧? 而且自己的爷爷, 什么时候又多出来一个小师叔? 话说, 爷爷都要叫师叔的人, 那自己该叫对方什么? 师叔祖? 就在林振还在琢磨着辈分该如何称呼的时候。 旁边的林振和却突然一拍脑门, 想到今天自己还有个药剂学徒的考核要参加。 不过, 当他看到旁边的林振, 以后顿时就眼睛一亮说道, 好孙女, 我这里正好有个任务交给你, 一会我去迎接你师叔祖, 这次药剂学徒考核的事情就交给你去负责了。 说完也不管林振有没有答应, 就一路风驰电车地跑了出去, 看着自己爷爷眨眼间就消失的背影。 林振的心中虽然百般不愿意, 但也只能无奈地前往了药剂学徒考试的现场。 第032章, 药剂师考核, 就在整个药剂工会因为张晨的即将到来, 而忙得鸡飞狗跳的时候。 同一时刻, 收拾好自己东西的张晨, 终于开始向着药剂工会的方向赶去。 虽然自己的身份比对方高了不少, 但张晨的心里可没有拖大的想法。 毕竟对方怎么说也是一位老人家, 自然没有让对方等自己的道理。 不过, 当他紧赶慢赶来到药剂工会附近时, 却发现药剂工会的正门已经被工作人员给封住。 甚至, 张晨还看到门口两侧, 摆放着由各种鲜花精心编织而成的花篮。 正中央, 一条鲜艳的红毯从门口一直延伸到远处, 红毯边缘镶嵌着金色的花纹, 显得格外华丽。 而此时, 药剂工会的高层领导们, 一个个身着鼻挺的正装, 整齐地肃立在红毯两旁。 某位重要人物的到来。 看到如此隆重的一幕, 张晨的心里也不由产生了一丝好奇。 于是他凑上前去, 对着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问道, 这是什么情况? 那个工作人员先是看了张晨一眼, 这才说道, 今天我们药剂工会有大人物要来。 你是过来购买药剂的吧? 现在大门不让进, 你从侧门进去吧。 说完也不再理会张晨, 又继续忙着自己的事情。 张晨倒也不在意, 只是心里有些暗自扎舌。 也不知道是什么人, 竟然能让药剂工会的所有高层都出来迎接。 估计怎么也是联邦的高官吧? 就是不知道自己今天过来找失职, 会不会给他带来麻烦。 毕竟跟迎接这种大人物相比, 自己制作药剂的事情, 好像并没有太过重要。 要是失职太忙的话, 自己改天再过来也行。 不过人来都来了, 他也没有要直接离开的想法。 正好先去找林景, 把他的药剂试验给做完。 正当张晨向着药剂工会里面走去的时候, 他的身后很快就冲过来一群人, 一路上风风火火, 脸上的表情也非常着急。 甚至有一个小子, 在张晨身边路过的时候, 还不小心撞了他的肩膀一下。 张晨倒是没有什么事, 结果对方却被撞得直接后退了好几步, 感觉自己就跟撞上了一根铁柱一样。 揉了揉疼痛的胸口, 那人赶紧跟张晨说了一声抱歉之后, 便又急急忙忙追赶上前面的队伍, 就在那人走后没多久。 眼见的张晨却发现的被人遗落了一个准考证。 随意扫视了眼上面的照片后, 张晨就知道这是刚刚那个人调的。 对方显然是急着去参加一场考试, 这东西估计对那个人很重要。 把这张准考证从地上捡了起来。 张晨眼看前面的队伍就要跑没影了, 于是他也追了上去。 此时的药剂工会里人非常多。 虽然张晨尽可能地提速, 但奈何还是晚了一步。 眼睁睁看着队伍进入到了一个会场中。 而无奈的张晨也只能把这个准考证 准备交给会场中的工作人员。 没想到对方却把他当成了即将要考试的学徒。 想都没想, 直接把他也给推进了会场中。 嘴里还不断催促道,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这里莫解? 再晚一点, 你连门都进不去。 说着, 就伸手关闭了会场的大门, 并把大门贴上了封条。 看到如今这个情况, 张晨的脸上也露出了苦笑。 但对方封条都贴上了, 他也不可能出去, 便先把准考证还给那个人后, 然后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 等到所有人都落座完毕, 会场也渐渐安静了下来。 这时候, 从会场一旁走出了一群人。 甚至其中的两个人张晨他还认识, 领头的正是被称之为魔女的林景。 而在他旁边则是王胖子。 不过此时的会场中, 少说也有好几百个药剂学徒。 所以, 张晨能看到他们, 但两人却并没有发现在人群中的张晨。 看着所有东西都准备完毕。 打头的林景终于走到了会场的前台, 看着下面的众人说道, 药剂师是一个很神圣的职业。 那些简单的材料, 在经过我们的手以后, 就能变成让人提升实力的药剂。 但同时, 我们也应当警醒。 我们也要为自己所制作的每一份药剂负责, 对那些相信你的人负责。 说着, 林景就走到一个配置台前, 通过那白皙的双手将一份份的材料倒入各种仪器中。 随着林景的动作越来越快, 仅仅几分钟就把一份二级精神激发药剂给配置完成。 甚至整个过程中都没有用称重装置。 看着林景居然动作如此的娴熟。 会场中的那些药剂学徒们顿时发出了阵阵惊呼声。 对比林景制作药剂时那轻松惬意的样子。 他们哪怕借助测量工具, 想配置一份一级药剂, 最少也需要半个小时才能完成。 不仅是这些药剂学徒们。 此时, 就连台上几个充当评委的老药剂师看得也是频频点头。 虽然这个丫头有时候做事很不靠谱, 不过制作药剂的天分却是没得说, 但跟这些人赞扬的表情不同。 人群中的张晨眉头却不禁微微皱起。 根据她的记忆来看, 刚刚林景在配置药剂的时候, 她至少发现了36处错误和上百处需要改进的地方。 不过自己以前并没有真正制作过药剂, 所以张晨也不知道自己的判断是不是正确的。 也许林景对这次药剂的制作并没有当一回事, 也说不定。 反正这也不是自己该管的事情。 随着林景将自己制作好的药剂举了起来, 她看着台下的众人又继续说道, 你们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药剂师, 就要从现在严格要求自己。 天赋虽然重要, 但努力也是必不可少。 好了, 多余的话我也就不说了。 现在我宣布, 药剂考核正式开始。 随着林景最后一句话说完, 很快就有工作人员接替了林景开始了考核。 而会场中的药剂学徒们也按照座位开始一次上台。 有人成功, 也有人失败。 随着张成同一排的人越来越少, 很快工作人员就示意张成该他考核了。 本来张成是想坐着不动的, 毕竟自己也不是过来参加考试的学徒。 不过, 当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自己的时候, 他也不得不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第033章 我要向你发出挑战。 就这样走到药剂配置台前面。 虽然自己是误打误撞闯进来的, 但现在说这些也不太合适。 而且张成的心里, 未尝没有想要试试的想法。 自己如果要尝试配置药剂, 还要自掏腰包购买材料。 现在有免费的东西可以白嫖, 那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而台上的林景和王胖子, 就在张成起身的那一刻, 也注意到了他。 但跟王胖子脸上那惊喜的模样不同。 当林景看到张成, 竟然也来参加药剂学徒考核时。 脸上的表情虽然有些惊讶, 但很快, 嘴角就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 表情也变得微妙起来。 好小子, 还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这次你可是栽到了老娘手里, 让你敢挂我的电话, 让你不配合我的药剂研究。 现在, 你还想考药剂师? 今天老娘我就要, 让你好好吃点苦头。 就在张成已经准备好, 事宜工作人员帮忙把材料送过来时, 一旁的林景却突然开口说道, 刚刚得到通知, 一级药剂的材料用完了, 正在配送中。 现在, 帮你准备一份二级精神激发药剂的材料。 身为一名合格的药剂学徒, 制作二级药剂应该没问题吧? 听到林景的话, 旁边的工作人员当场就梦了。 一级材料没了, 刚刚自己还从后面看到一大堆呢。 不过, 当他看到林景那似笑非笑的模样, 顿时就很懂事地闭了嘴, 赶紧去把二级材料给拿了上来。 看着台上这突然出现的变故, 排在张成身后的几个药剂学徒, 脸上顿时就垮了下来, 眼神中都带着难以描述的绝望。 鬼知道一级的药剂材料, 什么时候才能送到? 要是自己上台的时候, 也是制作二级药剂, 那不是当场就凉了? 虽说药剂学徒配置二级药剂, 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但成功率可就实在是太低了。 平均来说, 可能连一成的概率都没有, 更何况还是制作二级药剂里 比较难的一种精神激发药剂, 这还考个屁啊! 直接准备下一次考核更靠谱一点。 不过药剂师考核还能这么操作, 怎么自己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啊? 看着台下一帮下的脸都白了的药剂学徒们, 张成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他心里也是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什么一级材料没有了, 这根本就是林锦故意想报复自己。 不过张成倒也没有多说什么, 毕竟他也不是真的来参加药剂师考核的, 上台就是过来测试一下自己的制药水平而已, 别说自己失败的几率不大, 就算真的失败了, 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看着一脸淡然的张成, 旁边的工作人员脸上倒是有些意外, 帮他把需要的材料都准备好以后, 给了张成一个自求多福的眼神便离开了, 如今已经都准备完毕。 张成站在药剂配置台前, 把制作这个药剂的所有流程都在脑子里面过了一遍, 这才在众人那怜悯的目光中开始了手中的动作。 相比于只追求速度的林锦, 张成的每一个动作就显得非常的丝滑和具有观赏性。 虽然不急不躁, 但速度却并没有比林锦慢, 甚至反而还要快上不少。 而台下那些原本以为张成必定失败的学徒们, 眼睛里的同情也开始渐渐变成了震惊。 哪怕不敢大声喧哗, 但都忍不住跟旁边的人窃窃私语。 我靠, 这小子似乎有两把刷子啊。 我怎么感觉他的制作过程, 比魔女还要流畅。 听你这样一说, 好像还真是。 这人的实力, 才是一个学徒。 不会是大佬过来虐菜的吧。 听到会场中渐渐开始变得嘈杂起来。 站在一旁的王胖子, 此时整个人都震惊地不知道该说什么。 要知道, 身为二级药剂师的他, 制作这种药剂也要费一番功夫。 而且还没有张晨这么轻松惬意。 对方这制药水平, 至少是要高出自己一个等级, 甚至很可能是两个等级。 所以说, 自己随便找的一个施药者, 结果还是自己的前辈。 相比于只是二级药剂师的王胖子。 此时的林景, 从张晨的动作中, 无疑能看出来更多。 只有达到了五级药剂师的他, 才能真正明白。 张晨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究竟有多么恐怖。 毕竟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因为, 他刚才也制作过同样一种药剂。 林景很快就通过张晨的动作, 发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之处。 不管从各个方面来看, 张晨的动作都要比自己更加标准。 简直就是教科书一般的存在。 也就是说, 对方的水平还在自己之上。 或者, 对方从始至终都是在耍自己玩。 想到这里, 林景的表情不由带着脑木。 毕竟羞辱一个人, 最狠的办法不是语言上的攻击。 而是, 从他最擅长的领域里, 藐视自己。 看着, 还在不紧不慢制作药剂的张晨。 林景的目光, 也从原本的戏血变得重视起来。 甚至眼神中, 还有一丝隐藏不住的修奋。 而已经被人仇视的张晨, 对此却一无所知。 直到他终于, 把这份药剂制作完成。 他这才松了口气。 虽然这次制作药剂的过程中, 并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 但也不是十全十美。 哪怕获得完美级的技能的他。 制作药剂的时候, 还是感觉有些动作不够流畅。 以至于出现过好几次失误。 正当张晨在这边总结经验时, 旁边的林景却突然冷笑了一声说道。 张晨! 你是故意的吧? 耍我玩很有意思吗? 想来砸我的场子? 我倒要看看, 你有什么本事? 听到林景的这声大喊, 旁边的张晨却是一脸茫然。 也不知道林景突然发什么疯。 我过来砸场子? 从始至终不都是你在一直为难我吗? 见到对面的张晨竟然还在跟自己装傻。 林景感觉自己更加生气了。 这小子该不会是别的药剂工会专门派过来捣乱的吧? 想到了这里, 林景的牛脾气也倔了起来。 也不管那些再考核的药剂学徒了。 直接让工作人员准备好两份五级药剂的材料。 随即看着张晨说道, 我要向你发出挑战! 第034章, 八级药剂师。 看着林景那一脸认真的模样。 张晨的表情顿时有点哭笑不得。 这都是什么事啊? 自己不过就是想制作几份药剂, 用来练体而已。 怎么就这么难呢? 眼看张晨就要拒绝。 但对面的林景却并不想给他这个机会。 瞪着眼睛说道, 怎么? 你是不敢应战? 还是看不起我? 听到林景的话, 又看了看对方那要吃人的眼神。 张晨也只能选择默不作声, 不再开口。 算是接受了林景的挑战。 毕竟对于一个真正气头上的女人来说, 现在跟他讲道理, 简直是鸡同鸭甲。 最有效, 最快速, 能让对方闭嘴的办法, 就是让他哭着离开。 对此, 张晨感觉这句话说得非常对, 并深以为然。 见到张晨答应了下来, 林景在心中默默给自己打气后, 也走上了台前。 随即, 两人都开始检查自己桌子上的东西。 见到没有问题, 就示意工作人员可以开始了。 而此时, 在会场中的那些药剂学徒们, 见到这始料未及的情况, 一个个早就看待了。 甚至, 激动得面红耳赤。 卧槽, 那个魔女居然下场了。 她可是一名五级药剂师啊, 却跟对方发起挑战。 那岂不是说明, 对方也是一个五级的存在。 王对王的终极对决。 话说, 你们感觉, 这次谁能赢? 鬼知道, 反正这次的考核没白来。 虽然两人的鄙视影响了自己的考核, 但对这些药剂学徒们来说, 却并不是很在意。 毕竟药剂考核一年可是有两次机会。 但这些大佬们之间的对决, 他们可不是能轻易看见的。 哪怕自己很多都看不懂, 但只要能从中领悟一点皮毛, 那也是会受益匪浅, 不需此行。 相比于这些药剂学徒们。 此时, 在一旁当评委的几名老药剂师, 不仅没有阻止林锦的胡闹, 甚至也提起了几分兴趣。 但他们重点关注的对象却不是林锦。 反而是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张臣。 林锦能想明白的问题, 他们的心里自然也是有数的。 甚至比欠缺一点火候的林锦看得更多。 刚刚这个小子绝对还隐藏着一些实力。 也就是说, 这小子的水平很可能是六级炎药师。 这就非常恐怖了。 这个小子的年纪才多大, 比他们药剂工会最有潜力的林锦都要小好几岁。 但实力却如此不凡。 拥有这样资质的人, 如果能邀请进药剂工会, 那绝对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当然, 眼下还不是做这些的时候。 见到两人都已经准备完毕。 于是, 其中一个资历最老的药剂师, 轻壳一声, 这才说到。 比试开始。 随着声音刚刚落下, 林锦就率先开始了手中的动作。 精准地把一份份材料投入到仪器中。 整个过程干净减练, 没有任何拖泥带水。 动作娴熟而老练。 相比于忙个不停的林锦, 旁边的张晨却并没有开始。 反而在众人的期待下, 闭上了双眼。 这倒不是张晨有意为之。 毕竟在一天以前, 他可是从来没有制作过药剂。 现在直接让他制作一份别说见过, 就连听都没有听过的五级药剂。 一时半会儿, 他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开始。 所以, 也只能先闭着眼睛。 把跟这个药剂有关的记忆, 先从脑子里过一遍。 然而张晨的这个行为, 直接被旁边的林锦视为了挑衅。 让他气得火冒三丈, 手指都不断在轻微地颤抖。 在鄙视现场闭着眼睛。 你这是有多看不起我? 我林锦, 好歹也是一名五级药剂师。 还用你来让着我? 等我用实力啪啪打你脸的时候, 你可不要后悔。 眼看自己因为生气, 差点出现了失误。 林锦也终于不再看张晨。 很快稳住了自己的心神, 不再去想那个让人恼怒的家伙。 就这样, 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当林锦的药剂已经制作了一半时, 然而张晨却依旧没有任何动作。 会场中的众人, 原本那期待的表情也渐渐变成了猛逼。 各种议论声也是纷纷响起。 这是个啥情况? 那个小子怎么还不开始? 这家伙不会是要认输了吧? 有没有可能是咱们高看了他? 毕竟他也是过来烤药剂师的。 而台上的那些老药剂师们, 也都是坐在那里, 面面相去。 眼看张晨就跟要睡着了一样。 其中一个人刚要提醒张晨注意时间。 就在这时, 台上的张晨却突然间睁开了双眼。 手上也终于有了动作。 不过, 当他做出第一个棋手势的时候, 原本那些当评委的药剂师们, 豁然间都震惊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随即, 接连发出各种不可置信的惊呼。 怎么可能? 这小子怎么可能会摘星捞月?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会不会是我们想多了, 也许就是一个样子而已。 见到台上一帮评委都惊讶地站了起来。 会场中的那些药剂学徒们, 却是一脸的茫然。 摘星捞月? 这是啥玩意儿? 怎么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 眼看旁边那一脸猛逼的其他人, 终于有个学徒不无得意地解释道, 你们都多看点书吧? 摘星捞月是一种手法, 一般实力达到八级药剂师的水平就能学习了。 说到了这里, 那人突然间似乎觉察到了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摘星捞月? 八级药剂师? 顿时看着张晨的眼神中全都是骇人。 脱口出道, 卧槽! 那个小子竟然是八级药剂师! 随着他的这句话说完, 其他人也终于反应了过来, 顿时整个会场刹那间变得沸腾了起来。 各种不可置信的惊呼声更是此起彼伏, 而台上的灵警听到众人的惊呼声。 他终于还是没忍住, 向着张晨的方向看了过去。 当他也看到张晨摆好的骑手势以后, 整个人顿时如遭雷击, 手中的动作也不自觉地停住了, 身体也僵在了原地。 一双美丽的眼眸中都是错愕和惊慌。 这绝对不可能。 张晨他怎么可能是一名八级药剂师? 要知道自己的爷爷能做到药剂工会会长, 他才不过也只是八级的水平。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 那不是说这小子跟自己爷爷是同一个等级的存在? 第零三五章, 打电话, 咬人! 此刻的林警, 心中再也没有要跟张晨一较高下的想法。 甚至都已经忘记了自己手里的动作。 就这样愣愣地看着张晨出神, 心中更是在翻江倒海。 而被众人目光所注视的张晨, 他的思绪却并没有被会场中的喧哗声所干扰。 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即将要开始的第二次药剂制作上。 相比于第一次制作药剂的生疏感。 这次虽然是制作一份五级药剂, 但在他看来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这倒不是张晨有多狂妄, 而是在他的记忆中只有跟药剂制作的相关记忆。 并不知道这些药剂等级之间的事情, 所以心里自然也就没有什么负担。 在这种无所畏惧的状态加持下, 第二次制作药剂, 不管是在动作上还是在流程上, 张晨都比第一次做得更加完美。 看到眼前这小子不是在装样子, 而是真的会制作药剂。 此时, 旁边的那些药剂师评委们 也终于打消了自己心中的疑虑。 这个小子居然真的是一名八级药剂师。 一个如此年轻的八级药剂师, 哪怕事实就在眼前, 但他们的心里一时之间还是有些难以接受。 要知道, 他们在这个岁数的时候, 大多也就是二级药剂师而已。 哪怕有些天赋高一点的, 也不过就是三级药剂师。 这也就是身为五级药剂师的灵警, 经常给药剂工会捅楼子, 但他们所有人依旧在不断纵容他的原因。 因为在他们认知里, 一个如此年轻的五级药剂师, 已经是百年难遇的奇才了。 甚至在药剂师的历史上, 这样的天赋也都是少见的。 但现在他们看到了什么? 一个岁数跟自己孙子一样大的小子, 这要实力竟然已经达到了八级。 那未来等他彻底成长起来, 又当如何? 恐怕到时候, 整个药剂师界都会被他的阴影所笼罩吧。 自己要是把见到的一切说出去, 估计其他人都只会以为自己是疯了。 要是这个小子, 是自己的徒弟就好了。 随着这个念头渐渐升起。 很快, 这些评委的眼神都开始放着光芒, 脚步也不由自主地向着前面挪去。 别看大家都是一个药剂工会的人, 平时见面也都是非常客气。 但那是在没有涉及到自己利益的时候。 毕竟有人的地方就有争斗, 自然也就会产生派系。 如果自己能把这个小子收入门下, 不仅自己能得到巨大的好处, 他们派系的实力也会得到巨大的提升。 等帮助这小子在药剂工会站稳了脚跟, 说不定还能跟林振和分庭抗礼。 那到时候, 所获得利益可就更大了。 至于张臣同不同意? 哼, 这是他们需要关心的问题吗? 在整个药剂师界, 只有被他们药剂工会拒之门外的药剂师, 就没有不想进来的药剂师。 而且, 看这小子的年纪也不太可能会娶妻生子。 到时候, 让自己的孙女跟这小子多接触一下, 变成一家人。 那可就是皆大欢喜了。 把这其中的各种利弊关系都分析完毕。 这些评委顿时扫视了一眼其他人, 都能看见彼此眼神里的火药味。 毕竟天才徒弟只有一个。 但想当这小子师傅的人却有很多个。 如今这种僧多舟少的局面, 自己是万万不能退让的。 一时之间, 会场中的气氛都变得有几分凝重。 然而, 就在这些人互相牵制对方, 不让任何一个人得逞之时。 其中一个评委却突然眼珠子一转, 心中记上心来。 就见他突兀间捂住自己的肚子, 随即脸上露出一副很痛苦的样子, 对着其他几个药剂师说道, 哎呀, 我肚子疼。 估计是今天吃的东西不干净。 不行了, 我忍不住了。 你们先在这里商量着, 我要赶紧去一趟卫生间。 说着, 他也不理会其他人。 连头都不回, 向着卫生间的方向就冲了过去, 看着那人那一副火急火燎的模样。 其他人虽然一脸的错愕, 但也并没有阻止。 毕竟对方只是要去上厕所而已, 又不是去抢人, 他们倒是也没有多做理会。 而那人见到其他人并没有识破自己的计谋, 这才放下心来。 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直接拿出兜里的手机, 给自己派系最有权威的副会长打了过去。 这帮傻子, 还想让一名八级药剂师拜你们为师? 就你们的垃圾水平, 也不掂量一下自己的精良。 你们配吗? 简直是白日做梦。 反观自己就聪明多了。 要是能让副会长把这个小子收入门庭。 到时候, 不仅副会长能对自己赞赏有加, 估计这小子也会对自己感恩戴德。 简直是一箭双雕, 两全其美。 就在这人躲在厕所里偷偷打着电话。 会场中的其他评委, 也渐渐开始回过未来。 毕竟能到现在位置上的人也都是人精, 谁也不比谁少一个心眼。 虽然开始被利益蒙蔽了双眼, 但现在一冷静下来以后, 他们也知道了这其中的利害关系。 而且, 刚刚那人的伎俩也实在是有些拙恋。 只要自己一琢磨, 自然就能被他们轻易看穿。 我去年买了个表的, 你个老小子不就是去帮后台去了吗? 你有, 老子也有。 想到这里, 其他几个评委们都开始眼神飘忽。 很快就有第二个人说自己家的狗死了, 要回去看看。 然后第三个人说自己的腿抽筋了, 要去医院。 眼看各种理由越来越离谱。 最后这些人干脆也就不装了, 索性都直接摊牌了。 所以找个地方, 就开始旁若无人地开始打电话摇人。 不过, 相比于第一个打电话的人, 他们的动作还是慢了不少。 以至于在门口的副会长, 都把整个事情的始末都详细听完以后, 其他人的电话才刚刚开始响起。 当副会长听到工会来了一名, 年纪不到20岁的八级药剂师, 还去参加了学徒的考核以后, 他第一反应是觉得自己的下属, 脑子是不是有什么大病。 八级药剂师参加学徒考核, 脑子坏成什么样子, 才能想到这么一个不好笑的笑话。 你当八级药剂师是什么? 菜市场里的大白菜吗? 说遇到一个, 就遇到一个。 不过, 当自己的那个下属指天发誓, 说自己绝对没有开玩笑, 并且还用人头担保以后, 副会长的心中, 这才开始稍微信了一点点。 毕竟自己的这个下属, 平时还是很靠谱的, 他应该也没有这个胆子, 敢跟自己开这种玩笑。 尤其是, 当他看到自己身边其他人的电话, 一个个接连响起, 副会长的原本的怒气, 也开始慢慢消退, 脸上的表情, 也变得微妙起来。 这一切, 该不会是真的吧? 第036章, 他也配跟我比。 虽然心中, 还是有很多的疑惑, 没有得到解答。 但副会长也知道, 现在不是犹豫不决的时候。 反正自己去一趟, 也没有什么损失。 要是真的跟自己下属说的那样, 有一个野生的八级药剂师, 自己能把他收进门下, 那绝对是一生中最大的收获。 甚至可以吹嘘一辈子。 如果是假的, 大不了自己狠狠把下属打一顿出出气也就罢了。 见到其他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副会长也不想在这里耽搁时间。 毕竟这个诗书是林振和的诗书, 又不是自己的。 自然没有要去收一名八级药剂师当徒弟来的重要。 于是, 副会长悄悄走到林振和旁边, 先是倾壳两声,吸引了一下林振和的注意力。 见到对方看向了自己, 这才小声说道, 考核现场出现了一点意外, 我去看看情况。 此时已经被太阳暴晒了一个多小时的林振和, 自然也没有心思搭理他。 直接挥了挥手, 就打发了副会长。 随即, 林振和又抬起了自己手臂, 第十三次看了看手腕上的手表。 虽然现在也没有看到小师叔的身影, 但林振和并没有埋怨, 反而心中都是担忧。 毕竟这时间也过去得太久了, 他很怕自己的小师叔会不会出现了什么意外。 哪怕知道自己这样想不好, 但他还是忍不住心中的焦急。 只有他才能清楚, 小师叔对于整个门派来说有多重要。 那简直是自己祖师爷的新头宝, 更是整个门派冲击更强层次的希望。 自己的小师叔在药剂行业里是个奇才, 但也没有听说过有多少战斗力。 如果小师叔真的在来药剂工会的途中遭遇到什么不测, 甚至只是被人伤到一根毫毛。 别说自己的祖师爷不会放过自己, 就连他自己也不会放过自己。 而那些感动小师叔的人也要承受整个门派的怒火。 有心给自己的小师叔打个电话问问情况, 但林振和又不知道现在合不合适。 要是自己的小师叔正在制作什么珍贵的药剂, 那自己这个电话岂不是坏了小师叔的大事? 就在林振和在这边不断纠结着要不要打这个电话的时候。 他身边那些陪同而来的高层们, 也终于听完了电话对面的详情。 一个个表情要多古怪有多古怪。 神色也在接连变化, 就跟川剧中的变脸似的。 虽然他们也是半信半疑, 但如今已经有人杰足先登, 他们不能自甘落后。 于是, 这些人也心照不宣地开始跟林振和请假。 得到允许后, 接着撒鸭子就开始往会场的方向跑。 最开始林振和并没有在意, 但仅仅几分钟以后, 整个欢迎队伍就少了一半的人。 哪怕林振和思维再迟钝, 如今也发现事情有些不对了。 这些老小子明显是有什么在瞒着自己。 于是他也留了一个心眼, 暗示一名自己的心腹悄悄跟了上去。 想看看, 这些人究竟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而在药剂工会的另一边, 会场上很快就出现了副会长的身影。 虽然在电话里已经知道了张晨的年纪, 但当他真的看到了张晨以后, 还是在心中震撼了一番。 而旁边的那些学徒们, 看见副会长都亲自过来邀请这小子。 心中更是无比惊讶。 顿时会场中就是一片喧嚣。 望着张晨的眼睛都极度地通红, 嘴里更是酸涩地不行。 恨不得现在就把那个小子给拖下来。 自己好取而代之。 不过副会长可没有闲心搭理他们。 见到张晨的药剂, 马上就要制作完成。 顿时整个人直接三步并做两步, 如同一阵旋风就冲了上去。 甚至还在路上整理了一下的衣服, 让自己看起来更加优雅得体。 毕竟自己是要收一名八级药剂师当徒弟, 自然不能太过随意。 一定要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诚意和重视。 比人是药剂工会的副会长。 哈哈, 现在时间紧迫, 我就直接说了吧。 我想收你为徒, 不知道你可愿意。 听到有人在跟自己说话, 张晨终于从刚刚制药的状态中回过神。 虽然没有说什么, 但脸上的表情明显带着几分错愕。 而副会长看到张晨这个表情, 心中却是大喜。 以为这小子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喜砸晕了。 不过副会长却并没有要笑话张晨的想法, 反而露出慈爱的微笑。 平心而论, 如果他是这小子的话, 突然有一个像自己一样的大人物, 主动过来收徒, 他也会惊喜得不知所措吧。 就在他以为自己大局已定的时候, 没想到对面的张晨却露出歉意的表情, 不好意思地说道, 那个, 我已经有师父了。 听到这小子竟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会场中的那些药剂学徒们, 原本羡慕的表情顿时化为了震惊。 我靠, 他竟然拒绝了副会长的邀请。 这可是我们做梦都不敢想的机会啊。 你怎么可以拒绝? 你不同意让给我啊? 我不嫌弃给副会长当徒弟。 而此时的副会长, 脸上那慈爱的笑容也瞬间被猛逼所取代。 嘴里虽没有说什么, 但表情却满是不可置信。 我可是药剂工会的副会长啊。 你知道, 想拜我为师的人有多少吗? 你知道, 当我的徒弟, 会有多少资源扶持吗? 你什么垃圾师傅, 值得这么死心塌地地跟随。 他什么档次, 也配跟我比。 于是再也忍不住心中想法的副会长, 语气揶鱼地说道, 不知道你师傅尊姓大名。 听到了对方的话, 张晨却并没有多想。 还以为对方真的是在问自己师傅的名字。 想了想, 张晨觉得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也没有隐瞒的必要。 随即开口说道, 我师傅叫王嘉玲。 而旁边的副会长, 把这个名字回忆了许久。 他怎么也没有想起来, 有什么厉害的药剂师叫这个名字。 最大可能就是一个不入流的药剂师而已。 想到这里, 副会长的眼睛再次亮了起来。 那岂不是说, 这个小子如今能有如此成就, 完全是靠着自己的天赋, 自学成才。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小子今天自己收定了。 跟一个垃圾药剂师抢徒弟, 传出去是有点不太好听。 但相比于这个小子未来的潜力, 这都不是什么大事。 大不了, 自己给这小子的师傅一些补偿也就是了。 而只有站在旁边的林景, 听到这个名字以后, 却隐隐感觉有些耳熟。 好像在哪里听过, 但一时间又想不起来。 第037章, 会长来了。 不过, 这个事情很快就被林景抛到脑后。 现在的他, 心中都是难言的苦涩。 那点仅有的傲气, 也被张臣打击得不行, 自然没有心情去琢磨这些。 只是站在旁边怀疑人生。 而旁边的副会长, 虽然被张臣拒绝了一次, 但他显然没有要放弃的打算。 于是再次开口说道, 小子, 我知道你的天赋很强, 但药剂师行业里, 不是光凭借天赋就能出头的。 我说句不客气的话, 你的师傅能给你提供大量材料, 供你消耗吗? 他能帮你购买联邦最先进的制药仪器吗? 他不能, 但是我能。 只要你拜我为师, 我可以用最大的力度来扶持你成长。 看着这个在自己面前说的唾沫横飞的老头, 张臣的心里有点哭笑不得。 说实话, 如果自己没有获得新身份的话, 他可能真的就心动了。 但现在, 自己的师傅可是一代药王, 哪怕是自己的师职, 也是药剂工会的会长。 我要是真的拜你为师, 你知道详细情况以后, 晚上还能睡得着觉吗? 就在张臣想把自己的身份, 告诉给这个老头的时候。 没想到这时, 会场的大门再次被人给推开, 从外面又急急忙忙冲进了一群人。 当他们听到副会长, 马上就要把这个小子给忽悠上当了。 就听见人群中顿时传来各种叫骂声, 无耻老贼, 你敢! 你个老东西, 竟然敢背着我们吃毒食! 小子, 不要上当, 他都是在骗你的。 眼看自己马上就要忽悠成功, 没想到竟然杀出了一帮成咬精。 而且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张嘴闭嘴, 骂自己是老东西。 副会长气得脸都绿了, 真是岂有此脸。 你人还有三分火气呢? 真当我是凝捏的不成。 于是心中有气的副会长, 也没有给对方留言面。 直接在会场上, 来了一场蛇战群雄的戏码。 让那些药剂学徒们, 看得是目不暇接, 大呼过瘾。 看着一帮药剂工会的高层们, 在自己面前口吐莲花。 这些学徒们, 看张诚的眼神, 也变得更加嫉妒。 本来以为来一个副会长, 就已经是顶天了。 有头有脸的大佬们, 都齐聚于此。 而这些在他们看来高不可攀的人, 如今却跟泼妇一样, 在会场上争吵。 为的就是要收这个小子当徒弟。 真是让人羡慕得发狂。 不过这场闹剧并没有持续多久。 毕竟副会长只有一人, 自然骂不过对方这么多人。 很快就败下阵来, 开始闭口不言, 在那里装死。 如今事情终于落下了帷幕。 这些高层们, 很快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张诚的身上。 就听一个性格比较耿直的老头说道, 小子, 你拜我为师吧, 我可是比副会长厉害多了, 见对方要跟自己抢徒弟。 在一旁装死的副会长顿时就不乐意了, 冷哼一声说道, 是我先来的。 结果他的话刚说完, 马上就有另一个老头接口道, 你当这是在买菜呢? 还要讲究一个先来后到。 自然是谁本事最大, 谁才最有发言权。 主委摸着良心说, 在制药方面除了会长, 谁有我的实力高? 把他交给我。 你们没有意见吧? 这老头话还没说完, 马上又有其他人站出来反驳道。 你实力强又怎么样? 你会教徒弟吗? 小子, 我可是培养出很多优秀药剂师的。 你选我当师傅, 绝对没有错。 见到这些高层们像个小孩子一样, 在自己面前吵吵嚷嚷。 张诚感觉自己的头都大了, 甚至几次想要开口说明情况, 结果却都被这些人打断。 于是也只能选择放弃, 闭口不再言语。 而在药剂工会的正门处, 此时的林振和也终于从自己的心腹口中得到了消息。 听到药剂工会里冒出一名八级药剂师, 其他人都跑过去要收他为徒。 林振和的眼睛都瞪得六圆。 一方面是惊讶, 另一方面是被弃的。 好家伙, 合着你们都知道了消息, 结果却没有一个人来告诉我。 是怕我跟你们抢徒弟? 那我今天还抢定了? 那可是一名野生的八级药剂师啊。 虽然在天赋上比小师叔差了点, 但也是极其稀有的存在了。 这样的人才, 自然是要被自己收入门下, 才能让其大放光彩。 不过, 想到自己今天还要迎接小师叔, 林振和的心中不由犯了难。 要是小师叔过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不在, 那他现在做的一切可都白费心思了。 但对于那个八级药剂师, 他同样也不想放过。 真要是被别人给收为了徒弟, 那他肠子都要毁清了。 一时之间, 林振和再次陷入到了两难的局面。 不过在心中分析了一下利弊, 林振和终于在心中做出决定。 一咬牙, 拿出手机给自己的小师叔发了一条信息。 小师叔, 我这里有事要先去处理。 您要来的时候, 请一定要提前告诉我, 我马上去迎接您。 而在会场中的张晨, 很快就看到了自己失职发过来的消息。 随即也不理会还在争吵的众人, 回复道, 好, 我这边也有事再忙, 等于会再联系你。 看着小师叔回复的信息, 林振和终于松了口气, 放下心来。 于是他也不顾及形象了, 同样迈开大步向着会场的方向跑去。 就在林振和向着这边赶的时候, 感觉自己脑瓜子都嗡嗡的张晨, 终于忍不住开口喊道, 我已经有师父了, 现在也不想再找其他人当师父。 听到了张晨的这声大喊, 那些工会的高层们终于开始渐渐安静下来。 倒不是他们真的就这样放弃了。 只是现在这个局面, 除了被人看笑话以外, 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而且, 如今的局面反而更好。 虽然自己没有占到便宜, 但毕竟其他人也没有。 况且, 自己完全可以换一个突破口。 这小子有骨气, 但他的师父就不一定了。 毕竟只是一个没有听说过的小人物。 到时候, 自己只要勾勾手指, 随便许诺一些好处。 估计就能把这小子的师父收为徒, 而这小子可就是自己的徒孙了。 想到这里, 其他人也都表情渐渐淡然了起来。 然而就在这时, 一声愤怒的大吼从会场外面传来。 你们这些老东西,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竟然都瞒着我。 你们的眼里, 还有没有我这个会长啊? 第038章 我? 大人物? 说着, 林振和的身影就快速出现在众人面前。 看到自己的会长竟然也跑过来了, 其他人的脸上带着几分不自然。 倒不是说自己怕对方, 但这件事, 终归是自己做得有些不地道。 于是都把视线看向了别处, 不跟林振和对视。 不过, 此时的林振和也没有心思去搭理他们。 而是向着人群的忠心开口说道, 我是药级公会的会长, 如果你真的想拜师的话, 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 把自己的心理话说完。 林振和先是停住了自己的脚步, 又整理了一下有些凌乱的衣服, 让自己看起来没有很急躁以后。 这才不急不缓地穿过了人群, 向着会场里面走去。 由于其他人把张成给围在了当中。 所以, 林振和第一时间并没有看见张成, 等到那些不情不愿的高层们, 终于给他让开了一条道路后。 此时的林振和, 这才看到了那名八级要记尸的脸。 结果不看还好, 一看以后, 他的心中突然间就猛地跳动了起来。 脑海中也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 这个少年怎么看起来跟自己的小师叔长得有点像? 但林振和也没有贸然开口。 毕竟这个世界长相近的人多了。 自己以前也只见过小师叔一面, 记忆并不是很清晰。 如果对方不是自己的小师叔, 这不是让人看笑话吗? 而且自己的小叔叔可是说自己现在有事要处理。 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 虽然心里是这样想的, 但他还是觉得这个人跟自己的小师叔很像。 甚至越看越像。 不过他没有开口, 对面的那个少年脸上却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反而看着自己说道, 你怎么来这里了? 不是说有事处理吗? 事情都忙完了? 听到对面这个少年还话, 林振和突然浑身一震。 没想到还真是自己的小师叔。 不过相对于林振和的惊喜, 其他的表情就非常古怪了。 甚至心中的震惊也不比林振和少多少。 倒不是他们猜到了张晨的身份。 而是震惊于, 这小子是不是疯了? 还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竟然敢跟林振和这样说话? 虽然这小子没有说什么不恰当的词, 但这种跟小辈说话的语气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 你究竟在跟谁说话吗? 那可是药剂工会的会长。 对方的老祖宗可是整个联邦最强大药王。 而旁边的林振, 听到张晨的这种语气, 更是气得不行。 你这家伙, 拿我寻开心也就算了。 现在还敢拿我爷爷找乐子? 真以为你是一个八级药剂师, 就了不起啊。 当真以为, 没有人能治得了你。 就在众人要对张晨口诛笔伐的时候。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对面了林振和, 听完这个小子的话, 不但没有生气, 脸上突然也露出灿烂的笑容。 随即在众人的目瞪口呆的注视下, 先是给这个少年鞠了一躬, 然后说出了一个更加重磅的信息。 小师说, 真的是您啊! 听到林振和的话以后, 原本嘈杂的会场中顿时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是呆若目击, 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一样。 这个小子是林振和的小师叔? 那岂不是说, 对方的师父是药剂师最强大的药王前辈? 想到了这些, 旁边的那些高层们, 此刻的表情是要多精彩有多精彩。 甚至哪怕脸皮在后的老家伙, 也感觉自己的脸颊通红, 甚至是头皮发麻。 卧槽! 要死了! 刚刚自己这些人都干了什么传事啊? 不仅想要收林振和的小师叔做徒弟, 而且还敢说药王的实力不如自己, 这要是被其他人给传播出去, 那自己可就真的要成整个行业的笑柄了。 相比于其他人, 此时的副会长才是最惨的。 现在的他, 整个人都吓得脸色发白, 毕竟刚刚可只有他对这小子的师父最为鄙视, 不仅说出对方不如自己的话, 甚至还说对方的师父是个小垃圾, 不配跟自己比, 而且现在的自己还没有办法给自己甩锅。 毕竟当时这个小子可是亲口告诉了他师父的名字, 只是职场没有往药王身上想而已。 虽然自己是不知情, 但难保这个事情不会传到药王的耳朵里, 那到时候自己可就真的凉了。 想到了这里, 副会长就眼神忧怨地看着张晨, 就跟一个深归怨妇一样。 你说什么王嘉玲啊? 你直接说, 药王我不就知道了吗? 而跟这些高层们的惧怕不同, 此时的林景感觉整个脑子都处于当机状态, 甚至心里不断会想着, 刚刚自己爷爷叫的几个字。 小! 是! 叔! 这个家伙竟然是爷爷的小师叔! 那自己岂不是要叫对方师叔祖? 想到这里, 林景感觉自己整个人都不好了。 自从他遇到张晨以后, 对方就跟一个阴影一样, 笼罩在自己的头顶。 每次他以为可以拿捏这小子的时候, 对方就会抱出一个强大的身份。 先是教育部部长的儿子, 现在又是自己的师叔祖。 这家伙就像一团迷雾一样, 每次你以为已经发现了一切, 结果却只是对方的冰山一角。 此时的林景感觉自己都快疯了, 然而让他更崩溃的是, 自己的爷爷也不知道抽什么疯, 竟然看向了自己说道, 小姐, 你还愣住做什么? 还不快来拜见你师叔祖? 听到了自己爷爷的话, 林景就跟触电了一样, 感觉自己浑身僵硬。 但这么多人看着, 哪怕他心里再不情愿, 也只能硬着头皮走上前去, 俏丽的脸上长得通红, 看着张晨咬牙切齿地说道, 师叔祖好。 说完以后, 林景转身就往人群外跑去, 不能活了, 真的好羞耻啊。 而林景的这番动作, 也终于让会场中的其他人回过了神。 紧接着, 原本安静的会场突然躁动了起来, 各种惊呼声更是此起彼伏。 我靠, 这小子, 呸, 这位前辈竟然是会长的小师说? 我就说吧, 这位前辈实力如此之高, 必然师出名闷。 你刚刚可不是这么说的, 原来这位前辈, 就是要王的关门弟子。 虽然会场中乱哄哄的, 但林振和并没有要管这些学徒们的一人声, 反而看向张晨好奇地问道, 小师说, 你怎么会在这里? 听到自己失职的话, 张晨表情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道, 我本来很早就到了, 不过看着你似乎在迎接大人物, 所以我就没有去打扰你。 结果阴差阳错下就到了这里, 被人当成了要济学徒。 听到了张晨的回答, 林振和顿时哭笑不得。 自己这个小师叔, 还真不知道他的身份有多少分量。 想了想, 组织了一下语言, 这才开口说道, 您出门在外, 可不仅是您自己, 更是代表着要王和整个要王派。 甚至说句托大的话, 你别说在药剂世界横着走, 甚至连联邦高层看见你, 也要礼遇有加。 听到了自己失职的解释, 张晨的表情明显有些错愕。 我? 大人物? 就在两人谈话的同时, 要王的关门弟子来药剂工会的消息, 也不禁而走。 第039章, 制作十级要剂, 而在会场中的众人, 如今已经知道了张晨的身份。 自然不能让要王的关门弟子, 继续停留在这里, 被人围观的道理。 于是在林振和的邀请下, 张晨就跟着众人, 向着药剂工会的贵宾室走去。 不过, 除了林振和在前面引路以外, 其他人都很自觉地跟在了张晨的身后, 没有人敢走在他的前面。 以至于在路上的时候, 很多人就看到了让他们震惊的一幕。 一个衣着朴素的少年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而在他的身后, 则是跟着一帮神色恭敬的高层领导们。 虽然这个少年有些面生, 他们并不认识, 但他们可是对身后的人非常熟悉。 这些人随便拎出来一个, 也是能让其他药剂师抖三抖的存在。 更别说还有林振和这个会长, 都在给这个少年亲自引路了。 一时之间, 所有人都不禁停住了自己的脚步。 在震惊之余, 心中的八卦之火也在熊熊燃烧。 一个个都伸着脖子向这边观望, 纷纷跟自己身边的人交头接耳。 当他们听说, 这个少年竟然是会长的小师叔以后, 所有人都是瞠目结舌, 心中更是掀起惊天骇浪。 表情那较一个精彩。 于是, 很多围观看热闹的人, 脚步不自觉地也跟在了队伍后面。 以至于当张臣走进贵宾室的时候, 原本身后的几十个人已经变成了好几百号人。 甚至很多才刚刚得到消息的药剂师们, 也在往贵宾室的方向一路狂奔。 仅仅片刻功夫, 整个药剂工会没有事情的药剂师们几乎都汇聚于此, 让贵宾室门口格外热闹。 他们这些人一方面是过来看热闹的, 另一方面, 未尝没有自己的小心思。 自己现在过来露个脸, 说不定就有机会获得对方的几句指点。 当然, 要是对方能看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 既然被这位年轻的前辈收为徒弟, 那就更好了。 简直可以说是一步登天, 跟会长林郑和可就是一个辈分的大人物了。 所以, 哪怕张晨已经进入到了贵宾室中, 这些人不但没有散去, 反而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不过这些都跟张晨无关。 看了看时间以后, 张晨也不想继续在药剂工会里耽误时间。 于是直接进入正题, 看着对面的这些高层们说道, 我这次来是想要制作几份药剂, 需要工会帮我提供一些原材料。 想了想, 张晨感觉自己有占便宜的嫌疑, 于是不好意思地继续说道, 当然, 我也不会白拿你们工会的材料。 作为报酬, 我可以帮助你们制作一些药剂作为回报。 不知道可不可以, 听到张晨就这么点小小的要求, 其他人顿时就松了口气, 还以为是多大的事情呢? 眼见林郑和就要开口说什么, 想要极力表现的副会长, 赶紧抢在前面说道, 哈哈, 你也太客气了, 不就是几份药剂材料吗? 别说才几份而已, 就是上百份, 对我们药剂工会来说也是九牛一毛, 不值一提。 对了, 不知道您要制作什么药剂? 我现在就让人帮您把材料准备好。 听到对方答应得这么痛快, 张晨也就放下心来。 于是随口说道, 龙穴沸腾药剂, 听到张晨说出了这个药剂的名字后, 原本还蛮不在乎的副会长, 就像是被人一拳狠狠打在了脸上, 虽然极力掩盖自己的表情, 但脸上还是带着震惊和错愕, 当然最多的是尴尬, 这打脸还真是来得猝不及防, 毫无准备。 这个龙穴沸腾药剂, 可是十级药剂啊, 它里面的每一种材料都十分珍贵, 甚至有几种材料, 哪怕是他们药剂工会也只有那么一点点, 想要动用这些材料, 别说他只是一个副会长, 就是林振和要拿出来, 也是要经过大部分人同意的, 以至于整个贵宾市中, 突然就陷入到了沉默, 看着这些人脸上的表情, 张晨的心中有些意外, 刚刚不是还表示没有问题吗? 怎么现在一个个的都不吭声了? 难道是自己要的多了? 不应该啊, 自己只是要几份而已, 这也不算多啊。 于是, 张晨的目光不由看向了旁边的副会长, 看到张晨向着自己的方向看过来, 副会长一时间恨不得给自己两个大耳挂, 让你多嘴, 现在可怎么办啊? 但自己不说话也不是办法, 于是也只能硬着头皮解释道, 那个, 您可能对我们药剂工会的实力有点误解, 这药剂毕竟是十级药剂, 我们药剂工会最多也只能凑出两份材料。 说完, 副会长就哭丧着脸, 眼巴巴地看着张晨, 而听到副会长的话, 张晨整个人就是一愣, 他还真不知道这个药剂的等级, 只是觉得, 这个药剂比较符合自己目前的状况, 所以就说了出来, 不过看到对方如此为难, 虽然他的确很想要这个药剂, 但自己也不能仗着身份强人所难, 于是满脸歉意地说道, 我还真的不知道, 那这个事情就算了吧, 时间也不早了, 我就先走了。 但在场的众人听到张晨的这句话, 却顿时下了一个机灵, 这要是让对方真的就这样空手回, 那要是被药王知道了, 他们这些人如此对待他的关门弟子, 那他们以后还能有好果子吃, 别忘了, 他们这些人身上还有污点, 真要是被药王怪罪下来, 除了林振和, 他们谁也跑不掉, 于是一个个也不再当木头人了, 赶紧起身挽留道, 您可千万不能走啊, 我们现在就帮您去准备材料, 看到这些人的反应, 张晨也知道他们的确很为难, 于是赶紧摆了摆手, 再次拒绝道, 我开始真的不知道, 这个药剂是十级药剂, 真的不好意思, 眼见对方还要拒绝, 没想到这时候, 副会长脑子一热, 突然说道, 您好意思啊, 阿布, 我是说您不用不好意思啊,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眼看众人如此热情, 一副不收就不让走的架势, 张晨也就不好, 再拒绝对方的好意了, 随即点了点头, 算是答应了下来, 见到他们, 终于把张晨这尊大佛给留住, 这些高层们, 同时在心中松了口气, 同时, 脑海里也浮现起一丝期待, 那可是十级药剂啊, 这个小师说, 真的能制作成功吗? 第零四零章, 当好人行摄像机, 此时, 不仅这些人心中有期待, 就连张晨自己也来了兴趣, 虽然在跟自己失职的沟通中, 他已经充分了解了, 制作这种药剂的难度, 也知道了这种药剂的珍贵, 但他的心里并不是很慌, 毕竟, 自己可是有着系统给的完美极致药技能的, 如今他所欠缺的, 不过就是熟练度而已, 当然, 张晨也没有贸然尝试, 毕竟他前后加起来, 也不过才真正制作过两次药剂, 相比于前两次药剂的制作, 想要制作实际药剂的难度, 绝对不是简单翻倍, 难度甚至是呈现几何式的上涨, 虽然他对自己很有信心, 但也想把药剂做到最完美的状态, 于是张晨看着林振和说道, 最近有点生疏, 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我快速熟悉一下制药的过程吗? 听到了自己小师叔的询问, 林振和并没有多想, 反而真的很认真的思索了起来, 随即看向张晨, 不确定地问道, 那个, 小师叔, 说,您知道星空网吗? 当看到张晨一脸茫然的表情, 林振和心中就已经了然, 想想也是, 自己的小师叔是什么身份, 哪怕是想练手, 肯定也都是用真正的材料练习的, 怎么可能会使用这种虚拟的东西? 不过自己的药剂工会, 实在是财力有限, 也只能委屈自己的小师叔了, 于是, 林振和面带愧色地解释道, 星空网是一个用虚拟现实技术所打造的平台, 虽然不能百分百复制现实世界的全部参数, 但也能达到99%的相似度, 并且, 里面还有各种职业的升级模拟系统, 您要是想练习的话, 只要在上面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了, 听到自己失职地回答, 张晨的神色不由动了动, 他还真不知道, 这个世界有这种好东西, 至于自己为何没有听说过, 他大概心里也有数, 估计这个东西不便宜, 以前的他也用不起, 于是, 张晨顿时就来了精神, 在林振和的帮助下, 他很快就拥有了自己的账号, 紧接着就躺进了一个如同鸡蛋模样的游戏舱内, 随即, 张晨就感觉意识一阵恍惚, 再次睁眼以后, 他就发现自己出现在了虚空中, 而他的身边也浮现出几十种职业模式供他选择, 其中, 最为火爆的自然就是觉醒者模式, 不过张晨后面还有事情要做, 也没有继续耽误时间, 把自己的容貌选择了随机, 又给自己随便取了一个X先生的游戏称, 张晨就找到了药剂师模式, 进入到了游戏中, 相比于现实事件, 在星空网中, 不论是各种稀有材料, 还是尖端的仪器, 这里面可谓是应有尽有, 当然, 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游戏币来购买的, 不过这些小事也不用他来操心, 林振和在他进入游戏以前, 就给他的账号里面充值了一大笔钱, 随着一个个新手任务的完成, 张晨的等级也从一级变成了十级, 很快他就发现游戏界面多出来一个新的功能, 上面写着, 发起挑战, 正当他想看看这个功能的介绍时, 没想到自己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信息弹窗, 有人向你发起挑战, 是否同意? 本来张晨并没有想理会对方, 不过当他的眼睛看见赢了挑战, 所奖励的经验值以后, 张晨的眼睛顿时就亮了, 自己把所有的新手任务都做完, 才不过升到十级, 而只要赢了对方所能获得的经验, 都可以让他连升三级了, 虽然他是抱着练习的目的不假, 但想要制作龙穴沸腾药剂, 最少也要六十剂, 依照现在获取经验的速度, 他可能要花费很久的时间才行, 如今有了更快获取经验值的渠道, 张晨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 于是直接点击了同意, 同意时间, 在一间卧室中, 一名年纪二十七八岁的药剂师, 正躺在游戏舱中, 他叫万兴修, 是一名三级药剂师, 同时也是一个网络博主, 当然, 他直播的内容, 可不是什么唱歌跳舞之类的才艺表演, 而是在星空网上直播药剂教学, 同时也兼顾新手驱虐菜, 而今天, 他发现自己的运气还挺不错的, 自己刚刚开播没多久, 很快就让他找到了一个, 刚刚完成新手任务的小能星, 看着对方的游戏昵称, 万兴修差点没有笑出诸教, X先生, 我还Y先生呢, 这都是什么鬼名字啊, 不过这样正好, 也算是给自己的观众老爷们增加一点笑量, 见到对方同意了自己的挑战申请, 万兴修一脸兴奋地对自己的观众们说道, 各位老爷们, 今天咱们的整活正式开始, 我们先友好的跟对方打个招呼, 可以看出来对方的性格似乎很腼腆, 好现在比试即将进入倒计时, 现在让我看看有多少老爷们在观看, 随着万兴修这句话说完, 他的眼睛下意识地看向了自己观众篮, 结果不看还好, 看完以后他整个人都梦了, 身体更是因为过度激动而不停地颤抖着, 卧槽, 是不是自己眼花了, 我的直播间人数都已经上万了, 然而, 他还没有从刚才的惊喜中缓过来, 更加震撼地, 一幕就出现了, 玩家我要当会长, 68级, 进入直播间, 玩家夜随雨落, 73级, 进入直播间, 玩家相亲相爱, 79级, 进入直播间, 玩家林振和, 86级, 进入直播间, 看着这些后进来的大佬们, 万兴修连眼睛都直了, 我尼玛, 今天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会有这么多大佬, 来围观自己的直播, 难道是有人会眼如距, 终于发现了自己这匹千里马, 这惊喜来得也太突然了, 自己一点准备也没有啊, 想到了这里, 万兴修嘴角都快笑得合不拢了, 说话的声音都轻微地颤抖, 那个, 现在, 现在比试已经开始了, 我们要做的是一份二级药剂, 在配置这种药剂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 然而,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看到自己的直播间里, 飘过好多的评论, 我去, 这就是大佬的实力吗? 果然牛逼啊, 没想到, 速度竟然这么快, 给跪了, 果然盛名之下无虚势, 看到自己刚刚才制作药剂, 就有这么多人在夸奖, 万兴修的嘴角顿时浮现起一丝得意, 以前自己的这些观众, 只是说自己会整活, 没想到他的实力也有被认可的一天, 还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 就在他刚想要对这些观众说两句感谢的话时, 没想到直播间的评论顿时就爆炸了, 卧槽, 你压得别动, 当好你的人行摄像机, 我去你妹的, 把头给转过去, 我看不见大佬了, 老狗, 听到没有, 你倒是动了, 看到直播间里的观众对自己一顿狂喷, 万星修整个人都猛逼了, 第041章, 我愧对小师叔啊, 此刻的万星修哪怕脑子再迟钝, 现在也明白过来, 这些永静自己直播间的人, 根本就不是看他的, 但不是看自己的话, 那又是过来看谁的, 总不可能是看旁边的那个小萌星的吧, 我堂堂一个三级药剂师, 不比一个小萌星好看, 你们眼睛都下了呀, 想到这里, 万星修的鼻子都差点气歪了, 于是心中不服气的他, 终于在一群人的催促下, 把头给扭了过去, 结果头转过去的一瞬间, 万星修整个人都愣住了, 甚至不可置信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再次看了看鄙视的时间, 确定真的仅仅只是过去了两分钟, 万星修感觉自己的脑子都快裂开了, 怎么可能有人制作药剂的速度这么快, 我这边才刚刚开始制作, 你那边都已经快要制作完成了, 你是从哪个计较嘎拉里冒出来的怪物, 这特么是小萌仙, 绝必是个大佬的小号啊, 果然是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 自己终日虐菜, 如今自己也成了被人虐的存在, 正当万星修感觉心中凄苦, 无法诉说的时候, 没成想, 此时的直播间里却是一片欢声笑语, 哈哈, 老狗, 你也有惊天, 傻眼了吧, 被大佬报复了吧, 虐菜一时爽, 中进火葬场, 看到自己直播间的大佬爷们, 还在那说风凉话, 万星修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刚想回击几句来为自己伸张正义, 没想到这时, 旁边的那个小萌星, 啊不, 大佬竟然在药剂马上要制作完成的时候, 突然停住了手中的动作, 脸上的表情似乎对于自己制作的药剂很不满意, 随即沉思了片刻后, 竟然按下了重新开始按键, 看到对方的这个操作, 万星修感觉自己差点就要吞出一口老血, 就你刚刚制作的药剂, 我都看不出任何问题, 合着你却还觉得不满意, 非要再来一遍, 虽然我虐小萌星是不对, 但你这就有些过分了, 你可以侮辱我的肉体, 但却不能侮辱我的尊严, 今天老子就让你知道一下, 什么叫逆风翻盘, 想到了这里, 万星修也不再理会直播间的调侃了, 此时的他终于拿出自己最强的实力, 今天自己一定要赢, 然而梦想很美好, 现实却很骨感, 就在他终于把药剂制作到一半的时候, 没想到对方竟然再次即将完成制作, 并在他一脸沮丧准备认输之时, 对方又一次按下了重新开始,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万星修终于哭出了声, 但跟已经生无可恋的万星修不同, 他直播间的观众们非但没人同情他, 反而满屏都是大笑, 你压得熟悉吗? 你以前就是这么虐我的, 真是恶有恶报, 活该, 老狗, 为你曾经做下的恶事忏悔吧, 见自己的直播间里, 那些对自己的控诉, 此刻的万星修终于意识到, 自己以前的行为究竟有多恶劣了, 但他的心理却依旧不以为然, 不过如今已经引起了众目, 他也不敢再多说什么, 于是就这样紧闭着嘴, 全当自己没有听见, 相比于这些不知道张成身份的观众们, 此时在药剂工会看直播的众人, 却知道张成不会这么无聊, 事实上就在张成进入游戏仓后, 林郑和觉得这是一次让工会药剂师学习的机会, 于是就发出了通告, 让所有工会的药剂师们都来观看小师叔的制药过程, 所以万兴修的直播间人数, 才会短时间翻倍式的暴涨, 但如今张成的这个操作, 他们实在是看不懂啊, 制作一份一级药剂, 至于这么来回折腾吗? 相比于其他药剂师的一脸茫然, 此刻在贵宾市的诸位高层们, 却都是盯着屏幕沉默不语, 而林郑和的心中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 小师叔一直在反复制作一份一级药剂, 这背后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 哪怕是小师叔这样的顶尖人物, 他也在不断反思自己, 警醒自己, 虽然依照自己的实力来看, 小师叔制作的药剂已经非常完美, 甚至看不出一点问题, 但他已经发现自己还有不足的地方, 可是自己呢? 自从加入到了药剂工会以后, 感觉自己已经高人一等了, 甚至人也变得越来越狂妄自大, 他早已失去了积极向上的进取心, 变得固步自封, 变得自甘堕落。 然而今天, 小师叔却给他上了一课, 让他知道了什么是虚心, 什么是谦卑, 哪怕是制作一份一级的药剂, 也要用尽全力, 做到最完美。 只有这样, 才能让自己站得更高, 成为一名真正的药剂师。 见到旁边的人都不说话, 林郑和终于长叹了一声说道, 小师叔果然厉害, 没想到, 仅仅是在药剂工会里转了一圈, 就已经发现, 我们等级停滞不前的问题所在, 甚至还给我们留了颜面, 只是用这种方式提醒了我们。 哎, 我真是愧对师们, 听到林郑和的叹息, 旁边的其他高层们也是深以为然。 这些年, 他们都干了什么? 每天都是在算计中苟活, 每天都是为自己争权夺利。 自己这么大岁数了, 结果还要被小师叔提醒, 真是越活越倒退了。 如今工会的大佬们都在反思自己, 旁边的其他药剂师们, 也终于渐渐领悟到了其中的深意。 于是, 一个个也都是惭愧地低下了头, 唯独只有林景, 感觉这个事情一点不对劲, 这里面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张晨那个钢铁直男, 他能想到这些, 打死他都不屑。 不过见其他的人似乎若有所悟, 林景也只能撇了撇嘴, 并没有把自己的猜测给说出来。 而在星空网内, 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在张晨三次重新开始后, 他终于没有继续来第四次, 而是看着自己手中 已经制作完成的湛蓝色的药剂, 露出一个还算满意的笑容。 虽然这次制作药剂的过程中, 依旧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但终归是能看得过眼了。 毕竟自己今天还要制作十级药剂, 等以后自己有时间, 再继续打磨记忆也不迟。 而在张晨完成没多久, 旁边的万星修也终于把他的药剂制作完成。 随即系统开始进入到了平级状态, 顿时所有人都是精神一振。 他们都想看看, 张晨制作的药剂会被系统如何评价。 在众人的注视下, 很快万星修的评级第一个出来了。 当他看到自己的评级竟然是A级以后, 万星修的脸上终于露出一个得意的微笑。 第零四二章 开局就是王对王。 虽然对方是大佬, 速度也比自己快了一点点, 但他可是拿出了自己全部的实力了。 这次的评级也是他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 哪怕对方的速度快又怎么样? 速度越快, 失误的次数就会越多。 所以, 对方的评级很可能还不如自己。 最后究竟谁会获胜? 还未尝可知。 自己还没有输, 他一定可以逆风翻盘。 带着对未来的希望, 万星修也将目光投向了张臣的身上。 而系统也很快就给出了张臣的评级。 不过, 当万星修看到对方身上似乎出现了一个S以后, 他的心中就大感不妙。 卧槽! 这人的评级不会是个S吧? 他制作速度这么快, 竟然还能达到S级? 如果不是知道, 星空网绝对不会出现作弊这种事情。 此刻的万星修都差点喊出黑幕了。 不过如今已成定局, 自己的确惨遭打脸。 万星修哪怕再不甘心, 他也没有回天之力。 但他心里却不断安慰着自己。 虽然对方是S级, 但自己也是个A级啊。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他也并不比对方差多少, 自己也只是惜败对方而已。 然而, 就在他刚刚安慰完自己, 结果, 让他更加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对方的身上竟然又出现了第二个S。 看到这里, 哪怕万星修再无耻, 也说不出自己惜败对方的话了。 整个人顿时浑身僵硬地站在那里。 心里最后的防线, 瞬间被冲击得七零八落。 而看到张晨的评价以后, 不仅万星修呆若目击, 甚至连直播间的观众们, 也都是傻了眼。 竟然是SS级。 这个神秘的大佬竟然获得了SS级评价。 这怎么可能啊? 虽然这位大佬制作的是最基础的一级药剂,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但想达到S级已经是十分困难了。 甚至可以说是万中无一。 而SS级从星空网建立以来, 出现的次数都没有超过一百次。 没想到, 这种传说中的事情, 竟然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发生了。 这一刻, 所有观众都感觉自己兴奋地浑身颤抖。 心脏都在剧烈地跳动着, 甚至很多让都忍不住叫出声来。 就在众人感觉已经快要结束之时。 在他们的感叹中, 张承的身上竟然又出现一个S。 一时之间, 所有人都像是被人施加了定身术一样, 全部停住了动作。 甚至万星休的直播间也在一刹那变得安静下来。 但仅仅是几秒钟以后, 整个直播间的弹幕瞬间沸腾。 各种弹幕如同狂风暴雨, 迅速冲击了所有人的屏幕。 甚至因为弹幕过于密集, 众人已经看不懂其他人在说些什么。 满屏都是SSS级。 而在星空网内的万星休, 更是感觉自己的头皮都在阵阵发麻。 眼睛里都是一片死灰。 SSS级。 这可是整个星空网有史以来第二次出现SSS级。 而第一个做到的人, 那可是已经成为药剂世界传奇的药王。 现在自己竟然看到了第二个。 我特么究竟是跟什么逆天的怪物比试啊。 我万星休何德何能, 居然会碰见这种级别的大佬。 以后, 我再也不来新手驱虐菜了。 打死都不来了。 而在药剂公会中, 看到小师叔的评级竟然达到了SSS级。 所有人都豁然起身,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脸上更是因为过度激动而通红, 甚至下意识地跟身边的人抱在了一起。 嘴里也不断喊着自己都不知道的话语。 但所有人都没有关注这些, 脑海里都在不断浮现这个SSS级。 这就是小师叔。 是药剂公会的小师叔, 也是他们所有人的小师叔。 这一刻, 他们终于见到了小师叔的真正实力。 拥有完全可以碾压其他人的实力。 他们也意识到自己跟小师叔究竟有多大的差距。 那完全就是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 不过随之而来的, 他们的脑海中也不由浮现起一丝疑惑。 仅仅凭借着八级药剂师的水平, 真的可以把一级药剂制作到SSS级吗? 或者说, 八级并不是小师叔真正的等级。 随着这个想法越来越清晰, 众人原本讨论的SSS级话题, 也渐渐变成了小师叔究竟有多强。 不过, 众人对于这个神秘的小师叔了解的实在是太少了。 虽然他们吵得是面红耳赤, 但最终也没有分析出个统一的结果。 不过众人唯一都认同的就是, 小师叔绝对不是八级药剂师。 而在星空网中, 见到自己的评分终于结束, 张晨也退出了比试房间, 看着自己的等级已经变成了13级以后, 嘴角不由地浮现起一丝笑意。 如果依照现在的升级速度来看, 自己很快就能到达六十级了。 然而, 就在他准备再次开始一场比试之时, 没想到自己的眼前竟然出现了一个系统弹窗, 简单扫视了一眼上面的内容。 张晨发现, 这竟然是药剂师争霸赛的邀请函。 当他看到, 如果能成为第一名, 不仅能获得大量的经验值, 而且还有一千万联邦币以后。 张晨这一刻, 真的心动了。 要是自己能赢, 那他不仅不用一场场的比试, 甚至他以后再也不用为赚钱所发愁了。 这些钱, 不仅可以支持他的日常开销, 还可以用来买功法。 这无疑会大大增强自己的战斗力。 把这些都想完, 张晨决定自己说什么也要尝试一下。 于是毫不犹豫点击了同意。 同意时间, 在星空网员工的办公室中, 看到这个神秘的X先生, 终于同意参加比赛。 在场的所有人都同时松了口气。 虽然他们不只知道, X先生在现实中的身份, 但对方所表现出来的实力, 绝对是一名顶级药剂师。 那可是SSS级评价呀。 当他们看到后台的提示以后, 所有人当时都猛逼了。 甚至还引来很多其他部门的人过来围观。 不过相对于其他的普通员工, 其中一个主管很快就看到了其中的噱头。 如果能让这位隐藏大佬去参加药剂师争霸赛的话, 那绝对会成为最大的黑马。 这可都是关注度, 这可都是热点啊。 但这种神秘的药剂师, 绝对不是他们可以轻易就能请得动的。 所以他生怕对方会拒绝。 不过现在看来, 对方似乎对比赛很有兴趣。 这让他心中的大石头总算是落了底。 随即这名主管擦了一把脑门上的汗, 看着下属问道, 这位大佬的比赛位置排出来了吗? 听到自己上级的话, 那名程序员表情却非常古怪地看了主管一眼。 在脑子里组织了一下语言, 这才开口说道, 主管, 系统已经自动分配完了, 但结果估计你不太想看到。 这个神秘的X先生对战的是吴寒冰。 听到手下汇报的结果, 那名主管整个人顿时就猛逼了。 我去你妹的, 这特么什么破系统, 居然开局就是王对王? 第04三章, 你直接认输吧。 而在药剂师争霸赛的现场, 看着自己周围满是观众的巨大会场和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张晨的表情倒是有些意外。 没想到, 自己同意邀请以后, 竟然会直接出现在这里。 正当他一脸好奇地不断打量着周围, 突然就看到会场中央, 聚光灯开始不断闪烁。 突兀间出现了一名手拿话筒的主持人, 随即就听这人用富有磁性的嗓音喊道。 各位观众们好, 现在您看到的是我们星空王所举办的第13届药剂师争霸赛。 而我的手里, 拿的就是即将进行第一场比赛的名单。 让我们看看对战双方都是谁。 天哪, 没想到第一个出场的竟然是他。 我是冰山对战X先生。 我已经听到了现场的观众们在欢呼了。 看来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我是冰山的真正身份。 没错, 他就是吴寒冰。 目前整个药剂师界, 最年轻的八级药剂师。 被无数舔狗, 呃, 无数有为青年称之为冰山女神的吴寒冰。 他目前的战绩是876胜, 三负。 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 吴寒冰的三次负成绩, 都是挑战九级药剂师才失败的。 真可谓是同级之下无敌手。 而他的老师更是一位十级药剂师。 在主持人说完, 镜头很快转向了第一排的观众席。 众人的视线里, 也出现了一名长相美丽动人的少傅。 但少傅明显不太适应被人围观。 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算是跟观众们打了招呼。 随即, 众人就听见主持人再次说道。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冰山女神的对手, 这位可怜了X先生。 不得不说, 这位选手的运气实在是不怎么好。 估计这位X先生也没有想到, 自己才刚刚进入大赛就要挥泪离开。 虽然他只是一个过客, 但我还是要介绍一下他的信息。 哦, 这位X先生, 目前的胜率竟然有百分之百。 听到主持人的话, 在场的观众们神色都稍显意外。 虽然他们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位选手的名号, 但或许对方的实力并没有他们想象中那么弱。 说不定, 还真能给大家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然而就在这时, 他们就听到主持人调侃道。 我想, 此刻大家一定会以为这位X先生的实力很强。 但事实上, 他的等级才不过13节。 虽然胜率是百分百, 但他只是比试过一场而已。 究竟是谁给了这位X先生敢于来参赛的勇气? 随着主持人的话音刚落, 会场上顿时传来观众们的哄堂大笑。 哪怕众人知道, 这样并不好, 并且心里面也很同情这位X先生。 但这小子也太倒霉了吧。 他们实在是忍不住笑意。 本来实力菜点也不算什么。 要是遇到另一个菜机, 说不定还能赢。 但这是什么狗屎乐? 刚进比赛就遇到了一个神一般的对手。 那可是整个药剂世界年轻一代最顶级的吴寒冰啊。 这不就直接凉透了吗? 还比试个什么呀? 干脆直接投了吧。 而在选手席上的张晨, 听着这位主持人的调侃和其他人的笑声。 他的心里倒是并没有什么波澜。 最近一段时间里, 他受到的嘲讽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要是每次都往心里去, 估计他早就被气死了。 别人想笑, 那就让他们笑好了。 想要让嘲讽的人尊重你, 那就用自己的实力去让对方闭嘴。 用拳头去捍卫自己的尊严。 不过在场的观众们, 也不是所有人都在笑。 最起码, 万兴修他就不敢。 此刻的他, 脸上不仅没有笑容, 甚至还有一点点同情。 心中更是有要吐槽观众们几句的冲动。 自从跟那位神秘的大佬结束比试以后, 万兴修整个人都郁闷得不行。 心中更是受到了上千万的暴击。 无处诉说的他, 正好看见药技师争霸赛开始了。 于是他也买了个门票, 想看看比赛找点乐子, 算是放松一下心情。 结果没想到, 自己竟然又看到了那位X先生。 而且, 这位大佬还参加了比赛。 不过这次他很庆幸, 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观众。 终于不用去面对大佬那种恐怖的碾压。 甚至一想到, 马上就要有几十万观众, 即将承受跟他一样的心灵暴击。 此刻的万兴修, 心中不仅没有了丝毫郁闷, 反而整个人都感觉浑身舒爽。 虽然他的心中也知道吴寒冰的实力很强, 但那位X先生, 他吞磨得就不是个人, 简直是个怪物。 所以, 哪怕他其实并不清楚这位大佬的真正实力, 但万兴修的心里就是有种莫名的感觉。 这位大佬一定能赢, 所以他才会用同情的眼神看着现场的观众。 你们现在开心地笑吧, 就是不知道被这位X先生摁在地上, 啪啪打脸的时候, 你们这些人还能不能笑得出来? 就在万兴修这边心中暗爽, 等着看戏之时, 随着主持人的暴墓结束, 比赛也进入到了准备阶段。 张晨和吴寒冰两人, 也出现在了会场中央的比赛擂台上。 看着自己面前的这个X先生, 吴寒冰那冷若冰霜的脸上, 没有丝毫的表情。 眼神中也是一种漠视, 虽然没有看不起对方的意思, 但跟这种刚出壳的菜籍比试, 他实在是提不起丝毫的兴趣。 甚至对他来说, 这种比试都是在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毕竟他可是要拿全场第一的。 接下来还会有好几场比赛, 即将面对的对手, 实力也只会越来越强。 要是对方能主动认输的话, 这无疑是个皆大欢喜的选择。 不仅自己可以保存精力, 同时也算是给对方一个台阶, 让对方保留一点颜面。 想到了这里, 吴寒冰终于开口说道, 你直接认输吧。 而对面的张晨, 听到这个吴寒冰竟然对自己说这个, 脸上的表情就是疑愣, 看来对方似乎对自己的实力很有信心啊。 于是张晨也来了兴趣, 他倒是真的很想看看八级药剂师是个什么水平, 便微笑地看着吴寒冰回绝道, 不好意思, 我想赢。 第零四四章, 我是X先生的粉丝, 听到眼前的这位X先生不但不认输, 竟然还想着赢自己。 吴寒冰的柳梅不仅微微骤气, 心里也有些不快, 但他也没有多说什么, 自己只是给对方提供一个建议而已。 既然对方不肯罢休, 那他也不会留守, 最多是浪费一些时间, 把对方给清理出去, 也就是了。 相比于没有把张晨当一回事的吴寒冰, 此时, 现场中的观众们却都被张晨的话给震惊到了, 他们本以为这位X先生会趁此机会顺泼下驴, 结果没想到他竟然拒绝了, 而且还说自己想赢, 这特么是从奶冒出来的一个活宝, 就你一个13级的新人, 竟然还敢胯下海口, 要赢吴寒冰? 你这是喝了多少假酒, 能醉成这样? 怕不是这个X先生, 是故意借着这个机会, 哗众取宠吧。 顿时整个现场到处都是不屑的嘘声和各种耻笑声, 而那些没能进现场的死忠粉, 此时更是对着屏幕在破口大骂。 奶来的一个傻叉, 竟然敢利用自己的女神, 来为自己获得名气。 今天我们就让你知道一下, 什么叫做身败名裂? 顿时吴寒冰无数的死忠粉, 很快就联合了起来。 在网络上疯狂抨击X先生的无耻行径, 同时还编造了各种谎言来往X先生身上泼脏水。 而这次事件, 由于参与的人数太多, 所以很快就上了热搜。 X先生竟然就这样被人骂着出名了? 这样猎奇的事情, 自然又引起了连锁反应。 很多原本对药剂师比赛不感兴趣的人, 也带着好奇, 开始观看起了比赛直播。 一时间来围观的人呈几何式的上涨。 而在星空网的办公室中, 那名主管看着一路狂飙的收视率, 整个人都差点笑成一个傻子。 哪怕他心中已经知道X先生会给他带来惊喜, 但也没想过, 竟然会成为一个爆炸热点。 而且, 这还是他没有抛出底牌的情况下。 如果自己把X先生所获得的成就给抛出去后, 估计自己比赛直播的收视率还能来个翻呗。 你们骂吧。 等到X先生真正出手的时候, 到时候你们都会傻眼。 然而就在这位主管做着美梦的之时, 没想到自己的下属却突然说道, 主管, 大事不好了, X先生获得SSS评价的事情被人给曝光了。 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噩吼, 这位主管顿时清醒了过来。 正所谓断人钱财, 如杀人父母。 哪怕是平时涵养不错的主管, 此刻也忍不住心中的愤慨, 破口大骂道。 是那个蠢货把消息泄露出去的。 眼看没有人承认, 主管刚要去派人去查。 没想到这时就听一个员工说道, 不是咱们的人, 而是那个叫万兴修的玩家。 同一时刻, 在网络上, 万兴修感觉自己的血液都在燃烧。 好久没有参与如此大规模的骂战了。 自从他发现网络上有人辱骂X先生以后, 万兴修就开始组织自己的粉丝, 准备跟对方兑现。 身为一名靠耍嘴皮子吃饭的主播, 他在对线中可谓是以一当千, 从来就没有输过。 骂的对方是丢盔弃甲, 仓皇而逃。 不过他们的人数还是太少。 虽然在技术上占优势, 但整体上却只能处于防守的状态。 至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很简单, 如今他已经成为了X先生的头号粉丝。 而看过大佬制作药剂直播的人, 现在也都是X先生的粉丝。 而X先生获得SSS级评价的事情, 也是他说出去的。 虽然很想看这些人被大佬疯狂抽脸, 但他也不能就这样看着自己的偶像, 被人随意造谣和辱骂。 无奈之下, 他只能把这个事情提前给说了出去。 本来那些吴寒冰的死忠粉丝不相信的, 甚至耻笑他们, 还敢往自己脸上贴金。 但事实就是事实, 随着对方终于有人进入到星空网的名人堂, 并真的在成就栏看到X先生的名字后, 吴寒冰的那些舔狗们顿时都猛逼了。 虽然嘴里说着SSS级评价, 也不能证明什么。 他们相信自己的女神一定会获得最终的胜利的话。 但那原本强悍的气势顿时就弱了不少。 只要不是个傻子, 没有人不知道SSS级评价意味着什么。 那是整个药剂世界。 第二个能被星空网系统认可的强大存在。 而这个人就是他的偶像X先生。 就在网络上, 吴寒冰的死忠粉们开始招架不住的时候。 此时站在会场边上的主持人, 也终于得到了消息。 在确认过这个事情是真的。 主持人愣住几秒钟以后, 再次拿起话筒, 对着观众们激动地喊道。 刚刚我接到了一个非常震撼的消息。 我想, 大家一定会非常感兴趣。 在我们两位参赛选手中, 竟然有一位刚刚获得了SSS级评价。 随着主持人刚刚说完, 顿时整个现场几十万观众的眼睛都聚焦在了吴寒冰身上。 无数死忠粉更是发出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尖叫声。 眼睛里也满是崇拜的小星星。 一定是他们的女神。 一定是吴寒冰。 然而, 站在会场中央的吴寒冰, 此刻却是一脸的错愕。 他可是从来没有获得过SSS级评价的。 甚至自己最好的成绩也不过是SS级。 但如果不是自己的话, 那就只能是对面这个X先生。 难怪对方敢说要赢自己。 原来他一直在这里扮猪吃老虎。 想到了这里, 吴寒冰看着对面擒着笑意的张尘。 眼神瞬间锐利起来。 虽然你的实力不弱, 但我的实力却比你想象中的更强。 别人都以为自己是个八级药剂师。 但其实, 他早已经踏入了九级的门槛。 是个弱九级的存在。 想要赢我? 那就让我看看, 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而在旁边的主持人, 看见自己已经掉足了众人的胃口。 于是他也不再卖关子,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摇了摇头说道。 我知道, 你们想听什么。 但很遗憾地告诉你们, 获得SSS级评价人并不是吴寒冰女士。 而是他旁边的X先生。 听到这个猝不及防的消息, 还在疯狂呐喊的死忠粉门, 顿时像是被人卡住脖子的鸭子。 瞬间失去了所有声音, 整个现场也骤然间变得寂静, 所有人都同时倒吸了口凉气。 第零四五章, 你不弱, 但我比你更强。 此刻, 众人都感觉自己的脑子有点不够用了。 甚至很多观众都不自觉地从座位上站起身, 目光中满是匪夷所思。 这怎么可能? 获得SSS级评价的人居然不是吴寒冰, 而是他旁边的X先生。 这位被他们所有人都小看的人, 竟然也是一名顶级的药剂师。 这该不会是哪个大佬无聊, 开的小号吧? 原本众人都以为是一边倒的局势, 如今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数。 顿时无数观众都是精神一震, 等着看一场龙争虎斗的比赛。 同时纷纷跟自己身边的人在窃窃私欲, 猜测着两位顶级药剂师之间, 谁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而在会场中央的两人, 随着比赛倒计时终于归零, 瞬间同时有了动作, 速度快的几乎化为了道道残疑。 但相比于观众们所熟知的吴寒冰, 很多人反而把自己的注意力都放在了X先生身上。 其中就有吴寒冰的师傅, 那位美丽的少傅。 毕竟这位X先生实在太过神秘了, 很难不对其产生期待。 他想看看, 这个获得SSS级评价的人究竟有多厉害? 很快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个人在制药速度上就渐渐拉开了差距。 而落后的一方正是备受瞩目的X先生。 看到了这里, 很多观众原本有些期待的目光, 渐渐变得暗淡。 虽然众人心里也清楚, X先生的迎面其实并不大。 毕竟吴寒冰可是公认的最有天赋的新人。 但真正看到这一幕, 众人的心中还是免不了有些失望。 果然还是差点意思啊。 平心而论, 这位X先生的速度虽然比不上吴寒冰, 至少也有七级药剂师的水平了。 也能算得上天才一般的人物。 但历史却只会铭记第一名, 没有人会理会第二名是谁。 跟这些真的在看比赛的普通的观众们不同。 此刻在人群中吴寒冰的死忠粉们, 看到如今的形势一片大好。 原本弱下去的气场, 瞬间又攀升到了顶峰。 各种狂妄的留言, 更是遍布在整个网络。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佬呢? 结果就这啊, 获得SSS级评价又怎么样? 还不是被我女神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就这种垃圾实力, 也敢出来丢人现眼。 啊, 不好意思, 我想赢, 哈哈哈哈, 笑死蝶了。 看着对方在网络上对着X先生一顿输出, 说着各种嘲讽的话。 挨过毒打的万星修, 心中却很是淡定。 哼哼, 这就以为自己赢定了? 你们也太天真了。 我特邀当时可比你们这些人狂多了, 但结果呢? 现在想想都脸疼。 虽然万星修这个头号粉丝没有当一回事, 但X先生其他的粉丝们, 却被这些舔狗们气得不行。 奈何如今的X先生在速度上, 的确是落后于吴寒冰。 他们哪怕想反驳两句,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一个个急得都快成热锅上的蚂蚁了。 恨不得能亲自上台, 去给X先生配置药剂, 把速度给提上去。 相对于这些粉丝们, 此时的章程却并不是很急。 甚至还有闲心不断打量吴寒冰的制药过程。 之所以他的速度会慢于对方。 一方面是他在吸收自己脑海中储存的知识。 另一方面, 他也想看看自己在制药方面, 究竟是个什么水平。 毕竟到现在为止, 他对于自己的实力还都是一头雾水。 不过在观察了一会儿吴寒冰的制作过程以后, 张晨发现自己的实力似乎要在吴寒冰之上。 而吴寒冰是一名八级药剂师。 那岂不是说自己很可能是九级的水平, 或者更高? 如今心中稍微有点数的张晨, 正好脑海中的相关知识也吸收完毕。 于是也不在三心二意, 终于开始渐渐加快了自己的速度。 仅仅是片刻功夫。 不仅把开始的差距弥补上, 甚至反而有反超吴寒冰的架势。 看到X先生竟然还隐藏着实力。 众人的脸上的表情顿时都是一愣, 继而变得激动了起来。 而X先生的一众粉丝们, 也都是面露惊喜。 哪怕是万兴修这个头号粉丝, 也终于双目放光。 我就知道, X先生一定是在藏桌。 这可是那位大佬一贯的恶趣味啊。 准备在网络上对那帮死忠粉发起反击的时候。 没想到此时的吴寒冰竟然再次开始了提速。 看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不仅是那些观众们震惊了。 就连对X先生充满着信心的万兴修。 表情都是为之一致, 整个人僵在了那里。 随即一个可怕的念头迅速出现。 吴寒冰竟然也隐藏了实力。 他根本就不是八级药剂师, 最少也是弱九级。 那岂不是说X先生输定了? 我特么的, 原来大佬都有这种嗜好。 相比于思绪纷飞的万兴修, 此时在会场边上的主持人, 脑子的反应速度就要快很多。 在众人还没有从刚才那一幕中回过神。 他已经拿起话筒, 唾沫横飞的大吼道。 我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什么? 新的记录诞生了。 吴寒冰他竟然已经跨过了八级的门槛, 到达了九级。 历史上最年轻的九级药剂师, 听到主持人已经猜到了自己的真正实力。 此刻哪怕是冷若冰霜的吴寒冰, 此刻嘴角也不禁微微上扬。 尤其是看着自己旁边这位X先生那有些意外的眼神。 他的心中更是有点小小的得意。 毕竟他可是刚刚刷新了整个药剂师的记录, 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这位X先生虽然实力也很强, 但自己终究还是赢了。 自从他听到这位X先生竟然获得SSS级评价以后, 就非常重视对方。 哪怕对方开始在速度上一直落后于自己, 他也没有放松过警惕。 这个能获得SSS级的人怎么可能就只有这点水平? 而对方也果然不出他所料, 还真的隐藏了实力。 但你以为只有你会给自己留底牌吗? 我同样也有。 弱九级就是我的王炸。 你虽然不弱, 但我却比你更强。 然而就在吴寒冰心中还没有窃喜多久, 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再次出现。 随着吴寒冰第二次提速, 那位X先生竟然也陡然间加快了速度, 甚至比吴寒冰的极限速度还要翻了一倍。 看到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吴寒冰的瞳孔突然开始剧烈收缩。 原本的得意瞬间就被震撼和惊慌所取代。 他竟然比我的速度更快。 我可是弱九级啊。 难道对方已经是一名真正的九级药剂师了? 第046章 药剂师剑即将变天。 就在吴寒冰心中掀起滔天巨浪, 瞠目结舌地看着张臣之时。 旁边的那名主持人也同样被X先生那如同狂风暴雨般的速度所震惊。 眼神中都是一片骇然和难以置信。 甚至原本流利的言辞也在这一刻变得结结巴巴。 天哪! X先生居然也跟着提速了。 他竟然也是一名九级药剂师。 不敢想象,我能有幸看到两名九级药剂师的强强对决。 虽然这名主持人不断在耳边喋喋不休,但此刻已经没有人在意他说些什么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锁定在张臣的身上。 现在只要不是瞎子,都能看得出来,这位X先生所展现出来的实力有多强。 在制药速度上更是能碾压吴寒冰的存在。 紧接着,一个问题就涌进众人的脑海中。 这位神秘的X先生究竟是谁? 他为何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自己以前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药剂师界里有这样一位厉害的人物。 就在所有人都在心中猜测着张臣身份时。 一个让他们都始料未及的场景,再次震撼了所有人的认知。 站在会场中央的X先生,哪怕已经在速度上碾压了第一天焦。 但他似乎对自己的速度还不满意。 在众人那呆若目击的眼神中,他竟然两只手同时做着不同的事情。 各种材料更是在他的手中不断纷飞。 仅仅是一瞬间,X先生的制药速度竟然再次翻倍。 顿时,不管是在现场的观众还是在屏幕前的观众, 所有人的脑海中都浮现出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念头。 这位X先生,他在一心二用。 虽然这个事情听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甚至很多人也能一边听歌一边工作。 但这在药剂师职业里,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要知道,在制作药剂的过程中, 不仅需要大量计算各种数学公式得出所有材料的详细配比, 而且还要记住各种先后顺序和投放时间。 这种难度之大,别说一心二用了。 就连一心一意的制作也会出现各种问题。 但现在,这种几乎不可能有人做到的事情, 竟然就这样出现在自己的眼前。 把无数药剂失望而却步的事情, 变得如此随心所欲。 顿时,整个现场瞬间充斥着一股狂热的气氛。 无数人豁然从座位上站起身, 完全不顾形象地对着张臣在疯狂喝彩。 似乎是只有这样,才能安抚自己那颗狂挑不止的心脏。 还有那对X先生无尽的崇拜。 此时此刻,全场都在欢呼。 此时此刻,全场沸腾。 那震耳欲聋的声浪,更是弥漫在每一个角落,震得所有人耳膜疼。 但现在已经没有人在意这些。 甚至,就连吴寒冰的师父。 那位原本淡然的少傅,此刻也被众人裹挟着从座位上站起身。 看着自己眼前如此疯狂的一幕。 这位美丽的少傅,突然发现自己竟然是如此的熟悉。 当年也有个人会一心而用,能让所有人为他欢呼。 随即少傅看向X先生的目光,瞬间变得错愕和不可置信。 心中更是猜到了什么。 想到了这里,这名少傅精致的脸上,终于忍不住露出一丝苦笑。 随即深深叹了口气。 喃喃自语地说道。 看来整个药剂世界,又要变天了。 同一时间,在一间屋内。 几个老头子看着屏幕里的张晨,嘴角也都露着苦笑。 不仅那名少傅猜到了X先生的身份。 他们几个老不死的药剂师,也同样猜到了X先生的身份。 毕竟,作为仅存的几位十级药剂师。 他们当年也是被一个人,像今天这样,毫无颜面地碾压过。 而那个人,更是在此后的岁月里。 如同一团飘在天空上,永远也不会散去的乌云。 一直笼罩了他们的一生。 更是成为了无数天骄药剂师,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本来他们都以为到自己这里也就结束了。 他们的弟子也不用再承受这种痛苦的折磨。 没想到,现在竟然又冒出来一个X先生。 你个老匹夫。 真是连最后一点希望都不给我们留啊。 相比于这些已经猜到张晨身份的老牌药剂师。 此刻,站在会场中央的吴寒冰,感觉自己的血液都仿佛被冻住。 身上更是刺骨的冰冷。 心中的那份骄傲也被眼前这位X先生冲击的粉碎。 心乱如麻的他,甚至下意识地向着自己师父的方向望去。 向着受到委屈的小孩,希望能得到长辈们的安慰和帮助。 结果,他却发现自己的师父也并不比自己好多少。 看到这一幕,吴寒冰知道自己连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没有了。 他的心更是陷入到了无尽的绝望。 这个X先生为什么会比他强上这么多? 他明明已经是九级药剂师了。 虽然手里依旧靠着本能,把这份药剂给制作完成, 但他的脑子里却乱成一片。 就在这时,现场观众们突然再次传来阵阵惊呼声。 吴寒冰也默然地将自己的目光向着X先生的方向看去。 随即就见到X先生身上不断闪现出三个S。 他竟然又获得了一次SSS级的评价。 他竟然连药剂品质都是如此的完美。 带着嘴角的苦笑,此刻的吴寒冰心里面只有一个疑问。 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啊? 眼看自己的女神,如今竟然真的掉了比赛。 他的那些死忠粉们,此时一个个都变成了缩头乌龟, 躲在人群里不敢出声。 甚至有些比较精明的人,已经快速登陆自己的账号, 开始疯狂地删除着自己的评论。 生怕被人发现,他们刚刚嚣张的嘴脸,叫他们重新做人。 不过,很快这些脑残粉们,就发现由于刚才自己骂得太爽了, 发的评论有点多。 以至于一时半会儿,扇都扇不完。 顿时一个个急得满头大汗,心肝都在颤抖。 而听到会场周围那山呼海啸般欢呼声, 张晨的心里倒是也没有多高兴, 甚至脸上的表情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跟成为一名强大的觉醒者相比较, 成为一名顶尖的药剂师并不是他的梦想。 所以,见到这场比赛已经尘埃落定。 张晨也就准备回到选手席好好休息一下, 等待着接下来的挑战。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谁也没想到吴寒冰的师傅却走到会场中央。 抢过主持人的话筒,眼睛盯着张晨问道, 王嘉玲是你什么人? 第零四七章,突然发现自己就很强了。 突然听到这个十分陌生的名字。 此刻,会场周围的观众们, 脸上的表情都是一片茫然。 王嘉玲?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啊。 这人他是谁啊? 跟这位神秘的X先生有什么关系吗? 竟然能值得一位十级药剂大师, 亲自跑过来上台询问。 当然,现场的人也不都是一无所知。 有些人虽然开始也猛逼了几秒钟的时间, 但随即,他们就很快意识到了什么。 再确定了自己心中的猜测, 顿时这些人的表情不断变换。 极其精彩。 一个个震惊地, 差点没把眼珠子给瞪出来。 卧槽!卧槽! 不会吧? 这位X先生竟然跟饮食多年的药王有所关联。 这位X先生该不会是药王的私生子吧? 但这年龄也对不上。 难道是药王的私生孙? 简直是吃了一个大瓜。 终于有一个已经反应过来的人, 看着自己周围还是一脸猛逼的众人。 豁然间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脸红脖子粗地吼道。 你们都傻了呀! 那是要王啊! 王嘉玲,他就是要王啊! 随着这人的话音刚落, 瞬间全场震惊。 所有人都因为这句话中的信息量, 而震撼得如同木桩。 几十万人的现场, 竟然的短短几秒钟内, 迅速安静了下来。 但这种安静, 就仿佛是暴风雨即将到来前的短暂宁静。 仅仅在片刻时间后, 整个现场再次掀起了滔天巨浪。 整个现场变得格外喧嚣。 他们早该想到了, X先生有如此厉害的制药实力, 必定是有大能细心的教导, 才能获得今天这样备受瞩目的成就。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 顿时所有人都把目光, 紧紧锁定在了张晨身上。 此刻的他们, 都在盼望着X先生, 能给大家一个确切的答案。 迎着那一道道期待的眼睛, 张晨却沉默不语, 而在心中不断衡量利弊得失, 确定自己的身份, 哪怕被曝光, 也不会对自己的生活造成影响。 这才放下心来, 毕竟其他人估计已经猜到了他的身份, 现在也没有隐瞒的必要。 况且, 所有人也只是知道X先生跟药王的关系, 依旧不了解自己真正的身份。 于是, 张晨等到整个会场都安静下来, 这才开口回答道, 他是我师父。 虽然张晨的回答很简短, 但这句话却仿佛重若千金, 而如今终于印证了自己心中的猜测。 那名少夫的表情也变得有几分释然。 只是深深地看了旁边一眼自己的徒弟, 见到吴寒冰整个人都浑游天外, 浑浑噩噩, 不由地长叹了口气, 也没有再多言, 便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估计今天的遭遇, 已经能让他懂得什么是谦卑, 也足够让他清醒。 知道什么叫做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了。 虽然那个少夫走了, 但此时在会场周围的观众们, 一个个却是激动不已。 这可是药王的徒弟啊。 自从药王引试不出以后, 已经好多年没有见到过药王的徒弟, 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 如今在外闯荡的, 也不过都是药王的徒子徒孙们。 但现在, 他们竟然真的遇见了。 而且, 实力还强悍无比。 不过以前怎么都没有听说过, 药王还有这么一位徒弟呢? 这该不会是药王的关门弟子吧? 想到了这里, 无数药剂师看张晨的眼神中, 都充满着羡慕极度狠。 这位X先生的运气, 也太特么好了。 运气有多逆天, 才能获得药王的青睐。 要是自己也有这样的运气, 被药王所看重的话。 那此刻站在这里, 被无数人欢呼崇拜的人, 可就是自己了。 唉。 虽然自己也是一匹千里居, 可奈何却没有机会, 被伯乐门慧眼识珠, 受到赏识啊。 真是天道不公, 埋没英才。 凭什么他可以, 我却不行。 顿时很多药剂师羡慕得, 牙齿都快酸掉了, 更是感觉自己心里堵得慌。 一个个恨不得把张晨取而代之, 自己好称为药王的弟子。 而在会场中央的吴寒冰, 好不容易从刚刚的震惊中回过神。 随即就看到周围, 那些药剂师们对命运探完的表情。 顿时嘴角不经意地, 浮现出一丝鄙夷和轻面。 这些人该不会都以为, 对方实力如此强大, 是因为有个好师父吧? 只有他心里最清楚, 眼前这个男人, 实力有多么可怕。 这绝对不是靠着师父的细心教导, 就能成长到这种地步的。 尤其是随着实力逐步提升后, 师父的重要性反而会不断减少。 甚至到他这个层次, 已经完全是处于放养状态。 最多也就是资源上面的扶持。 在药剂师这条路上, 越到最后, 拼得越是天赋和努力。 虽然药王自己的实力很厉害, 但他教徒弟的本事却没有多高。 前两个弟子到现在, 也没有多大出现。 最能拿的出手弟子, 实力也不过仅仅是九级药剂师。 跟自己是一个层次而已。 但如今, 这位X先生, 可是用完全碾压的姿态, 赢了自己。 此刻的吴寒冰, 真的非常想要知道。 这个家伙, 他究竟是什么等级的药剂师? 带着心中的疑惑, 吴寒冰看着张晨的眼睛, 终于问出了他问题。 你究竟是几级药剂师? 还有药王可教不出来你这样的实力。 你是如何做到的? 听到了王寒冰的话, 原本对张晨, 还有些嫉妒的药剂师们。 顿时目光一宁, 随即他们也想到了这个问题。 那样, 那药王其他的两个徒弟, 早就应该到实力逆天了, 也不会只是九级而已。 这完全就经不起推敲。 那问题就来了。 这位X先生, 都是一个师傅教的, 他凭什么强出这么多? 他有没有可能是个实际药剂师? 顿时所有人的目光, 再次汇聚在张晨身上。 而刚想离开的张晨, 听到吴寒冰的问题, 整个人也是一愣。 沉思两久, 他也没有对比出什么结果。 毕竟他目前遇到的最强对手, 也不过是九级的吴寒冰而已。 随即便摇了摇头, 老实地回答道,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几级药剂师, 目前我还没有输过。 至于实力方面, 我也给不了建议, 就突然发现自己就很强了。 虽然张晨只有简简单单两句话, 但众人却感觉自己 仿佛受到了千万点暴击。 我没有输过, 突然发现自己就很强了。 我尼玛, 这也太气人了吧。 第零四八章 精英训练婴。 要是其他人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说出这种狂妄的话, 他们一定会把对方打的妈都认不出来。 但这句话从X先生口中说出来, 众人却没有感到丝毫为何。 哪怕对方简直是其他药剂师们, 如无误。 因为X先生的实力真的太强悍了, 让所有人都说不出任何质疑的话。 毕竟谁要是不服气, 完全可以亲自上台比试比试。 看看能在对方那强大的碾压下, 坚持几分钟认输。 然而就在众人为X先生究竟有多强争论不休之时, 主持人却鸡贼地跑到了那名少傅面前, 把话筒递到对方的嘴边说道, 现在观众们都在争论X先生的实力。 不知道身为实际药剂师的您, 有什么猜测和看法吗? 见到有大佬被迫出来发言。 众人终于停止了争吵, 目光都看向这名少傅。 但没想到, 少傅却苦笑了一下, 随即回答道, 如果我跟他比试的话, 输的人可能是我。 虽然少傅说得很委婉, 只是暗示自己可能会输, 但众人还是明白过来其中的含义。 顿时一个个都被震惊的目瞪口呆, 瞠目结舌。 要知道对方可是一名十级药剂师啊。 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 已经是站在巅峰的存在。 他的实力是很多人做梦都不敢想象的。 然而, 现在他却认为自己可能会输。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X先生, 很可能根本就不是他们所猜测的十级, 而是十一级。 一个如此年轻的十一级药剂师, 这简直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而旁边的吴寒冰, 听到自己师父的回答。 美眸中也是难以置信, 没想到自己的师父, 竟然也不如对方。 此刻的他, 终于死了要赶超X先生的心。 这已经不是可以用努力就能弥补的差距了。 完全就是一道天欠, 是他一辈子也跨不过去的鸿沟。 看着张成那渐渐淡去的身影。 此刻的吴寒冰, 终于明白自己师父当年的感受。 这一刻, X先生将会是他永远也解不开的心结。 随着第一场比赛逐渐落幕, 很快后面的选手也开始陆续登场。 但众人的思绪却显然不在这些人上面, 以至于连欢呼和鼓掌的人都没有几个。 现在所有人都还没有从刚刚的震惊中回过神。 甚至感觉那场比赛, 是自己这辈子看过的最精彩的比赛。 而以万兴修为代表的一众粉丝们, 更是开心的合不拢嘴。 此时的他, 很想对身边的人吼一句。 我就想问问, 那些曾经质疑过X先生的诸位, 如今脸肿了没有? 还有那个不服气? 现在的他们, 心里简直舒爽的浑身都在颤抖。 你们这些死忠粉在辱骂 X先生是个小垃圾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自己这么快就被大佬给打脸了? 看着坐在那里表情淡然的X先生, 万兴修心中更是佩服的无以复加。 获得如此大的成就, 如今竟还能面不改色。 果真不愧是我的偶像。 而在选手席的张晨, 却并不知道万兴修对自己的崇拜。 此时的他, 正思索着自己接下来的打算。 如果不出现太大的意外, 自己应该可以成为比赛第一。 不仅能获得大量经验值, 而且还有一千万联邦币的奖励。 等自己把龙血沸腾药剂制作好以后, 也该静下心来, 好好提升自己的实力了。 毕竟在过几天的时间, 就该到精英训练营选拔的时候, 自己可是还有跟王凯的一场比斗。 当然, 凭借他如今的实力, 估计王凯也不是自己的对手。 但凡事就怕意外。 很难保证对方在输了以后, 不会狗急跳墙, 用出什么阴招。 自己一定要先准备好底牌才行。 最重要的是, 自己要确保能获得精英训练营的名额。 据说, 只要能从精英训练营里走出来的人, 实力都会得到巨大的提升。 甚至有些顶尖的学员, 还能获得保送四大学员的资格。 而且, 那里还有联邦最先进的训练仪器 和各种资源的扶持。 这些都无疑会大大增强自己, 让自己在这个满是益寿的世界, 多一些生还几率。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 他也非去不可。 就在张晨想着自己未来的计划。 忽然他就听到会场中, 传来一阵喝彩声。 很快, 一个青年药剂师就出现在了会场中央。 不断跟周围的人频频招手。 而主持人也在跟众人介绍着这人的信息。 李浩, 一名七级药剂师, 实力可谓是十分强大。 现在让我们看看李浩即将面对的对手是谁。 说着, 主持人看了看自己手里的名单, 嘴角不禁露出一丝古怪的笑容。 即将跟李浩对战的是X先生。 随着主持人话音刚落, 顿时会场所有人都起身疯狂地欢呼。 然而就在张晨准备继续上台的时候。 没想到李浩原本得意的神色却骤然巨变。 连停留都不带停留的, 扭头就往台下走。 同时, 嘴里还不断喊道, 我认说, 我认说。 这让刚刚站起来的张晨, 顿时就僵在了原地。 现场也发出一阵善意的笑声。 而这次的比赛, 也在其他选手一次又一次的主动认输后, 渐渐落幕。 张晨也从游戏舱里醒来, 回到了现实世界。 在制作完自己的药剂后, 返回到了家中。 就在张晨美美地躺在床上, 进入梦乡的时候。 整个网络上, 跟X先生有关的消息, 却呈现爆炸式的增长。 甚至他一个人就包揽前三个热点话题。 不管是论坛还是博客, 或是是聊天群, 到处都能看见X先生这个字眼。 毫无意外, X先生在一夜之间火遍了整个网络。 随之而来的, 就是各大药剂商和药剂研究机构 纷纷抛出来的橄榄枝。 甚至数量之多, 让张晨的私信里直接多出一个999架。 当然, 这里面也不全都是邀请函。 还有一些想要靠X先生火搏的名气的挑战书。 不过这些事情张晨都不知道, 在自家别墅中的王凯也同样不知道。 此刻王凯看着自己刚刚完成的 一篇感人肺腑的邀请函, 眼睛里都在放着光。 再次打量了一遍, 感觉没有问题以后, 王凯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于是, 也把这封邀请函发到了X先生的邮箱里。 第049章, 反常必有邀。 虽然他的心中也知道, 想把X先生邀请进自家企业的希望并不大。 但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 相比于其他跟X先生毫无关联的药剂生产商来说, 他们家多少还能跟这位大人物粘得上边。 X先生是药王的徒弟, 那就是会长的小师叔。 而自己的外公是药剂工会的副会长, 跟会长是平辈关系。 由此可以得出, 这位X先生就是自己的师叔祖。 虽然关系比较远, 但也不是别人可以比的。 如果自己真的能成功邀请到这位大人物来他家作证, 那他王凯在家族的地位。 岂不是节节攀升, 原地起飞? 到时候, 自己一定要让总是骂他不争气的老子好好看看。 你儿子可比你强, 更是一名合格的家族继承人。 就在王凯心中幻想着。 他老子一边给自己端茶道水, 一边夸他我儿乃麒麟之时。 没想到房间的门突然从外面被人给推开。 随即就见到王洪涛面无表情地走了进来。 顿时, 王凯下的浑身一个机灵, 所有幻想瞬间变成泡影。 赶紧从沙发上窜了起来, 低头大脑地站在旁边。 看到自己儿子这副熊样。 王洪涛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眼睛里都是难以言喻的失望。 我王洪涛在商场沉浮二十载。 虽算不上人杰, 但好歹也是一位肖熊般的人物。 怎么就生出一个这么不争气的玩意儿? 要不是两人长得实在是太像, 他都怀疑这小子是不是他亲生的。 喝了一口仆人递过来的茶水。 王洪涛看着瑟瑟发抖的王凯, 美好气地冷哼一声问道。 最近这几天, 你又跑哪去浪了? 要是实力退步了, 小心我打断你的狗腿。 虽然心中很想吐槽, 从遗传学角度来讲, 你这是在骂自己。 但王凯他可没有这个胆子说出来。 而且自己的老爸, 正好还问到自己最得意的地方。 顿时王凯就来了精神。 腰板也比以前值了不少, 用快夸我的表情说道。 爸, 我现在已经是一级觉醒者了。 听到自己儿子的话, 王洪涛刚喝进嘴里的茶水, 一口气全喷了出来。 眼睛里也都是猛逼和茫然, 看着自己老子这副惊吓过度的模样。 虽然被茶水喷了一声, 但王凯却丝毫不在意。 此刻的他, 看着自己老子那一脸震惊的表情, 心里面别提多爽了。 没想到吧, 你儿子我, 年仅18岁, 就已经是一名觉醒者了。 是不是完全不敢想象? 是不是要夸我牛逼? 而对面的王洪涛, 看着在自己面前嘚瑟的王凯。 现在他是真的梦了。 甚至脑子都处于当机状态, 整个人也愣在了那里。 但王洪涛却不是震惊, 而是被这兔崽子给气的。 都说只子莫若父。 自己儿子什么德行, 他还能不知道。 虽然修炼天赋也还凑合, 在各种药剂的辅助下, 勉强能算是优秀。 但也不可能一下子进步这么多。 这才几天时间, 前几天战力值才不过刚刚破万。 现在直接就成了一名觉醒者。 这种事情, 哪怕是用脚趾投降, 也非常反常。 常言道反常必有妖。 这兔崽子该不会为了提升实力, 吃了什么能激发潜力的药剂吧。 作为药剂商, 他可最清楚, 那些药剂可都是在拔苗助长, 会对潜力造成巨大破坏的。 这兔崽子可真是不知死活。 想到这里, 王洪涛就开始伸手在裤腰上摸索。 而站在一旁的王凯, 看到自己老子, 目光变得越来越不善。 甚至沉默地解开裤带, 将七匹狼抽了出来。 他的脸色就骤然俱变。 卧槽, 刚刚不是还聊得好好的吗? 怎么说翻脸就翻脸? 要是我实力退步了, 你要打我也就算了。 但现在, 我的实力可是提升了啊。 我都是一级觉醒者了。 你怎么还想着打我? 你讲不讲道理? 还有, 哪怕是要打我, 你起码也要告诉我理由啊。 五分钟以后, 刚刚洗完澡的李秀英, 听到自己儿子在房间里鬼哭狼嚎的喊叫。 终于一路飞奔地跑上了楼, 随即就看到已经惨遭暴打的儿子, 趴在地上往门口爬。 看到自己老妈终于赶到, 几乎快没了半条命的王凯, 如同看到了救星一样, 在地上爬得更快了。 看着自己儿子那凄惨的模样, 又看着自己丈夫那阴郁的表情。 李秀英顿时就向着王洪涛扑了过去, 死死抱住丈夫的大腿, 哭诉道, 你怎么又打儿子? 他已经知道错了, 以后再也不敢了。 听到自己老妈的话, 在地上奋力往门口爬的王凯, 整个人都猛逼了, 感觉自己比痘鹅都冤枉。 我特么究竟犯什么错了? 这几天我可是都抛在营养仓里, 连家门都没有出去过好吧。 于是, 王凯不服气地吼道。 我没错。 而刚刚消了点气的王洪涛, 听到这兔崽子不仅不知道悔改。 如今竟然还敢顶嘴, 顿时就是怒从心头起。 原本刚要放下的七匹狼, 又再次举了起来。 眼看自己的儿子又要挨打。 李秀英赶紧死命拦住快要暴走的丈夫吼道。 儿子他又干什么了? 你至于发这么大的火吗? 听到自己的夫人在问自己, 王洪涛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这个兔崽子, 他已经是觉醒者了。 本来王洪涛以为自己的夫人听到以后, 会跟自己一样生气。 结果他却发现, 李秀英的眼神竟然有点躲闪。 顿时王洪涛一下就想明白了一切, 声音冰冷地说道。 这个事你也知道, 是你让他这么干的。 看着自己丈夫那面无表情的脸, 李秀英也不敢在撒泼打滚。 赶紧从地上爬了起来, 解释道。 前几天小凯的外公来了, 听说他在学校里被人欺负。 而你又不管, 当时他可生气了。 于是就给小凯调配了几分药剂。 不过你放心, 副作用不大的。 如今小凯已经是一名觉醒者, 考上重点大学一点问题也没有。 见自己的夫人还在不断跟自己解释。 王洪涛却依旧冷着脸。 他能在商场叱咤风云这么多年, 什么勾心斗角没见过。 李秀英这点小心思, 自然是瞒不过他的眼睛。 于是冷笑一声, 指着王凯说道。 等这小子增强实力, 好去找张灵芳儿子的麻烦。 第零五零章。 极度使人面目全非, 见丈夫已经猜测了他们娘俩的心思。 李秀英也就不装了, 直接选择跟王洪涛摊牌。 没错, 我们就是要好好教训那个小崽子一段。 不就是有个当部长的老子吗? 我娘家人也不是好招惹的。 再说, 要王的徒弟可是露面了, 现在的药剂工会可是有十一级药剂师罩着。 他张灵芳不过一个五级觉醒者而已, 在十一级药剂师面前算个屁。 看着在自己眼前不断强刺夺理的夫人。 王洪涛感觉自己的脑磕汤。 身为药剂制造商, 他岂能不明白自己夫人说的都是事实。 在那位神秘的X先生面前, 张灵芳的确不算什么。 但人家跟你们有毛线关系。 这样一位大人物吃饱了撑的, 会管你们这点颇事。 不过如今自己的岳父都已经出面替他们撑腰。 王洪涛哪怕知道这样做非常不妥, 可他也不好再说什么。 毕竟自己的企业还要仰仗这位副会长, 也不能博了对方面子。 而且自己的儿子再不争气, 那也是他王洪涛的儿子。 自己想要教训可以, 但是被别人教训, 他心里也很不舒服。 随即王洪涛叹了口气, 这才开口说道, 说说你们的计划, 我来完善一下。 见到自己的老子态度终于软了下来, 不再阻止自己的报复行动。 躲在门口看情况的王凯, 顿时大喜过望, 赶紧从地上爬了起来。 忍着浑身的疼痛, 跑到王洪涛身边。 唾沫横飞地把自己的计划, 一五一十地讲述了出来。 直到把所有漏洞都补全, 三人这才就此分别。 看着自己的老子, 阴着脸离去。 王凯感受着那满身的伤痕, 简直是欲哭无泪。 自从他跟张臣结下梁子以后, 仅仅几天时间, 他就惨遭三次毒打。 而且, 一次鼻子狠。 我这是真是倒了血霉了, 都是那个扫把心害的。 把张臣的全家都问候了一遍, 王凯这才感觉心里舒服了不少。 同时, 脑海中又开始畅想着未来的场景。 等到了精英选拔赛的时候, 自己一定要把所有毒打, 都加倍报复回去。 哪怕张臣跪在自己面前叫爸爸, 自己也不会留守。 一定要让对方尝尝, 今天他挨打的滋味。 接下来, 在众人都为自己欢呼之时, 我再亮出觉醒者徽章。 震惊所有人。 想到了这里, 王凯的下巴都快笑得何不拢了。 人也一缺一拐地躺在了床上, 美美地进入了梦乡。 时间如水, 岁月如梭。 第二天清晨, 天刚亮。 张臣就从睡梦中醒来, 随即从抽屉里拿出一瓶浓缩营养药剂, 便开始了一天的训练。 昨天, 他从药剂工会回来以后, 可谓是收获满满, 不仅制作了两份龙血沸腾药剂, 而且还获得了一千万的联邦币奖励。 甚至, 在他临走的时候, 自己的失职还给他打包了一大堆的修炼辅助药剂, 让他一天之内从贫穷到富有。 不过张臣可没有因为有了这些药剂, 就放松自己的锻炼。 毕竟这些药剂都是外力, 只有老老实实的训练, 才能打好基础。 等打完一套练体功法以后, 张臣便穿好衣服, 向着武馆的方向走去。 等他进入到屋内, 发现赵飞飞正抱着手机看得起劲。 脸上的表情也带着崇拜, 时不时还兴奋地发着留言。 见到他这副模样, 张臣心中有些好奇, 于是身头悄悄看了过去。 随即他就看到屏幕上, 出现了一个灯光绚丽的会场。 中央站着两个人正在制作药剂, 其中一个人头顶的昵称写着X先生。 看到这里, 张臣的表情变得有些微妙。 毕竟自己看自己, 多少还是有点别扭。 于是轻咳了一声, 提醒一下赵飞飞自己过来了。 没想到, 赵飞飞却只是瞥了他一眼。 连头都不抬, 直接掏出训练室的钥匙扔在桌上。 用眼神示意他自己去开门。 张臣也没有多说什么, 拿着钥匙便进入了训练室。 在简单地热身完毕以后, 他就从兜里拿出一瓶龙血沸腾药剂, 一口喝了下去。 虽然这个药剂的名字听着似乎很唬人, 但其实这就是一种能提唇气血, 帮身体排除杂质的药剂。 只不过, 颜色是金黄色, 便叫这个名字了。 非要说的话, 作用很像以前《玄幻小说》中的洗水单。 不过相比于市面上普通的药剂来说, 它所能提升的上限, 无疑是要高出不少。 以至于张臣这个制作的人, 在喝完药剂以后, 也是感觉自己身体有点扛不住。 气血在体内被疯狂压缩。 好在他如今的实力也已经是今非昔比。 虽然过程有点惊险, 但也在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等到药效被吸收得差不多。 张臣感受着那几乎如同实质的气血和身上粘稠的汗水。 心中还算是满意。 随即张臣终于缓缓睁开双眼, 却发现赵飞飞眼睛都不眨一下, 正盯着自己猛看。 甚至鼻子都快碰到自己的脸了。 这让张臣的眉毛挑了挑, 不动声色地向后挪了挪身体。 看见张臣竟然没有被自己给吓到。 赵飞飞虽然心有不甘, 但还是问道, 你刚刚喝的是什么药剪? 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从哪里买的? 多少钱一瓶? 听到对方连猪泡一样的询问, 张臣老实地回答, 我自己做的, 价格不知道, 材料是别人给的。 听到张臣竟然还是一名药剂师, 赵飞飞顿时来了兴趣。 你还会制作药剂? 有没有药剂师资格证? 但看到张臣竟然摇了摇头, 赵飞飞顿时兴趣全无。 不过随即又想到了什么, 一脸兴奋地说道, 你也是药剂师, 那一定知道X先生吧。 见到张臣点了点头, 赵飞飞又继续道, 那你觉得X先生厉不厉害? 有没有可能是12级药剂师? 昨天的那场比赛太精彩了, 尤其是那句我没有输过。 虽然的确很狂, 但也太帅了。 听到赵飞飞的话, 张臣却是一脸问好, 我什么时候很狂了, 我只是说了实话而已。 在心中想了想, 张臣感觉自己夸自己有点尴尬。 组织了一下语言, 这才说道, 实力还行吧, 不过它有几个地方, 我觉得做得还不到位。 听见张臣竟然敢这样评价自己的偶像。 赵飞飞脸上的笑容顿时就消失了, 接着就对张臣怒目而逝。 甚至到了下午对她教学的时候, 赵飞飞都没有给张臣好脸色看。 不过在教学的过程中, 她很快就发现了张臣的变化。 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 但真的跟这个家伙对练以后, 赵飞飞就发现张臣的气血流动速度竟然快了不少。 又想到她上午喝的药剂, 赵飞飞突然间好像明白了什么, 一脸不可置信地问道, 你上午喝的该不会是价值一个亿的龙血沸腾药剂吧? 听到这个数字, 张臣也被吓了一跳。 这个药剂这么值钱吗? 看着张臣竟然对这种药剂的价值一无所知, 赵飞飞的脸都极度地面目全非。 什么人会送给你这种药剂? 我也想跟她做好朋友啊。 随即想到, 这家伙这么有钱, 居然还舍不得给自己交学费。 赵飞飞感觉自己更生气了。 果然是越有钱的人, 越抠门。 她顿时没好气地说道, 以你现在的实力, 完全有考三级觉醒者的资格了。 你是不是多少也意思一下? 哪怕请我吃顿饭也行啊。 但听到赵飞飞的话, 张臣却低头认真思索起这个建议。 没错, 她还真的想去试试看。 如果她能成为三级觉醒者, 那自己去精英训练营就稳了。 第051章,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看到张臣竟然站在那里, 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赵飞飞顿时瞪大了眼睛, 美眸中都是不可思议。 这家伙, 她该不会当真了吧。 我可是在开玩笑了。 不过看到张臣那张非常认真的脸, 她的这句话, 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虽然这小子考核二级觉醒者, 她觉得问题不大。 但想成为三级觉醒者, 希望却有点小。 不过让这小子去试试看也好, 等到受挫以后, 这小子自然就明白了两者之间的差距。 最重要是能以解心头之恨, 谁让她敢说自己偶像的坏话? 就在张臣告别了赵飞飞。 向着觉醒者考核的地方走去的时候, 同一时间, 陈雪莹和张穆涵两人, 刚刚从觉醒者考核部门出来, 看着自己身边好闺蜜, 挂在胸前的觉醒者徽章。 张穆涵的眼睛里都是崇拜的光芒, 表情也是羡慕不已。 虽然她的修炼天赋并不比陈雪莹差, 但她现在才不过是高一, 实力并没有达到考核觉醒者的要求。 所以, 哪怕再羡慕, 也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而她旁边的陈雪莹, 见到对方比自己还要兴奋, 嘴角只是轻轻笑了笑, 脸上却没有丝毫的得意, 自从那天她见到了真正的天才以后。 对于如今自己这点成就来说, 她已经能淡然处之, 哪怕她已经成为了一级觉醒者。 但在那种妖孽般人物的眼里, 估计也跟其他人没有任何区别。 就在两人一边聊着天, 一边往家的方向走的时候, 就见对面一个高中生模样的人, 向着他们的方向跑过来。 虽然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见过面, 但张晨可是张穆涵心中那道最不愿提及的伤疤。 她自然一眼就认出了对方, 正好见自己的闺蜜低着头, 踢着路上的小石头。 没有看到跑过来的张晨, 张穆涵顿时就拉着陈雪莹换了个方向。 脸上勉强露出一个笑容, 对着陈雪莹说道, 我肚子饿了, 咱们去吃点好吃的吧。 我知道一家餐厅做的味道很不错, 看到张穆涵这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陈雪莹虽然不明白为什么, 但心中也有所察觉, 随即就想往自己身后看。 旁边的张穆涵看见自己闺蜜的动作, 顿时心中焦急, 忙要上前捂住陈雪莹的眼睛。 她现在唯一的念头, 就是绝不能让自己的闺蜜, 看见她那个废物哥哥。 对她这种天才人物来说, 有这种废物哥哥, 简直就是一种侮辱。 自己最好一辈子都不要跟这种人扯上关系。 不过这个废物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觉醒者考核的地方, 也是她这种废物可以来的? 估计也只是正好路过吧。 但张穆涵的动作, 反而更加引起了赵雪莹的好奇。 毕竟人就是这样, 越是不能看, 就越想看。 顿时赵雪莹在被捂住双眼之前, 一个轻微的闪身就躲开了盖过来的双手。 随即嘴角露出轻笑说道, 我就要看, 身后不会是你的暗恋对象吧? 说着, 陈雪莹就迅速转过头, 正好看见张晨跑进了觉醒者考核部门, 看到那道一闪而过的背影。 陈雪莹整个人都颤抖了一下, 顿时如遭雷击。 她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跟哥哥寻觅好久的妖孽学生, 竟然能在这里被她撞见。 还真是车到山前一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顿时陈雪莹赶紧拉着张穆涵的手, 就要再次返回考核部门。 但此时的张穆涵哪里肯回去, 两人一时间在就这里僵持住。 见到那个妖孽学生, 又即将不知所踪。 陈雪莹心中大感焦急, 急忙说道, 是她, 是她。 此时的张穆涵以为自己的闺蜜, 已经知道了她和张晨的兄妹关系, 于是也只能苦涩地点了点头说道, 没错, 我就是我那个废物哥哥。 然而陈雪莹听完以后, 感觉自己整个人都梦了。 那个妖孽竟然是你哥哥? 等等, 你还说他是一个废物? 你见过一个能打出五万战力值的废物吗? 如果拥有这样实力的人都算是废物的话? 那我岂不是连废物都不如? 我们真的是在说同一个人吗? 于是, 陈雪莹表情一脸严肃, 郑重地说道, 刚刚那个人, 真的是你哥哥。 见到张穆涵, 轻轻点了点头, 肯定了自己的答案。 陈雪莹不由羡慕地继续说道, 那你可是有个了不得的哥哥, 他就是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妖孽。 而听到自己闺蜜的话, 原本还一脸苦涩的张穆涵。 表情瞬间化为了震惊, 自己的哥哥就是那个妖孽, 就凭那他那四千不到的战力值, 这里面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吧? 我不相信, 那个废物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失联? 自己的闺蜜一定是认错人了。 于是, 张穆涵要赶紧离开的脚步, 也骤然间停住, 看着已经跑过去的陈雪莹, 她也同样跟了过去。 而另一边, 张辰很快就找到了觉醒者考核的地方。 虽然已经是下午, 但等待着考核觉醒者的人, 却依旧没有减少。 于是, 张辰也在取号机上领取了自己的号码后, 便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 不过他的样子, 实属有些鹤立鸡群。 相比于其他人都紧张不已的样子, 张辰却一点都不慌, 显得非常镇定。 加上长相帅气, 身材匀称而挺拔。 以至于很多前来考核的女孩, 都忍不住在偷偷看她。 没想到, 对方年纪轻轻, 就已经有考一级觉醒者的实力。 要是她不在意姐弟恋的话, 自己倒是可以尝尝小奶狗的滋味。 就在几个女孩, 把张辰锁定成自己即将猎杀的目标时, 就见不远处一群人面带不善, 摇五喝六地走了过来。 而其中领头的青年, 更是把投胎的鼻孔冲天。 在路过的时候, 还不断推着旁边的行人, 让所有人都避之不及。 等到这群人终于走到考核室门前, 一帮人也没有排队的打算。 直接抢过那些等待考核的人, 手中的号码, 随即大拉刺地坐了下去。 虽然号码被抢, 但旁边的人也知道这群人不好惹。 一个个也只能敢怒不敢言。 看到这一幕, 张辰皱了皱眉头。 但毕竟他比较靠后, 对方也没有抢他的号码, 于是也不准备多管闲事。 第052章, 张辰生气了。 就这样, 众人等了片刻时间, 很快从里面走出一位工作人员。 随即看着排在队伍最前面的青年人问道, 下一个该轮到你了, 你考几级觉醒者。 听到这名工作人员的问话, 青年顿时面带得意。 先是指了指自己胸前的二级觉醒者徽章, 接着用生怕别人听不见的音量说道, 我是爱考三级的。 果然跟这青年预料中的一样。 当众人听到他的话以后, 不仅那名工作人员微微惊讶, 旁边的人也都是面露震撼。 没想到, 这个素质不怎么样的青年人, 竟然已经有这样厉害的实力。 甚至原本几个还在愤愤不平的人, 也急忙收敛起自己那愤怒的目光。 怕被对方发现, 而对自己进行报复, 见到其他人那一脸惧怕的样子。 这青年不但没有感到羞耻, 反而神色更加得意了。 就差把老子非常牛逼写在脸上。 旁边的那群狗腿子们健壮, 顿时也纷纷开口赞扬道, 老大就是威武。 让他们这些垃圾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人中荣放? 等待老大凯弦归。 听到自己小弟们一顿吹捧。 这青年脸上的表情更是不可一世, 眉飞色舞。 但还是假装低调地摆了摆手, 示意这都是小场面, 不过而而。 随即就跟在工作人员后面走进了考核室。 而其他人见到这青年似乎对自己信心很足。 众人原本都以为, 他能成功考上三级觉醒者。 然而, 仅仅过了几分钟以后, 众人就再次见到青年阴着一张脸, 从里面骂骂咧咧地走了出来。 看到一幕, 所有人的表情都变得有些微妙。 虽然心中恨不得大叫一声活该, 但脸上的表情却努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仿佛一切都没有看见一样。 而青年人的一帮小弟自然也明白, 这绝必是考核失败了, 顿时吓得都不敢再出声, 生怕自己会成为对方的出气筒。 毕竟依照他们对老大的了解, 这人可是非常小心眼。 要是现在不开眼, 让他生气, 很可能会拿着他们这些人出气。 而青年人见到众人都不敢跟自己的目光对视, 哪怕心里再生气, 但也找不出可以发泄的理由。 也只能强行把火气憋在心里, 别提人的多难受了。 然而, 事情总是这要巧合。 就在青年准备带着一众小弟, 告别这个伤心之地时, 突然一个衣着普通, 扎着马尾边的少女, 一路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 但由于跑得太快, 没有控制好自己的速度。 在急杀的时候, 身体稍微前倾, 正好一脚踩在了青年的鞋上。 感受着自己脚面上的剧痛, 青年人的脸色顿时就阴沉起来。 原本就憋不住火气的他, 更是仿佛找到了宣泄口。 目光不善地瞪着马尾变少女, 看见自己踩到了对方。 马尾变少女一边说着对不起, 一边就要俯身去帮青年人擦鞋。 然而旁边的那些狗腿子们, 哪能让他得偿所愿。 看到竟然有人主动往老大枪口上撞, 他们顿时在心中松了口气, 至少自己回去不用再承受老大的怒火。 随即就一脸不善地看着马尾变少女吼道, 你这么眼瞎啊, 踩到我们老大的脚了。 说着, 几人又打量了一下少女的穿着, 发现十分朴素, 显然就是个普通人。 于是, 心中更是大胆起来, 语气也非常恶劣和嚣张。 我们老大这双鞋, 可是全球限量款, 把你卖了都赔不起。 你说这事情怎么解决? 就在这时, 青年人眉毛动了动, 终于开口说道, 我也不为难你, 只要你把我的鞋给舔干净, 今天我就放过你。 眼看马尾变少女身体停顿了一下, 就要再次俯身。 而其他人也都以为, 即将要上演一场恶霸欺凌可怜少女的戏码之事。 没想到马尾变少女, 漂亮的大眼睛, 微微眯起, 露出一个危险的弧度。 随即突然把手握成拳头, 猛地直起来腰。 二话没说, 直接一拳轰击在了那个青年的肚子上。 而那青年的身体, 更是像沙袋一样, 迅速到飞了出去。 直到撞到墙上以后, 这才停下, 躺在地上痛苦地哀嚎。 眼看自己的老大被打, 其他几个小鳖三就要动手。 这时, 就见马尾变少女, 突然从兜里掏出一枚三级觉醒者徽章, 在他们眼前晃了晃。 顿时以青年为首的小混混们, 气势顿时就弱了下去。 连那个最嚣张的青年, 也是身体轻微颤了一下, 自己默默从地上爬了起来。 这马尾变少女, 能拿出三级觉醒者徽章。 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 对方是过来考四级觉醒者的。 别看三级和四级, 好像就差一个等级, 但战斗力完全就不能比。 也就是对方一个人, 能轻而易举打他们一圈。 自己这是真特么的倒霉。 想出口气, 结果, 直接踢到了铁板上了。 顿时青年原本嚣张的模样, 急忙收敛, 脸上变成谦卑的笑容。 随即就要低头灰溜溜地往外走。 眼看对方想走, 马尾变少女, 也不想多节外生枝。 只是冷哼一声, 并没有阻拦。 听到旁边传来一声扑斥的笑声。 顿时所有人的目光, 都向着声音传来了方向看去。 而张晨看到其他人的盯着自己, 知道自己现在笑的确不合时宜, 顿时想赶紧止住笑声。 但越是想让自己不笑, 他越是想笑。 真的是忍不住。 而其他人看着张晨努力憋笑的样子, 原本就想笑的众人也顿时破防。 顿时一个个也都跟着笑出了声。 随即整个考核室门外, 传来一阵哄堂大笑。 听着那一声声的嘲笑, 一群小混混气的脸都绿了。 看张晨的眼神也越来越生气, 越来越愤怒。 而青年人更是气得浑身发抖。 那个马尾辫我特么打不过也就算了。 你个杀比高中生, 不过是来考个一级觉醒者的弱姬, 特么也敢嘲笑我。 顿时原本要走的几人都停住了脚步, 甚至不经意地把张晨围在了中间。 其中一个狗腿子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恼怒, 指着张晨的鼻子骂道。 笑! 笑你马! 你个死妈的玩意! 没挨过揍吧! 听到对方竟然敢骂自己, 而且还涉及过世的母亲。 张晨脸上的笑意开始渐渐收敛。 这一刻, 他真的生气了! 第053章 你把测试仪打爆了? 虽然张晨对于自己在这个世界的母亲并不熟悉, 甚至脑海中也没有多少残留的记忆, 但怎么说也是死者为大, 他也不能让人随意辱骂。 这样嘴欠的人, 自然要付出应有的代价。 顿时张晨的眼睛微微眯起, 露出一道危险的光芒。 人也从座位上缓缓起身, 目光冰冷地注视着眼前这群人。 而对面的青年看到张晨被他们都包围了, 竟然还敢跟自己挑衅。 鼻子发出一丝不屑的冷哼, 嘴角也带着一丝轻念。 你一个过来考核一级觉醒者的小垃圾, 居然还敢跟我叫板? 简直不知天高地厚。 今天老子我就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巅峰二级觉醒者? 想到这里, 青年人终于开始调动自己的气血, 顿时一股二级觉醒者的威压, 从他体内彻底爆发出来, 迅速向着张晨的方向席卷去。 然而, 让青年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本来他以为在自己显露出实力以后, 对方哪怕不被自己的气势所震慑, 至少也应该会倒退几步。 但眼前这小子不但屁事没有, 反而还向着他的方向走了过来。 这就让青年人有点难以接受了。 难道这小子比自己的实力还强? 不过这个想法一出现, 就被青年所打断。 怎么可能? 这小子才多大, 都不会超过二十岁, 怎么可能比自己还厉害? 再说, 自己今天已经踢过一块铁板了, 不可能一天之内又踢到另一块铁板。 这是有多点倍才能发生这种事情? 自己绝对不会这么倒霉的。 眼看这小子竟然距离自己越来越近, 青年也不由在心中发了狠, 开始拼命调动气血, 来不断释放更加强大的威压。 然而, 他已经把自己体内的气血都快转冒烟了, 也没有发现这小子受到丝毫的影响, 顿时请你目光闪过一丝阴狠, 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怕我的威压, 但不知道你怕不怕我杀包大的拳头。 看到青年有点恼羞成怒, 五指收起, 明显是要动手。 那些正在看热闹的人, 顿时都在心里为张晨捏了把汗。 按照这小子, 估计下场不会太好。 甚至那几个把张晨当作猎物的女孩, 也不由在心中感到一丝惋惜。 这小子虽然长得不错, 但这性格也太憨憨了, 大丈夫能屈能伸。 这个时候, 你还在逞什么呢? 只有那个马尾辫女孩, 看着张晨竟然丝毫不受威压的影响。 嘴角露出一丝玩味的微笑, 眼神中也带着兴奋的光芒, 似乎是期待着什么事情的发生。 然而, 就在青年人即将动手的时候, 却见那名工作人员正好从里面走了出来。 看到外面这种情况, 他哪还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顿时语气严厉地警告道,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在考核市门口闹市, 三年以内不得参加觉醒者考核。 听到了工作人员的话, 青年人渐渐收起了自己的威压。 狠狠瞪了张晨一眼, 这才一挥手, 带着他的小弟们向着外面走去。 不过在路过张晨身边的时候, 就听青年说道, 小子, 你别以为自己逃过了一劫, 我在门口等着你。 看到对方的想法, 竟然跟自己不谋而合。 张晨嘴角微微上扬, 淡然地说道, 好。 而那青年见到这小子, 居然真傻地答应了下来。 也是冷哼一声, 不懈地撇了撇嘴。 随即也不再停留, 一群人腰五喝六地消失在众人的视线里。 而那名工作人员, 看着愣头青一样的张晨。 不禁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劝说道, 小子, 你太年轻气盛了, 这样迟早要吃大亏的。 不过见到张晨, 只是对自己笑了笑。 这人就知道, 这小子没有把自己刚刚的话听进去, 于是也就不再多言。 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等撞到南墙, 自然就知道其中的道理。 不过想了想, 似乎是怕自己走了以后, 那些小混混又跑回来报复。 于是, 这人看着剩下的十几个人说道, 你们都别在外面了, 都进去, 一会儿让这小子先考核。 听到工作人员的安排, 众人也都知道对方这样做的原因。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小子刚刚也算是帮他们解围了。 如果不是他第一个笑出来, 自己也快忍不住了。 那得罪这帮小混混的人可就是自己了。 所以大家也没有说什么。 众人都排好队, 一贯而入, 涌进了考核室内。 虽然考核室听起来不大, 但当众人真正进去以后, 才发现这里面的空间并不小。 哪怕一下子进来这么多人, 也并不显得拥挤。 两位考官正在站在仪器旁边, 记录着数据。 看着一帮人呼啦啦地进来, 表情明显就是一愣。 目光也看向领头的工作人员。 见到考官在看自己。 工作人员就把刚刚发生的事情, 简单说了说, 又指了指张晨, 随即就走了出去。 而那两位考官在准备好需要的东西以后, 就跟张晨招了招手。 考一级觉醒者的。 听到考官的的话, 张晨思索了一下, 还是点了点头。 虽然赵飞飞说自己可以试试考三级觉醒者, 但考核是不能跳级的。 也就是他只能一级一级地过。 所以说他是过来考一级觉醒者, 没有任何问题。 见到张晨点头, 那两名考官不在意地指着旁边的一台初级站立值测试仪说道。 第一项考核, 全力一击, 先测试一下你的气血。 顺着考官手指的方向, 张晨不再犹豫, 默默走了过去。 随即就按照考官的要求, 开始全力调动自己体内的气血。 本来那两名考官并没有多关注。 毕竟每天过来考核的人太多了, 比张晨年龄还小的人都不知道见过多少。 但随着张晨开始运行自己的气血以后, 两位考官就微微感觉到了有些不同。 明显感觉到了一股不弱于自己的气场, 正向外扩散。 随着张晨终于调动自己全部的实力以后, 这两名考官就变了脸色。 就在这时, 张晨的拳头终于蓄力完毕。 随即猛然间轰击在了站立值测试仪上。 顿时, 站立值测试仪屏幕在一瞬间就飙升到五万站立值。 紧接着, 屏幕闪烁了几下, 就熄灭了。 看到这一幕, 考官蹭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看着张晨面露惊骇的吼道。 你把测试仪打爆了? 第054章, 我是那个不测漏啊。 同一时间, 两道身材曼妙的身影急速出现在考核室门口。 不过, 看着空无一人的走廊, 陈雪莹和张穆涵都是一脸疑惑。 明明在他们考核的时候, 这里还有很多的人。 这才多大一会儿功夫, 人都跑奶去了。 最关键的是, 这里也没有见到张晨, 自己该不会又更丢了吧。 相对于陈雪莹的交集, 张穆涵看到自己的哥哥并不在这里, 反而整个人都是松了口气。 感觉自己的闺蜜, 刚才一定是认错人了。 就张晨那点实力, 他怎么可能会过来考核觉醒者? 更加不可能是打出五万战力值的妖念。 正当两人想要去别的地方继续寻找张晨的时候, 突然就听到考核室里面传来了一声大吼。 你把测试仪打爆了? 随即就听到里面传来各种不可置信的惊呼声。 听到这句话, 刚刚要走的两人顿时就停住了脚步, 目光中也是透露着震惊。 这又是什么人? 竟然把测试仪都能打爆? 那战力值少说也要八万打底才行吧? 这实力有点强得过分了。 想到这里, 陈雪莹心中突然生起一个念头。 刚刚这个能打爆测试仪的人会不会就是自己闺蜜口中的废物哥哥? 毕竟那个家伙的成长速度可是强得离谱。 如果这里面真的是那个家伙的话, 那岂不是说, 仅仅在这几天的时间里, 对方的实力就将近翻了一倍。 顿时陈雪莹的眼睛都带着骇然。 虽然李志在不断告诉她, 这种情况绝对不可能会发生。 哪怕一妖孽, 也有自己的成长极限。 但心里却总是感觉, 这一切都是真的。 就在两人都愣神地看着考核室的门口, 突然就见从里面走出来一个工作人员。 见到这两个女孩又返回来, 神色顿时一愣, 开口说道, 你俩是有什么东西忘记拿了吗? 而陈雪莹看见工作人员后, 顿时眼前一亮。 赶紧跑上前去问道, 请问您有没有见过一个高中生模样的少年? 在听完陈雪莹的描述以后, 这名工作人员马上就意识到对方说的是谁了。 毕竟那个小子给他的印象还是挺深的。 随即这人笑着说道, 他是你们的朋友吧, 在里面正在考核一级觉醒者呢。 不过你们这朋友实力真的有点变。 可,强, 刚刚你们是没看见, 这小子一拳就打爆了测试仪。 我滴乖乖, 我在这里工作这么多年, 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厉害的少年。 虽然这名工作人员还在耳边不断说着话, 但两个女孩却已经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了。 只是感觉自己整个脑子里都是嗡嗡声。 竟然真的是他, 竟然真的是张晨。 相比于已经有了一定心理预期的陈雪莹来说, 此时的张穆涵整个人都已经傻掉了。 那个自己从来就看不起的废物哥哥, 现在的实力竟然如此的恐怖。 那个自己恨不得断绝血缘关系的哥哥, 竟然能一拳打爆测试仪。 为什么他现在会这么强? 不管是在资源还是在天赋上, 从来都是我碾压他。 但为什么自己如今的实力才刚刚破万? 而哥哥已经可以来考觉醒者了。 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此刻的张穆涵心里有震惊, 有嫉妒, 有不甘心, 甚至还感到了不公平。 他张晨凭什么能比自己强? 而站在门口的工作人员终于把自己刚刚看到了一幕讲完。 看着两人都站在那里, 沉默不语, 一点鼓励的反馈都没有。 顿时也失去了继续说下去的欲望。 于是看着两人说道, 你们两个要是没有别的事, 就去外面等吧。 说着自己就自顾自地去帮工作去了。 眼看工作人员不仅把门给关上, 甚至门口都挂了一个闲人免禁的牌子。 两人也不好再继续停留, 于是也都向着大门口走去。 但路上却都没有说一句话。 直到他们看到门口外面, 蹲着一群小混混模样的人。 两人顿时就警觉起来。 虽然现在也是法治社会, 但毕竟以武为尊。 而人一旦有了实力以后, 很容易自我膨胀。 难保证不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 而且, 这群人怎么看也不像是好人, 于是两人不由离对方远了点。 不过, 他俩没想搭理对方。 但那个青年看到两人以后, 却是眼前一亮。 尤其当对方看到陈雪莹时, 目光更是变得炽热。 随即赶紧从地上起身, 还顺便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 隔着老远就喊道, 雪莹, 是我呀。 我是唐浩啊。 听到对方竟然能叫出自己的名字, 陈雪莹倒是一愣。 不过想了半天, 也没想起这人是谁。 于是不由开口问道, 你是? 见到对方竟然对自己一点印象都没有。 那个叫唐浩的青年, 脸上不仅没有任何恼怒, 反而还谄媚地说道, 我家是做卫生巾的, 咱们以前见过, 就是那个不测漏, 更安全。 听到对方说这个, 陈雪莹感觉有点印象, 这人好像以前也是自己学校的。 当时自己第一次进中立市的时候, 好像还真见过。 于是也礼貌地说道, 是你啊, 你怎么会在这里? 听到陈雪莹问自己这个问题, 唐浩的脸上顿时有点尴尬。 七七哀哀地说道, 我来考三级觉醒者, 结果没考过。 后来, 有个要考一级觉醒者的傻叉, 跟我装逼, 这我能忍, 等他傻叉出来以后, 老子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一顿。 听到对方那张嘴闭嘴的粗话, 陈雪莹不仅有些微微皱眉, 感觉那个被这人惦记上的小子, 有点倒霉。 不过他现在, 也没有心情多管闲事, 所以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点了点头, 算是听到了对方的话。 见到陈雪莹似乎有心事, 不太想跟自己说话。 唐浩的目光, 随即又看向了旁边的张穆涵。 毕竟能跟陈雪莹做朋友的人, 身份背景也应该不俗。 于是, 与其同样谦卑地问道, 哈哈, 看到我顾着聊天了, 不知你怎么称呼。 看到对方把目光又对向了自己。 张穆涵声音平淡地说道, 张穆涵, 想了想, 似乎怕对方会对自己存在其他非分之想。 于是又在后面补充道, 我爸是教育部长张凌峰。 听到对方的话, 唐浩顿时浑身一颤。 卧槽, 这特么可是正不及的大官啊。 第055章。 十五万三千, 占力值。 顿时唐浩表现得更加热情了, 在两女面前说的是唾沫横飞, 差点把自己夸成了人中龙凤, 盖世豪杰。 她心里可是很清楚, 只要自己能让这两女其中任何一人, 对她产生一丁点的兴趣, 那她可就从此攀上枝头变凤凰。 奈何此时的陈雪莹和张穆涵两人, 现在满脑子都是张臣的身影, 根本就没有想跟她聊天的想法, 甚至连敷衍的话都不说一句。 以至于唐浩在这边说的口干舌燥, 两女却依旧无动于衷, 让唐浩有一种鸡同鸭讲, 对牛弹琴的挫败感。 而在考核室内, 张臣赶紧收回了自己的拳头, 看着被自己打坏了的测试仪, 脸上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 不过如今自己也算是有钱人, 倒也没觉得心虚, 大不了自己赔钱也就是了。 于是他看着旁边的两位考官说道, 刚刚我真不是故意的, 这个仪器多少钱? 我可以赔钱的。 然而两名考官却丝毫没有听张臣在说什么, 而是在他的资料上快速扫视了一眼, 见到对方竟然只是一名高三学生。 顿时两人拿着资料的手都不由轻微抖动了一下, 目光更是不断在张臣和侧侍仪之间徘徊。 随即两人不禁对视了一眼, 都在对方的眼中看到了一片骇然。 年仅十八岁, 现在竟然已经有这样强大的实力了。 能一拳打爆测试仪, 说明这少年至少也要有二级觉醒者的水平。 拥有如此天赋的人, 未来的成就绝对不可限量。 自己不仅不能得罪他, 最好能找个机会结交一下, 说不定未来就是自己的贵人。 顿时其中一个考官倾可两声, 面带微笑, 与其温和地说道, 不要紧张, 这个仪器也不用你掏钱赔。 不过, 我俩倒是很好奇, 你究竟是过来考几级觉醒者的? 听到这考官的问题, 其他人也是把目光投向了张晨, 眼神中都录着期待, 看到众人都在看自己。 张晨沉思了一下, 虽然不确定自己有没有三级觉醒者的实力, 但他还是决定说实话。 我是来考三级觉醒者的。 果然, 随着张晨的话音刚落, 再次引起了众人的一阵惊呼。 一时之间, 到处都是吸冷气的声音。 甚至众人看张晨的眼神也都发生了变化, 如同在看一个怪物。 虽然他们都不太相信这小子能考上三级觉醒者, 但以对方现在表现出来的实力, 考个二级觉醒者还是没有丝毫问题的。 怎么说, 也有他们不可企及的顶级天赋。 一时之间, 众人心里也都有一个相同的猜测。 这小子不仅天赋是顶级的, 而且家里一定非常有钱。 想在这种年纪就拥有如此实力, 那每天要喝多少的辅助药剂? 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 这让众人心里有点不太视滋味。 看张晨的眼神中也是各种羡慕极度恨。 不过人群里有几个长相有点姿色的女孩们, 却都是眼睛里放绿光。 恨不得现在就把张晨给拖到床上去。 这小子不仅人长得帅, 天赋又好, 而且还有钱。 这绝对是上天赐给自己的礼物。 是自己倒贴也要追求的男人。 哪怕是被扎, 自己也心甘情愿。 只有旁边的那个马尾边少女, 听到张晨的话以后, 却若有所思。 心中觉得这小子没有说实话, 不是因为对方说高了, 而是因为对方有可能在隐藏实力。 刚刚那小子再出拳的一瞬间, 他感受到了跟自己一样的气息。 而自己可是过来考核四级觉醒者的。 就在众人心中各有各的想法之时, 张晨也在考官的示意下, 再次进行了其他项目的考核。 虽然他已经说出了自己的来意, 但流程还是要走的, 也只能从一级觉醒者往上考。 不过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这次的张晨收起了自己八成的实力。 哪怕是这样, 也差点把很多仪器弄坏, 让两名考官看到是心惊肉跳。 这些仪器是不值钱, 但也架不住多啊。 等到张晨终于考完了所有测试以后, 两名考官终于松了口气。 随即就把张晨领到了一个四级觉醒者使用的测试仪前。 不过当他们来的时候, 那个拥有三级觉醒者徽章的马尾变少女, 也在两名考官的陪同下, 正要考核自己的战力值。 见到张晨竟然过来, 马尾变少女顿时眼睛一亮, 原本不太在意的表情也渐渐收起。 似乎是示威一样, 用手指了指测试仪。 随即扎好马步, 气沉丹田,一拳轰击在了测试一上。 很快, 显示器上的数字飞速跳动, 最终停在十二万七千战力值上。 虽然众人已经知道, 这少女是过来考核四级觉醒者的。 但看到这一幕, 还是忍不住惊讶。 而旁边的考官们, 也是在心中赞叹, 这少女天赋实在了得。 就凭借她现在的战力值, 考上四级觉醒者, 绝对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只有张晨却依旧面色淡然, 并没有因为对方的示威, 而产生非要一争高下的想法。 毕竟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强者, 实力是一方面, 心境也是一方面。 现在的这点小成就, 并不能决定未来成长的高度。 不过她的心里倒是也有点好奇, 自己现在的战力值究竟有多少。 毕竟这几天的时间, 她并没有进行过战力值测试。 不是忙着制作药剂, 就是在跟赵飞飞训练。 刚才唯一的一次测试, 还被自己打爆了一气, 也都什么都没有看见。 于是张成迎着马尾变少女那挑衅的目光。 嘴角轻笑了一下, 随即也走了过去。 看着张成又要测试战力值。 没轮到考核的众人, 顿时都跑过来围观。 相比于已经有所了解的马尾变少女, 此时的众人反而更加期待张成的实力如何。 毕竟这个小子究竟有多强, 到现在都是个未解之谜。 而测试以前的张成, 虽然被众人所围观, 但也没有丝毫胆怯。 把马尾变少女的成绩清零以后, 也将自己的身体微微下沉, 随即快速调动体内的气血。 同样一拳轰击在了测试以上, 顿时屏幕上显示出一个新的记录。 15万3000战力值。 一时之间, 全场寂静。 第056章, 你们这双标过于明显, 所有人就仿佛是被倒到闪电轰击, 连续轰击了一般。 一个个都愣愣地站在原地, 如同广场上的静止不动的雕塑。 而那个马尾变少女更是双拳紧握, 甚至手指都因为过度用力而显得发白。 嘴巴微微张开, 一双漂亮的大眼睛更是瞪得溜远, 不经意间透露出她内心中的震撼。 虽然已经预料到这小子是跟自己同一个层次, 但她怎么也没想到, 对方的实力竟然比自己都强。 自己才不过打出了12万的水平, 而对方的站立值竟然高达15万。 而此刻其他人的脑子更是感到一阵眩晕。 因为太过震惊, 甚至而忘记了呼吸, 让大脑都处于缺氧的状态。 你这是过来考三级觉醒者的? 你这分明太过谦虚了啊。 就现在这个站立值, 你说是过来考五级觉醒者? 我们都相信, 是我们坐井观天了, 我们才是井底之蛙。 而那几个本想要说服张成的女孩们, 此刻的表情却是一脸的绝望。 如果说, 这小子是个二级觉醒者, 那他们少穿点, 多露点, 至少还有那一点点的机会。 但现在, 这小子这实力, 分明就是个四级觉醒者, 那他们真的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哪怕想都不敢想。 就是绿茶表们也知道, 当双方之间的差距太大, 不是可以靠说服, 就能弥补差距的。 这是他们永远得不到的男人。 顿时整个考核室中, 如同烧开的废水, 一瞬间就沸腾起来。 卧槽, 这是一个学生能打出来的战力值。 给大佬跪了啊, 就今天这个事情, 我他们可以吹嘘一辈子。 你们都让开。 大佬请先把我挂到腿上。 听到众人说的有趣, 张成也收回了自己的拳手。 心中也是感到些许意外。 没想到, 仅仅这几天的时间里, 自己的实力竟然能翻一倍。 不过, 想到最近自己在修炼资源上, 的确比以前强上不少, 心中也有些了然。 随即扭过头, 看向旁边的两名考官说道, 我这算是通过了吧? 听到张成的询问, 两名考官顿时从刚刚的震撼中回过神。 嘴角不禁扯了扯, 不知道自己是该哭还是该笑。 就你现在表现出来的实力, 我要是敢说一个不字。 估计旁边的人都能把我用手声撕了。 于是赶紧笑着说道, 通过了, 通过了, 咱们这就进行下面的考核。 然而就在张成要跟着考官离开的时候, 那个马尾变少女却拦住了张成的去路, 眼睛眨都不眨地盯着张成说道, 我叫郑萌萌, 你叫什么? 张成。 看到对方再问自己, 张成也回答道。 随即就见陈萌萌饶有深意地看了张成一眼说道, 我们估计很快就能再见面的。 说完也不等张成回答, 就让开了路, 转身向着自己考核的地方走了过去。 只留下一脸莫名其妙的张成和其他几个女孩咬牙切齿的声音。 不过, 看到对方人都已经走了, 张成也没有继续想他这句话有什么含义。 于是也抬脚向着下一个考核的地点走去。 接下来张成的考核过程就没有再起什么风波。 毕竟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他的真正等级, 虽然依旧有很多人跑过来围观, 但也都有了心理准备, 并没有像刚才那样发出惊叫。 而张成也很快考过了二级考核, 又过了三级考核, 就在众人都以为他会继续考核四级觉醒者的时候。 没想到张成却看了看自己的手表, 突然停住了脚步, 对着自己的两名考官说道, 那个, 现在已经晚上七点了, 你们是不是要下班了? 听到张成的话, 两名考官却把头摇成了波浪鼓。 开玩笑! 你可是马上就要考核四级觉醒者了, 现在让我们下班。 你想都不要想, 这可都是政绩啊。 要是能从自己手里出现一个十八岁的四级觉醒者, 那自己升迁绝对有望。 于是, 两人赶紧说道, 张成同学, 你是不是累了? 要不我们帮你搬把椅子先歇一回, 或者帮你揉揉肩, 捶捶腿。 看到这两名考官竟然能如此的卑微, 就连旁边的围观的人都不仅未知侧目, 心里更是感觉受到无尽的伤害。 我们跪舔你们, 结果你们跪舔他。 人和人的差距, 真的就这么大吗? 不过看到这两名考官这副样子, 张成却不禁伸手摸了摸正在闹情绪的肚子, 于是有些腼腆地说道, 那个, 我饿了, 想回家吃饭, 要不今天就考到这吧? 听到张成竟然因为这个理由, 就想一走了之。 两名考官顿时在心中狂吼, 你压的是饭桶吗? 就饿着一会儿怎么了? 能死吗? 你可是马上就要考四级觉醒者的人了呀? 难道这不比你吃饭重要? 虽然心中恨不得把张成摁在烤盒仪器上, 不过两名考官嘴上却说道, 原来是饿了呀, 我这就去帮你买饭。 你想吃什么? 宫保鸡丁还是红烧牛肉盖饭? 听到这两名考官竟然说出卑躬屈膝的话, 众人不禁流出了羡慕的口水。 甚至, 就连已经烤完, 坐在一旁看热闹的郑萌萌, 也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肚子。 于是赶紧举手说道, 我要吃红烧牛肉盖饭。 然而, 他收获的却不是香喷喷的食物, 而是两道白眼。 让郑萌萌不由感慨, 人生果然好现实。 不过, 哪怕两名考官已经做到如此地步, 张成的内心也没有动摇。 一来他确实饿了, 二来他怕那个青年再等不及跑了。 毕竟自己连考三级, 如今已经三个小时过去了, 很难保证对方还等不等自己。 于是在考官那依依不舍的眼神里, 张成拿着自己获得的三枚觉醒者徽章, 就向着门外走去。 看到这大佬终于走了, 排在张成后面的一个男人, 顿时目光期待地看着两位考官问道, 下一个是不是雕考核了? 结果那人却见两名考官一边指了纸墙上的钟表, 另一边把张成的资料抱在胸前说道, 没看到都已经晚上七点了吗? 我们下班了。 顿时那男人一脸问好, 你们这双标也太明显了吧? 第零五七章 那个妖孽, 我找到了。 看到两名考官迅速收拾好东西, 就急急忙忙地往外面跑。 众人哪, 还能不知道这俩货去干什么, 一定是准备跟领导邀功去了。 于是, 也只能无奈地跟在张成身后, 选择暂时先离开。 而此时, 在大门外, 正等着张成出来的唐浩, 感觉花都快泄了, 人也变得越来越焦躁。 甚至烟头都抽了一地, 但就是没见有人从里面出来。 不就是考个一级觉醒者吗? 至于用这么长时间, 我特么考三级觉醒者的时候, 也不过几分钟就出来了。 这小子该不会是惧怕自己的实力, 所以跑了吧。 想到这里, 唐浩的嘴角不禁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 那小子虽然性格憨了点, 但眼光还是很不错的, 还没有傻到以卵几时, 跟那个傻小子比, 自己也的确优秀地有些过分。 论实力, 我是二级巅峰觉醒者。 论财力, 我家每年卖出去的卫生巾, 可以绕地球两周。 论相貌, 我, 可, 就比他差了一点点。 但老子有钱, 我睡的女人比他多, 自己简直全方位, 无死角地碾压他。 既然这小子这么拾去, 等我逮到他, 给他两个大鼻兜也就算了。 我真是太他妈心善了。 就在唐浩陷入自我幻想之时, 大门口处终于出现了张晨的身影。 看到张晨出来, 陈雪莹的目光顿时一亮, 刚想走上前去搭话。 结果, 却发现有人比他的速度还快。 这边他才抬腿, 旁边的唐浩就已经带着一帮小弟冲了上去。 随即一脸兴奋地指着张晨的鼻子骂道, 马勒隔壁的, 你他妈终于出来了, 老子差点以为你跑了。 老子现在心情好, 赶紧把脸伸过来让我打两下, 我就放你一马。 然而听到唐浩的话, 刚刚从考核室出来的众人, 顿时都是一脸微妙, 一副想笑但又死死憋住的表情。 但为了看一场装逼不成反被草的大戏, 众人宁可把脸憋成猪肝色, 也不让自己笑出声。 不过人的好辛苦啊。 看这场热闹, 他们真的牺牲太多。 而旁边的陈雪莹听到唐浩的话, 也是一头问号。 你刚刚说的那个人就是张晨, 你家一个卖卫生金的, 还敢打教育部长的儿子。 他也是你能得罪的人, 谁给你的勇气啊? 疯了吧你。 而被唐浩他们围在中间的张晨, 却一句话都没说, 只是表情淡然, 开始挽起自己的袖口。 看到张晨终于要动手, 此时最兴奋的, 就要数躲在人群中的郑萌萌了。 他现在都恨不得在旁边, 帮唐浩等人加油助威。 没错, 全部都冲上去, 让那小子狠狠揍你们。 我要看看他真正的实力, 究竟有多强。 眼看这小子不但不搭理自己, 而且还有跟自己动手的架势。 唐浩看着张晨眼神充满了不屑, 随即一挥对自己的小弟们吼道, 他还不服气, 兄弟们给我伤揍他压的。 瞬间已经磨刀祸祸, 早就看张晨不爽的小混混们, 顿时就一拥而上。 然而, 就见张晨不慌不忙地抬起拳头, 甚至连体内的气血都没有掉动。 但拳头却依然快得, 让众人都看不清。 只听砰砰砰砰一阵乱响, 仅仅用了十几秒钟的时间, 一群小混混就哀嚎地躺倒一片。 看到这一幕, 唐浩差点没把自己两个眼珠都给瞪出来。 卧槽, 你怎么感觉比我都厉害? 你特么玩来? 你压得根本就不是过来考一级觉醒者的。 眼见这小子收拾完了自己的一帮小弟, 随即又向着自己的方向走了过来。 唐浩感觉人都骂了, 情不自禁地吐了口唾沫, 下意识地后退两步。 赶紧说道,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爸是唐刚烈。 小天使卫生巾就是我家的。 但看到张晨就跟没听见一样, 依然不为所动继续往前走。 丝毫没有要放过他的打算。 唐浩心中也是发狠了, 于是硬着头皮就冲了过去, 结果却被张晨一拳撂倒。 不过他可比自己那帮小弟惨多了, 整个人被张晨死死摁在地上一顿抱锤。 唐浩倒是也硬气, 一边用双臂死死护住自己的头, 一边还在不断叫嚣。 我特么不会放过你的。 哎哟, 你死定了, 我特么一会就摇人。 别打脸, 我让我爸打死你。 大哥,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听到对方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张晨这才从对方身上站起来。 看着对方那张肿成猪头的脸, 感觉对方还有要可救。 毕竟自己跟他讲道理, 对方还是能听进去的。 随即, 张晨也没有再搭理他, 目光看向了陈雪莹旁边的张穆涵。 此时的俩女早就看待了。 虽然唐浩这个人有点嚣张跋扈, 但实力还是没得说。 那可是要考三级的二级觉醒者。 结果被张晨一拳打到不说, 还被一顿抱锤。 难道他已经是三级觉醒者了? 一个刚上高三的三级觉醒者。 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自己就是做梦都不敢这样想。 但这样的事情, 竟然就发生在自己的眼前。 尤其是张穆涵看着自己哥哥向着他看过来, 更是不敢跟张晨对视心虚地低下了头, 说道, 哥, 不过张晨对自己这个妹妹也没什么好感, 也只是点头回应了一下, 便留下一群躺了一地的小混混们, 在所有人的目送下扬长而去。 相比于那些不知道内幕的吃瓜群众们, 此时还躺在地上的堂号, 看着张穆涵却是一脸的震惊和猛逼。 卧槽, 你给他叫哥? 那这小子难不成也是部长的儿子? 我特么又提到铁板上了。 不过看了看张穆涵那一身名牌服饰, 又想了想那小子那一身洗得有些发白的衣服。 唐浩心中却出现了疑惑, 你们两个真的是一个爹。 眼看, 郑主都已经走了, 也没有热闹可以看。 那些围观的人也都是心满意足地准备散去。 不过在路上的时候还在滔滔不绝, 跟其他人议论着张晨刚刚的表现。 尤其是说到张晨一拳打出15万战力值的时候, 一个个更是眉飞色舞, 只剩下带力两久的陈雪莹和张穆涵愣地站在原地。 随即俩女队视野, 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震撼。 而陈雪莹似乎想到了什么, 赶紧拿出自己的手机打给了陈蒙。 哥, 那个妖念, 我找到了。 第058帐, 咱们准备去抢人。 而在电话另一边, 当陈蒙听完自己妹妹的描述以后, 整个人都梦了, 甚至感觉有点天方夜谭, 连手中的杯子掉在地上都没有发现。 看了看日历, 确定不是4月1日, 于是陈蒙不确定地再次询问道, 你的意思是说, 上次能打出五万战力值的妖念, 已经成为了三级决心者。 而她的身份, 就是我们班上倒数第一的张臣。 那个, 不是个我不信, 但今天可不是愚人节, 你这么逗玩, 也有意思吗? 见自己哥哥不相信自己的话, 陈雪莹顿时有些焦急地说道, 已经不是五万了, 是十五万三千。 还有, 我敢用你的性命发誓, 我绝对没有说一句谎言。 听到自己的妹妹都寄出这样歹毒的誓言, 陈蒙的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 虽然, 心里还是觉得有点不靠谱, 但如果这一切是真的呢? 那张臣这个小子的天赋, 已经不能用妖念来形容了。 简直就是国宝。 只要不出现意外, 或者中途妖折, 绝对会成为七级觉醒者, 甚至说不定还可以冲击更强的层次。 那她的重要性, 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所以, 哪怕自己拼了这条老命, 也不能让张臣被其他人抢走, 一定要留在自己的北方战区。 不过距离自己上次见到张臣, 才过了几天的时间, 她的战力值竟然能暴涨到三倍。 这种成长速度, 真的是人类可以做到的。 虽然心中依旧有点半信半疑, 但陈猛还是火速挂断了妹妹的电话。 随即找到张臣的手机号, 便拨通了过去。 不过, 心里却琢磨着自己该怎么开口。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张臣这小子一直在藏着。 虽然自己不知道具体原因, 但想来, 她并不想表露出自己的实力。 所以, 要是直接问的话, 这小子未必会对自己说实话。 既然这样, 那她不如先炸一炸这小子。 很快, 电话就被接通。 随即陈猛倾咳了两声, 语气深沉地说道, 我已经知道了一切。 而电话对面的张臣, 在沉默了几秒钟以后, 也是缓缓开口说道, 没错, 我是卧敌。 听到张臣的回答, 陈猛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都是什么玩意儿。 我这跟你说正经事, 你跟我玩谍战骗。 于是, 陈猛不由提高了自己的音量。 张臣, 我已经知道你能打出15万战力值的事情了。 听到陈猛的这声大喊, 张臣倒是有些意外。 没想到自己新来的班主任, 消息竟然这么灵通, 不过自己的实力被发现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于是说道, 然后呢? 陈猛没想到张臣竟然就这样轻易地承认了。 这一下子倒把他倒是搞不会了, 想了半天这才继续说道。 然后, 我想请你加入北方战区。 我不瞒你说, 现在前线的情况很不妙, 已经处于青黄不接的阶段。 我们急需培养出一批天赋强者。 而你就是我所能找到的最强人选。 电话对面的张臣, 没有打断臣吗? 就这样静静地听他把话讲完。 同时, 心里大概明白了事情的经过。 简单来讲, 现在北方战区非常需要一根定海神针。 毕竟相比于易寿上千年的寿命, 人类强者那200多岁的寿命, 不过是过往云烟。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类强者, 在逐渐变老, 战力也在开始飞速下滑。 而联邦的百姓们, 可能在兼臂围墙中生活得过于安逸。 以至于到现在, 没有几个能拿得出手的高手, 来弥补这些空缺。 这让本来势均力敌的双方。 在这几年的时间里, 优势就开始向着易寿一方倾斜。 如果再没有强者去补窟窿, 那到时候, 很可能就会形成大煞将亲的局面。 虽然张臣并没有什么救世主的觉悟, 但复巢之下, 岂有婉卵, 只要自己是人类, 那他就有一份责任。 不过张臣也不是什么热血小青年, 听陈蒙几句蛊惑, 就热血上头。 而且现在人类这边还能维持平衡。 所以, 他要找个机会, 亲自去边境外看看才行。 随即张臣说道, 事情我都已经明白了, 等我考虑好, 再给你答复。 虽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但陈蒙也知道自己不能操之过急。 逼迫得太紧, 再弄巧成桌就不好了。 随即找了个理由说自己还有事, 就跟张臣结束了这次谈话。 然而, 就在陈蒙这边刚挂断电话。 他的手机却又再次响起, 看着是零开头的号码。 陈蒙目光一鸣, 快速扫视了一眼周围, 见到自己附近都没有人。 这才接通电话说道, 我是北方战区三连连长陈蒙, 请问有何指示? 听见电话接通, 对面沉默几秒以后, 这才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 我是吴明远, 军衔上将, 根据正副教官传来的消息, 他今天发现了一个天才少年, 年仅18岁, 竟然能打出15万战利职。 调查资料显示, 他是第17中学的学生, 正好你在那里。 现在我命令你, 不惜一切代价, 要尽快找到他。 然而, 当上将说完, 却并没有听到对面传来回应。 等了好半天, 上将才听到陈蒙语气古怪地说道, 他是不是叫张臣? 听到陈蒙竟然能说出少年的名字, 上将挑了挑眉毛, 不过语气并没有丝毫变化。 你知道他? 陈蒙干笑了一下, 赶紧说道, 他是我学生, 我已经联系过张臣了, 并跟他说明了一切。 不过, 他说要考虑考虑。 虽然事情还真有些巧合, 但上将也没有很意外。 毕竟人老成精, 这种事情他见多了。 随即脸上的露出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 手指也不断敲打着桌面说道, 现在已经不是他说的算了。 想了想, 上将又继续补充道。 另外, 我会往青州市派两架武装直升机。 你安抚好那个小家伙, 咱们准备去抢人。 同一时刻, 随着两名教官一路风驰电车的狂奔, 很快就跑到了会长办公室外。 随即连犹豫都不犹豫, 一脚就踹开了房门, 把正在喝茶的霍乾坤给吓了一个哆嗦, 一杯上瓶的茶水更是洒了一地。 眼看自己的领导就要生气, 那两名教官赶紧说道, 头, 天大的好事, 我们发现了一个天才, 第零五九章。 超家伙, 跟他们拼了。 虽然一杯好茶, 自己还没来得及喝就全洒地上, 着实让他有点心疼。 不过这两名考官的话, 还是让霍乾坤的心情转怒为喜。 于是眉毛动了动, 略有期待地问道, 有没有考过二级觉醒者? 但见到两人一阵猛摇头后, 霍乾坤的脸就拉了下来。 现在自己这帮下属们, 最近一段时间里, 是越来越会邀功了。 今天这个来跟自己报喜, 明天那个跟自己报喜。 结果呢? 他们所谓的天才, 一个个就是才考过一级觉醒者的菜鸡而已。 虽然, 放在他们这个年纪来说, 在学校肯定也是风云人物。 但见得多了, 霍乾坤已经有点神经麻木了。 于是, 霍乾坤慢条思理地, 又给自己的茶杯添上好茶, 又悠哉悠哉地, 往里面注入八十度的热水。 就这样看着茶叶在杯子里, 渐渐舒展。 而那两名考官, 看到自己老大, 竟然还有心情喝功夫茶, 都感觉自己快要寄疯了。 恨不得上前把杯子给他扔出去。 头, 咱们要抓紧时间, 实则生变啊。 看到自己的下属如此沉不住气, 霍乾坤不禁在心里暗叹口气。 如此急躁, 日后岂能成大事? 以后还让我怎么放心, 把觉醒者工会交到你们这群人手里? 不过见到下属催得急, 霍乾坤这才望着两名考官说道, 你们要学会淡定, 要向我学习, 做事要沉着冷静。 说吧, 考上一级觉醒者的人是谁? 但随即, 霍乾坤就见到自己的下属还在摇头, 顿时他心中就来了火气。 连一级觉醒者都没考过, 你跟我说天才, 你们真当我霍乾坤好说话, 要不要试试我霍家全的厉害? 看到自己的老大脸色不对, 大有随时拍案而起的架势。 其中一个考官赶紧解释, 头, 不是二级觉醒者, 是三级, 十八岁的三级啊。 差一点就要桌子的霍乾坤, 听到这个回答, 刚刚要拍桌子的手, 骤然间停住了。 整个人在短暂失神后, 脸上的表情又瞬间化为了狂喜, 随即蹭的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由于用力过猛, 甚至把桌子都给顶了出去, 宝贝的紫砂壶都掉在地上, 碎了一地。 但此时的霍乾坤却没有感到丝毫心疼。 十八岁的三级觉醒者代表了什么? 代表着这人未来的前途不可限量。 这可是青州市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三级觉醒者。 说不定他们青州市, 以后也能出现一名坐镇一方的七级觉醒者。 这特么的, 你们两个怎么不早说? 随即就听霍乾坤冲着两人吼道。 资料呢? 赶紧把资料给我。 见到自己老大发飙了, 两名考官顿时下了一个哆嗦, 迅速把张晨的资料递到了霍乾坤手里。 不过心里却不禁撇了撇嘴, 你不是还有闲心喝茶吗? 你刚刚的说的淡定哪去了? 而在对面的霍乾坤却没有心情管他们, 正在一目十行地扫视着张晨的资料。 当看到张晨竟然在一天之内连考三级, 他整个人都梦了, 甚至攥着资料的手都在颤抖。 此刻的他真的想仰天长笑一声, 天佑我青州。 老会长, 我们青州终于出去了。 然而就在这时, 霍乾坤却突然听两名考官继续说道, 头, 那小子本来是能考上四级觉醒者的, 但可惜了。 瞬间, 霍乾坤身体一颤, 感觉这幸福来得太过突然, 让人猝不及防。 这个叫张晨的小子, 竟然差一点就考上四级觉醒者了。 虽然最后没考上, 但他至少也有三级巅峰的实力。 于是, 霍乾坤赶紧做了几个深呼吸, 压制住自己那砰砰乱跳的心脏。 声音都在发颤地问道, 那是什么原因没考上? 头, 不是没考上, 是那小子他主动弃考的。 说, 说肚子饿了。 看到原本还激动不已的老大, 表情戛然而止, 仿佛头上被挨了一闷棍。 其中一名考官虽然心中大感不妙, 但依旧硬着头皮把话说完。 随即, 脚步步由往后面退了退。 果然, 紧接着他们就看霍乾坤如同木偶一般走到桌子前, 一把先飞了自己的办公桌。 然后像一头发怒雄狮, 冲着两人咆哮道, 所以你们就让他走了? 所以你们就让整个青州市失去了一名最年轻的四级觉醒者。 他是饭桶吗? 恶意会能死? 看着已经处于暴走边缘的老大, 两名考官吓得不禁缩了缩脖子, 站在旁边也不敢出声。 而其他办公室的人听到动静后, 也纷纷过来看发生了什么。 等听完, 青州市居然出现了这样一个天才, 一个个也是面露震撼。 过了好一会儿, 霍乾坤终于渐渐恢复了平静。 看着躲在门口看热闹的下属们说道, 都别看着了, 赶紧想想, 我拿点什么礼物好, 我要亲自去请那小子。 眼见老大终于消了气, 众人顿时开始七嘴八舌地出主意。 有说拿金条的, 有说拿功法的, 各种礼物五花八门, 但霍乾坤却都不怎么满意。 还拿金条, 这样一个天才少年, 哪能缺钱? 能缺功法? 你们这帮人都是怎么想的? 但自己该拿点什么礼物好呢? 就在这时, 霍乾坤突然想到张臣连考四级都不顾, 也要回家吃饭这件事。 顿时眼睛一亮, 赶紧说道, 那小子能吃? 马上给我订一桌最贵的饭菜。 还有, 把第十七中学校长的电话给我找出来, 看看张臣是那个班的, 咱们马上就出发。 同一时刻, 第十七中学校长办公室, 此时的校长正点头哈腰地说道, 明白, 明白, 但张臣请假了, 地址? 我不知道啊, 将军放心, 我马上就找地址。 双手哆嗦地挂断了电话, 校长顿时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感觉自己脑袋都是猛的。 刚刚那个可是北方战区的上将啊, 这样的大人物, 竟然给自己打电话? 不过, 他们找张臣干什么? 该不会是张臣犯了什么大事? 然而就在他心里正琢磨着的时候, 没想到电话居然又响了。 看到上面的号码, 校长赶紧接通。 啊, 对, 我是校长。 您也找张臣。 还有谁? 刚刚军部也问过。 而在电话另一边, 当霍乾坤听到军部居然也盯上的张臣这小子, 顿时就挂了电话。 随即双目赤红, 对着旁边等消息的下属吼道。 马德, 军部过来抢人了, 把咱们的人都给我叫回来。 超家伙, 跟他们拼了。 老子我要看看, 今天谁这么敢带走张臣。 第060章, 针锋相对。 听到自己的老大, 竟然说出这么个坏消息, 众人顿时也是一份填膺。 他们青州分部, 等了多少年? 好不容易才出现一个如此出众的天才少年。 结果军部那帮天杀的, 居然还要跟他们抢人。 还有天理吗? 还有王法吗? 真当我们青州觉醒者工会是个软柿子。 于是, 一帮人顿时怒气冲冲地跑了出去, 开始用各种渠道联系工会的中间力量。 随即, 整个觉醒者工会都沸腾了。 虽然时间紧迫, 但还是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凑齐了三百多号人马。 紧接着, 众人就浩浩荡荡荡, 向着张辰的出租屋赶去。 一时之间, 引得路人纷纷未知侧目。 各种猜测和传言更是满天飞, 但都是众说纷纭。 让很多吃瓜群众们听得是云里雾里, 也不知道谁有胆子捅这个马蜂窝。 不过意见比较统一的是, 一定有人要倒霉了。 毕竟要论财力, 肯定是药剂工会有钱。 但要是论惹是生非, 那决心者工会绝对是很多人都招惹不起的存在。 简直是的礼不饶人, 没礼也要占三分。 然而, 已经回到家的张辰却对这些并不知情, 此时的他正在打包收拾行李。 今天跟陈猛通过电话以后, 他就决定要去青州市外面看看。 一来是要确认前线的情况是否属实, 二来也是当作一次历练去外面掌掌见识。 毕竟从穿越过来以后, 他还一次没有出去过。 所有得来的信息都是在新闻上听到的, 可以说他对外面的世界是一无所知。 这非常不利于自己未来的发展。 而且他现在已经有四级觉醒者的实力了。 只要自己不主动作死, 自保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当然, 张辰也没有自大到一个人出去。 他准备先去赏金猎人工会, 注册成为赏金猎人, 然后再找个靠谱的悬赏小队加入其中。 有人带自己的话, 风险无疑会小很多。 就在张辰把自己需要的药剂和一些必需品, 都装进了背包。 踏上了去往前线的路途时, 仅仅二十分钟以后, 三百多号觉醒者工会的人就风风火火地赶了过来。 而带头的正是霍乾坤。 当看到张辰这样一个天才, 竟然住在这种破旧的小区里, 霍乾坤整个人都有点猛。 都说穷文富武, 想要成为一名强大的觉醒者。 虽然主要靠天赋, 但同时也需要大量的药剂做辅助。 但眼下这个情况, 让他怎么也说不出张辰是个有钱人。 只能暗叹一声, 天才果然都是崛起于微末。 随即霍乾坤整理了一下衣服, 又让人把热乎的菜肴给放到门口。 这才轻轻敲了敲房门。 张辰同学, 你在家吗? 我是觉醒者工会的会长霍乾坤。 然而, 他敲了半天的门, 里面也没有丝毫反应。 顿时霍乾坤的目光就向着围观的人看了过去。 而张辰的那些街坊邻居们, 看到霍乾坤向着自己看来, 一个个都不敢跟其对视。 赶紧把脑袋从窗户上缩了回去。 不过一会儿以后, 又纷纷探出头来, 眼神中都充满了八卦之火。 霍乾坤等了半天, 终于有个老头犹豫了片刻, 这才说道, 张辰那小子刚刚出去了。 看到三百多号人都盯着自己看, 那老头顿时心里有点慌。 不过想到张辰那小子虽然不爱说话, 但为人热心, 又懂礼貌。 随即又一脸担忧, 小心试探道, 您找他有什么事吗? 看到这老头的表情, 于是面带兴奋地看着这些人喊道。 张辰他今天成功考上了三级觉醒者, 是我们青州市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天才。 听到霍乾坤的话, 顿时那些街坊邻居们都发出一片惊呼声。 虽然张辰不是自家孩子, 但怎么说也是看着长大的。 他们也都感到脸上有光, 于是各种赞扬的话更是纷纷响起。 那小子从小就聪明, 你看果然被我说中了。 是啊, 我就说张辰这小子一脸浮相, 以后肯定能成大气。 就在众人议论张辰的时候, 突然从远处飞来了两架武装直升机,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 那巨大的轰鸣声, 瞬间就盖过了所有人的声音。 随即就悬停在了小区的上空, 不再离去。 看到北方战区的人也到了。 顿时觉醒者工会的人都默默抽出武器, 刀枪棍棒各式各样。 目光更是不善地盯着武装直升机, 而那些原本出来看热闹的街坊邻居们, 见到武装直升机都飞过来了, 于是又麻溜地跑了回去, 但心里面却不禁猜测, 这该不会又是来找张辰的吧? 不过看到这剑板弩张的气氛, 怎么感觉这是要打起来的节奏? 张辰这是有多抢手啊? 想到这里, 几个躲在家里的家长, 看着自己那还在不断张望的孩子。 又想了想张辰如今的待遇,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于是吼道, 看! 看什么看? 有你什么事? 滚回无训练去。 虽然觉醒者工会的人都磨刀霍霍, 但坐在武装直升机里的人, 显然也不怕他们。 很快就有身穿作战服的军人, 直接从直升机里跳了下来, 在水泥地面上留下了一个个脚印, 看到对方只是四个五级觉醒者, 或乾坤顿时底气就足了。 自己这边除了他以外, 虽然没有五级的, 但三级四级的人却不少。 真要是打起来, 对方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然而就在这时, 又有一道人影从直升机上跳了下来。 不过,跟那四名军人不同。 这人在落地以后, 地面上居然没有一点事。 看到这里, 霍乾坤目光一鸣。 没想到北方战区居然在前线吃紧的情况下, 还派遣过来一名六级觉醒者。 看着向自己走过来的女军官, 又看了看对方身上的奸章。 没想到还是个少将, 想来对方这也是势在必得, 来者不善。 于是, 霍乾坤冷哼一声说道, 你们北方战区的吃相有点难看了吧? 我们觉醒者工会的人都抢。 听到霍乾坤的话, 那女少将却没有在意, 声音平淡地说道, 我叫韩夏妍, 军衔少将, 张臣他人呢? 交出来吧。 眼看这丫头骗子, 竟然敢这么跟自己讲话。 霍乾坤挑了挑眉吗? 反问道, 小丫头, 你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吗? 但韩夏妍却没有接她的话, 而是继续说道, 上将有命令, 不惜一切代价, 让我把她带回去。 见到对方态度如此强硬, 霍乾坤心中一沉, 看来这场大战是不可避免的了。 你们上将要不惜一切代价, 问过我同不同意了没有? 随即大手一挥, 觉醒者工会的人就渐渐围了上去, 身上也在散发着觉醒者的威压, 而对面的韩夏妍, 也没有丝毫退让的意思。 四名军人突然向前了几步, 顿时一股更加强大的威压, 从体内喷涌。 一时之间, 双方势均力敌, 针锋相对。 第06一章 看我巨龙咆哮, 眼看一帮人站在那里, 你一句我一句, 就是不动手。 旁边在围观的人, 感觉自己是心急如焚, 还在说什么说, 扑上去, 咬对方啊。 终于一个大妈再也忍不住内心那迫切的心, 脱下一只粉红色还印有皮卡丘的拖鞋, 就从窗户上面扔了下去, 一鞋底拍在一名觉醒者工会成员的脸上, 随即就听那名觉醒者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 谁?是谁他妈打我? 毕竟觉醒者工会这边有三百多号人, 所以很多人都站得很远, 也不知道前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听到这一声咆哮以后, 还以为前面已经打起来了。 顿时众人就在后面起哄道, 兄弟们, 对面已经动手了, 大家跟我上。 反了天了, 在咱们的地盘还能让别人给打了。 前面的让一让, 我要用大招了, 看我巨龙咆哮。 随即两帮人马, 瞬间就打成了一片。 相比于对面的那些长期跟异兽作战的军人们, 觉醒者工会这边的人, 花样无疑要多很多。 什么黑虎掏心, 猴子偷逃, 泰山压顶, 观音作联, 甚至连石灰粉都用出来了。 各种下三滥的招式, 更是数不胜数。 一时之间, 把那四名军人围在当中, 来了个群狼斗虎。 而那些军人, 能在战场上活到现在, 自然也不是好惹的。 沙包大的拳头, 对着赶上前的觉醒者, 就是一拳一个, 不时还来个飞腿, 扫倒一大片。 双方打的是你来我往, 好不热闹。 眼看好戏终于开场, 一群大妈们, 赶紧拿出小板凳和瓜子, 对着眼前的战局, 是平头论足。 而那些年轻一点的小伙子, 看得是热血澎湃, 不断在窗户上, 帮双方大喊助威。 甚至时不时还吼上一嗓子, 充当临时指挥。 对对, 咬他耳朵, 快叠罗汉, 别让对方起来, 人都压上去。 哎呀, 你躲什么躲, 真男人, 就该迎难而上。 难上加难, 看着这街头斗殴般的场景, 哪怕是一直都很淡定的寒夏严, 此刻嘴角都不禁抽了抽, 看着有点尴尬霍乾坤, 不懈地撇了撇嘴, 仿佛在说, 你的人就这本事。 而霍乾坤虽然心中很不想承认, 但相比于联邦的正规军, 他们决心者工会这边的人, 很多手段都是凭借着经验自己总结出来的。 所以, 也没有什么章法, 自然是什么好用, 那就用什么。 能斗个旗鼓相当, 已经算是有本事了。 不过两帮人虽然打得鸡飞狗跳, 但其实下手还是有分寸的, 也不会伤及对方的性命。 最严重的, 顶多就是在床上躺个十天半个月。 所以, 两人也都没有阻止这次的裙甲, 已是自己要抢张晨的决心。 就在双方人脑打成狗脑之时, 决心者工会这边, 却见一个人跑到了霍乾坤身边, 趴在耳边说道, 头, 咱们的人找到张晨了, 他去了赏金猎人工会。 听到这个消息, 霍乾坤心脏突然一跳, 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这小子去赏金猎人工会做什么? 他该不会准备去城市外面吧? 最近一段时间, 外面的世界可不太平, 已经发生多次授群攻击城市的事情。 这要是在半路上被异兽给吃了, 那他们青州市何时才有出头之日? 想到这里, 霍乾坤也没心思跟韩夏妍对峙了, 赶紧对下属们吼道, 停手, 跟我去赏金猎人工会。 而在旁边的韩夏妍虽然没有说什么, 但脚步却非常自然地蹬在了后面, 明显也没有放弃的打算。 就在双方结束了这场战斗, 向着赏金猎人工会赶路时, 张晨已经站在了半里窗口前, 等待着成为一名赏金猎人。 而那名工作人员看着张晨那有些稚嫩的脸, 神色不禁有些惊讶, 于是说道, 小伙子, 你还没有高中毕业吧? 见到对方那迟疑的表情, 张晨便从口袋里, 掏出一枚异级觉醒者徽章。 那名工作人员见张晨, 竟然已经是觉醒者了, 也就没有再多说什么。 开始给张晨办理手续, 因为赏金猎人是一个高危职业, 很可能今天还能见到的人, 明天就会曝尸荒野。 所以, 注册的过程非常简单。 仅仅几分钟以后, 张晨就拿到了他的身份凭证。 随即就去了一级觉醒者休息厅, 找了个椅子坐了上去, 等待着小队过来挑选队员。 不过张晨在这边等了十几分钟, 看着自己身旁的人, 一个个都已经组队完成。 只有他依旧坐在这里。 张晨心中大概也明白过来自己的情况, 毕竟他的年龄实在是有点年轻。 一看就是刚刚成为赏金猎人的菜鸟, 自然没有那个小队会喜欢带个拖油瓶。 正当张晨想着, 是不是该拿出一枚二级觉醒者徽章的时候。 他就听到旁边有个女孩说道, 这个人看起来好可怜啊, 等了半天也没有人要他。 而那女孩旁边的几个人, 听到自己队长的话, 不禁翻了个白眼。 你还同情他? 咱们也不比他强多少。 都在这里蹲了两个小时, 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加入小队的。 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随即张晨又听那个女孩说道, 要不我去问问, 他愿不愿意加入咱们小队? 如果愿意的话, 我就把他捡走。 而在旁边的张晨, 眉毛不禁动了动。 你当着我的面这样说我, 真的礼貌吗? 不过看到女孩已经走了过来, 随即开口说道, 你们要去哪? 见张晨已经知道自己的来意, 女孩也说道, 去北边平原采集变异植物标本。 你要不要组队? 张晨在心里琢磨了一下, 感觉跟自己要去的地方差不多。 于是也点了点头, 便跟在女孩身后走出了赏金猎人工会, 坐上了一辆破旧的越野车上, 向着青州市外驶去。 而在小队离开不久, 两帮人马就鼻青脸肿地赶了过来, 却发现早已不见了张晨的踪影, 看到自己竟然又破了个空。 霍乾坤人虽然焦急, 但也无可奈何。 相比于城市, 外面可都是一片荒野, 连个信号都没有。 想要找人, 无异于大海捞针。 正当霍乾坤想着, 还有什么办法能找到张晨的时候? 就听见大厅的广播突然传来一条消息。 目前北方平原疑似产生了一兽潮汐, 请实力低于三级觉醒者的赏金猎人尽可能规避。 顿时霍乾坤心中意警。 按道张晨那小子, 可千万别去北方平原啊。 第062章, 四大部门的电话。 而此时, 坐在越野车上的众人, 看着距离青州市越来越远。 那个女孩就看着张晨介绍道, 我叫何清雅, 实力是二级觉醒者, 开车的那个是陈东东。 剩下的两人分别是李文和李武, 他们也都跟你一样是一级觉醒者。 不过你放心, 咱们只是去采集样本, 不会遭遇到太大的危险。 而且, 凭我的实力, 完全可以保护你。 见到何清雅对自己还挺有自信, 张晨不禁感到玩儿。 随即也跟其他人介绍了自己, 几个人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虽然众人很多时候都只是在闲聊, 但张晨从他们的对话中也听到了不少有用的消息。 比如, 距离青州市不远的楚风市, 最近就遭到过一次异兽袭击。 不过好在有一名七级觉醒者路过, 一箭斩杀了异兽统领。 又比如, 联邦最近研发出一款战斗机甲, 据说已经开始小规模投入到战场, 未来很可能会成为战士们的标配。 让第一次出远门的张晨, 感觉自己收获颇丰。 而旁边的何清雅, 见到张晨听到津津有味, 显然是连这些烂大街的消息都不知道。 很快就猜出了张晨是第一次做悬赏任务。 尤其是见到张晨那一脸什么都好奇的表情, 顿时他就来了兴致。 一路上对着张晨是滔滔不绝, 一顿输出。 总算是过了一把好为人尸的瘾。 而张晨也是非常配合地露出崇拜的目光, 让何清雅更是喜上眉梢。 原本的陌生感也渐渐消退, 双方都变得熟络起来。 等到天色大亮, 何清雅这才放过了张晨, 躺在车里渐渐睡去。 而张晨虽然一夜未睡, 但精神却依旧不错。 一方面是他现在的体质, 已经不再容易疲劳, 另一方面是对外面的世界感到兴起。 等到众人终于找到了一个视野开阔的地方, 就把越野车停住。 几人便开始埋锅做饭。 而张晨也十分主动地去帮忙, 让其他人对这个新加入的队友十分满意。 就在张晨这边吃早饭的时候, 在青州市内, 觉醒者工会跟北方战区的人, 因为一个天才少年, 而引发一场群架的消息, 也不进而走。 在经过一晚上的发酵后, 成为了市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说的人眉飞色舞, 听的人惊叫连连。 而真正的内幕, 在经过多人之手的编撰和篡改以后, 早已变得面目全非。 以至于到后来, 张晨不仅变成了三头六臂, 甚至年龄也成了八岁的小政态, 大有成为风神榜哪吒的趋势。 而后面的这些版本, 身为教育部长的张灵峰, 自然是嗤之以鼻。 当然, 他也只是不幸三头六臂这些东西。 至于青州市出现了一名天才少年的这个事情, 他觉得八成是真的。 因为他早上来上班的时候, 正好碰见了霍乾坤, 而他的旁边, 还有一名身穿做训服的女少将。 不过两人的脸色, 却都不怎么好看, 阴着脸, 像死了孩子一样。 见到自己也是连招呼都不打一下, 也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 而张灵峰在听完这个天才少年的事情后, 他的脑海里就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儿子。 随即不由地深深叹了口气, 都说老婆是别人家的好, 孩子是自己家的好。 但他对于张成的感情却有点复杂, 又是愧疚, 又是失望。 而且最近这两天他听说, 张成居然还要跟那个王凯在选拔赛上比斗, 让他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自己的这个儿子, 其他的什么都好, 就是太过要强。 这样明显的挑拨, 他都能上当。 要是两人实力相当, 也就罢了。 但王凯那魂球站立只有一万, 而张成的站立值却还不到四千。 这不是明摆着想要欺负我儿子吗? 真当我张灵峰没脾气, 到时候自己把其他事都推掉, 无论如何也要帮张成撑撑场面。 有自己在场, 那个叫王凯的估计也不敢下重手。 唉, 自己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而此时在张灵峰口中变成魂球的王凯, 在消失了好一段时间以后, 也终于再次返回到了学校中。 他这次来学校的目的也很简单, 就是让自己的小弟们, 把他和张成立下赌约这件事情散播出去。 他要让全校的人都看看, 自己在几天后的选拔赛上, 是如何狠狠打张成脸的。 甚至要把张成当成踏脚石, 让自己从此扬名立万, 成为全学校最强的男人。 更要告诉所有人, 哪怕张成有个当部长的父亲, 他王凯也丝毫不怕。 之所以, 王凯现在如此自信满满, 感觉自己肯定是赢定了。 除了已经成为了一级觉醒者以外, 还有外公给他配置的气血增幅要剂。 虽然时效是有十分钟, 但在这十分钟里, 他的实力完全可以媲美二级觉醒者。 那可是二级觉醒者的战斗力啊。 试问, 整个学校有谁能是自己的对手? 别说战斗力垃圾的张成了, 哪怕是实力最厉害的陈雪莹, 他也不行, 自己就是最强的。 至于他完全不惧怕张凌峰的原因, 是因为外公已经答应他, 在比赛当天, 亲自过来给他撑腰。 有自己的外公在, 就是他当着张凌峰的面打张成。 他又能奈我何? 想到了自己报答张成。 而张凌峰只能气急败坏, 却无能为力的时候。 王凯嘴角不禁流出得意的微笑, 随即带着自己的小弟们, 开始满学校乱窜。 仅仅是一个上午的时间, 全学校的人都已经知道这件事。 然后这个消息几经周转, 也很快传到了很多大人物的耳朵里。 其中就有一直在关注着张成最新情报的 霍乾坤和韩夏言。 当霍乾坤在听完下手的汇报以后, 正在喝茶的他, 险些被茶水枪死在办公室中。 是一边咳一边笑, 这个王凯是他头上有包吧。 你做什么不好, 去跟一名四级觉醒者比斗, 还立下了赌约。 你这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 不过如果张成那小子有赌约的话, 那不出意外, 到时候他一定会回来参加比赛, 自己正好可以在现场抢人。 而跟霍乾坤打着同样算盘的, 还有住进酒店里的韩夏言。 他在听完这个消息以后, 却并没有多大的反应。 只是淡淡地吩咐手下去给十七中学的校长打电话, 让校长给他留出几个座位。 一时间, 校长办公室的电话不断响起。 有教育部的, 觉醒者工会的, 有军部的, 有药剂工会的。 而所有人的目的, 只有一个。 他们要去看选拔赛。 第063章 遭遇二级异兽。 而张晨几个人, 开着越野车, 经过了两天的长途跋涉, 终于来到了北方平原。 看着眼前有半人高, 杂乱生长的野草。 张晨的心中不由有些感叹。 在迷雾降临在这个世界以前, 这里可是有着整个联邦最富饶的土地。 如今却已经变得荒芜人烟, 完全成为了异兽们的乐园。 在这一路上, 张晨也是第一次亲眼看见了异兽的真实模样。 相比于电视上的科普画面, 现实中见到的异兽模样无疑要丑陋很多。 不过好在几人的运气还不错。 在路途中遇到的大多都是一些低级异兽和少量的一级异兽。 唯一遇到的二级异兽也被众人小心地绕开了。 终归是平安到达了目的地。 见张晨望着外面的景象有些出神, 何清雅不由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 老气横丘地指着平原。 别看了, 现在保留一点新奇感。 等时间长了, 早晚有看腻的一天。 咱们还是抓紧时间, 赶快采集植物样本吧。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心里总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看到何清雅皱着眉头。 其他的三个人心中不由的意景, 脸色也变得有点凝重。 在他们小队中, 何清雅之所以能成为队长。 除了她的实力强大以外, 最重要的是她拥有一种对危险的直觉。 这种直觉已经帮助整个小队度过了好多次的危机。 所以, 几人对何清雅的话都非常重视。 于是都收敛起笑容, 赶紧开始照着任务上的要求, 寻找合适的植物样本。 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完成任务, 见到几人那郑重的模样。 张晨也不敢大意, 在一边帮忙的同时, 另一边将自己的精神力分散到周围, 用来警戒可能的危险。 大概过去了两个小时, 几人眼看就要完成任务, 准备返回青州市的时候。 张晨突然间, 感到自己似乎被什么东西给盯上了一样。 顿时她的手就停止了动作。 迅速将自己的精神力向着更远处扩散开去。 很快张晨就发现在不远处的土坡上, 有一个东西在轻微地向前蠕动。 由于动作被杂草所遮掩, 加上那东西的动作十分轻微。 如果不注意观察的话, 很难被肉眼所发现。 顿时张晨赶紧大声喊道, 小心三点钟方向。 而其他人在听到张晨的示警以后, 迅速停住了手中的工作。 把腿就往越野车的方向跑。 毕竟几人都是赏金猎人, 虽然实力差了点, 但最基本的反应还都是有的。 看到所有人都已经返回。 何清雅也没有了往日的开朗活泼, 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其余人做好战斗准备, 张晨你留下看守物资。 就在何清雅话音刚落。 那只隐藏在草丛里的异兽, 也明白了自己已经暴露。 于是也不再躲藏, 停止了匍匐向前的动作, 直立起自己的身体。 随即众人就看到了一只 如同黑豹般模样的异兽。 只不过, 这只异兽身体上却被一层灵甲所覆盖。 看起来威武不凡。 是个二级灵豹。 在终于看到这只异兽的全貌以后, 何清雅稍稍松了口气。 好在没有超出自己实力太多。 随即就带着小队成员们 渐渐围了上去。 如果在野外遇到异兽的话, 首先第一条就是绝对不能逃跑。 只要你转身, 他们就会判定你比自己弱。 那就会成为异兽口中的食物。 如果上前应战的话, 对方很可能会被吓走, 从而逃过一劫。 当然, 要是异兽的实力比人类强太多, 那更不必跑了, 直接躺地上等死, 可能还会轻松一些。 而原本想要动手的张晨 在听到了何清雅的话以后, 也就不再上前。 毕竟从目前的局面来看, 双方的战斗力差不多。 他现在扮演的角色, 不过是一名一级觉醒者而已。 能不暴露自己的话, 那无疑是最好的。 而此时, 对面的那只灵豹, 看到自己被几个人类包围其中, 目光中也露出了嗜血的光芒。 随即, 几个闪跳就向着何清雅扑了过去, 看到异兽向着自己冲来。 何清雅不禁用力握住手中的武器, 随即一人一兽就在瞬间完成了第一次的较量, 感受着握着武器的手在不断轻微颤抖。 何清雅的顿时心中一沉, 这只异兽比自己想象中的更难对付。 相比于人类觉醒者来说, 在相同等级的情况下, 异兽的战斗力无疑是要比人类更强大一些。 毕竟不管是在力量上还是在防御上, 异兽都有着先天优势。 好在对面的异兽只有一只。 而小队这边还有三个异级觉醒者, 可以帮何清雅打辅助, 分担一部分压力。 在第一次试探完以后, 异兽似乎感觉自己能赢, 于是又向着众人扑了过去。 一时间, 双方打得难减难分, 却谁也奈何不了对方。 等到战斗持续了十分钟, 双方的体力都在飞速下降, 战斗的激烈程度也渐渐开始减弱。 虽然异兽没有占到便宜, 但作为主战力的何清雅也不好受。 大量的汗水从他的脖梗处往下滴落, 衣服更是已经全部尽透, 让本来就身材较好的他更是显得凹凸有致。 然而, 在场的其他四个男人和一只异兽, 谁也没有功夫看着赏心悦目的画面。 其他其他三人的目光都在盯着异兽的动向。 而张晨则是不断在心中推演刚刚的战斗场景, 好丛中吸取有用的经验。 眼看自己一时半会并不能战胜这几个人类。 那只异兽很快就把新红色的目光投向了在看守越野车的张晨身上。 从他的经验来判断, 通常被留下来的人一般都是实力最弱小的。 只要自己能绕过眼前几人的防守, 他就可以迅速杀掉那个人类, 叼着尸体快速撤退。 在心中勾划好接下来的打算。 这只异兽四肢微微弯曲再次向着何清雅等人的方向扑了过去。 然而就在众人以为又要来一场持久战之时。 没想到那只异兽突然在空中来了个转体, 迅速调转了方向。 向着张晨就冲了过去, 看见这个刚刚加入队伍的队友就要惨遭毒手。 何清雅哪怕知道已经来不及了, 但还是冲着张晨大喊道, 跑!赶快跑! 而站在越野车旁边的张晨, 没想到一只二级异兽竟然也会声东击西。 目光中露出了一丝意外, 而这一丝意外却让异兽感到了成功的希望。 随即迅速张开了血盆大嘴, 露出尖利的獠牙, 就要把张晨的脑袋一口吞掉。 第064章 男人的快乐,你不懂。 此时就见张晨缓缓抬起了拳头, 也没有调动自身的气血, 完全就是凭借自己肉身的力量。 一拳打在了异兽的脑门上。 顿时这只二级异兽, 那犹如铜墙铁壁般的脑袋, 直接就向内凹陷了下去。 随即众人的耳边就传来了一阵清脆的破裂声。 而正在向张晨奔跑的何清雅, 那飞奔的脚步骤然间停住了。 但因为惯性的原因, 身体却依旧向前倾斜。 在踉枪了好几步以后, 这才好不容易稳住了自己的身体。 人虽然停住了, 但此时的何清雅感觉自己都傻掉了。 那双眉眸中也满是不可置信。 张晨他竟然一拳 就把一只二级异兽给打死了。 那可是二级异兽啊。 自己平时看见了都是躲着走的存在, 但却被他凭借肉身的力量给打死了。 这真的是自己捡回来, 准备好好调教的小子吗? 他的战斗力也太恐怖了吧。 而旁边的三个 看着缓缓倒下去的异兽尸体。 人也是处在猛逼的状态, 本来他们都以为张晨必死无疑了。 甚至都在想一会儿把这个新的队友 找个好地方给埋了。 结果却发现死了不是他, 而是二级异兽。 并且, 这小子还强悍地把异兽的脑袋都给打爆了。 这突然的转变, 让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直到好半天, 这四人才从刚刚的震撼中回过神。 于是赶紧跑上前去, 查看那只二级异暴, 有什么可以回收的材料。 毕竟, 这可是二级异兽啊。 在他们看来, 简直全身都是宝, 估计回到青州市能卖得大价钱。 至于张晨, 看他那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 就知道什么事都没有。 虽然心中对张晨的真正实力好奇得要死, 但众人却都没有开口询问。 毕竟在赏金猎人这个行业里, 想去探究别人的实力, 属于大机会。 等到众人把有价值的材料都分解出来。 何清雅这才看着张晨说道, 这个异兽是你杀死的, 但咱们毕竟是一个小队的。 到时候把材料都卖掉, 你把我们二怎么样? 听到何清雅的话, 张晨倒也没有非要装一下说不要。 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算是同意了对方的话。 但他此时的注意力却不在这里。 听着脑海中再次传来的系统声音, 张晨的心里不由地产生了期待。 第一次系统奖励了百倍天赋, 第二次奖励的完美级制药技能。 不知道这次会有什么神级身份和奖励。 本周奖励一, 神级身份, 十里剑神外孙。 本周奖励二, 未来成就评价卡一张。 奖励已发放到系统仓库, 具体详情请宿主自行查看。 看到系统奖励的东西, 张晨的眼睛顿时一亮。 没想到, 自己竟然又获得了一张未来成就评价卡。 不过这个卡片的作用他已经知道, 所以直接掠过。 随即张晨在脑海中快速点开了身份奖励。 就在他点开身份奖励的一瞬间, 张晨就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出现了一点变化。 好像有一团气体, 在自己的丹田中快速孕育, 看模样似乎是一把剑。 再看了一会, 确定没有什么问题。 张晨便仔细查看这周奖励的身份, 其实也没有几句话, 只是简单介绍了一下石里剑神的生平。 不过让张晨在意的是, 自己的外公居然还是一名七级觉醒者。 这可是整个联邦最顶尖的强者了。 而外公之所以被人称之为石里剑神, 就是因为他天生自带剑意, 有一招绝世剑法, 能把剑气覆盖到方圆石里。 当然这个形容自然是有点夸张的成分, 但也能看出这绝招的不凡。 将所有奖励都浏览了一遍。 张晨的心中一动, 脑海中突然产生了一个问题。 自己现在是四级觉醒者。 根据系统的介绍, 自己的剑意虽然还十分弱小, 但上线却比外公的剑意强十倍。 要是在有剑意的加持下, 那他是否可以对抗五级觉醒者? 如果不行的话, 再加上他强悍的体质呢? 想到了这里, 张晨突然发现自己在十几天的时间里, 竟然都这么强了。 不过现在还不是他可以骄傲自满的时候。 自己还要尽快到达五级觉醒者才行。 据说在成为五级觉醒者以后, 都可以凝聚出一种能力。 有的是雷电, 有的是控火。 总体上来说, 五级和四级就是一个分水岭。 不管是在实力上, 还是地位上, 都不可同日而语。 联邦在资源上的扶持力度也完全不同。 不过眼下还不是自己好高无远的时候。 相比于成为五级觉醒者。 现在的他, 反而缺的是一套更加强大的功法。 如今自己的B级练体术, 已经到达了瓶颈, 很难再有提升的空间。 而且自己现在也同样需要一把武器。 以前没有建议, 也就算了。 但以后自己怎么说, 也要去弄一把质量好一点的剑才行。 然而, 这两个东西都需要一大笔的钱。 顿时张晨就感觉自己那一千万的存款, 变得微不足道了。 当然, 这些都只是小事而已。 以后再想办法, 也就是了。 随即张晨就结束了思考, 在附近到处寻找着什么。 不大一会的时间, 就见张晨不知从哪里捡到了一根笔直的木棍, 在空中胡乱地挥舞。 破空声也传进其他四人的耳中。 看着张晨在那里开心地玩一根木棍, 和清雅却是一脑门地问号。 一根木棍有什么好玩呢? 随即和清雅的眼神不由地看向了其他的三个男人。 却见另外三人都是一脸羡慕地看着张晨。 更确切地说, 是看着张晨手中的那根木棍。 这小子运气也太好了吧。 这木棍的品项简直是极品。 就是, 这根木棍,我可以不吃不喝玩一天。 我愿意出50元巨款购买。 和清雅? 男人的快乐,我果然不懂啊。 然而就在众人完成了任务, 准备向青州市返回市。 一队联邦的士兵们却向着他们的方向赶来。 随即在很远的地方停住后, 小队的长官冲着众人喊道, 我是北方战区的连长汪强, 现在前线战士吃紧, 根据联邦的法律, 你们被临时争调了。 第065章 被抓壮丁了。 听到这名长官的喊话, 众人原本神色轻松的脸上, 表情顿时就僵住了。 这完全就是要把他们拉到前线, 去当壮丁的节奏。 虽然联邦是有这条法律, 每个成为觉醒者的功名, 在国家遇到危难的时候, 要无条件参与跟异兽的战斗。 但其实, 这条法律更多时候, 它就是一条百事而已。 没想到, 现在还真有人拿它来说事。 不过再看到对方手底下, 那好几百号士兵, 何清雅等人, 也就死了要赶紧跑的心。 看样子, 对方显然也知道, 法律是没有说服力的, 只有拳头才是硬道理。 等到那个叫汪强的连长, 带着部队走上前。 众人这才看到, 士兵的后面, 还跟着好几十个赏金猎人。 一个个都粘头搭脑, 不怎么开心样子。 甚至有几个脸上还带着伤, 不知道是不是在逃跑的时候, 被人打的。 如今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何清雅等人, 也非常自觉地, 收拾好一些必要物品。 很自觉地跟在了队伍后面, 跑去跟其他的赏金猎人探听情报。 而张晨倒是没有感觉到什么。 他过来, 目的就是过来看看前线的情况。 本来见何清雅几人要返回青州市。 他还准备跟众人道别, 没想到现在歪打正着, 正好有人带他去前线。 这在无形之中, 就给他省去了很多的麻烦。 等到队伍又开始缓缓向着前线进发, 刚刚去打探情报的何清雅, 很快就跑了回来。 看着都盯着他的小队成员们, 脸上露出一个难看的微笑。 好消息是, 我们大概率是去当后清人员。 听到这里, 张晨明显赶到自己旁边的其他三人, 松了口气。 相比较去战场上当炮灰, 后清人员虽然苦点累点, 但终归没有太多的危险。 只要能撑过这次的战争结束, 那他们发誓, 以后再也不来这个该死的地方了。 见到这三人的表情, 何清雅乃, 还能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于是又无奈地叹了口气, 继续说道, 坏消息是, 我们之所以会去填补后清, 是因为原本的后清人员都上战场了。 也就是说, 如果那批后清人员都打完, 我们还是要去前线的。 顿时三人刚刚落下去的心脏, 又再次提到了嗓子眼。 要是真的出现了何清雅说的第二种情况, 那他们岂不是说到最后, 泪也瘦了, 结果命也没了。 这都不如直接上战场, 死了算球。 而站在旁边的张晨, 听完何清雅的话, 神色也是有些意外。 没想到现在的北方战区, 兵员已经匮乏到这种地步了。 连后清人员都已经拉到了战场上拼命了。 感觉陈猛跟自己说的情况, 不仅没有夸张的成分, 反而还隐藏了一些困难。 那哪里是处于劣势? 这分明是, 已经有被异兽打跪的迹象。 看着张晨那一副在沉思的模样。 对面的何清雅, 还以为张晨在担忧自己会不会有危险。 毕竟她可是第一次出来做悬赏任务。 可能都没有看见过死人, 现在就要被拉去战场。 心中担忧和害怕, 倒也十分正常。 于是, 何清雅看着张晨安慰道, 那个, 没事的, 也许情况并没有我们想得那么糟糕。 而且身为队长, 我, 我应该可以保护住你们的。 何清雅的话, 打断了张晨的思考, 让她的眼睛, 不禁向着这个强自镇定的女孩看了过去。 虽然言语中还算自信, 但要是两条修长笔直的腿不打站的话, 可能还有点说服力。 随即张晨冲着她笑了笑, 也没有解释刚刚出神的原因。 等到队伍走了将近一个多小时以后, 看着自己手下那有些疲惫不堪的士兵, 领队的汪强终于下命令, 让所有人原地休息。 揉了揉自己酸涩的眼睛, 汪强在心中暗自叹了口气。 他跟自己的士兵们一样, 已经好几天都没有睡过整觉了。 在这段时间里, 他每天都会根据赏金猎人工会给的任务单在附近抓人。 而这一批已经是他抓到了第五批了。 然而他的心里却知道, 现在这种做法也不过是望眉解渴, 杯水车薪而已。 现在整个北方战区缺的根本就不是这些普通的觉醒者, 而是能真正坐镇一方的强者。 他们117团的这片防区, 只不过是被战争所波及的边陲之地, 并不是异兽进攻的主要目标。 但如今的局面已经成这样。 可想而知, 整个北方战区的防线又是一种怎样的场景? 北方战区究竟还能撑住多久? 整个联邦又能撑住多久? 强打起精神, 汪强喝了口水, 润了润自己干涩的喉咙, 没有再继续休息。 而是想着队伍后面的赏金猎人走去。 虽然心中知道自己不应该幻想, 但汪强还是抱着一点点的希望。 挨个地询问了一遍每个人的实力水平。 很快, 何清雅就看到汪强一脸颓然地向着他们的方向走来。 而众人也很自然地说出了自己的实力。 唯独到了张晨的时候, 张晨他还没有开口, 何清雅就帮他说道, 这个是我们刚加入的新成员, 第一次接悬赏任务。 虽然没有具体说是几级觉醒者, 但已经变相说张晨是个菜鸡。 于是, 汪强也就没有再出声, 直接向着远处走去。 等到把这些人的等级都登记完毕, 汪强最终还是失望了。 几十个人里, 只有两个二级觉醒者, 其他都是一级的。 看到时间差不多了, 汪强便又开始带着队伍向着前线进发。 等到了中午的时候, 众人才好不容易走进了军营里。 结果众人连午饭都还没吃, 就顶着猎日, 被后勤官安排去搬运补给和物资。 让这些刚刚成为壮丁的赏金猎人们, 一个个是叫苦不迭。 而在北方战区的另一边, 此时的三只异兽统领们正在盯着一张简陋的地图, 仔细地研究目前的战局。 作为高阶异兽的他们, 除了保留着野兽的习性以外, 在智力上已经完全可以跟人类相当。 虽然不会制作武器和科技产品, 但已经拥有了指挥作战的能力。 而这次能把北方战区压着打。 强者数量不平衡的确是主要因素, 不过他们指挥策略也有一定的加成。 随即就听其中一只如同电影金刚的八臂巨猿说道, 现在人类的主力已经被我们拖住。 接下来, 我们的进攻目标可以放在这里。 说着, 就见八臂巨猿用粗大的手指点了点最北边的边垂。 而那里正好是117团的铸地。 第066章, 一时三鸟。 而其他两只异兽统领在思索了片刻以后, 很快就想明白这只八臂巨猿的意思。 顿时呼吸都变得粗重, 舌头不禁舔了舔嘴角。 117团的铸地后面就是联邦的一个小镇。 虽然人口只有几十万, 但也足够让手下的勇士们饱餐一顿。 这次行动完全可以当作一次对手下的犒赏, 用来提升士气。 当然, 这还不是主要原因。 如果能成功突破117团的防守, 那他们就可以分出一支主力部队, 从这个方向绕过去。 从而对北方战区来个两面夹击。 而根据情报, 117团最强的战斗力也不过才是一个四级觉醒者。 吃掉这个团,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而这个计划最精明的地方, 就在这里。 假如北方战区没有发现他们的意图, 就按照刚才的计划执行。 要是北方战区发现了, 对方派遣高手去坐镇, 那势必就会造成别的防线空虚。 他们就可以逐个击破这些防线。 如果对方就眼睁睁看着, 那对于整个北方战区的士气, 都是一次巨大的打击。 这完全就是摆在明面上的阳谋。 不管是什么结局, 他们都能从中获利, 稳赚不赔。 简直是一旦三鸟。 而那只八臂巨猿看到其他两兽, 已经明白了自己的意图。 嘴角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 不过看上去, 却显得格外争鸣恐怖。 就见八臂巨猿接着说道, 我已经派遣手下最有潜力的七个勇士, 去帮助孩子们打赢这场战争。 估计现在也该到了, 我们只要等胜利的消息就可以了。 同一时间, 117团的驻地两公里以外, 七只比八臂巨猿小一号的一兽们, 已经来到了前线。 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大兽, 二兽, 三兽, 四兽。 作为同龄所看中的嫡系。 除了出自同族这一先天优势, 最重要的还是他们七兄弟的实力。 虽然不是一个爹, 但毕竟都是一个娘。 所以, 在天赋和战力上也都差不多。 他们七兄弟都已经有了四级异兽的实力, 加上天生自带强悍的体质和防御, 哪怕是在异兽中也是战力强悍的上等兽。 而作为老大的大兽, 如今距离五级异兽也只是差了灵门一脚, 很可能就会在这几天的时间里突破。 只要能成为五级异兽, 他们这一族就可以在体内凝聚出兽和释放出雷电攻击。 更是能翻好几倍。 那到时候, 他们其他六兄弟在部落中的地位很会跟着水长船高。 所以, 作为族中的天才的他们, 很不明白统领为什么会把自己派遣到这个鬼地方。 对面的人类才不过只有一个四级强者, 明明只要随便抓过来两只四级异兽, 就可以轻松踏平这里。 却非要他们七兄弟亲自跑坐镇指挥, 简直就是大才小用。 虽然感觉自己的统领有些谨慎过头了, 但交代的任务还是要去完成的。 真要是把这件事情给绊砸了, 那依照统领的性格, 他们绝对不会有好果子吃。 不过就是走一个过程罢了, 大不了就当来这个鬼地方散心好了。 听说这附近有诸足的美女, 一会可以叫过来几个, 来个勾兰听曲。 似乎是七兄弟的到来, 给了下面的异兽底气。 很快, 117团的前哨, 就发现对面的异兽们, 开始向着忠心汇聚。 明显是要准备进攻的架势。 顿时整个驻地再次响起了市井声, 大量刚刚休息没多久的117团士兵们, 又从地上爬了起来, 快速跑到了各自的位置, 准备迎接新一轮的战斗。 各种超大口径重击枪和粗大的炮口, 也纷纷对准地兽群。 而那些觉醒者士兵们, 也默默抽出自己沾满血液的武器, 准备跟异兽们近身肉搏。 而在驻地内, 在听到市井铃声响起的那一刻, 还在骂骂咧咧搬运物资的赏金猎人们, 一个个都变了脸色, 都伸着脖子向着前线的方向看去。 等到看见上千只异兽, 一路狂奔, 在浓重的灰尘中向着驻地的方向冲来。 所有人心中都感到了恐惧和压抑, 虽然他们以前也杀过异兽, 但像是一次性这么多异兽, 集体冲锋的场面。 在心里上的压迫感,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简直让众人看得头皮发麻。 而那名后勤官, 看到这些人都愣愣地站在那里, 顿时急躁地吼道, 前线打仗关你们什么事, 赶紧继续搬运弹药和物资。 就在后勤官刚刚说完, 众人就听见各种炮口不断传来阵阵轰鸣, 一发接一发的炮弹, 如同雨滴向着兽群倾现下。 然而当硝烟散去, 这些赏金猎人们却看到更加震惊的一幕。 除了一些实力太低的异兽被炮弹炸死以外, 其他的异兽虽然身上有伤痕, 但明显还没有失去战斗力。 甚至更加强大一点的异兽们, 在火炮的攻击下连伤都没有, 依旧在疯狂地向前冲锋。 而在人类这边, 看到对面的异兽已经冲过了第一道火力, 顿时上百名的觉醒者战士, 也握紧武器, 在指挥官的命令下向异兽发出了怒吼, 随即也冲了上去。 顿时双方仅仅在短兵相接的一瞬间, 整个前线就变成了绞肉场。 断臂,鲜血散落的到处都是。 然而就当众人以为, 这已经是最残酷战斗的时候。 对面的异兽在完成了第一次试探后, 很快就开始组织起了第二波进攻。 但这次打头阵的却不再是异兽, 而是人类。 几百名的人类被身后的异兽驱赶着, 表情麻木地往前线上冲。 那里面, 有老人, 有孩子, 甚至还有几个带着肚子的孕妇。 这些本应该在城市中享受幸福的人, 如今却如同牲畜一般被赶到了战场上。 他们也许曾经痛苦过, 哀求过。 但对于异兽来说, 这些手无负机之力的人不过是工具, 是食物罢了。 而随着一群人开始奔跑, 其中一名孕妇似乎是被石头被绊了一下, 顿时摔倒在了地上。 但迎接他的却不是一只有力的臂膀, 而是露着獠牙的血盆大口。 那名倒地的孕妇, 仅仅在十几秒钟就被身后的异兽们给分食了。 这一次, 哪怕一只心如止水的章尘, 也忍不住心中喷涌的杀意。 第067章 117团就不救, 看着自己的同胞们就这样惨死于异兽的口中。 第二批即将冲锋的战士们, 脸上的表情变得更加沉默。 只是握着武器的手, 却不由自主地钻得更紧, 更用力。 这样的事情, 他们已经见过了很多次。 虽然每次都在心中不断警告自己, 这是对方的陷阱。 他们就是故意激怒自己, 让自己失去理智, 让自己在交战的瞬间产生一丝犹豫。 然而每次看到这一幕, 战士们还是忍不住那颗想要发泄愤怒的心。 对面这些老弱妇孺可都是他们的同族, 自己又如何能下得去手? 但防线却不能被这些人冲破。 因为在自己身后还有几十万的同胞, 一旦防线失守, 那将会造成更大的恶果, 又会有多少人因此而丧失生命。 而在驻地内, 原本那些还在因为被抓壮丁, 而骂骂咧咧地赏金猎人们。 此刻也都默默闭上了嘴, 也把自己那想要偷奸耍花的心收了起来, 开始只能抬起一个弹药箱的他们, 也拿起了第二个、第三个。 这些战士值得他们尊敬, 虽然众人依旧不敢上前线去拼命, 但至少自己也要做点什么, 哪怕只有一点点, 就在大家都在为第二波异兽的冲击, 而做着准备的时候, 一个尖章式团级军衔的男人, 却拿着望远镜,站在高地上向着远处观望。 此刻的魏志员, 心中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 今天对方的进攻强度和数量, 明显有点异常。 虽然以前也会经常组织异兽冲锋, 但都没有今天这么疯狂。 甚至为了冲击自己这边的防线, 已经连三级异兽都排出来了。 完全可以用不惜一切代价来形容。 而对方之所以做出如此大的牺牲, 也要拿下他们的注定。 那就只有两个可能。 对方接到了上面的死命令, 或者对方来了增援。 而这两条, 不管是哪一条, 对现在的117团来说, 都不是一个好消息。 虽然想不明白具体的原因, 但此刻的魏志员明白, 也知道现在不是自己该犹豫的时候。 于是他的目光不由看向了身旁的副官。 而这名副官, 毕竟跟随了魏志员多年, 自然一眼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轻轻点了点头, 便几个闪身向着前线的防线去。 看着副官已经动身。 魏志员放下望远镜, 随即跟传令兵说道, 马上通知指挥部, 我团遭到异兽猛烈进攻, 原因不明, 请求尽快支援。 如果, 如果守不住的话。 说到这里, 魏志员停顿了一下, 目光带着几分决然。 请帮我照顾好兄弟们的家人。 说完也大步走向了前线。 而那名传令兵, 只是深深看了一眼自己的团长。 就用飞快地拨通了传讯机, 当看到自己的团长和副官, 都已经出现在了战场。 那些战士们, 满是血丝的眼睛里, 有点意外。 有的从兜里掏出一张磨损严重的照片, 用手轻轻抚摸了一下孩子的脸。 有的将自己的遗书, 交给了后勤的战友。 此刻的117团驻地, 一片激燃。 所有战士, 都已经抱着必死的信念。 防线不能失手! 除非, 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而在对面的异兽群中, 大兽看到人类的四级强者, 已经出现在战场上。 他的嘴角, 不禁露出一个得逞的微笑。 人类真的是一种奇怪的动物。 明明只是一些子弹, 就可以杀掉这些累赘。 保持住的防线的稳定, 却每次都要救他们。 简直是不可思议。 这些老弱妇孺, 有什么值得拼上性命, 也要救援的价值吗? 都是一些废物罢了。 这要是放在自己的部落里, 他想都不会想, 直接下令, 统统都跟敌人一起杀死。 只有强者, 才有生存下来的权利。 而弱者, 不过都是些待宰的羔羊。 不过对方的那个叫什么远的四级强者, 已经登场。 他也不能让对方畅读缴戏, 于是大兽看着老六和老七说道, 你们两个去干掉他, 等我们推平整个117团, 我允许你们先挑选食物。 我的身体, 已经有即将突破的预兆了。 速度快点, 我们赶紧离开这个该死的鬼地方, 听到自己的大哥, 让他们去执行命令。 六兽和七兽, 虽然心里十分不情愿, 但还是从诸祖美人身上爬了起来。 随即慢吞吞地赶往了前线, 当两方强者都已经出现, 一场生死相搏的战争, 也要即将开始。 双方都明白, 在战场上只有胜者, 没有输家。 同一时间, 北方战区的指挥部中, 到处都充斥着喧嚣和忙碌。 然而, 在一个角落中, 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气氛。 几十个参谋, 正围在一张电子地图周围。 看着屏幕上, 不断向117团移动的箭头, 所有人都陷入到了沉默。 根据117团发过来的情报, 众人很快就分析出来, 对方跑到那里的意图。 毕竟跟异兽打了上百年的战争, 双方在战略上也都彼此熟悉。 但明白是一回事, 现在该怎么办, 却是另外一回事。 哪怕他们已经知道, 异兽要在边陲找突破口, 众人也没有丝毫的办法。 毕竟, 现在不仅仅是117团有危险, 整个北方战区的防线都已经岌岌可危。 现在派遣高手去助阵117团, 那其他的部队该怎么办? 可是不去救援的话, 那就让他们这样, 眼睁睁看着117团被剿灭, 他们也做不到。 而且防线后面可是还有几十万人口的小镇, 这可不是死一个团这么简单。 终于有个年轻一点的参谋, 沉思了片刻率先开口说道, 我觉得应该马上去救援117团, 不然千里之低毁于已穴, 要是117团被团灭, 那就全完了。 然而很快就有另一个参谋反驳道, 救, 拿什么救? 根据最新情报, 对面出现了两只四级异兽, 也就是要抽调附近两个团的强者过去。 如果对方从另外两个团下手呢? 或者对方就是在调虎离山呢? 随着这两人开口, 很快几十个参谋就全部加入到了争吵。 但两边的人都各有各的道理, 一时之间谁也说服不了谁。 如今情况紧急, 这样吵来吵去也不是个办法, 顿时所有参谋的眼睛都望向了自己的师长。 虽然没有开口, 但意思已经很明显, 117团就不救。 第068章, 手撕易兽。 看着众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自己身上, 师长的手指不自觉地敲打着桌面。 而其他的那些参谋, 直到自己的长官在思考, 也没人敢出声打扰。 就这样沉默扮赏, 敲击桌面的手指突然停住。 师长看着众人开口说道, 马上调派118团和114团的四级强者前去支援, 另外让警卫营的人做好随时支援的准备。 听到师长的回答, 众人顿时心中一沉, 不禁在心中苦笑。 看来现在的北方战区, 强者真的已经快耗尽, 甚至都已经到了要动用警卫营的地步了。 而那些反对支援117团的参谋, 虽然感觉事情有点不妥, 但见到师长已经发话, 他们也就不再出声反驳。 只是心里却依旧在担忧, 依照117团的情况看, 他们真的能坚持到强者去救援的时候吗? 就在指挥部的加急指令, 下达到旁边两个团的时候。 此时在117团的驻地前, 魏制员很快也接到了指挥部的通知。 虽然上级已经明确表明会有人过来支援自己, 但他的心中却并没有多少的惊喜。 跟对面的异兽相比较, 自己的117团, 原本在兵力上就已经处于劣势, 而现在对方又派遣出两只四级异兽。 可是自己这边却只有他一个四级强者, 他哪怕拼死也只能拖住一只, 那另一只又该怎么办? 难道让战士们用生命去填这个无底洞吗? 虽然心中不忍, 但真要是到了那个时候, 他也只能用这个残忍的办法去尝试一下, 哪怕做这一切只能撑个几分钟。 现在自己唯一能做的, 也只有祈求自己这边的支援, 能来得快一点, 再快一点。 忍住自己的担忧, 魏制员顿时装出一脸惊喜的模样, 冲着自己的部下们吼道, 刚刚我接到指挥部传来的好消息, 我们的支援已经在路上了, 只要我们再坚持一会, 就一会。 看到自己的团长在那里声嘶力竭地喊着, 那些战士们虽然心中都明白, 这就是在骗他们的假话, 但心里多少还是有了一丝希望。 只要能活着, 谁又想死呢? 人终归是要有希望才行, 哪怕只有一丝一毫的曙光。 顿时众人原本疲惫的脸上, 再一次就打起了精神。 而在对面的大兽, 看到魏制员居然还想着支援, 鼻子中不禁发出一声不屑的冷哼。 就算来了支援又怎么样? 先不说自己已经半只脚, 已经迈进了五级之列。 哪怕不算我, 这边还有六个四级勇士。 你们的支援能来几个? 够我一个巴掌吗? 明知道是必死的结局, 竟然不想着怎么逃跑, 还要继续反抗。 真是一向天开。 随即已经有些不耐烦的大兽, 顿时向着天空发出一声大吼。 八只手臂不断敲击在自己的胸膛上, 发出沉闷的鼓点。 顿时六兽和七兽知道自己的大哥在催促了, 于是也发出一声嘶吼。 开始带头向前冲锋。 而在他们身后, 三千多只的异兽也紧跟其后。 向着117团的驻地发起了正式的进攻, 看到对面一路烟尘滚滚。 还在搬运物资的赏金猎人们顿时就发生了混乱。 虽然很敬重这些军人, 但自己的命却更重要, 他们可不想在这里一起陪葬。 于是, 有的赏金猎人趁着没人注意, 撒腿就往驻地外面跑。 而有的人则是扔下箱子, 抽出了武器, 冲上了前线, 准备燃烧自己最后的热血。 好男儿岂能苟活于世。 眼看驻地中乱成了一片, 小队的其他三个人都看向了何清雅, 想让自己的队长做个决定。 而此时的何清雅感觉自己的脑子都乱成了一团马。 心脏的疯狂地跳动, 腿也在抖个不停, 但最后还是忍住了打战的嘴唇, 默默抽出了武器。 看到自己的队长选择了留下。 其他三人赞赏地看了何清雅一眼, 自己果然没有跟错人。 随即也抽出了自己的武器, 四人就准备向着前线出发。 然而, 他们这边还没有迈开腿。 一道身影犹如一阵旋风, 几个闪跳就消失在了众人眼前。 看到这一幕, 四人顿时有点傻眼。 陈东东吞了口唾沫, 不确定地看着何清雅。 刚刚, 那个人是张晨吧? 而此时的何清雅却也是一连猛。 虽然知道张晨实力很强, 但这种速度, 绝对不是二级觉醒者可以做到的。 莫非他是三级觉醒者? 这也太年轻了吧。 此时在前线上, 随着异兽们再一次开始了冲锋。 魏志远也在开始调集所有能够参战的人手。 甚至给每一个后勤人员都分发了武器。 这将是最后的决战。 不是你死, 就是我啊。 然而, 就在他坐着拼死一搏的准备时, 一道身影却越过了防线, 独自一人向着异兽群冲去。 看到这一幕, 魏志远都快要气疯了。 虽然这个赏金猎人看起来似乎有点实力, 但这里可不是单打独斗的地方。 这里是特么的战场。 你一个人先冲上去, 跟直接送死有什么区别? 你特么能一拳打死一个吗? 要是被兽群所围住, 那就是白白牺牲。 如果这人要是能听从自己的指挥, 有这种实力, 说不定他们还真的能撑到支援到来的时候。 但现在, 一切都晚了, 简直是在给自己添乱。 顿时魏志远看着自己的副官吼道, 你带人把他给我救出来。 而副官也没有废话, 指着汪强一挥手, 顿时一个连的士兵就向着前线冲去。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张晨会被兽群所围攻时, 张晨已经距离对面的异兽不到一百米。 而那些异兽们, 看到有人类主动送上门来, 顿时眼睛里都露出对血肉的渴望。 随即一个个都张大了嘴巴, 亮出了尖锐的獠牙。 就在他们准备享受这美味时, 两只手却直接抵住了他的嘴巴, 而后被人整个撕开。 顿时鲜红的血液不断向外喷涌。 但不是张晨的, 而是异兽的。 此时此刻, 全场接近。 我特么地手撕异兽。 然而, 在众人还没有从刚才的震撼中回过神。 就见张晨整个人已经冲进了兽群中, 对着一只异兽就是一拳头。 第069章, 他一人杀穿兽群。 从一名基层的士兵变成现在的团长。 魏志远自认为他也是一个猛人。 虽然实力上在战区算不得顶尖, 但凭借着自己的天生神力和强悍的体质, 还真不是一般的四级觉醒者可以比拟的。 可眼前这个年轻人, 却一下子震碎了他的认知。 特么地, 在力量和体质上, 竟然比自己都强。 甚至可以手撕一兽。 而且, 撕了, 还是一只二级一兽。 这个赏金猎人, 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然而, 魏志远脑子还没有从刚才的震撼中清醒。 下一秒, 就见张臣冲进了兽群中。 全身的静气疯狂鼓动, 把衣服都吹得烈烈作响。 整个人更是犹如一尊沙神, 瞬间扎入其中, 被兽群所淹没。 随即就见到两只手臂不断在挥舞。 出拳! 一只一疾一兽的脑袋直接被距离轰开。 鲜血到处飞溅, 血腥的气味不断在战场上蔓延。 张臣整个人就如同一根海浪中的礁石。 任凭风吹雨打, 波涛汹涌, 却依然站在原地, 没有退后一步。 没有任何华丽的招式, 没有任何神兵力气。 仅仅就是那血肉铸造的拳头, 不断地再出拳。 出拳! 出拳! 但就是这样最简单, 最纯粹的攻击。 却仿佛是一座铜墙铁壁, 让整个兽群的冲锋被阻挡在了前线中央。 不可逾越, 戛然而止, 只有一句句死亡的异兽尸体, 轰然倒下, 越举越多。 一拳敢死一只异兽, 从不会再出第二拳。 看到这震撼的一幕, 所有人的大脑就像是被拳头轰击了一般, 只感觉耳边都不断传来嗡嗡声。 此刻的魏志远看得是目光呆滞, 感觉自己就跟做梦一样。 从这个人出现以后, 他就在心里不断评估着此人的实力。 甚至已经非常大胆地猜想, 对方可能会比自己强一点。 但现在看来, 他还是低估了对方的实力。 这哪里是强一点? 就这种实力, 完全可以打他两个。 而在驻地不远处, 何清雅四人看到张晨在兽群中大杀四方。 激动地是热血沸腾。 张晨可是他们小队的成员。 马德, 捡到宝了呀。 这绝对是一名四级强者。 他们一个F级评价的悬赏小队, 居然也能有四级强者。 说出去, 都估计没有人相信。 眼看张晨一个人, 就抵住了兽群的冲锋, 和清雅激动地满脸通红。 眼睛里都不断闪烁着崇拜的小星星。 随即也不顾及其他三人那古怪的眼神, 对着张晨喊道。 张晨, 加油! 我要给你生猴子! 眼看对面的人类, 因为这人的突然出现, 变得士气大振。 六兽和七兽不禁对视一眼, 目光中都透露着凶狠。 虽然这人有点实力, 但他们还没有放在眼里。 但绝对不能让他在鼓动人类的士气。 不然等一会短兵相接的时候, 无疑会增加自己这边的伤亡。 到时候, 自己在大哥那里, 也不好交代。 顿时两兽就仰天发出一声售吼, 跟自己的手下们说道, 冲上去! 把这个人类给我干掉。 等到两兽吼完, 随即也调转了方向, 冲着张晨的跑去。 见到那两只领头的异兽, 向着自己冲来。 张晨又看了看自己身边在疯狂进攻的异兽们, 心中不由, 陷入到了思索。 虽然自己现在已经成为了四级觉醒者, 但却并没有真正战斗过几次。 唯一动手的一次, 还跟现在一样, 用的是拳头。 这非常不利于自己总结战斗技巧。 现在正好有很多能当作陪练的沙包, 完全可以成为自己的魔刀石。 把规划都想明白。 张晨的脑海中, 顿时就出现了很多赵飞飞交给自己的招式。 各种基础的武技, 不断在他的脑海中盘旋。 看到一只冲过来的异兽, 张晨的心里, 瞬间浮现出了相应的武技。 对方飞扑过来, 下盘不稳, 此处可用白鹤冲天攻击其腹部, 能给他造成最大伤害。 想到了这里, 张晨的眼睛微微眯起, 突然一拳轰击在异兽的脑门上。 打你狗头! 眼看对方又被自己用拳头打死, 张晨也是有点汗颜。 这次不算, 有点条件反射了。 下一只, 这只异兽是俯卧冲锋, 明显是想要攻击我的下路。 在把我顶起来以后, 来个踩踏。 此时我可用白鸐献果, 将其掀起, 随后再来个冲天拳, 将其掀翻。 心中已经有了定夺后, 张晨不再犹豫, 再次一拳轰击在异兽的脑门上。 打你狗头! 而在117驻地前, 所有人看着张晨一拳接一拳, 不断轰击异兽到脑门。 直到异兽宁可从他两边绕着走, 也不再上前自寻死路。 众人也渐渐从刚才的震撼中, 回过了神。 随即整个驻地瞬间沸腾, 各种欢呼和雀跃, 所有人的心里都出现了一点光明。 顶住了! 他把兽群顶住了! 天啊! 兽群因为他一个人在减慢冲锋的速度。 异兽们怕了! 他居然能让异兽怕了! 这是人能做到的! 就在这一刻, 所有人看着张晨的眼神都充满了敬重。 这是对强者的崇拜, 这是对勇气的赞歌。 那道身影就仿佛是众人的定海神针。 只要有他在, 众人都能感觉到安心。 而还在兽群中的张晨, 见到没有异兽再赶上前, 他的身影终于动了。 整个人如同天空中的雄鹰, 就扑向了兽群中。 两个拳头猛然轰击在一只三级异兽的身上, 直接把他打退了几十米远。 随着一阵尘埃散去, 异兽已经古断惊蛇。 但张晨却连看都没有看一眼, 再次向着另一只三级异兽冲去。 挥动拳头, 又是一拳。 瞬间被击飞的异兽身体, 在土地上划出一条血痕。 张晨的身影不断在兽群中闪烁, 异兽也不断死亡。 出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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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仅片刻时间, 兽群中的二、三级异兽就被张晨杀了个七七八八。 他一个人, 竟然杀穿了整个兽群。 眼看那个人类, 竟然在这一会时间给他们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 不仅那些勇士被击杀了无数, 而且让原本就在减速中的兽群也开始产生了混乱。 六兽和七兽看得是目自欲裂, 脚步更是诱快了几分, 在兽群中一路狂奔。 随即瞪着张晨发出了一声愤怒的嘶吼。 第零七零章, 一个打不过, 但六个呢? 眼看对方竟然无耻地准备二打一。 魏志远原本兴奋的脸上顿时就充满了愤慨, 差点吼道。 你们两只冲我来。 不过想起了自己可能打不过两只四级异兽。 于是急忙改口, 冲着兽群中的张晨喊道。 分我一只, 我来助你。 随即也是几个闪跳, 冲进了兽群里。 看着自己的团长都已经冲了进去, 那些本来已经抱着必死信念的战士们, 也从刚才的巨大冲击中反映了过来。 于是在副官的指挥下, 开始权限出击。 但跟刚才壮烈的气氛不同, 此刻的他们对战胜兽群充满了信心。 对面有两只四级异兽, 他们也有两名四级强者。 只要能拖到援军道来, 那胜利的天平就会向着自己这边倾斜。 然而, 师长的话还没说完, 就见一名传令兵一路横冲直撞地跑了进来。 甚至连气都还没有喘云, 就急忙冲着众人开口道。 最新情报, 异兽在在118团和114团对面正在大量集结, 似乎已经知道了我们从哪里抽掉了强者。 另外, 根据的眼线提供了线索和情报部门的推测。 对方很可能派遣了异兽同龄手下的精锐, 去了117团, 数量可能有7只。 听到传令兵的汇报后, 师长再也坐不住了, 一个起身赶紧跑到了电子地图前。 眼睛死死盯着地图, 表情阴沉。 虽然心里已经有了最坏的打算, 但当最糟糕的局势真的出现在眼前, 师长心中那最后一点希望也随之破灭。 甚至脑海中已经有几十万人, 因为自己的指挥失误而生灵涂炭。 但他又能怎么办? 所有计谋能得以施展的前提, 是要有那个资本。 很可惜他并没有。 如今的局面, 完全可以用乌漏偏逢连夜雨来形容。 而那群参谋这个消息以后, 众人的担忧也随之消散。 毕竟已经没有再担忧的必要了。 事情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 顿时所有参谋一个个都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围在地图前到处乱窜。 想尽一切办法来扭转目前的局势。 然而众人思考了半天, 却只能颓然地叹了口气。 这根本就没法救援。 完全就是个死局。 哪怕自己这边支援过去的两名四级强者, 但对方却有七支四级异兽。 这场仗该怎么打? 二对一还能多出来一支? 117团完蛋了。 甚至连其他两个团的人也要一起跟着陪葬。 见到自己的参谋们在自己眼前晃来晃去。 本来就心烦的师长顿时怒喝一声。 好了,都给我安静一点。 随即眼睛又看向了传令兵说道。 我命令,118团和114团, 在无法坚守住地的情况下, 允许自行撤退。 还有让支援过去的人继续去117团看看情况。 如果,如果他们都英勇就义了, 不要再过去了。 说完,师长整个人都仿佛被抽空了力气, 整个人踉枪了几步, 但还是站直了身体。 不过神色间却似乎苍老了几分。 而在荒野中, 已经会合的两名四级强者。 很快就接到了指挥部的新命令。 两人的眼神中都满是不甘。 虽然上面没有明说, 但这种做法显然是在汽车保帅。 如果其他两个团都撤离的话, 边陲这边就只剩下一百一十七团一个。 要是一百一十七团也完蛋了。 那边陲这边将再无阻碍, 异兽们完全可以长驱直入。 这已经不是要牺牲一个团的事情了。 这是, 要连这整个小镇几十万人的性命都放弃掉。 虽然他们也知道, 这是上级的无奈选择。 但这还是让两人非常不甘心。 现在只能希望一百一十七团, 能再坚持一会儿。 等到他们去过, 看看驻地有没有可能守得住。 无论如何, 边陲这边也要保住这最后一根钉子。 就在两人一路风驰电车的赶路之时, 在一百一十七团的前线上, 张辰已经跟其中一只四级异兽交上了手。 看着对方那只八臂巨猿, 一脸猙獰地冲了过来。 张辰却没有丝毫犹豫, 也是大步向前, 随即再次挥拳。 只听一阵急促的破空声响起。 一人一兽, 两个拳头在空中瞬间碰撞在了一起。 砰的一声闷响过后, 六兽整个兽就如同出塘的炮弹一样, 被张辰的力量给震飞了出去。 虽然在半空中稳住了身体, 终于在最后一刻双脚落地。 但六兽的两只脚掌, 却在地面上狠狠离出一条巨大的勾去。 感受着手臂上传来了剧痛和发麻, 六兽被张辰的力量给震撼到了。 甚至原本自信的脸上, 也是双目圆瞪, 彻底失态。 要知道自己可是一兽。 相比于人类来说, 他们天上就自带力量和防御。 而自己这一族, 哪怕在异兽中也是出了名的力大无穷。 然而, 在跟这个人类对拳以后, 飞出去的居然是自己。 从小到大, 除了自己在力气上输给了大哥以外, 他还没有服过任何兽。 但现在这一幕, 让他的心中都狠狠一颤, 几乎要颠覆了整个世界观。 这让他简直无法接受。 随即不甘心的六兽再次发出了一声怒吼。 紧接着, 八条手臂同时向着张辰打了过去。 然而随着一声闷响, 六兽再次把被眼前这个人类一拳打在了脸上, 击飞了出去。 不过这次他却没有上次的运气。 整个人都趴在了地上, 在土地中蹭出一片灰尘。 六兽刚刚想从地上爬起来, 就见张辰已经几个踏步, 飞身上前, 一脚又踹在他的脸上。 随即再次挥拳对着六兽的脑袋, 就是一顿挥拳。 此时被张辰死死踩着的六兽, 感觉自己不快要气疯了。 虽然八条手臂不断在格挡这个人类的进攻, 显不占优势, 依旧有一半的拳头都落在了他的脸上。 不大一会的功夫, 六兽已经被张辰揍得鼻青脸肿, 而在不远处看到自己的六弟, 被摁在地上一顿爆锤。 大兽心中虽然按摩六弟是个废物, 但还是向着其他几个兄弟怒吼一声, 示意他们一起前线, 干掉那个该死的人类。 一个打不过你, 但六个呢?